他以为自己只是个普通图书馆里面 殊不知他眼中普通的书馆 随便一本拿出去都是能够颠覆世界的存在 而他以为是普通装饰品的事项 也是能够轻易秒杀恐慌级别强者的存在 就连他随手栽培的一朵玫瑰花 也能轻而易举吸走毁灭迹强者的灵魂 他叫陈凡本市某大学图书馆观 为了能够将世间书籍尽数收藏 他已不能再返回地球为代价 与异界的邪神做了一个交易 通过有去无回的传送阵法 穿越到了一座名为诺金的城市 然后在邪神的帮助下开了一家书店 在这里过着跟穿越前一样的生活 就在刚刚陈凡如往常一般整理着书籍 心想恐怕今天又是一个没客人的日子 只因外面此时正下着庞博大雨 但是他还是将牌子翻到了营业这 心想万一有人忘记带伞正好需要一个避雨的地方 然后他便准备好热毛巾和热茶近带有缘人 与此同时大街某出一群蒙面人 正在追杀一位短发女子 女子转身的瞬间一刀挥出砍断一人手臂 然后两指猛然变成两只利者 一爪子瞬间秒杀一人 然后又快速瞬一刀另一人身后 两掌一拍直接挤爆那人脑袋 最后随意将那尸体甩飞出去 此时危机已经暂时解除 但是他也付出断了三灯内骨的代价 不过这种伤势对于他这样注射不无会之血的猎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靠自身的治愈能力只需要一个小时机可全力 因此此时的他最需要的是时间 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迫在美景 女子这时确实犹豫了起来 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整条街只有这家嗨在一面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陷阱 但是眼下的情况不容他多想 他必须尽快争取到足够的隐藏时间 于是他果断地推开了门 那开门的铃铛声也是引起了惩罚的忠 他抬起头微笑地说了声欢迎光临 不枉我等了这么久 冒雨前来的还是一位美丽的客人 旁边有我准备好的热毛巾 你可以先擦擦雨水 还有需要为你开暖气吗 听到此话女子内心咯噔一跳 这书店老板难道知道我一定会来 还特地充分准备了我需要的东西 这绝对不是偶然他一定知道什么 想到这里他拿起热毛巾擦了把脸 并且对陈凡说了声谢谢表示暖气就不用了 内心却是嘀咕他会是哪一派的人了 密以塔真理会 还是普瓦几思之夜的赴约人 总之不管怎么看 他都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书店老板 然而在陈凡眼中他不过是一位失恋少女 更是想着借此机会来推销他的书籍 然后装作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 利用心理暗示模糊画术等骗子常用的画术 却是误打误撞跟女子的遭遇十分稳固 成功地将他给唬住 见此情形陈凡也是知道有心 表示让他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在女人看来白狼内部针对自己的叛乱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被人执行的 除非此人从一开始便掌碰了全局 于是他便直接袒露心声将事情说了出来 我遭到了背叛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家伙的嘴 听到此话陈凡当即挑了挑眉 脑中浮现出小三闺蜜渣男的画面 没想到剧情这么狗血 不过也好 足够狗血自己才方便剑锋插针 不对是对症下药 然后继续说到凡事都有两面 虽然遭受了背叛 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看清别人的机会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这次背叛 已经让我失去了很多很多 也受了很重的伤 现在才看清人性的丑恶又有何用 听到这话陈凡秒懂 原来他是被渣男欺骗了感情受了情伤 当然有用 你现在知道了什么是真面目 什么是假心肠 今后才不会对伤害你的人有所怜悯 就算曾经是你最为亲密的人 听到此话女人顿时大惊世子 难道这就是她找上我的目的吗 是想借助我对猎人组织做些什么图谋吗 而她形式风格诡诀 而优雅又同时厌恶恋恋人 如此看来她也许是一位高阶黑巫师 那么照你看来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陈凡当即脸色阴沉地说道 既然他们不当人 那你也可以压还压压 一眼还眼 对付这种货色没有必要心思手软 听到此话女人顿时冷汗直流 她这是让我不做人的意思 虽然完全兽化能获取强大的力量 但是自己还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而陈凡见她这般犹豫不决 嘴角微微一笑 心知时机成熟 我想现在的你也许会需要这本书 然后将刚刚自己再看的忏悔陆地了过去 心想这种难懂的书 最适合这样迷茫的小姑娘 殊不知这本普普通通的书到了女人眼里 却变成了血雨兽 这书名自己闻所未闻 她很不解对方为何这个时候给自己这本书 她带着疑惑将书本翻开 只见书中瞬间迸发出无数鲜红的液体 下一秒未等她反应过来 这些液体便将自己完全吞噬 这书本里面的竟然是控制兽化的方法 女人顿时大惊失色 这可是足以颠覆整个猎人群体赖以生存的力量体系 要知道猎人的力量是通过注射危险的污秽之血 从而获取力量 而污秽之血浓度越高 猎人的力量变越强 兽化的异常现象也越深 看着这个浑身颤抖的女人 陈凡暗想失恋的女人哪怕外表在坚强 内心也还是多愁善感的 自己不过是安慰了她几句 外加给她推荐了一本书 竟然都感动得快要哭出来了呀 想到此处她便一手搭在女人肩膀上 如此这般态便用书本的原文来催化她的自行心吧 末日审判的号角想吹就吹吧 我将手拿此书大声宣布 这就是我所做的 我所想的 我的为人 直面自己的最原始的野兽欲望 相信我 你将会获得新盛 然后陈凡又举起杯子说道 为全新的明天干杯 女人听到这里也是开始面带微笑 感谢您的指导 我会遵从您的教会 说罢便将手中120度的开水一语尽 这可把一旁的陈凡看待了 卧槽那可是开水爱 说干你还真干啊 见女人没什么大问题 陈凡便拿出件书卡 让她填写一下信息 女人毫不犹豫地 签上自己的名字记之许 看到这名字陈凡也是一惊 我记得那个岛地下资源开发的富豪 叫纪伯农 而他的独生女儿 好像就是叫做己之许 想到这里陈凡两眼放光 满脑子都是钱 这可是条大鱼啊 说不定能坑道 不不不 是赚到足够装修店面的钱 为了跟女人打好关系 陈凡还将自己那 唯一的一把鱼伞借给他 纪之旭向陈凡道了 声谢谢之后便离开了书店 可他还未走出紧 便突然察觉到了异样 然后下意识地准备 拧动手杖的机关 如灵大敌地注视着前方 只见前方突然出现一道黑影 吓一秒那人 竟与女人擦肩而过 纪之旭顿时被吓得汗流加倍 因为此时的他什么都做不到 不仅浑身动弹不得 就连手指也动不了 老人却在纪之旭身旁 停顿了下来 眼神诧异地看着他手里的那本书 呵呵 竟然是这本书 可真是个幸运的小家伙 此时的女人 犹如被猛兽盯上了一板 只要自己敢动一下 便会死无葬身之地 而他的余光正好瞥见老人手里 拿着一本名叫虚空寄灭的书 未等他反应过来 老人便已消失在小巷尽头 然后老人静止来到 陈凡的书店门前 女人正是被吓得扑通一声 瘫倒在地 因为他认出了刚刚那人 竟然是黑灵的无面人 弗兰克王尔德 弗兰克王尔德是 为数不多的毁灭及强者之一 最标志的特征便是 他那脸上的面罩 以及他那双半蛇人血统 造成的暗绿色蛇统 传闻他曾经与密尼塔的 十位光辉大骑士之一交手 那场大战足足摧毁了 上万公里区域 最后以身负重伤的代价 拿下了毁灭级别的称号 自那场大战之后便下落共鸣 万万想不到 时隔多年再次出现 竟然是在这家普通的书店 而书店老板竟然能 与这种级别的强者谈小风声 看来这次我可真是走了大运了 棒上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啊 陈凡也是没想到 既只去前脚刚走又来客人了 转头一看原来是老熟人老王来了 当即站立起身迎接这位老顾客 殊不知大名鼎鼎的毁灭 极无失望二人 在陈凡眼中只是一个 需要关怀的空巢老人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是在两年前 陈凡同他的穿着判断 他是个不缺金钱 但是精神生活匮乏且有学问的主 心想有机会给他灌一波心灵鸡汤了 好好经营一下 很可能将他发展成为书客 老人一开口便询问陈凡是不是回收书籍 自己手上正好有本有些年头的书籍 应该会有收藏价值 陈凡接过书本一看 便发现此书涉及了一些生僻 甚至濒临失传的语言研究 此书确实非常有收藏价值 字里行间都充满了魔力 简直是令人赞叹 听到魔力二字王尔德顿时大惊失色 这不可能 他竟然还能从此书中感受到魔力 这可是经过我的驱魔术士处理过的 照理说哪怕毁灭级的超凡者 也无法感受到异常 此人自从我进殿便各种从容应对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王尔德虽然无法感应到陈凡身上有以太气息 但是他却明白他断然不可能是个普通人 然后表示自己在语言研究上确实颇有心骨 要是您对这方面也有研究不妨指教一二 听到这话陈凡谦虚地回道 研究倒谈不上 不过确实在相关领域有所涉及 另外我这也有一些相关的书籍 于是便拿出一本温州话推荐给王尔德 心想这可是号称恶魔之语的华夏最难懂的方言之一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一下 正如陈凡预料一般王尔德被金的杯子都打算 只不过他并不是因为被温州话镇静 只应该书到了王尔德眼里变成了恶魔之语 王尔德差点了给贵了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警谈 这这才是真正的恶魔 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王尔德询问此书的来年 他来自一个辉煌灿烂的古老文明 这是流传于那片土地的语言之一 只可惜的是我终究无法再踏足那里 听到此话王尔德震惊不已 仅仅之灵骗找遍这般恐怖 那该是何等深不可测的伟大文明啊 而此时他也是认定了陈凡恐怕是神明级别的强者 王尔德此次前来第一是为了归还那本恶魔之语 其次是想再借一本同类型的书籍 他依靠那本恶魔之语已经到了突破神明级别的瓶颈 得知老王的需求后陈凡思索了片刻 然后便开始在书架上翻掌了起来 王尔德不由的感慨林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无私而慷慨 两年前自己和约瑟夫的那场大战险些丧命 在自己最迷茫的时候得到了林先生的执意 他不仅能随手拿出稀释真本 还能在毁灭及巅峰的我面前完全隐藏自身的以态不断 看来这位大人一定是远超神明级别的隐世学者 我能有如今的成就全都归功于这位全知而博学的学者大人 此次我一定要好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这时陈凡拿出了那本自己在地球时自己撰写的《遗世与民族》 这时他有些矫情地说道虽然有些冒谅 但我意外觉得这本书最适合 看到那本书知识王尔德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因为这本书到了他眼里却变成了诗识教典 但他看到书本上的作者明示陈凡之时更是震惊不忍 当即便坐不住了 颤颤巍巍地询问道这这难道是隐险的吗 在得到陈凡肯定的回答后 王尔德那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 自己知道信奉知识的真理会 信奉月亮的穷顶教诲 信奉高强之物的瘟疫教诲 然而诗识教自己闻所未闻 而这股邪恶的气质 钻邪者绝非善良之辈 莫非他想要创造信仰 想到此处王尔德表示将这么珍贵的东西 交到我一个糟老头子手上 实在是令自己惶恐不安 陈凡见他好像又不想将此书借走 又是对他一顿洗脑的输出 如今的我已经拥有了一整片森林 知识是无法背盗走的背盗走的只有名利 而名利对我来说恰恰是最没用的 老王我相信你能让我的书增加更多的价值 另外你要是觉得我的书不错 我同样乐意你帮忙推荐给别人 听闻此言王尔德连忙答应了他 为了表示对陈凡的感谢 王尔德掏出一个石像鬼送给他 陈凡见这石像做得栩栩如生 便收了下来打算放在书店里当作装饰 可他却不知这尊石像鬼 那是王尔德耗费二十年心血制作的 就连他的老师对石像也是颇加赞赏 不仅有着不俗的魔法抗性和坚固的皮肤 还能自动识别杀意 而战斗力更是不逊色于恐慌级别的精英战士 见陈凡也是颇为满意王尔德 向他道别后便离开了书店 待王尔德走了陈凡伸了个懒腰便准备打呢 可就在此时一旁的书桌上 巴基一声出现一滩水 陈凡顿时大惊失色 只见那水形成了好久不见这三个字的字了 陈凡贴见这四个字时顿时大惊失色 是是你 那个将我传送到这个世界的幕后黑手 时隔三年终于又出现了 陈凡稳住心神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坐下来淡定地问道 你现在突然出现就是说明到了 要我付出代价的时候吗 直说吧 你需要我做什么 陈凡之所以这般有底气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未知的存在帮助自己实现了愿望 态度还十分温和兴许是属于神灯一类的善神吧 要求的代价也应该不会太离谱 而这时桌面上也是有了回应 你已经做了 我因此而苏醒 看到此话陈凡顿时大惊 莫非是刚刚我让老王帮我给别人推荐书籍吗 这时桌面上又显现出一个诗字 这么说来我需要付出的代价 便是让其他人推荐传播我写的书籍吗 莫非这样子做对你有好处 画阴刚落桌面上又出现一个诗字 陈凡顿时大喜 那么完全没问题我一定会尽力的 听到此话那摊水迹便化作一道金光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大街上某处有一名探子 这里是杰克汇报 在诺金23号大街 发现黑灵的无面人王尔德的踪迹 疑似参与了猎人的内斗 另外他在一家书店内逗留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我怀疑这家书店便是黑乌师们的秘密据点 可他话音刚落身后便传来一道声音 鼠辈 胆子不小啊 来人正是黑灵的无面人王尔德 探子顿时大惊失色本能地拿起武器准备反抗 可谓等他做出反应便被一只大手按住 死亡吧 此时电话那头也听到了异常 那边正询问情况却被王尔德一脚踩碎 胆敢窥视那位大人的居所 简直是死不足惜 与此同时得到陈凡帮助的继之旭也是开始了行动 他带领着曾经的亲信一路杀回白狼组织 因为他获得了控制受险的方法 一路畅通无阻地杀到白狼组织大本营 在看到纪之旭那强大的实力之后 白狼组织情报人员老鼠瑞恩也是假意等事归顺 纪之旭虽然对此人有所反感 但是想到目前自己身边正缺情报人员 并且他身上还有忠诚灵魂烙印 至少可以相信这家伙的忠诚 当初我这两位亲信能抵挡魔镜之卵的精神侵蚀 也还是多亏了家族里供养的白巫师落下的符文 于是他带着几人直奔教堂大本营而去 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恶战 可是当他破开教堂大门之后 教堂里面仅仅只剩下一道人影 只见白狼组织第三首领卡基被吊在了半空中 纪之旭第一时间便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上前询问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卡基此时却是面容扭曲起来 并且神神叨叨地表示那个魔王即将降临 下一秒只听见哭呲一声 卡基的身体就发生了爆炸 看着最后的线索就这么短 纪之旭愤怒的一锤砸碎前面 他的亲信提议他找家族供养的巫师提供帮助 却遭到了纪之旭的拒绝 并且吩咐他两人继续搜查线索 然后叫老鼠瑞恩跟自己走一趟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更适合的人选 那就是书店的神秘大佬陈凡 就在刚当陈凡正为店内没生意而发出 纪之旭便推文走了进来 然后满脸娇羞地向陈凡打着招呼 打扰了陈先生 再次见到这个美丽的客人 陈凡当即喜上眉梢 这不是纪小姐吧 欢迎光临 我也是忘了没想到仅仅间隔三天 这么短时间内回访的客人你还是头一个 闻听此话 纪之旭顿时咬紧的牙关 看来陈先生对我很是失望 自己明明得到了那么强力的帮助 本该一次性将所有问题解决 现在却要再度折返回来寻求帮助 或许我是他所有顾客当中最没有内力 可是下一秒 纪之旭便撇见了陈凡改放在书桌上的石像鬼 这尊石像鬼虽然没有半分以太波动 却是散发着强烈的威压 他明明一直隐藏得像一个普通凡人 现在却拿出了这么不得了的东西 莫非陈先生是在安慰我 哪怕我的存在如同孩童般若小无力 他依旧愿意用包容和鼓励的态度对待我 这是何等的心胸广阔呀 想到此处他不由自主地说了声抱歉 就在此时纪之旭的手下老鼠走了进来 他一眼便认出了陈凡明明就是一个普通凡人 他不明白自己的老大为何要来找他帮忙 这时陈凡也是看出了来人是来找纪之旭 之旭小姐这位是 纪之旭说到他是自己的下属 还顺带给他加上绝对忠诚的标签 闻听此话陈凡也是叹了一口气 看来这孩子被渣男霍霍出阴影了 就连介绍人都要带一个忠诚的标签 看到他此时如此失落的情绪 陈凡也是猜出了应该是报复渣男的计划失败 然后装作自己什么都知道的模样问道 我已知晓你的来意 失败了 这次纪之旭并没有感到很意外 果然陈老板他已经全部都知道了 是的我失败了他已经逃走了 目前不知所踪我已经派人前去搜查了 但是毫无线索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 到头来我才意识到是自己太得意忘形了 很抱歉陈先生 听到这里陈凡憨憨的安慰道 你不必太过自责 毕竟那不是你的错 内心却是泛起嘀咕来 这都哪跟哪呀 这个大小姐谈的恋爱怎么搞得跟打仗似的 但是想到情场如商场 商场如战场 那么等价替换一下就是情场如战场 这位大小姐大概是用惯了商业术语 所以形容起来也就变得奇怪了吧 如此想来他便有了应对之策 你的意思我已经完全理解 你无需太过担忧 也许事情远离你所想象的简单得多 你所畏惧的也只是恐惧本身而已 因此你只需暂且等待吧 会有好消息传来的 一旁的老鼠听到这些魔龙两可的话 瞬间猛逼了 因为陈凡这套魔龙两可骗子惯用了技能 自己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老鼠本是白狼组织大首领 安插在技之旭身边的奸细 他刚刚还偷偷向首领汇报了技之旭 来这间书店的事情 他的意图是窃取到技之旭那控制受险的方法 但他来到书店却是猛了 不明白老大为何对这个普通人毕恭毕敬 仿佛面对一个神明级强者一拜 而这时陈凡却是十一来袭 表示自己要去方便一下 陈凡前脚刚走老鼠便质问他 我说呀老大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听到属下这般语气技之旭当即慕 放肆 你这语气是怎么回事 我带你来是因为你掌握情报可能有用 并非我信任或者器重 你难道不知道要有基本的领奥吗 老鼠反驳说到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他那模棱两可的骗子话说我太了解了 是 我不懂规矩 但我懂这个 我太懂这个了 没有人比我更懂 老鼠话还没说完便被技之旭一箭抵住喉咙 住嘴 你要是再敢多说二话 哪怕你还有用处我也会毫不犹豫一箭杀了你 听到此话老鼠表面不在反驳 内心却是打起小九九来 他要当面揭穿陈凡就是一个普通人 背地里掏出一只带有剧毒的利剑 可是就在他刚刚爆发出杀意的瞬间 那书桌上的石像瞬间变大了起来 张开血盘大口就朝他洗去 未等他反应过来便被一把抓了起来 然后直接丢进嘴里 直接将此人生吞了 就连溅落地上的血液也被他三十米长的舌头撇干净 做完这一切仅仅只用了半熄时间 然后又变回那尊普普通通的石像 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记之旭只感觉脑子一片空白 死亡的恐惧感顿时充满脑海 叶凡也恰巧在这世走下了谋 在记之旭看来肯定是叶凡在操控石像 这是他对我发出的警告 刚才那一瞬间恐怕就连我都反应不过来 直面死亡的恐惧让记之旭的身体开始颤抖 可叶凡对这一切却毫不知情 询问记之旭这次过来的目的 他小心翼翼地说到还想让叶凡介绍一本书给他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叶凡开始寻找起来 但这时他突然想到了小胡子 便提醒记之旭小胡子的眼神有些不对你 你能相信的只有你自己 此话一出记之旭瞬间大惊失色 叶先生不能无缘无故地说这些话 难道是小胡子的忠诚符文出现了问题吗 可给他书写符文的是家族中供奉了百年的巫师 这些符文也只有他能记住 难道他背叛了家族吗 叶凡看出记之旭有些失落 继续神圣叨叨地说道 当你拥有钢铁般的意志时就没人可以打碍你 随后就递出了自己找到的书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还顺带说了一句书中的经典语录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要碌碌无为地躲 你有你自己的使命 结果书后继续精神恍惚地来到了大街上 他手中的书已然变成了钢铁意志 打开书后更是迸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周围的雨滴瞬间被凝固 紧接着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眼球死死地盯着他 但他却感受到一股巨大的能量涌入体内 这些能量改造了他的灵魂结构 使他的精神力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现在的他终于有机会突破恐慌级别了 这种被能量称道的满足感 使他不由自主地流出鼻血 此时的他决定从今以后 要成为叶韩的忠实奴彼 在继织续走后 书店门口又出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刀疤男 而此人正是这片大陆上十大光辉奇事之一 也是先前老者王尔德的死队 他在得知老者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后 便来到了书店想要一探究竟 他一进来就使用了探查之眼 在他眼中这只是一间普通的书店 而这里的主人也不过是一个 没有能量波动的年轻人 唯一异常的就是桌子上的石像头 于是他开口询问到 叶凡是不是这里的主人 叶凡看他好像不太好说话 为了拉近距离 他亲切地称呼了一声大爷 这一声大爷直接把刀疤转弄圈了 自己只是长得有些老而已 但看在叶凡是普通人的份上忍得下来 随后他便询问叶凡 任不认识老者王尔德 叶凡听后还以为 他是老者给自己介绍来的顾客 于是便反问到 你和老王是朋友吗 此话一出刀疤更加生气了 他和老者足足争斗了几百年 怎么可能是朋友 但他还是顺着叶凡的话说了下去 并试探性向叶凡打听老者的住址 但叶凡却表示老者只是自己的老不可 家庭住址这一类的事自己并不知己 并且还让刀疤坐下来看回儿书放松一下 而他这个随意的态度 却让刀疤感到了好奇 成为光辉骑士之后 还没有人敢这么随意地跟自己说话 本来没有线索是准备离开的 他现在决定和这个年轻人聊聊天 但他坐下来时 手臂却不小心碰到了叶凡之前看的童话故事 可在他眼里童话故事却变成了 充满诡异气息的深渊之子 叶凡见他紧紧盯着这本书知道机会来 便向他说这本书中搞笑的故事非常治愈人心 可以买一本回去看看 这番话引起了他的疑惑 谁家的童话故事会叫深渊之子啊 于是他便想看一眼满足一下好奇心 可当他触碰到书的一瞬间 他就感受到了熟悉的刺痛感和眩晕感 他体内受到诅咒的魔剑和这本书产生了共鸣 然而还没等他想明白 他就躺在地上晕死了过去 这可把叶凡吓得不轻 这大爷不会是突发心脏病了 可当他跑过去仔细一查看 这平稳的脉搏均匀的呼吸声 这大爷竟然看了一眼童话书就睡着了 叶凡不忍心见他睡在地上 便费了半天静把他搬到了躺椅上 这时叶凡看到刀疤的手臂竟然是机械的 他便认定这位大爷一定是一位退伍军官 与此同时一只黑猫走了进来 见到此景后大惊失色 随即就慌慌张张跑了出去 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后 黑猫化成了人形 原来他是光辉大骑士刀疤的头号粉丝 为了接近偶像他尾随刀疤来到了书店 然而他等了半天也不见偶像出来 便想进去看一下 可他见到的场景正好是刀疤倒下 叶凡把他拖到躺椅上的场景 此时的叶凡在他眼中 婉然就是一个雨夜中的杀人狂魔 而实力强大的光辉骑士在叶凡面前 都这么不堪一击 吓得他选择了逃命 叶凡刚才那恐怖的气势 让他感觉在鬼龙关走了一遭 但他又很快地镇定了下来 他要回去把这里发生的事 告诉刀疤所在的组织 而此时刀疤的意识已经来到了灵魂深处 但这次他却没有感受到 以往魔剑给他带来的痛 紧接着书籍便显现了出来 并不断地散发着魔力 下一秒这些魔力全部涌入了他的脑海当中 就在他感觉脑袋快要撑到了的时候 魔剑浮现在他的身后 书籍散发出的魔力与魔剑散发出的魔力相互交融 刀疤头上的肿胀感也随之消失 随后他便从躺椅上显过来 叶凡见到后悠然地询问他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反应过来的刀疤赶忙起身说了一句谢谢 自己只是在店里做了做就受到了这么打扰 叶凡表示来者皆是客这都是自己分内的事 这时的刀疤明白了 面前书店的主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客人 都会保持中立的态度 这种人一定是活了无尽岁月的神明级强者 而他能这么轻易地解决掉困扰自己多年的魔剑组组 说不定还是一位远超于神明的存在 要知道这炳剑第一任主人可是史上最强大的人 他在那场仙魔大战中不幸感染了瘟疫之源 为了使瘟疫不向人间扩散 他不惜选择了自杀 但他被污染的灵魂确实这把剑花为了魔剑 此后魔剑的每一位主人都会因发疯而死去 就在前一天刀疤也感受到了这一天即将到来 可没想到这本书竟然能够安抚魔剑 然而叶凡却不知道刀疤的心理活动 此时的他只想把自己的书给推荐出去 他又按照惯例神圣叨叨地说道 从第一眼起就觉得这本书很适合你 有很多像你一样的人都很痛苦 但打败他们的并不是痛苦 而是他们心中懦弱的善良 此话一出刀疤立马联想到了魔剑的前两个主人 心中暗想难道坚持善良真的是错的吗 紧接着叶凡又说了一些高深懦测的话 这些话正好说到了刀疤的内心深处 把他哄得一愣一愣的 此时的叶凡在他眼中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见时机已成熟叶凡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借书卡 刀疤难想都没有就牵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他就身居一躬离开了准 走在路上的他只感觉现在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仿佛就像是重获新生了一般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老准王尔德 在研究叶凡的诗书陷入了疯狂的状态 书中那浩瀚的知识广度 还有这些怪异的符文 让他整个大脑都在颤抖 这真是一本伟大的剧组 随后他戴上面具准备再次去拜访叶斯兰 顺便再送他一份神秘的大礼貌 而这边的黑猫把看见的事情告诉了刀疤的徒弟 徒弟听后打惊失色了 马上拿起电话通知组织里全部的人前去移救 但这时刀疤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他告诉徒弟把书店周围的侦察人员全部撤离 并把这里列为一级保密区域 第二天受到两次帮助的纪之旭 实力也是再一次地得到了提升 此时的他带领手下终于是找到了白狼首领的所在地 但他们却遭到了一群白巫师的阻止 只见纪之旭身后突然出现了一条大蛇 就在大蛇即将把它吞入腹中时 一只巨大的狼爪刺入了大蛇的嘴里 下一秒大蛇的身体就涌出了无数血液 纪之旭幻化的巨狼把大蛇撕成了碎片 白巫师们见状都无比的惊讶 他们不敢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人可以控制受血 但他们很快又镇定了下来 因为身为野兽必定怕火 于是他们便对纪之旭发动了火焰攻击 无数的火焰向他喷涌而去 纪之旭见到火焰后不敢再向前 这时他的身上开始冒出阵阵黑烟 一声爆炸声过后 白色巨狼已然变成了灰色巨狼 同时半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眼球 向纪之旭的体内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能量 站在天台上观战的首领 见到此景后对旁边的人说道 这种控制兽化的能力就连王尔德也不能做到 说起来你最近见过王尔德吗 听说他最近频繁地出现在一个书店 旁边的巫师回答道没有见过 首领听后便说去见见他吧 毕竟他是你的恩师 就在这时首领突然脸色突变 纪之旭穿梭空间来到了他的身后 来不及反应他就被纪之旭扑倒在了地上 见此情景他马上向旁边的白巫师求救 而白巫师只是简单的一句咒语 便让纪之旭的身体动弹不可 首领得到释放后掏出了一把异声 危机时刻纪之旭大喊了一声钢铁意志 下一秒首领的胳膊就被他咬断了 这时旁边的白巫师举起了魔法杖 在空中释放了一个巨大的能量球 既之旭见到后知道自己肯定不是此人的对手 再站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他就再次使用空间穿梭逃离了这里 他走后首领说道既之旭最近也经常去那个书店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联系 说话的同时他的肩膀上竟然找出了一条全新的胳膊 随后他便让白巫师去看看书店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紧接着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个黑雾缭绕的魔法盘 你猜他会孵化出什么东西呢 白巫师疑惑地问道 难道是强大的魔兽吗 首领说道并不是 他要孵化出的东西将是真正的神 类被错荡成神明 他开的书店整日被掀磨两界大老光顾 而这里的每一本书 在他们眼里都是能改天换地的无上至宝 一本在普通不过的华夏方言温州话 在大老眼里就变成了一本绿色的恶魔之语 里面的内容更是令这位毁灭级的强者为之疯狂 一本温馨的睡前童话故事 在大老眼里就变成了充满诡异气息的深渊之子 仅仅只是触碰一下就化解了困扰他多年的魔剑语众 为了表示对于叶凡的尊崇毁灭极无失望而得 甚至将自己家传的至宝补补梦网送领了他当地 补梦网中虽然蕴含着一个无与伦比的美梦 但也隐藏着巨大的威胁 如果是普通人使用的话灵魂会被瞬间粉碎 而叶凡却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装饰品 就在他把古梦网挂在了床头进入梦乡时 古梦网散发出了悠悠绿光 随即叶凡就梦见自己进入了一个白血哀哀的世界 在这里他更是看见了一位浑身雪白的美丽女人 女人在这梦境中不自待了数万年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有人进来 于是他和叶凡进行了一次很美好的交流 与此同时书店外白党组织的巫师鬼龙 正在吩咐手下小弟黑熊去探查叶凡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们想要弄清楚为何王尔德和季之旭从这里出来后 实力就会有大大的提升 可当黑影进入书店内部后 却发现这里并没有任何的灵力波动 他认为这只是一家在普通不过的书店 于是为了立功便有了将叶凡杀掉的心思 却不料他打开叶凡所在的房间门后 发现叶凡周围布满了很多白色的花朵 叶凡更如同神明一般的躺在床上 更诡异的是在白色的花周围 竟然有邪神的气息在涌动 就在这时这些气息突然疯狂地涌入了黑影体内 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开始剧烈地抽搐 随后他关上了房门 摇摇晃晃地走下了楼梯 此时的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般 同时他的嘴里还说着 主啊我是您忠实的奴仆 我会消除一切威胁到您的存在 他找到在门外等着的鬼龙后 直接就发动了偷袭 甩出两把叉子把鬼龙钉在了墙上 虽然不知道黑影为什么会背叛自己 但现在必须做出反击 作为实力强大的巫师 他伸出另一只手对着黑影使用了火焰术 强烈的火焰瞬间将黑影淹没 就在他以为黑影必死时 黑影突然化为了一个巨大的怪物 此时的鬼龙彻底慌了 他认为这是书店主人对他的警告 很快鬼龙就变成尸体躺在了地上 他的周围也变成了夜凡屋内那样的场景 而且他的嘴里还插着一朵白色的花 第二天与女人交流完的夜凡从梦中醒来 在洗漱时他发现自己的嘴里莫名其妙地多找出了八颗牙 他还以为自己生病了并没有在意 而他却不知道四十颗牙在佛教里意味着至高无上存在 就在这时书店内走进来了一个小姑娘 她正是光辉大骑士刀疤的女儿艾薇 原来是昨天刀疤回去后把书店列为了一级保密区 这引起了艾薇的疑惑 他便想来店里一探究竟 然而这么大老远地赶了过来 可到了之后却发现这只是普通的书店 他认为肯定是自己父亲搞错了 他便想揍叶凡一顿出出气 但是又找不到很好的理由 于是他便提议和叶凡掰手腕 并说如果自己输了就会从这里买一本书 要知道在他眼里叶凡只是一个普通人 自己却是一个修行者怎么可能会输呢 而叶凡从艾薇的着装看出了这是一个家境优渥的人 为了大赚一笔他便同意了掰手腕的提议 可让艾薇万万没想到的是 叶凡竟然不费吹灰之力的就赢了自己 不论自己试了几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然而叶凡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他惊掉下了 因为叶凡从书架上掏出了一本三年高考五年魔女 男人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书店老板 却被掀摸两届大佬视为神明般的存在 因为男人拥有的每一本书 在他们眼里都是可以改天换地的无上至宝 一本普通的三年高考五年魔女 在女孩的眼里就变成了世界的起源 而她只是轻轻地看了一眼 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金黄色的大门 将其推开后 身体更是陷入了一个神秘的空间内 在这里她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分解 然后又被能量组成了一个全新的躯体 女孩清醒过来后已是满头大汗 刚才的精力让她拥有了 可以随便摄取其他修行者能量的能力 就算在神明级强者中这种能力也并不多见 而自己只是和这个男人聊了聊天 他就赐予了我如此强大的能力 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一个魔鬼啊 然而叶凡却不知道这一气 他还以为眼前的女孩是被三年高考五年魔女吓到 毕竟这本书是所有学生的噩梦 为了惩戒女孩在上一集对自己的无理行为 叶凡装作一名老师的样子 拍着女孩的肩膀跟她说 怎么你不喜欢这本书吗 我这里还有黄钢试卷你要不要看看 可在女孩眼里这人明显是在威胁自己 自己如果不听她的可能马上就会死 但如果听了她的自己或许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可现在的女孩已是别无选择 于是她对着叶凡身居一躬 并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让人失望 看到女孩转变如此之大 叶凡心中暗想三年高考五年魔女 果然是所有熊孩子的克星啊 将书包装好后 她也没望向女孩收取了一百元的费用 女孩离开这里后如是重负 没想到自己只是来看看父亲所说的书店 自己的人生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算了还是快点回家吧 然后就可以好好学习书里的内容了 与此同时毁灭极强者王尔德正在研究叶凡的书籍 他的门外突然来了一个年轻人寻求帮助 王尔德打开门后看着躺在地上的年轻人 脸上已然是满含热泪 因为这人正是他死去多年的爱度 原来在王尔德年轻时 在孤儿院内收养了一个孤儿 并给他取名为石浩 此后他对石浩是如已出 两人的关系就如同父子般的亲密 然而某天王尔德外出归来后 发现爱徒石浩已被暗杀 现场只留下了一条手臂 虽然他找到杀害石浩的黑巫师报仇 但却没有找到他的灵魂和躯体 没有这两样他想复活石浩根根不可 这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爱度 此后十几年王尔德一直活在痛苦当中 虽然这次石浩的回归让王尔德很是激怒 但他毕竟是毁灭级的强者 很快就发现此时的石浩明显像是变了一个人 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 他来到了书店寻求叶凡的帮助 叶凡见他心情低落还默不作声 猜测他肯定是遇到了难过的事情 他不说话叶凡也不好意思问 为了解决尴尬的局面 叶凡便想讲一个小故事热热场 于是他便问王尔德有没有听过农夫与蛇的故事 王尔德表示并没有听过 于是叶凡便自顾自的讲了起来 从前有一条蛇被冻僵了马上就要死去 一位路过的农夫发现了他 出于连礼农夫把蛇放进自己的怀中温暖他的身体 但蛇苏醒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本能的一口咬在了农夫的心口处 农夫也因此而死去 叶凡又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也不要自欺欺人更不要心思手软 王尔德听后大惊失色 这好像是在说自己啊 原来叶先生早就知晓了这一切 这是在提醒我十号已然不是以前的十号呢 想到这里王尔德也释怀了很多 美好的过去毕竟不可能再次来过 见王尔德心情放松了下来 叶凡还以为自己的热场小故事讲的不错 接下来就是搞清楚这位孤寡老人为什么而难过了 据他所知王尔德有两个养子 一个外出打工十几年秒无音讯 另外一个找到亲生父母后就翻脸不认人 能让老王这么难过呢 难道是第一个儿子十号回来了吗 而且多半是回来分割财产的 想到这里叶凡便问到是不是十号回来 得到王尔德肯定的答复后 叶凡便提醒他要小心这种失踪十几年又突然回来了 不要自欺欺人不要变成故事里的供妇 王尔德听后仰面痛苦 自欺只是想让他多陪陪 我又有什么错了 但十号已不再是以前的十号 还是早一些从梦中醒来吧 然后他就站起身来对叶凡表示了感谢 随即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的十号正在和他现在的主人汇报任务经理 他的主人命令他在学到王尔德毕生所学后就将其杀掉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从叶凡那里回来的王尔德已经不再迷茫 王尔德到家后就笑容满面的对十号说道 我的乖徒儿去把我的黄金匕首拿出来 明明是一个可以毁天灭地的强者 却对一个普通书店的老板扶手称臣 只是简单的聊了几句 他就要回家杀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徒弟 就连这片大陆上的光辉大启士 顶级富豪家的大小姐 都对书店老板说的话言听计从 甚至是掌控双血的白银女神 都将她视为自己的终身伴侣 这一切都是因为书店老板叶凡拥有的每一本书 在他们眼里都是可以改天换地的无上之宝 比如这本华夏最难懂的方言温州话 在各界大佬眼里就变成了充满诡异气息的恶魔之语 而叶凡对这一切却毫不知情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的这一切 毕竟他在华夏生活了二十多年 在人情事故上可以说是运用的炉火纯青 这边的王尔德听完叶凡讲的农夫与蛇的小故事后 还以为这是他对自己的指引 于是王尔德回到家中后便让心爱的徒弟把黄金匕首拿出来 并说要将自己最厉害的招式传授给他 十号听后表面装得非常兴奋 但当他转过身后脸上立马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因为主人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学到王尔德的毕生所学 然后再将其杀死 但十号却万万没想到王尔德接过匕首后 毫不犹豫地就将匕首刺入了他的眉心处 看着慢慢倒地的徒弟 王尔德心中纵然有万般不舍但也无可赖和 因为这位死去多年又复活的徒弟早已不是他自己 而能将复活之术做到如此完美的人 十号背后的主人必定是一个毁灭级别的黑巫师 果然看着尸体上散发出来的傀儡思线 王尔德瞬间明白了想谋害自己的人 是永眠之关的拥有者也是赤教的首领莫飞 另一边赤教的密室内 莫飞正贵在祭坛前使用灵魂之术 突然他猛地睁开了双眼 而内法阵中也流出了鲜血 随之发生的事更是让他大惊失色 首先密室的地面开始炸裂 紧接着就有一个巨大的能量球从天而降 用了密室所在的山头上 爆炸后的余波就连他这个毁灭级的强者都被轰飞了 等赤教的人员赶来时 这里已然被一为平地变成了一片废墟 浓烟散去莫飞满脸是血的从里面走出来 他知道控制十号的事情已经暴力 但他却没想到王尔德竟然强大到 可以通过尸体找到自己并且做出了反击 自己得到的情报明明是王尔德的实力大不如以前了 原来在之前一个叫鬼龙的人找到了莫飞 而这个鬼龙正是王尔德的另一个土地 由于王尔德对于十号太过于偏爱 鬼龙心生极度而且心里变得特别扭曲 于是他趁着王尔德外出将十号杀害 又带着十号的灵魂和躯体找到了莫飞 并说王尔德与光辉骑士刀疤大战过后 受伤严重实力已经大大减半 如果趁此机会将十号复活 就可以利用他轻而易举地杀死王尔德 而王尔德作为毁灭级的强者 他的生命可以为孵化魔镜之卵提供非常大的养 听到此处莫飞心动了 因为魔镜之卵作为和白狼组织共同拥有的魔物 已经有数十年没有要孵化的记性 于是他使用永眠之光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将十号复活后 就开始执行起了鬼龙的计划 他乱乱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此时的他愤怒至极 他想不明白本来一切发展的都非常顺利 为什么王尔德只出门了半个小时 回来后就把自己最心爱的徒弟一刀给杀了 就在这时白狼组织的首领赫里斯求见 并说他知道莫飞失败的原因 这让莫飞十分疑惑 从白狼组织的地盘到这里至少要花费三天的时间 可赫里斯竟然能提前预知自己的失败赶到了这里 想到这里莫飞身上散出了恐怖的气势 质问他如果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 那么莫飞就认定他也参与了此事 而赫里斯早已被这恐怖的气息吓得满头大汗 结结巴巴地说到几天前我建议您调查一家书店 但被您以权力孵化魔镜之卵为由拒绝掉 而在半小时前王尔德刚刚去过那家书店 导致王尔德恢复实力和这件事情失败的罪魁祸首 正是这家书店的主人 莫飞听后愤怒至极 随即他命令手下准备仪式 他要使用尽数即日死光将书店轰成废墟 明明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精灵公主 却被一个普通的书店老板骗得团团转 他一进门就感觉老板身上散发的气势非常恐怖 尤其是看到老板的嘴里长着四十颗牙时 更加认定此人是一个隐藏于世间的神秘大王 要知道四十颗牙在佛教里 可是如来佛祖三十二项中的其中一项 甚至是他在用异能探查周围后 竟然感受到了掌控双血的女神白银的气息 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书店老板叶凡的眼睛 他只是一个喜欢考思扑类的少女 少女名叫艾希尔 他之所以来这里 是因为昨天在家门口救了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孩 这个女孩正是受过叶凡两次帮助的寄质选 他在第一集中被白狼组织的黑巫师打成重伤 为了逃命他强行使用了两次空间跳跃 最终的落地点恰好是艾希的家门口 艾希见到后选择把他就回了家里 因为如果追杀他的人来到了这里 肯定会发现自己这个在这片大陆上十分稀少的精灵组 等纪之旭从昏迷中醒来后 发现身处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地方 对时艾希走了过来向他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可没想到纪之旭却认为自己在耗尽体力后 强行使用空间跳跃 就算没有死也得残废啊 但自己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再加上如果没有叶凡那本钢铁的意志改造灵魂 自己也不可能承受住两次空间跳跃的压力 此时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叶凡的安排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大喊了一句 不愧是叶先生原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啊 而身处书店的叶凡也是固有自主地打了个喷铁 在接下来的交谈终继续得知 艾希是来自黑色玫瑰大陆最神秘最古老的渊伟家族 据史书记载那片大陆在精灵王封掉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后来有一部分精灵与女巫勒芙兰签订了契约得到第五 他此次前来艾欧尼亚是受勒芙兰之命寻找白银女神 而那白银女神是四位原初女巫之一 没人见过他的真实面貌 只知道他沉睡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梦境中 勒芙兰预言白银女神不久后就会在艾欧尼亚降下梦境 来眷顾一个被群星照耀之人 纪之旭听到这里表示让艾欧去32号街的书店看看 那里的主人或许可以给你帮助 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影视强者 也是一个堪比全知神明的人 此时的叶凡又是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喷嚏 艾欧表示会在大雨停止后前去 但当他来到厨房后脸色就变得十分阴沉 他认为除了原初四女巫 没有谁可以被称作全知神明 如果看到叶凡之后并没有纪之旭说的那么伟大 他不介意立即将其杀掉 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昨天晚上叶凡睡觉时 梦到的那个浑身雪白的女人正是白银女神 第二天艾希就来到了叶凡的书店 此时叶凡正在因为突然多长了八颗牙尔一火 虽然长相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他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传销头子 就在这时艾希走了进来 叶凡见到他后立刻两眼放光 这靠四扑类的造型简直是戳进了他的心坎里 然而当艾希看到叶凡见到自己这个精灵公主并没有惊讶 反而是上下打扬自己时 他认为这是叶凡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到来 而且他还从叶凡的目光中看到了欣赏以及肯定的目光 于是他决定先用异能探查一下整个书店 当艾希探知到叶凡拥有四十颗牙时 他更加确定眼前的男人绝非人类 此人虽然长着人类的外表 但他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气息 都说明他是一个古老未知的存在 就在这时艾希胸口的徽章突然开始颤抖 异能回流时竟然传来了白银女神的气息 而那气息的源头就在这平平无奇的书店二楼的卧室内 这更加让艾希惶恐不安 这说明伟大的白银女神曾在这里降下过自己的梦境 为大地上的某个人带来过眷顾 很明显在这家书店里能够被眷顾之人 只有眼前这个看上去很年轻的书店主人 难道他就是预言诗中那个被群星照耀之人吗 人历经一万年终成毁天灭地的存在 他曾在顷刻间就将一片大陆移为平地 手中的永眠之官更是可以复活着世间的一切 可如今的他却要使用尽数即日死光 将面前的普通书店轰成碎片 而此时的书店老板叶凡不知道危险即将到来 还在和自己的顾客艾希聊着天 叶凡以为眼前的艾希只是一个喜欢靠斯普类的少女而已 但叶凡却不知道她是一位实力强大的精灵族公主 而艾希在使用异能探查整个书店后 得知掌控双血的白银女神曾降临过这里 便认定叶凡是预言中那个被群星照耀之人 于是艾希便对叶凡说是继续去介绍自己来的 您帮助他解决过很多问题 在他眼中您就像是神明一样的存在 现在我也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 希望您能帮助我 叶凡听后当时就懵圈了 自己只不过是邦记之序解决了一些感情问题 就被他吹捧得如此之高 难道是这位大小姐看偶像去看多了吗 但叶凡毕竟身为一个惊艳老道的大红友 这些想法他都没有表现出来 只见他强装镇定地对艾希说 先说出你的问题吧 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会帮助你的 于是艾希便说他来自古老的渊伟花家族 但自从失去信仰的寄托后就逐渐落寞了下去 如今他们想要重塑家族的过往 让渊伟花家族的荣光重新绽放 叶凡听后心中暗想 这个问题虽然听起来很难 但这竟然属于我的老本号 要知道他在华夏的时候可是一个书籍收藏家 他收藏的书中就有关于恢复家族荣耀的办法 而且他还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 于是他神圣叨叨地说 你的问题我已大概了解了 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很难 但对于我来说问题不大 不过需要我帮助你的话 你得给我加钱了 话音刚落就有一道强烈的光芒突然直射而来 刺眼的光芒晃的叶凡睁不开眼睛 而且他能明显感觉到这道光是针对自己 此时的他开始慌了 因为他自从穿越过来还没办护口呢 难不成是因为这个原因警察叔叔来抓自己了吗 不管什么原因叶凡还是决定出去看看 这么一直照下去岂不是影响自己赚钱的速度吗 就在这时艾希站了起来 表示让叶凡稍等片刻 自己出去解决外面的麻烦 叶凡看他这胸有成竹的样子心中暗想 艾希毕竟是纪之旭那位富豪千金的朋友 认识的人肯定比我多 这种场面或许对他来说就是小问题 接着叶凡就对他能帮忙表示了感谢 可不成想艾希却说我会以我的方式得到您的认可 能为您解决麻烦是我的荣幸 叶凡听后又蒙圈了 果然能和纪之旭做朋友的都不是正常人 而此时外面吃觉的首领林立在半空中 他周围也都是实力强大的黑巫师 他们的魔法阵已经刻画完整 即将就要使用尽数极日死光将书殿移为屏蔽 若非胸有成竹地表示如此近的距离 就算书殿主人再强大不死也得重伤 随着他一声令下后 巨大的能量从魔法阵中喷涌而出 形成了一道冲天的射线轰向了地面 射线所过之处全部灰飞烟灭 而艾希也感受到了极日死光的强大 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不出去 因为他认为这是叶凡对他的考验 只有通过之后才能得到这位堪比神明存在的人帮 这一切都是为了重现渊伟花家族的荣光 当他推开门时 即日死光射线已经到达了书殿门口 空中的赤教众人都兴奋无比 就像在欣赏一个伟大的杰作即将完成 然而当艾希踏出门的那一刻 他们的美梦就已宣告破碎 艾希看着面前能毁灭一切的射线并没有惧怕 只见他缓缓伸出手掌 一株枯树枝在他手中出现 随后树枝越长越大 直至变成了一柄闲者权杖 当权杖落下那一刻地面轰然炸裂 一股巨大的能量向四周蔓延开来 直到此刻艾希才展现出了他的全部实力 他竟然也是一位毁灭级的超凡存在 战力通天统治魔教八十余仔 却不惜耗尽万年功力强行突破 只为发动净数即日死光 将一个普通的书殿移为平地 可就在他的计划即将成功时 精灵族公主艾希面色坚定地从书殿内走出 他拿出闲者权杖阵地高呼 以大精灵闲者的名义 号令森林之众生守护我主之平安 随后就有许多树苗拔地而起 几乎瞬间便组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而那强大到极致的死光射线轰在上面后 仅仅只是将其位移了一点点 莫非见到后不敢相信 眼前这位看似柔弱的精灵狐 竟然是一位拥有毁灭及实力的强者 更不敢相信这样强大的存在 竟然要称书殿老板为主 而此时的艾希口念咒语将权杖分解 片刻后便形成了一柄巨大的弓箭 世间万物皆细于一箭之上 不要把仁慈当成弱小 随后艾希用尽全力将箭射向了空中 莫非见状察觉到不对 赶忙让空中传送阵周围的黑巫师散开 然而为时已晚 毕生剧烈的爆炸声过后传送阵已然被毁掉 周围的黑巫师也失去了生命往地面坠落 看着自己的同伴变成了残志断壁 莫非愤怒至极 只见他双手之间雷光乍现 永年之官也浮现在了他的身后 赤教的众人见到后 先是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但下一秒所有的人 在永年之官的捕获下都变得十分兴奋 此时的他们竟然要把自己 变成养料献祭给永年之官 随后他们便被一道道光芒吸取了灵魂 在仪式完成的那一刻 一只巨大的梦兽从关中冲了出来 而莫非就站在梦兽的头顶上 此时原本数百人的战场上 只剩下了莫非一个人 但他必须这么做 因为传送阵被毁掉了 他已然没有推路可言 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梦兽 艾希并没有慌张法 而是嘲笑对方没文化真可怕 而莫非却以为 他这是被自己的梦兽吓杀 艾希表示多说无意几秒钟后 便见分晓 他之所以这么有自信 是因为他所处的家族 正是被掌控梦境的女巫所避物的 召唤梦兽更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 莫非这种举动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只见艾希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 一只巨大无比的爪子 就出现在了莫非面前 等这只巨兽的身影完全展现出来时 莫非更是被吓得大惊失色 因为自己的梦兽在他面前就如同蝼蚁一般 艾希见状知道战局已定 便潇洒地转身回到了书店 而他的身后只留下了莫非痛苦的惨叫声 而此时书店内的叶凡突然感觉地面一阵 但他来到窗前后 只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大雾 不过刚才那刺眼的光消失了 看来是艾希的谈判很有效 这时艾希也走了进来 并说让您久等了 刚才外面的动静没有打扰到您吧 叶凡盯着艾希看了看 发现他只是脸色有点苍白衣服都没有变弯 心中暗想艾希女士不愧是出身贵族了 轻而易举地就把问题解决了 于是叶凡如实地说道 刚才的雨声太大了 我实在是啥都没听到 但这话到艾希耳朵里却变了味道 因为刚才为了不打扰到叶凡 虽然他特地地开启了静音屏障 但眼前这位神秘的大人不可能一顶都察觉不了 可他却把原因归咎为了雨声 难道他是另有所知 所谓的雨难道是指现在整个艾奥尼亚大陆这暗潮汹涌的局势 眼下大陆上不仅有猎人和巫师 还有密塔伊和真理会 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在这个漩涡当中 刚才我与莫菲那场两个毁灭及强者的战役 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小水花霸的 连声音都不想听到 这难道就是真正的高位者的眼界吗 真无法想象这个神秘的男人 在这场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而艾奥这些心理活动 叶凡自然是不知道的 此时的他只想尽快地把自己的书给卖出去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掏出了一本文章与图头 而艾奥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 就陷入了一个无比恐怖的梦境中 因为他身后出现的梦兽 就连他这个级别的强者都无法控制 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二逼青年 却被掀摸两届大佬视为神明般的存在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只是给面前的精灵族公主艾奥推荐了一本书 就可以让这位毁灭级的强者恐惧无比 因为艾奥在触碰书的一瞬间 身体就坠入了梦境裂痕中 他周围更是出现了很多实力远超于他的梦兽 就在他以为要被这些梦兽杀掉时 却发现他们全都被一个怪异的魔法阵所束缚 而这个魔法阵就是这本书中第一页所呈现的符号 当他回过神来时 惊喜地发现在刚才的那一瞬间 他竟然摸到了晋升到神明级的门槛 要知道他进入毁灭级数千年以来都无法再前进 叶凡见艾奥际陷入了沉思 以为他已经对自己忽悠的差不多了 于是他打算使用一下饥饿营销的策略 只见他毫不犹豫地从桌子底下掏出了一个箱子 然后对艾奥说道 既然你要我帮你恢复家族荣光 那这本书最好让你的族人们也看一下 我这里只剩下了最后的30本 我给你一个打包优惠的价格吧 艾奥见到后当时就震惊了 这样珍贵的书这位大人竟然会批量印刷 果然大人物的兴趣是我这等人无法揣摩的 随后他恭恭敬敬地对叶凡说道 既然您如此慷慨 我愿为花家族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看艾奥如此上岛 叶凡心中狂喜 这下装修店面的钱可有着落了 与此同时书店外真理会和密塔姨的人 正在勘察艾奥与莫菲大战之后的战战 密塔姨的光辉大骑士刀疤也出现了在这里 但此时的他正对着真理会的人破口罢了 能让两个毁灭级的强者在城市里为所欲为 真理会引以为傲的以太检测网真是买上 这时手下过来汇报情况 真理会的伊泽瑞尔通过异能检测道 这次赤教发动禁术极日死光的目标是眼前的这家书店 而且本应该稳操胜券的战斗竟然失败 甚至是就连首领莫菲都死在了这里 所以伊泽瑞尔准备进入书店内探查一下 刀疤听到后大惊失色 因为他曾经受到过书店主人的帮助 自然是知道书店的主人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于是他赶忙进行了阻止 但是伊泽瑞尔死脑筋一条 不顾劝祖非要进去探查真相 甚至是不惜与刀疤这位光辉大骑士产生激烈的争执 就在这时艾希从书店内走了出来 贤者权杖随之在手中出现 人类你在我主的门前做什么 是谁给你的胆量窥探我主的存在 说完之后艾希身上便散发出了恐怖的气势 这直接就把伊泽瑞尔吓哭了 他能感觉到自己再动一下就会灰飞烟灭 他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他更加不明白为何只是一家普通的书店 就能引起眼前这两位毁灭级强者的如此重视 最后还是刀疤出面解释了一下 艾希这才收起了杀人的念头 伊泽瑞尔见状赶忙逃离了这里 与此同时真理会会议室内 几位长老正在为有人接下杀死王尔德的悬赏任务而惊讶 要知道王尔德可是一个毁灭级的强者 更是没有人敢去招惹他 但是接下任务的竟然只是一个名叫亚索的恐慌级猎人 这时真理会的副会长布隆走了进来 而这次任务正是他亲自颁发的 因为他得知王尔德与这书店有一定的联系 而且最近埃欧尼亚大陆最近所发生的事都与这家书店有关 他不清楚这家书店的主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所以他想利用亚索前去试探一下 搞清楚书店的主人是善良的存在还是邪恶的存在 而亚索最近正好要从恐慌级晋升到毁灭级 布隆承诺杀死王尔德后便会帮助他成功晋升 此时的叶凡正在欣赏爱希送给他的玫瑰花 但他却没发现这束花中竟然有一只眼睛 他也更加不知道有一个叫亚索的人正满怀杀意地站在门口 站立通天满身荣耀 手中的疾风之剑令无数人闻风丧胆 如今却站在一家普通书店门口不改上前 虽然他的任务是伪装成普通客人 进入到书店内部进行最基础的试探 但最近在这片大陆上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 都和这家书店的主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他用异能探查到了里面有一尊大笔级别的雕像 其功能就是自动识别杀意然后再进行反杀 就算他现在距离毁灭极致差一步之遥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思索半天亚索还是决定推门而入 他觉得只要伪装得很好就不会被发现 并且他对自己的伪装技术非常自信 而书店老板叶凡见到有人进来后 非常热情地站起来说了一声欢迎光临 身为大忽悠的他自然是不会放过每一次赚钱的机会 亚索听后表示自己只是随便逛过 叶凡说那你随便看看吧 有问题再来找我 此时亚索心中暗想 就这么自然地在四周逛一逛 然后就可以出去找王尔德决意死战了 但当他的目光落在一束玫瑰花上时 他马上就被吓傻了 因为这束玫瑰花中竟然有一只眼睛爬了出来 可刚才在外面使用异能探查时 并没有发现玫瑰花有任何的异能波动 突然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不仅被禁锢住 而且玫瑰花竟然还在吸取他的灵魂 这时他想起了叶凡刚才说的 随便看看有问题再来找我 心中忍不住地开始大骂 原来这丝早就看透了我的伪光 他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一切 随便看看 我他妈的连动都动不了 怎么随便看看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正在慢慢地被吞噬 而他却什么都阻止不了 只能慢慢地等死 这种绝望的无力感让他马上就要哭出来 最可恨的是面前这次竟然还笑容满面地看着自己 就仿佛是在看跳梁小丑在他面前表演 此时的亚索十分肯定叶凡就是一个玩弄人心的恶魔 而叶凡发现亚索一直盯着自己的玫瑰花 他以为他被自己的玫瑰花吸引了 于是就把花举了起来问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的玫瑰花非常好看 在他拿起花的瞬间 亚索身上的禁锢也完全消失了 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让他想哭都哭不出来 看着满是眼睛又慢慢闭合的玫瑰花 亚索忍不住地说了一句 好看 这花真他妈好看 我开解人可是很有一套的 亚索听后当时就慌了 开解人 是字面意义上的开解人吗 这是在威胁我如果不坐下来交代清楚 他就要把我嘎了吗 但是如果我说让我不开心的事情是 我负命在这里埋伏一手往耳朵 顺便伪装成普通人来店里探查一下 结果就被你这家伙摆离到 我绝对会被你直接给开解了呀 这时叶凡再次催促他坐下来说话 他本想快速地逃离这里 但是身体本能的恐惧却不听话地瘫坐在了椅子上 此时的他很想大哭一场 但接下来叶凡说的话却让他大惊失色 只听叶凡说道我猜你遇到的事 应该是关于职业晋升的问题吧 而亚索来此的目的恰好是想得到真理会的魂灭级认证 他听到后还以为叶凡早就知晓了这一切 心中暗想真理会的那帮孙子根本就没告诉我 面前的男人是如此伟大的存在 他叹了一口气后对叶凡说道 我只是想得到一个晋升认证书 那些人就以此机会来利用我 甚至是不顾我的生命安全 但这话到了叶凡耳朵林 却认为亚索是寻求生殖加薪 但是遭到了上司频频压榨 于是他给亚索倒了一杯咖啡 并说我亲爱的顾客你有没有想过另寻出路 那人苦心修行三千余载 却始终距离那毁灭级的强者一步之遥 而他所属的猎人一脉 是通过注射梦兽的污秽之血来获得强大的力量 可这种来源于外部的力量非常不稳定 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的被兽血童话失去理智 到了亚索这个年纪只能靠吃药来维持现状 而只有晋升到毁灭级才能摆脱这种绝望的状态 于是他决定接下击杀毁灭级强者王尔德的悬赏任务 并且伪装成普通顾客去一家书店内探查 完成任务后就可以得到真理会的帮助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这家书店内一只普通的玫瑰花 就差点让他命丧于此 而这书店的主人更是一句话 就猜到自己是遇到了职业晋升的问题 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是被真理会利用 书店主人的种种表现都说明 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而亚索却不知道在叶凡的眼里 他只不过是一个工作上遇到困难的中年人而已 于是他便提议亚索另寻出路换一个更好的工作 要勇于做出改变寻找你存在的意义 想想你现在的处境 再想想你身边类似人的处境 难道你们就要这样生活一辈子吗 没想到这简单的几句话却激起了亚索昂扬的斗志 因为猎人一脉会随时失去理智对城市造成破坏 就会得到他们无情的抹杀 听完叶凡的话后亚索豁然开朗 凭什么我们猎人的命运要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新的未来 看他这激动的样子叶凡心中暗想 这位客人虽然陷入了中年危机的迷茫 但还是有一颗不服输的心嘛 于是叶凡决定再次使用心灵鸡汤击垮亚索的心理房间 这样的话说不定他可以在自己这里拨买几本书 有时候一味的妥协并不能让你得到想要的风平浪静 甚至是会让他们觉得你软弱可欺从而变本加厉 如果你愿意做出尝试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新的工作 我这里有一个叫季之旭的客人或许可以帮助到 前几天他遇到了点麻烦还是我帮忙解决呢 亚索听到这个名字后脸色大变 因为季之旭最近实力突然大涨 并且他创建的新组织发展非常迅速 原来他是受到了这家书店的主人帮助 难道这位大人是想让我把各自为正的猎人整合起来 然后再加入季之旭的组织 帮助他建立一个可以和真理会密谈一厢匹敌的事 这样一来所有的事情就完全说得通了 原来这位大人早就开始布局这一切了 而我能成为这棋局中一颗小小的棋子 真是万分的荣幸啊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这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吗 叶凡表面上严肃地说了一句当然是的 但他的心里却在想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又不是全能神 我只是结合顾客的处境说一些心灵鸡汤而已 怎么理解就是你们的事情 这时叶凡见亚索被自己忽悠得差不多 便说到你第一次出来创业肯定没什么经验 我这里有一本书正好可以帮助到 而叶凡从书架上掏出来的赫然是一本零成本创业 可就是这本普通的书 在亚索眼里却变成了充满诡异气息的虚空陷阱 而且那书中仿佛有一种力量在催促他快点打开 可当亚索将书打开后 他的身体却掉入了满是黑暗的虚空地狱中 他手中的书是唯一的亮光 这时他的身前出现了一个虚空魔兽 他的胸膛也被突然出现的光芒洞穿 但这时的他却没有丝毫痛苦的感觉 反而有一种身体被洗礼的畅快感 随着虚空魔兽出现的越来越多 他也成了虚空地狱中那唯一的光芒 片刻后他的身体回归了现实 现在的他感觉到自己可以随时地进入到那不可窥探的虚空地狱中 而里面的虚空魔兽都是神明级别的 只要向他们献上合适的祭品 就会得到他们馈赠的强大力量 而对于能将这种神明级别的力量当作礼物 随手赠予他人的叶凡 亚索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的伟大了 亚索只能身居一躬表示感谢 而叶凡只是轻轻地回了一句 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亚索离开时 他还在为能成为叶凡的妻子而感到荣幸 看着亚索离去的背影 叶凡才想起来还没跟他要钱呢 不过这并不重要 能帮一个迷茫之人走出失忆的困境也不错 生活就该充满正能量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季之旭却遇到了大麻烦 他的父亲埃欧尼亚大陆上的顶级富豪 对季之旭现在所做的是非常不满意 他要阻止季之旭现在所做的一切 一个城市分为上城区和下城区 上城区的人只醉经历生活奢华 而下城区的人却满身疾病长相怪异 因此两个城区被一个叫真理会的组织完全隔离 但下城区的矿产资源却非常丰富 可他们开采出来的矿石却不属于自己 而是要交给一个名叫德马西亚的公司换取食物 这家公司也是唯一有权利进入下城区的公司 公司的董事长盖伦虽然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身为埃欧尼亚大陆上的顶级富豪 他身边自然是聚集着大量的异能者 因此他与真理会密塔伊这两个组织 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可如今他的女儿季之旭却要创建第四个组织 打破这种平衡 盖伦得之后暴怒无比 马上返回了家中要阻止季之旭 而此时的他正在屋内研究叶凡给他的书籍 现在他已经快要彻底驯服体内污秽之血所化的野兽 甚至可以随意控制皮肤上每个毛孔的收缩程度 距离近身道毁灭疾也只差一步之遥 接下来他要做的事就是把这本书传播给更多的猎人 当更多的猎人可以控制污秽之写时 他们就可以真正的成为这片大陆上第四大组织 这时仆人进来通知他父亲盖伦在餐厅等他 继织续得之后并没有感到惊讶 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父亲见到他后直接开门见山的当时 你如果真的要创建第四个组织 恐怕会得到真理会与密塔仪的暗中报复 然而纪之旭却不慌不忙地反问父亲 你偷看了我日记里的计划书对吧 那是我故意写出来的 父亲这才明白纪之旭是故意写了一份计划书让自己发现 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让自己回来跟他谈谈 看着纪之旭自信的样子父亲感慨地说道 看来你真的长大了 而我却还把你当成小孩子 你既然这么有自信 那么告诉我你的筹码是什么 纪之旭表示我真正的计划和筹码都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以后不要暗中派人来我房间里乱翻了 他们是无法给你真正的答案 父亲听后大惊失色 他没想到纪之旭竟然连这件事都知道 而他却不知道现在的纪之旭可以通过叶凡给他的第二本书 掌控这座府邸的一切动向 随后纪之旭便从身后掏出了第一本书受雨血 表示这本书背后的主人才是我真正的筹码 然后他就和父亲讲述了和叶凡相识的经过 父亲听后略微思索沉声说道 从你的话中来看 这位大人目前还是属于捉摸不透的状态 而且你现在要做的事必将引起巨大的风暴 如果你需要德马西亚公司的帮助 那么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 纪之旭表示像这样的书在叶凡那里 就是随手可拿的贩卖品 如果德马西亚公司能得到书店的销售权 那么这将是一笔无法不良的巨大财富 而通过几次接触发现那书店主人有着自己的行事原则 他一直遵循着一个书店主人该有的行动逻辑 只要顺着他的意愿他实际上是非常和善的 随后他又告诉父亲如果觉得这件事情有可行性 最好可以亲自去找叶凡聊一聊 聊完之后再决定继之旭的计划到底是扔在垃圾桶里 还是继续往下实施 于是这位埃欧尼亚大陆上的顶级富豪 便决定亲自前往叶凡的书店会议会计之旭口中的神秘人物 与此同时白狼组织正在召开秘密会议 他们的人已被地之旭的势力消灭的实不存一 而且他们的盟友赤脚已经完全溃败 他们手中的魔镜之卵也无法再进行孵化 现在组织内一片散杀人心完全溃散 这时首领赫里斯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声说道 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孵化魔镜之卵 只要把它孵化出来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天后会有一批宝石从真理会的仓库出户 这一次我们必须得拿到手 随后他便让众人散去了 他们走后赫里斯无奈地拍了拍额头 因为这一批宝石根本无法孵化魔镜之卵 但如果不这么说白狼组织就真的完了 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头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声音 同时从身影中传来的一个声音 你的问题我来帮你解决 魔镜之卵是一只火炬 而生命是最珍贵的燃料 然而让赫里斯没想到的是 这道身影竟然是毁灭及巫师王尔德 什么是神明级别的存在 是最初诞生于世间的鬼灭 还是统治人间数万年的精灵王 亦或是代表着绝对力量的原初四女巫 虽然这些每一个都是凌驾于一切生物之上的存在 但在光辉大骑士的眼里 现在能成为神明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家书店背后的老板叶凡 因为叶凡仅凭一本书就能压制他体内的魔剑羊状 甚至是承诺可以帮他彻底解决掉 这个困扰他数千年的问题 要知道魔剑的诅咒来源于上古时期的精灵王 拥有他的每一任光辉大骑士的最后都会因发疯而死 然而就在刀疤准备将魔剑交给叶凡时 却遭到了密塔一长老会的阻止 因为他们不清楚叶凡是善还是恶 如果他是邪恶的一方 把如此强大的魔剑交给他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他们便派出了评估员维恩前往书店内调查 他不仅有四分之一的阴身女妖血统 还有心灵统一的天赋 对于善恶有着天然的敏感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在叶凡的眼里 刀疤只是一个患有创伤综合症的退伍军官而已 什么魔剑之类的诅咒他更是通通的不知道 然而此时的维恩已经到达了书店的门口 沉思片刻后维恩就走了进去 第一眼他就看到了端坐在书桌上的叶凡 虽然在他眼中叶凡就是一个没有异能波动的普通人 但在传闻中叶凡可是无声无息就把光辉大气势放倒了 面对这样的存在维恩心中暗想一定要保持尊敬 绝对不能作死般的惹他生气 于是维恩恭恭敬敬的坐在叶凡面前说了一声你好 而偏偏就是这一句你好引起了叶凡的怀疑 面前的女人虽然大的礼服 但他这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微笑非常具有魅惑的 而且看起来非常熟练并且十分专业 他下意识就能做出这种标准的营业化笑容 难道说这家伙莫非是同行 换而言之他不是来我这里买书的 而是来我这里企图诱导我消费的 但是既然你敢贸然上门 我不管你来我这里有什么企图 都得从我这里买一本书再走 维也先生的称号岂是浪德虚明 只见这时的叶凡露出了狡猾的笑容并说了一句 请问您就是这家书店的主人吗 几乎就在同时对面的威恩也说出了这一句话 身为酒精商场的大忽悠 叶凡很轻松的就猜到了威恩的第一句话 这可把威恩吓了一大跳 他认为这是叶凡读取了他的思想 更是对他做出的警告 看着威恩欲哭无泪的样子 叶凡脸上再次露出了狡猾的笑容 只不过是简单的试探了一下 对面就直接掉了半管血 看来他只是一个涉事未深的萌形 而我身为一个著名的鸡汤圣手人生导师 拉捏他岂不是轻轻松松 于是叶凡又神秘兮兮的说道 既然你选择主动的来到了我这里 难道你就没想过自己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更何况你是来专门找我的 此话一出威恩更是被吓得不敢动 他认为叶凡早已看穿了自己的一切行为 甚至是自己的表现稍有不佳 面前这位大人随时就可以把自己淹死 于是他赶忙加紧双腿 对打扰到叶凡的行为真诚的道歉 他又用祈求的口吻说 我能不能问您几个小问题 如果您愿意配合我们将感激不尽 而叶凡对他接下来的问题非常有兴趣 便大度地说到随便问吧 威恩听后心里如释重负 心中暗想这位大人还是挺大度的嘛 至少现在自己的生命安全不会出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杰斯 正在向刀疤汇报白狼组织最近的情况 他们利用了各种手段 在城市中寻找白狼组织的云影 但每次快要成功时 这些人就会消失不见 所以杰斯猜测在这座城市中 存在着他们所不知道的密道 刀疤听后表示埃欧尼亚历史悠久 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密道也很正常 但这些密道 只有一些长时间生活在这里的老人知道 可白狼组织中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刀疤断定有人在暗中帮助他们 而他却不知道帮助白狼组织的人 就是他的死对头毁灭极强者王尔德 是一家诡异的书店 这里的每一本书都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就连门口随意摆放的两个装饰品 都能轻易秒杀毁灭极以下的强者 书店的老板更是被奉为神明般的存在 但他本人对这一切却毫不知情 一直都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此时的他正在接受密塔伊组制派来的评估员调查 可他却以为对方来此的目的 要么就是推销某种产品 要么就是为了某个项目在搜集信息 所以当被问到为什么会在这里开书店时 叶凡很随意地回了一句兴趣使然命运安排 可没想到威恩的理解却是 书店的主人窥见了命运并对其产生了兴趣 所以在此等候命中注定之人 写完之后他又问叶凡对之前发生的事有什么看法 叶凡听后有些蒙圈了心中暗想 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哪件事啊 难道是前几天发生的瓦斯爆炸吗 原来前几天爱希与莫菲那场大战 对城市造成的损坏过于严重 高层人员对普通民众宣称的是 天然气管道年九十休发生了爆炸 想到这里叶凡站起来生气地说道 造成此事的负责人真是该死 怎么可以把民众的性命当成儿型 维恩听后脸上露出了睿智的表情 随即便写下了书店主人对赤教和白狼组织十分反感 他的立场与密塔一一致 而维恩的最后一个问题则是 叶凡对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叶凡听后更加蒙圈了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 这妹子恐怕是闲着没事来消强我的吧 这时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仿佛想明白了一切 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开店是为了了解这地段的优势情报 对于瓦斯爆炸的看法是想知道这件事对群众有什么影响 再结合最后一个问题 很明显他就是在调查这附近店铺的大体情况 这说明这妹子背后有一个公司 他们想通过调研来评估这个地段的开发价值 然后拿下被爆炸抹平的那片区域的开发权 而且从这妹子的气质来看这家公司的规模应该不像 想到这里叶凡便想借机宣传一下自己的书点 万一能被他们一大价钱收购 自己岂不是可以直接退休养老吗 于是他便张开大嘴对威恩说道 我很享受我现在所做的事 我把合适的书籍交给合适的人帮助他们走出短暂的迷茫 我觉得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所在 我很乐意为一些人提供帮助和引导让他们走出困境 威恩听后脸上满是崇拜之色 他已被叶凡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染 而这正是叶凡想要看到的效果 因为接下来他要说的话才是重点 他认为威恩作为一个调查员肯定要挨家挨户地去问 这么复杂的工作叶凡想想都觉得特别麻烦 于是他便对威恩说道 我最喜欢帮助的就是你这样为复杂的工作而感到烦恼 可怜的孩子坐下来看绘书放松一下吧 此话一出马上就触动了威恩内心的深处 因为他从自出生起就拥有能够看清人性善恶的天赋 也正是因为这个天赋导致所有人都远离他 而父亲更是为了家族荣耀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将他送进了密塔仪的后勤部工作 此后几十年再也没有见过父母一面 他虽然凭借辛苦的劳动在密塔仪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但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一句安慰的话 甚至是随着地位的越来越高都在和他保持距离 他感觉现在自己就像是一个牵线目 没有人会在乎他的胆手 他也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可现在眼前这位素未谋面的大人却能看透自己脆弱的心灵 而且这位大人的话语中似乎存在着一种魔力 使自己不能拒绝他坐下来看书的提议 此时的威恩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我能自己找一本喜欢的书看吗 叶凡听后心中得意至极 只是简单几句话就把面前这个妹子转化为了潜在的顾客 这心灵鸡汤属实是让我玩明白了呀 于是他便让威恩自己去后边的藏书库中寻找喜欢的书 他还告诉威恩评估任务之类的事不急于这一时 一会出来后可以和自己聊聊天放松一下 威恩听后心中暗想 这位大人果然早已知道了自己是怀有目的来到此头 但他并没有怪罪自己 他还真是十分宽容啊 而叶凡这么说的目的 其实是想暗示威恩评估的时候可以摸摸鱼 和自己聊聊天没准还能多买几本书呢 然而此时的威恩已被面前的藏书库所震撼 因为在叶凡眼里的普通藏书库 到了威恩眼里却变成了十分巨大的神迹空间 大家看似普通的书店内 却隐藏着一个空间浩瀚无比的藏书库 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是惊世骇俗的存在 而他在进入的一瞬间 就被书库内散发出的恐怖气势压制的无法呼吸 就连看一眼书的名字都会感受到莫大的疼痛 然而就在他想逃离这里时 却被书架上一本名叫灵魂凝视的书籍所吸引 最诡异的是他身后仿佛有一个声音 在告诉他必须要选择这本书 在那道声音的促使下他将书籍慢慢拿起 瞬间他的意识就进入了一个诡异的空间内 在这里他无法说话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只能看到有一个红色的巨人在向自己招手 可当他正被眼前所见而感到害怕时 那红色巨人却变成了一个黑影 牵着一头青牛向自己走来 几乎就在瞬间黑影和青牛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当两人的眼睛对望时 红维恩的双眼内竟然流出了鲜血 随后黑影又化为了一道道黑丝将他的身体缠绕 下一秒黑丝又疯狂地涌入了他左眼内 而他的右眼球也被一个小小的黑影抓在了手 那种强烈的疼痛感使他不由自主地开始大叫 终于他的意识回归了本体 现在的他一刻都不敢在这里多待 赶忙拿着书去找书店的主人叶凡了 然而就在他刚离开这里 书架上其他的灵魂凝视 赫然就变成了活着 这时的叶凡正在为即将又要卖出一本书才沾沾自喜 当他看到维恩选择的书是活着时 心中暗想 书确实是好书 但这么悲情的书恐怕不适合来放松心情了 果然他抬起头就看到了维恩正捂着脑袋痛苦不已的表情 他赶忙站起身来解释道 第一次看这种书时都会有些不舒服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维恩表示刚才看到书中的灵魂时确实有些不舒服 叶凡听后心中大喊好家伙 都开始用灵魂称呼书中的角色 看来是彻底的喜欢上这本书了呀 那么现在有必要对他补上最后一刀把书卖出去 只见叶凡咳嗽了一声后 就开始灌输起了心灵鸡汤 第一次看这本书时受到冲击很正常 这书中的真实感恐怕你还无法接受 你能与这本书产生共情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共情本就是人性 众生皆苦而我等又皆是众生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粗口 这便是世间万物的规律 这一番话下来彻底把威恩忽悠的一愣一愣 此时他仿佛魔症了一般 口中喃喃自语众生皆苦 天地不仁 现在的他感觉自己在叶凡面前就如同蚂蚁一般渺小 而叶凡就是那高高在上的神明 而且还是一个伟大又拥有无差别慈爱的神明 他这是想解救众生于苦海之中啊 怪不得就连渊伟花家族的精灵公主都放他为主 这时他问叶凡这就是你做这些事的原因吗 而叶凡却以为他说的是自己经常帮助顾客走出迷茫 只要你有这份心你也可以做到的 然而叶凡这句充满忽悠色彩的话语 却被威恩认为叶凡这是在暗示自己 要在密塔仪协助他完成伟大的布局 所以他当才在知晓我的来意后又故意出手震慑 之后又愿意帮我走出困境 原来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阴谋啊 想到此处威恩马上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从今以后我的一切都为你所有 绝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说完便白白手离开了这里 威恩走后叶凡却陷入了头脑风暴中 这人怎么和纪之旭一模一样 只不过灌输了几具心灵鸡汤而已 有必要这样吗 离开书店后的威恩先是给密塔仪的长老汇发了一条短信 然后他就摘下了眼睛 他的左眼赫然已经变成了淡蓝色 现在他可以直视灵魂的本质 无差别地观测到灵魂上捐刻的真实信息 能成为叶凡的棋子让他感觉到非常容易 就像是雄鹰断翅后又重新回到天空般的重生 密塔仪的长老汇看到调研报告后 便同意了光辉大骑士将魔剑交给叶凡的想法 但当威恩将同意书交给刀疤时 刀疤看到他焕然一新的样子 就知道他从叶凡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于是便问了一句 感觉如何 被那位大人帮助之后的感觉是不是非常吗 威恩充满自信地回答了 那位大人赐予了我新的生命 随后刀疤回到屋内找到了与他相伴数千年的魔剑 现在是时候和这位老朋友告别了 人一岁修行二十五岁大长 年仅三十岁就成为了光辉大骑士 到了四十岁时 更是站立通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五十岁时为了解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 他毅然决然地举起了带有诅咒的魔剑 此后数千年他都要承受魔剑带来的反噬 那种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疼痛 会让他丧失所有战斗力 为了彻底解决困扰了他数千年的魔剑诅咒 他带着魔剑来到了一个普通书店的门前 而此时书店老板也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因为之前他在这里借走了一本名叫 小王子的童话故事书 今天正是还书的日子 还有叶凡曾提议他在自己这里开通一个心灵鸡汤辅导客 开通之后自己会帮他解决心理问题的烦恼 但光辉大骑士刀疤却以为叶凡要帮他解决的是魔剑的问题 所以刀疤一进门就把魔剑放在了叶凡的桌子上 并说我考虑好了这就是我的决定 而此举却把对面的叶凡整蒙圈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刀疤所说的决定是什么 看这架时还认为他和王尔德一样是来给自己送命的 来不及细想刀疤就从怀里掏出了那本小王子 还夸赞这真是一本很好的童话故事书 这本书让我的痛苦减少了很多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下定这样的决心 叶凡听后更加蒙圈了 就一本童话故事而已 不至于搞得这么严肃吧 于是叶凡又开始了脑补时刻 我上次确实是让他把内心的烦恼和负担交给我解决 但他却直接给我一把这么贵重的剑是闹奶呀 可看这老家伙的眼里充满了决心和誓然应该不是在开玩笑 而这把剑看起来华丽的过分肯定十分贵重 正常情况下没人会拿这样的剑去战斗 如此看来这把剑应该是一把代表着传承的剑 从这一点推断这老家伙也许是出身于世系爵位的军人世家 那么这柄剑就象征着他在家族中的责任和荣誉 而现在他要把这把剑交给我的衣服 应该是想要把背负的东西彻底放下 想到此处叶凡严肃的问道 你确定要把这把剑交给我吗 这是你们的传承吧 不需要再考虑考虑了吗 刀疤听后开口说到我现在十分确定 而且现在的我已无法承受这把剑带来的痛苦 你能接手他我感激不尽 叶凡听后心中暗想 这果然又是一个走下坡路的家族 虽然这把剑非常贵重 但好歹是这老家伙的一片心意还是收下的 随后叶凡就把魔剑拿了起来 看着这把华丽的魔剑叶凡心中很是喜欢 甚至还拿在手中挥舞了几下 没想到此举把对面的刀疤吓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这把剑虽然看着很轻 但它其实十分沉重 而叶凡却能在不使用异能的情况下轻松地将它拿起 这连巅峰时期的刀疤都不能做头 这时叶凡表示自己很喜欢这把剑 还问刀疤自己能不能把剑拔出来看 此话一出刀疤心中更加震惊 他认为叶凡一眼就看出了诅咒存在于剑身内 因为当初魔剑的第一任主人精灵王自杀时 这把剑就如同蝎子一般钉在了他的身体内 也将他的灵魂永远禁锢在了剑身当中 那精灵王在远古时期可是被称为堪比神明的人 他留下的诅咒就连神明级的强者都无可奈何 而这把剑的剑翘其实是后来密塔伊的人配置上去的 有着抑制诅咒蔓延的作用 但是一旦被拔出来诅咒首先就会清晰持剑者 如果抑制不坚定当场就有可能发疯直至死亡 此时刀疤心中暗想虽然这位大人是一个神秘的大王 但还是提醒他小心一些 于是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您想看的话当然可以了 感叹这老家伙还挺关心自己的 随后叶凡就慢慢地把剑身拔了出来 瞬间就有一道如同白色火焰的光芒从剑身中迸发而出 这强烈的光芒瞬间就点亮了整个书店 叶凡更是被这景象震撼得无法开口说话 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宝剑 然而此时的刀疤却在严阵一带地准备战斗 因为在他眼里从剑身中迸发而出的可不是什么白色的火 而是一道道黑色的尸体化的魔剑宫咒 就连旁边能轻易秒杀毁灭极强者的玫瑰花和雕像都被吓得瑟瑟发抖 可叶凡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 还在自顾自地把玩着手中的魔剑 却不知道自己已成为这些实体化诅咒的首要攻击目标 明明是一个毁天灭地的存在 可如今却被眼前所见下的瑟瑟发抖 因为他即将目睹一场跨越千万年的神与神之间的战斗 在叶凡拔出魔剑的那一刻 刀疤就看到魔剑内的诅咒化为实体喷涌而出 他们的首要攻击目标便是持见者叶凡 但此时的叶凡对这一切却毫不知情 还在欣赏着他眼中华丽的宝剑 然而就在刀疤想上前帮忙时 叶凡身后突然涌现出了一团贵异的黑雾 而黑雾慢慢化为的实体更是恐怖至极 刀疤见到后背下的呆立在原地不敢动他 虽然看不清这恐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脑中的理智在告诉他这是那不可窥探的禁忌之物 此时诅咒化为的巨蛇已来到了叶凡面前 危机时刻从禁忌之物中伸出了两只满是眼睛的触手 巨蛇见到后身体一颤发出了一声恐惧的嘶喊 然后便惊恐万分的向后退去 转而攻向了后边被吓傻的刀疤 就在即将到达他眼前时 巨蛇刷的一声消失不见化为了虚无 仅存一点点实体诅咒逃回了剑身里 刀疤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 那本应该贪婪肆虐的实体诅咒 现在竟然在剑身里惊恐万分的垂死挣扎 甚至是这幅惨状竟然让刀疤感觉他们都有些可怜 这时正在欣赏宝剑的叶凡 发现剑身上好像突然变得漆黑了一些 他以为是落上了什么脏东西 于是他便提起魔剑想要把脏东西甩下去 然而就是这一甩把仅存的一点诅咒也甩在了地上 而那禁忌之物也张开了深渊巨口将其吞入了腹中 随后变化为黑影消失不见 甩完之后叶凡发现现在的剑身 就像是加了一层流光溢彩的特效般更加明亮 叶凡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制作而成的 于是他便对刀疤说道 你的这把剑真有趣 刚才我还以为它脏了呢 没想到只是工艺的一部分 而此时本来就被吓傻的刀疤变得更加傻了 他真的不敢相信困扰了他和蜜塔一数千年之间 牺牲了无数人都搞不定的魔剑诅咒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就被眼前的男人搞定了 甚至他还嘲讽这肮脏的诅咒只是工艺品 这意思是只配供他欣赏一下吗 但叶凡却不知道刀疤的这些心理活动 得到了如此漂亮的宝剑 他表示可以让刀疤在书店选一本书作为回忆 而且他还可以趁机安利一下自己的藏书库 此时的刀疤就连大气都不敢出 结结巴巴的说还是让叶凡给他推荐一本吧 被拒绝的叶凡有些失望 不过转念一想这也说明这老家伙对自己非常信任 看来我又抓住了一位老顾客的心啊 只不过没机会展示一下我那引以为傲的藏书库 身后的刀疤也看出了叶凡有些失望 但随后刀疤就想明白了一切 这位大人肯定是对我和蜜塔伊的实力感到失望 毕竟我们数千年都没能解决的诅咒被他给随手解决 而且经历了刚才的事 刀疤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和渺想 现在的他只能期待从叶凡的下一本书中得到指引和馈赠 而此时的叶凡正在书架前寻找适合刀疤的书 因为上次他给刀疤推荐的是一本童话书 所以这次他想推荐一本比较深奥点的书 于是他便从书架上掏出了一本群星归位之诗 并说这本书肯定会给你不同的体验 然而刀疤光是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时身体就开始忍不住的缠绷 要知道在所有的神秘领域里星空永远是最高的境界 没人知道在那未知的黑暗里隐藏着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眼前这位神却拿出了一本关于星空的书 这时叶凡告诉他这是一本传经 可能对你来说有点难理解 你就当是一本记录着另一个失落文明的小说了 刀疤问到另一个文明指的是星空之外的世界了 叶凡回答道是 星空之外的存在也有着自己的文明 怀着好奇的心里刀疤打开了书的第一页 瞬间就有蓝色的光芒从书中喷涌而出 随后他就发现自己和上次一样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空间内 但这次的感觉却和上次有着明显的互动 因为这里别无其他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 就在刀疤疑惑之时 从他的身后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 妄图窥视星空之人 欢迎你来到这里 这神明却整天戴着面具 仅仅凭一个响指 就能剥夺一位毁灭极强者的行动能力 甚至只是简单的说一句话 就能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 凭空创造出恐怖无比的生命个体 可惜的是尽管他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 也只不过是这男人书里的一个角色而已 而且像这样的书在男人浩瀚的藏书库里也只是一颗沙里 而光辉大骑士只是轻轻摸了一下这本叫群星归位的书 身体就坠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空间之中 就在他疑惑之际 一个人类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妄图窥探星空之人啊 欢迎你来到这里 刀疤扭头望去 发现一个头戴面具的男人正端坐在沙发上 随即他便疑惑地问道 请问阁下是谁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面具男回答道 在这个空间内个体的姓名无关紧要 如果非要有一个特定称呼的话 就请你称呼我为外先生 刀疤听后心头一惊 外是叶凡的首字母 莫非此人是那位大人在这里的身外化身吗 紧接着面具男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里并不属于任何地方 硬要说的话算是你在直面无尽的疯狂与瞻望之前 最后选择的一次机会 而只有那些不被群星吞噬意识 才有资格成为迷途之神回归的灯骨 那么你要离开这里 还是继续前行接受考验 刀疤听后当时就被这云里雾里的话给折蒙去了 此时他更加确信此人就是叶凡的身外化身 因为他们都喜欢说这些高深莫测的话语 虽然刀疤没有听明白这些话要谬答的意思 但他还是坚定地说道 如果你们所作之事能造福事件 那么我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面具难听后便打了一个响指 这代表着考验正式开始了 而刀疤在响指过后身体便失去了行动能力 紧接着他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声音 虽然他看不清这团黑乎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他却对这玩意儿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而且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 这是和自己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伴 这时面具难头上的魔方开始加速地转动 随之刀疤和同伴的周围场景 就切换成了满是废墟的建筑 而此时的他已被面具难所拥有的能力震撼到了无以复加的地面 因为这种能凭空创造生命 仅凭一句话就能构建现实的能力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然而就在这时他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魔兽 刀疤见到后直接就急眼了 这他妈的也是能随手捏造出来的吗 他想要反击却发现自己已无法聚集一脑 面具难已然剥夺了他身为异能者的能力 瞬间他的身体就被魔兽紧紧地束缚住 强烈的疼痛感让他忍不住地开始大叫 这时他的耳边传来了面具难的声音 因为你只适合接触了禁忌的存在 大脑正在逐渐地失去意识 而且你的身体也即将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所吞噬 你能明显感觉自己坠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将要死去 但你仍然残留着最后一丝的理智 那么现在的你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 只听刀疤面色坚定地回答道 我会把我身前的那位同伴给推开 此话一出面具难的头上出现了一个时空裂缝 随后他与身边那头巨大的魔兽就消失在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只留下了一句你已通过了考验回荡在空中 而刀疤的意识也回归了本体 刚才的经历让他久久不能自拔 他非常想大喊大叫释放一下 但刚才那种痛苦的感觉使他的腿里只能发出阿巴阿巴的声音 冷静片刻后他向叶凡问道 这本书里的人何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然而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的叶凡 却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蒙圈了 但身为一个合格的大忽悠 他又岂能背着小小的问题里面 于是他便严肃地说道 这些人都是旧日文明的封碑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 但没有谁可以是能够永恒的 不管在伟大的存在最终也将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领会其中的意志让他们为你所 刀疤听后心中感觉自己瞬间明白了一切 按照这位大人的说法书中的人应该都是某个高位文明的伟大成员 但随着这个文明的消失这些人就被封印在了书中 而封印他们的人自然是面前这个伟大的男人 想到这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让他们为我所用我恐怕做不到啊 叶凡听后还以为刀疤说的是自己看不懂这本书了 于是他便安慰了 既然你把这把剑送给了我 就说明你已经放下了过往的荣耀和伤痛 这本书就当是我给你的回礼吧 你拿回去慢慢研究 你崭新的人生就从读这本书开始吧 男人几名一本书 就能让先魔两界的大佬扶手称臣 不是因为他的实力有多强 是因为他的每一本书里都住着旧日的神明 而此时的他正在用自己独有的话术 对埃欧尼亚大陆上的光辉大骑士 刀疤疯狂地灌输着心灵鸡汤 这些话把这个中老年人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刀疤听完后只感觉自己热血翻腾 就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在密塔仪的圣殿之中 第一次宣誓要为光明而战时那般的汹涌澎湃 而现在的他攥紧了拳头 心中暗暗发誓余下的生命将会为叶凡而战 他向叶凡身居一躬后便离开了书店 出来后他看着昏沉沉的语目 因此魔剑诅咒的侵蚀变得更加强烈 这让他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理智 对于一个常年战斗的大骑士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但现在在叶凡的帮助下这些困扰了他许久的问题全都消失了 他将双手伸向了天空感受着久违的自由感 虽然失去了武器但恢复了往日的自信 还得到了叶凡的馈责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赚大了 然而这时他却没注意自己面前迎面走来了一个黑袍男子 不知不觉中两人的肩膀装在了一起 黑袍男子说了一句抱歉后便禁止离去了 反应过来的刀疤大惊失色 刀疤能明显感觉到此人是一个血缘纯度极高的猎人 而且从他散发出来的气势来看这家伙至少是一个毁灭级的强者 可在刀疤的记忆中在这片大路上并没有这个人 对于突然出现的这个立场不明的强者 刀疤很想上前盘问一下 但仔细想了想还是算了 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就盘问一个毁灭级的强者 可能会对密塔仪的工作带来麻烦 然而刀疤却不知道就在他转身离去的那一刻 黑袍男子也收起了袖子中锋利的匕首 随后刀疤就给自己的徒弟杰斯打去了电话并吩咐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让他在工作之余寻找第一纪元时期的果子 第二件事便是让他们留意一下突然出现的黑袍男子 最后一件事是要加大对白狼组织余孽的抓捕速度 打完电话后他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 然后就决定回家休息一个星期好好地放松一下 然而刚回到家中的刀疤瞬间就愣住了 客厅当中空无一人 但地上却散落着一堆堆的书籍 他不由地转头看了一下墙上挂着的石英中 现在这个时间点正是自己的女儿卡莎的做饭时间 可现在厨房和客厅里都看不见她的身影 这时他发现地上的书籍几乎都是关于骑士的基础知识 但不爱学习的卡莎是从来不会看这些书的 刀疤狐疑的大踏步走向了卡莎的卧室 打开门后他再次地愣在了原地 因为此时的卡莎正在面无表情地努力读书 而且竟然整个房间里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从未见过女儿这样的刀疤开始慌了 他大声地问卡莎在做什么 而卡莎只是淡淡回了一句在学习 刀疤把手放在了他的额头上认为他这是发烧 但卡莎却表示自己现在非常清醒 而且他已经把这些书全都看完了 他在这些书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 将来一定会成为像父亲这样的存在 说完后他就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 刀疤见状赶忙把他接在了怀里 这时刀疤被书桌上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吸引了注意力 瞬间他就明白了自己女儿为何会变成这样 与此同时刚才的黑袍男子来到了真理会的大门口处 摘下面赵后此人竟然是被叶凡帮助过的亚佛 而且短短三天的时间他就晋升到了毁灭解体 手握重拳自诩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背地里却在偷偷地做着人体实验计划 这个计划的最初目的是将普通人改造成实力强大的异能者 可三千个实验品中最后只存活下来了一个 巧合的是这人的长相竟和精灵族公主艾希十分相似 而他在年轻时又和艾希有着一段跃缘 原来三百年前他游历大陆时来到了精灵族的部落 只看了一眼便对艾希一见钟情 可身为高傲的精灵族公主怎会喜欢一个普通人类 遭到拒绝后布隆伤心欲绝地离开了这里 大案发誓一定会成为大陆上数一数二的实验人物 三百年后他确实做到了成为了真理会的副会长 而现在布隆看着这个酷似恋人的实验品 为了他能够长久地活下去 也为了能够完成自己年轻时的美梦 布隆竟将自身一半的异能灌输到了实验体的体内 然而他却万万没想到这样做 竟然让实验体体内的异能严重超高 一年之内如果没有办法将其排除 那么实验体将会一直膨胀直至爆炸 届时整个实验室乃至整个真理会都将成为一片废墟 这种结果让布隆十分头疼 然而现在的他却无暇顾及此事 因为最近大陆上出现了一个不知是善是恶的神明级强者 他的出现让本来风平浪静的埃欧尼亚大陆变得十分复杂 身为真理会的副会长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于是他便蛊惑了一个叫亚索的人前去试探 并顺便杀掉与真理会一直作对的老巫师王尔德 可仅仅三天过后亚索就找到了布隆表示自己放弃所有任务 并且以后也不会再为真理会服务 这让布隆十分疑惑 据他所知亚索在这三天内仅仅只做过一次试探 那就是在那位神明级强者所开的书店内观察了一圈 然后就走进了书店内部 而且期间也没有和书店主人爆发过任何冲突 但从书店出来后亚索就再也没有过任何举动 也就是说他刚开始执行任务就选择了放弃 布隆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总不能是因为进入书店内部聊了一会儿 书店主人单纯地用言语就让他丧失了斗志 于是布隆开口问道 亚索先生前几天您还信心满满地想要完成任务 为什么又突然选择了放弃 话还没说完亚索就打断了他 还十分嚣张地说放弃了就是不想做了没有那么多的理由 布隆没想到前几天还对自己唯唯诺诺的亚索转变如此之大 虽然他很生气 但目前他还不想失去亚索这颗欺敌 然后他就对亚索说现在埃欧尼亚大陆上局势十分不稳定 真理会现在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亚索听后心中暗想 如果说原本对于真理会利用自己的事情 只是因为书店主人实力过于强大而带来的猜测 那么现在布隆的态度就完全说明了一切 而且自己即将要建立一个猎人组织 以后就会成为真理会的敌人 那么现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于是亚索便回答道 很抱歉我对于维护治安并没有什么兴趣 还有不要再去招惹书店的主人 那样的后果你们承担不起 说完他就静止地离开了这里 亚索走后布隆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因为在亚索关门的一瞬间 他手中的红酒杯出现了裂痕 这说明现在的亚索在书店主人的帮助下 已经拥有了毁灭级的实力 这令布隆心中更加的不安 书店的主人为什么要帮助一个 随时会失去理智的猎人 难道他选择了站在真理会的对立面吗 现在的布隆迫切地想要得到 叶凡的全部资料 于是他拨通了密塔姨的电话 想要从他们手中获取情报 密塔姨那边接电话的是 刀疤的徒弟杰斯 然而就在两人商量价格时 刀疤却发来了短信 表示叶凡的资料已转为绝密级别 不能对外出手 这突然的转变令布隆非常生气 挂断电话后他喃喃自语 看来要亲自去一趟书店了 而此时的叶凡刚躺在床上入睡 他头上的不梦网 和桌子上的大宝剑 同时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随之他便梦见自己 进入了一个满是废墟的梦境中 这种真实的感觉 让他感到非常惊讶 上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是梦见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 而这次梦到废墟 却让他有些失望 不过转念一想来都来了 他决定还是四处转转 因为这么真实的梦 在平时可不多见 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 地上有一个金黄色的碎片 很眼熟 可在拿起来的一瞬间 面前的建筑物轰然倒塌 随之一个巨大的祭坛 从中显现了海 而在那祭坛中 赫然出现了远古精灵王的尸体 与此同时真理会实验室内 唯一成功的实验体 猛然睁开了眼睛 他将手放在了面前的玻璃上 而那玻璃竟然慢慢地出现了裂痕 他是敢于拔剑问天的上谷之神 如今却深度罪恶 跪在一个普通人面前俯首称臣 然而面前的男人 面对这一切却不为所谓 他还认为这只是一场比较真实的梦里 却殊不知这正是他觉醒神威的第一步 叶凡从进入梦境的那一刻开始 便认定是因为自己太久没玩游戏 潜意识里产生了一个 可以打怪升级的废墟场景 本想在此地探索一下的他 却在一片废墟中 发现了一个黄金色的碎片 看着碎片的纹饰和风格 叶凡莫名的感觉有些眼熟 思索半天后他猛然想起 这碎片竟和昨天得到的宝殿上的纹饰一模一样 然而就在正式地上 所有的建筑物轰然倒塌 随之便有一些尸体出现在了叶凡面前 这可把他吓了一大跳 但同时他的心中也有一丝丝的快感 他觉得正是因为自己捡起了碎片 而触发了某种机关 这让他很期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于是他蹲了下来 开始观察这些散落的尸体 他发现这些人都长得长长的耳朵 而且是和头颅连在一起的并不是装饰品 这让他想起了前几天来过店里的精灵族公主艾希 这个喜欢靠斯普类的小姐姐 对他来说印象可是十分深刻的 这些熟悉的人和物都出现在了梦里 让他更加认定这个梦是 有所思业有所梦而产生的 想到此处他伸出了左手凭空捏造出了一个笔记本 并把这些尸体的长相全部都记录了下来 等自己睡醒后 再凭借记忆将其画下来拿点艾希看看 也许对他想要恢复家族荣耀的是有些帮助 离开这里后叶凡继续向前探索 不知不觉中他走到了废墟中央的祭坛 但突然他就呆立在了原地 因为眼前的景象实在太过于震撼 只见那祭坛中央有一束耀眼的光芒照耀着一个跪在地上的身影 叶凡以为这是触发了新的剧情本想爬上去看看 却不知此人乃是第一纪元时神明级强者精灵王凯尔的灵魂 就在这时凯尔突然睁开了双眼对叶凡说道 我的就是主啊 流放的灵魂已在此等候了零千万年 此话一出把本来想爬上去的叶凡下的连连后腿 此时的他心中暗响 这还真有一种触发了新剧情的既视感啊 不过此人应该不是什么最终的大宝 而是一个NPC临终前托付新手玩家的开局剧情 不过这就是主之类的窗户还真是相当的老套 但身为一个会疯狂脑补的高手 叶凡通过现在的场景和凯尔的言语 依然把这里发生的事猜了一个大袋 首先这里肯定发生过一场大的灾难 面前这个精灵要么是罪魁祸水 要么就是没有能力挽救这一切 然而当悲剧发生后 他又受不了内心的煎熬和痛苦 于是就选择了自杀或者自我封印 一直等到能拯救世界迷睹他犯下错误的人出现 就在他疯狂脑补之际 他看到了插在凯尔身上的宝剑 这不正是自己昨天得到的宝剑吗 白天还在研究他 晚上就从这把剑作为出发点在梦里引发了一个故事 而且这个梦看起来每个细节都那么多完美 他现在觉得自己林大师的称呼果然名不虚传 这是凯尔再次开口说道 首先感谢您能让圣剑重放光芒 其次我有三重最需要您的救赎 叶凡听后心中暗响 圣剑应该就是插在此人胸口的宝剑 也就是我昨天刚刚得到的那把剑 而他所说的重放光明 应该是当初我把剑上的脏东西甩下去的事 真不愧是我的梦 这种小事都能给我整得这么伟大 而且像这种苦大仇深的人往往比较孤独 甚至是与他人缺乏交流导致心理负担很重 不如就在此地发挥一下自己的客场 给面前的这位人兄开导一下吧 于是他便端坐在了宝座上对凯尔说 既然你说你有三重最那就说说看 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 凯尔听后身居一躬 表示叶凡愿意倾听一个罪人的赌摆 这是自己莫大的荣幸 紧接着凯尔便开始了诉说 在千万年前那个无光无火的时代 身为精灵王的他 因为想要为子民开疆扩路 而狂妄的企图想要是神 可他只是一个神明级的强者 并非是真正的神 最终仅仅因为直视了神意下 就陷入了疯狂 此乃他诺之罪 后来在陷入疯狂后 又将自己的子民屠戮殆尽 亲手葬送了王国的一切 他手持圣剑却让他沾染了同胞的鲜血 此乃背叛之罪 最后他用圣剑封印了自己肮脏的灵魂 圣剑也因此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令这王国最后神圣的象征从此蒙尘 此乃愚昧之罪 凯尔曾经将自己的王国推上过巅峰 但他又将这一切亲手毁灭 往后千万年头上的王冠便是他的枷锁 所以人们称其为流放者 叶凡听后心中并无波澜 因为这和他之前猜测的基本上差不多 于是他开口说道 虽然你称我为救世主 但我并不能拯救你 你的王国也早已复免 说到此处叶凡将手指向了这一片废墟 并且提高了音量 看看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导致的这一切 你想请求我做什么 我又还能够做什么 凯尔听完叶凡的话后 积攒了千万年的情绪终于崩溃了 他颤抖着身体向叶凡说 我并未觉得自己应当被救赎 我的国家早已成了历史的尘埃 而我也没有任何资格 再为这片大陆做任何事情 不管怎样我都无法偿还我的罪名 叶凡没想到自己只是随意的一句话 就把凯尔整崩溃了 这小子恐怕是在千万年的封印当中 不断地自我谴责 导致他陷入听了什么 都像是在责骂他的心理障碍 这必须得使劲地开倒开倒他了呀 于是叶大忽悠再次上线 虽然你说自己罪孽深重 但现在你又不想赎罪 你这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 实际上你的行为并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懦弱吧 你关注过你的国家后来怎样了吗 那些幸存下来的子民 是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又是否在某个地方重建了家园 你明明拥有强大的力量 却在这里自怨自爱 你这更像是让自己拥有了一个 不用承担这份责任的借口 这千万年来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只是在不断地后退 在后退等待着别人来宽数 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无所作为的时候 你的子民所遭受的痛苦 可能远远在你之上 说完后叶凡拍了拍凯尔的肩膀 让他好好想想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并且没有人是他的救世主 现在能拯救他的只有他自己 凯尔听完这些慷慨激昂的话 已是泪流满面 握着宝剑的手也忍不住地在颤抗 从伤口处流出来的血也流了一笔 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叶凡 他的心中思虑万千 最终他将头深深地埋在了地上 并对叶凡说道 请您心怀慈悲同意我这罪人最后的请求 只听凯尔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想成为您手中的剑 然而叶凡并没有听明白凯尔说这句话的声音 不过看着态度 应该是有着效忠与诚服的意思 但此时的叶凡只想对着凯尔灌输心灵鸡汤 他觉得给一个悲情的角色 做一下心理辅导 顺便再灌一口鸡汤 这世上就没有比这种感觉还美妙的事情 于是他亲了亲嗓子再次化身为了大忽悠 这就是你的决定吗 你真正要做的事 可不是我说一两句就能解决的 还需要你自己去切切实实地执行 如果你保持着那份懦弱的心态 还是继续地归缩在这里吧 那些被你遗忘的臣民是没有人会来宽恕你的 而叶凡说这些话的目的 并不是在打击凯尔的自信性 而是结合凯尔的处境采用的激将法 真不愧是叶大使啊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正能量 简直就是正高的光 果然凯尔听后开始咬牙切齿 仿佛是做了什么重要的决定 然后他就对叶凡说道 作为我罪孽的惩罚 我的灵魂早已在万物之中消磨 那恶毒的怨恨化为疯狂的诅咒 疯狂的缠绕着我 当那诅咒消散如今残存在这里 只不过是我灵魂深处最后的执念而已 您说的对我只不过是想用别人的宽恕 来给自己一个逃避的借口吧 而现在的我已经没有资格再懦弱下去了 这一次不再有荣光 我也不再是精灵王凯尔 因为现在的我只是一个需要归乡的流放者 随后凯尔看着自己曾经的国土难难自语 在我彻底消亡之前 我想我确实应该做些什么 而不是祈求别人能施舍给我什么 纵然千万年后这片土地上 已经没有了我的王国 但这里仍然生活着我的子弟 虽然我的灵魂被封印在魔剑中千万年 但被魔剑的诅咒所杀害的人却数不胜数 他们的疯狂怨恨和记忆 也一并缠绕进了我的灵魂之中 因此我见证了埃欧尼亚大陆的历史 也看着两个曾经辉煌的国土 最后化为了虚无 现在人类又在这片曾经的废墟上 建立了一个辉煌的城市 然而现在这座城市即将就要被毁灭 这一次我要用最后残存的力量 保护一次我的子民和国土 与其默默无闻的消亡 不如将自己所剩无几的一切燃烧 紧接着凯尔就严肃地说道 如今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 叶凡蒙圈地问道 啥事啊 只见凯尔将手紧紧地握在了剑柄上 请名以这把剑为武器 将那梦境中来的神斩杀掉 万年前我怀抱着是神的愿望 却在神的面前退去 最终酿成了亡国覆灭的悲剧 万年后同样的这片土地上 我想要完成这个愿望 这样做并不是为我自己 而是为了我仍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子民 叶凡听后当时就更加蒙圈了 心中暗想这梦里的游戏剧情也太离谱了 上来就直接要是神 正是白狼组织的魔镜之卵里孵化出来的产物 在他降临的那一刻 整个埃欧尼亚大陆都即将成为废墟 他虽是神明却被胸口的圣殿封印了千万年 圣剑拔出之日便是他烟消云散之时 如今他预感到天下大劫僵尸 为守护天下之众生 他毅然决然地拔出了胸口的圣殿 并委托面前的男人持剑 将那即将诞生的梦境之神斩杀 而他口中的梦境之神 其实是从上古魔物魔镜之卵中诞生出来的场 魔镜之卵的拥有者白狼组织的首领赫里斯 在毁灭极强者王尔德的指引下 从地下建立了一个无比巨大如同火炉般的祭坛 悬在火焰之上的便是那魔镜之卵 而此时作为燃料被投放进去 竟然是在赤教首领莫菲死后群龙无首的黑乌士吗 原来赫里斯在王尔德那里得知 黑乌士是通过沟通以太异能来释放法术的 他们的血肉就是最佳的异能容器 也是催动魔镜之卵孵化的最佳燃料 所以赫里斯将赤教的黑乌士全都抓了起来 此时的他正癫狂地看着半空中即将孵化出来的魔镜之卵 他已经能明确地感受到从中散发出来的那一圈一圈的波动 就是梦境之神的心跳 虽然他不知道王尔德为什么要帮自己 但现在的他已别无选择 因为从莫菲死后白狼组织和赤教的处境就急转直下 逆塔伊和真理慧甚至是计之旭都想将他们赶尽杀绝 现在的他们就像是生活在地下的老鼠一样四处逃窜 而只有将魔镜之卵孵化出来才能摆脱他们现在的困境 就算这是王尔德精心设计的一场陷阱 赫里斯也得往下跳 就在他思索之际 他的手下阿卡利来报 黑乌尸的尸体已经用完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赫里斯表示那就启动备用方案 原来他早就预料到了黑乌尸会有用完的这一天 为了确保魔镜之卵能够顺利地孵化 他给白狼组织所有的人都注守了过量的污秽之血 将这些人都变成了丧失理智指挥厮杀的怪物 他们既是面对敌人时强大的战役 也能代替黑乌尸成为孵化魔镜之卵的燃料 说完之后他拍了拍阿卡利的肩膀 表示很快他们就不用这样提醒掉打了 然而就在这时另一个下属凯恩忽然走了进来 这庞大的身躯正是注射大量污秽之血所造成的 他颤颤巍巍地告诉赫里斯他们附近的据点被蜘蛛组织发现了 而这个组织正是继织绪创建的新势力 赫里斯听后愤怒至极 在这关键时刻他不允许有任何差错的出现 只见他打了一个响指 后边的阿卡利就拿出来了大量的污秽之血 他告诉面前的凯恩注射完之后就去阻拦外面的敌人 那时的凯恩会比现在还要强大数倍 然而凯恩的脸色却露出了恐惧的表情 因为他知道注射完之后懂待自己的僵尸死亡 然后他又对阿卡利说到现在该是你表现的时候 阿卡利听后兴奋至极 投机他便把双手戳进了自己的脖子内 下一秒他竟然把自己的头颅取下来地点赫里斯 并且嘴里还说着 能与您融为一体是我的荣幸 祝您胜利我的主人 赫里斯接过来后手上燃起了熊熊火焰 瞬间阿卡利的头颅就只剩下了一具白骨 然后赫里斯就将其和自己的脸融为了一体 蜘蛛组织想来就来吧 不过既然来了就别想管了 做完这一切后他便带着凯恩去迎战 而此时的祭之旭正在阁楼上看着白狼组织的藏匿地点 此时的他已与白狼组织形成了不死不休的局势 所以这一次他聚集了麾下所有的战斗力 势必要将白狼组织在此地彻底消灭 然后接手他们的一切事物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就是白狼组织拥有的污秽之血的配方 因为拥有污秽之血是每一个组织成立的基础 只有得到他蜘蛛组织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这时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随即祭之旭就下达了发起总工的命令 然而当他们来到爆炸波后产生的入口处时 直接就被眼前所见惊呆了 在看见这巨大无比的地下通道之前 谁都想象不到这城市的地下 会有一个纵深接近50米的巨大隐秘空间 最恐怖的是这里竟然还堆积着如山般的尸体 祭之旭觉得这已经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了 就算是作为猎人的他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 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恐怖的景象 虽然在此之前他知道白狼组织有过屠杀的行为 但却没有想到他们能做到这样惨绝人寰的地步 然而就在他思索之际 凯恩突然从地下破土而出对着祭之旭发动了攻击 等祭之旭反应过来时 凯恩的拳头已经重重地砸了下来 这么近的距离祭之旭根本就来不及躲避 危急时刻阿里手持武器挡在了他的面前 巨大的冲击力使阿里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 尽管如此他依旧没有后退半步 因为保护祭之旭是他从小到大的唯一使命 就在他快要坚持不住时 旁边的祭之旭用出了全部力量攻向了凯恩 他化为一道白色的光芒 洞穿了凯恩的身体 看着即将倒在地上的阿里 祭之旭赶忙跑过去将他接在了怀里 随即便吩咐手下赶紧把阿里送回基地疗伤 可忽然他产生了一种危险的预感 他刚想开口让旁边的手下快跑 被波及到的手下们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就被轰成碎片吊在了深坑内 而在那高台上也出现了几个黑色的生命 祭之旭见到后更是被气得咬牙切齿 因为为首的人正是他的死对头赫里斯 这时赫里斯迈出脚步从刀台上跳了下来 然后直直地砸在了祭之旭面前 祭之旭随即便将双手幻化成了狼爪准备迎战 与此同时赫里斯更多的手下来到了这里 将祭之旭团团地围住 高浓度的污秽之血 给予了这些人比原来强大数倍的力量 只要不到无法行动的地步 他们就是最高效的杀人机器 祭之旭见状嘲讽道 你不会是把你现在剩下的所有人都召集来对我了 那还真是荣幸之志啊 赫里斯听后呵呵一笑表示现在多说无意 现如今双方都已经没有了退路 唯有生死一战分出胜负 最终活下来的一方才能代表猎人的未来 说完之后他身上清精到擒 幻化为了一头灰色的巨狼 对面的祭之旭也知道现在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 随即便拱着身子开始变身 下一秒一头白色的巨狼便显现而出 两人互相试探一番后 赫里斯最先发动了攻击扑向了祭之旭 然而他却忘记了祭之旭在叶凡的帮忙后 拥有了穿梭空间的能力 等他反应过来 实际之旭已经狠狠地咬在了他的脊柱上 尖锐的獠牙瞬间就刺穿了他的骨骼 虽然现在的祭之旭很有信心打败赫里斯 但另一边他的首相的情况却非常的危机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刚加入组织的新人 根本就不可能是赫里斯那边 注射过大量污秽之血的人们的对手 此时的他们已经被这些野兽团团地围主 并且很快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 这个名叫瑞文的新人 本想把这里的情况通知给祭之旭 却被其中一个野兽一拳轰在了地上 就在他也要惨遭独守之际 他们的小队长手持双枪救下了他 然后他告诉瑞文离开这里 自己会拖住这些野兽 快去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首位 瑞文刚想说些什么 小队长就大声训斥他 再不走的话恐怕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瑞文听后便不再犹豫 开始努力地向祭之旭所在的方向奔跑 同时他在心里暗暗祈祷 自己的小队长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然而下一秒小队长的身体就被扔在了空中 瑞文被吓得呆立在了原地 他不敢相信刚才还保护自己的小队长 现在却失去了生命 这时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恐怖的身影 察觉到危险后他马上掀起了裙子 将藏在大腿上的飞刀射了出去 对面那人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将飞刀全部倒下后 又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瑞文面前 速度之快瑞文根本就来不及躲避 直接就被一脚轰飞了数米远 然后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巨大的冲击力使瑞文喷出了一口鲜血 面具男见瑞文实力这么弱 摘下面具后就开始对着他一阵嘲讽 可就在面具男想走过去把瑞文彻底解决掉时 他突然发现自己周围竟然布满了钢丝 这时瑞文说这是之前设下的陷阱 现在二十米范围内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不想死的话就赶快离开这里 面具男听后哈哈大笑 表示这点东西还不能让自己受伤 而且根本就不需要他来出手 话音刚落一个黑色的身影就落了下来 而且在他落地的瞬间 瑞文设置的陷阱便燃烧在尽 随后面具男就走了过去将瑞文提到了半空中 他表示如果瑞文可以说一些好听的话 他可以考虑放弃一条生路 但嘴硬的瑞文只回答了一个滚子 这让面具男十分愤怒 随即便用武器划伤了瑞文的眼睛 他又伸出手抓住了瑞文的脸颊 还要把他的舌头搁下来 危机时刻一声枪声响起打在了面具男的手上 瑞文惊喜地发现小队长还没有死去 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他的身体已经被压在了石头下面 此时绝望无比的瑞文想起了纪之叙说的话 他说这一切都是一位神秘大人布的决 现在的瑞文只能祈求能有奇迹出现 不管是那位大人也好 还是他派一个手下来也好 能拯救自己和小队长就行 然而就在这时他们身后想起了一个雌性的声音 大半夜的不去睡觉 跑到这种小巷子里来杀人 还吵得别人没办法休息 你们有没有点礼貌 男人手持长枪无敌于事件 如今却在小巷子里击凌一个柔弱女子 殊不知这将是他此生最后悔的决定 因为就在男人想要彻底了截面前的女人时 绝望无比的他正在祈求上天能降下奇迹拯救自己和队友 不知是巧合还是真的得到了上天的回应 只听一声惊雷从天而降 随后便有一个潇洒的身影浮现在了他们身后 而此人正是恰巧路过此地的亚索 男人见亚索镇定自若似乎是有点实力 便谨慎地问到你是谁为何会来此处 亚索表示自己只是一个独行的猎人吧 男人听后哈哈大笑嚣张地说道 独行猎人都来凑热闹了 你是来捣笑的吧兄弟 不想死的话就赶紧滚吧 而所谓的独行猎人都是没有组织收留的人 他们只是一些既没有实力也没有背景的小角色 在没有得到叶凡的帮助之前亚索确实如此 但现在的他已是金飞锡笔 亚索从见到男人第一眼起 便从他那嚣张的态度和散发着受血臭味的身体 猜到了他是白狼组织的人 于是他便嚣张地说道 我来此的目的并不是来搞笑的 也不是来找茬的 我只是想让噪音安静下来 然后顺便赶了你们 此话一出把男人气得咬牙切齿 就连握着长枪的手都在颤抖 只听他大喊一声后 脚下一用力腾空而起 一起长枪就刺向了亚索 亚索见状淡淡地扔掉了手中之物 于此同时男人的长枪也狠狠地砸在了他战略的地方 浓烟渐渐散去后 男人总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劲 这时他猛然发现亚索 竟然在长枪砸下去的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就在男人疑惑之际 亚索以极快的速度扑向了男人的同伴 同伴见状大惊失色 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亚索掐住了脖子 紧接着他就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 做完这一切后 亚索便问躺在地上的女人是谁 为什么会被白狼组织的人追杀 女人说自己叫瑞文是蜘蛛组织的人 他们在这里中了敌人的埋伏 本想突围出去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首领纪之旭 却没想到非但没成功还差点死在这里 亚索听后非常疑惑 蜘蛛和白狼怎么这么快就开战了 还偏偏就让自己给碰上了 想到这里亚索脸上露出了智慧的眼神 他心中暗想这一切绝对不是巧合 而是那位大人部的局 如今的局势都是书店主人一手推动的 他引导我脱离真理会的掌控 又暗示过我要帮助纪之旭 如果自己今天不去真理会也不会路过此地 书店主人是以此让我有机会卖给季之旭一个人情 从而让我们以后的工作更加顺利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这是何等精妙又大胆的布局啊 看似随意却环环相扣 想到这里亚索对于叶凡的敬佩之心更加强烈了 他相信如果叶凡在这里的话一定会对自己说 明白你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吗亚索 而他也一定会跪在叶凡面前说一句 我明白了 此时的亚索决定趁此机会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 于是他拿出了一管治疗性的污秽之血 打在了瑞文的肩膀上 几乎瞬间瑞文的伤势就全部愈合 紧接着他就拔出了背上的疾风之剑 随后他告诉瑞文你将不会再受到任何伤害了 回去之后一定要替我向你们的首领问好 这潇洒的动作又霸气的话语 已然把身后的瑞文迷得死死了 可下一秒他的眼里却充满了恐惧之色 因为对面的男人也往自己的身体里注射了一管污秽之血 但男人注射的可不是治疗性的 而是能大幅增强力量使他变成野兽的污秽之血 然而亚索却嚣张地表示 这头巨狼看似很强 实际上其实就像一条野狗一样弱的要死 自己一个手指头就能碾死他 此话一出男人再也忍不了了 提起长枪就使出了自己的终极大招 亚索见到后按道一声糟糕 这么快的速度根本就躲不开啊 紧接着男人的长枪就刺穿了亚索的胸膛 旁边的瑞文直接就被吓傻了 这时刚才被打晕的同伴也醒过来 表示男人这招的强大之处 就是把敌人的五脏六腑搅得粉碎 不管拥有多么强大的恢复力也得死 男人化身为一只灰色的巨狼 一枪就洞穿了敌人的胸膛 他坚信这一枪的力量足以把敌人的五脏六腑全部震碎 就算这个叫亚索的人拥有再强大的恢复力也不可能活下来 可就在他得意之际 他的脸上却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因为亚索突然伸出手抓住了他的长枪 并说小狼崽子你刚才应该打我的头啊 就在这时男人猛然发现亚索本应该被冻穿的胸口中 却变成了犹如浩瀚星空般的黑洞 从里面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更是让他本能地产生了恐惧 他想后退却发现自己已无法再挪动分毫 因为此时的亚索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魔兽 男人连同他的同伴全都被死死缠绕住了 这种强大的力量正是亚索从叶凡赠予的书中得到的 他胸前的洞口内连接着的是那不可窥探的虚广地狱 里面存在的魔兽全都是神明级别的 只要献上祭品亚索就能得到他们馈赠的强大力量 而现在眼前这两个白狼组织的人将成为第一份祭品被陷阱 此时的男人已经慌了 然而以为是已晚 面前出现的黑洞正在慢慢地将他吞噬 在进入黑洞的一瞬间他的身体也变回了人形 四处张望后他发现这里一片漆黑 此时的他并没有发现那些恐怖的存在 依然抱有逃出去的幻想 于是他拿出打火机想要寻找一条出去的路 可当他看到眼前这个深渊巨口时 他的生命就已然定格在了这一瞬间 随着打火机的掉落 他也成为了第一份祭品被吃掉 里面的献祭完成后亚索的身躯变得更加庞大 他感受着这份回馈的力量兴奋至极 这还是他第一次能受化到这种程度 也就是说以后他只要不断地献上祭品 他的力量还会源源不断地增强 看着白狼组织剩下的最后一个人 亚索张开了深渊巨口 他要让这个小精灵领略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恐怖 而旁边的瑞文和小队长早已被眼前所见吓杀 因为他们认出了这个魔兽正是传说中的苍白之人 这是一头以狂暴和不可控制著称的魔兽 他们不敢相信竟然有人能在理智的状态下操控这头魔兽 就在这时他们耳边传来的亚索的声音 现在去找你们的首领吧 接下来你们在我身边反而会妨碍我 还有告诉你们的同伴 今晚苍白之人即将开始猎杀 这恐怖的气息让两人明白 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快速地离开这里 与此同时纪之旭这边的战况也是相当的惨烈 虽然现在他已经足够的强大 但白狼组织里那些注射过大量污秽之血 都已变成了没有意识的形式走肉 这些人前扑后继地扑向纪之旭 然后又被纪之旭杀掉 这让他受了很严重的伤 同时他还发现白狼组织首领赫里斯 在刚才的战斗当中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深刻 并且还把死去之人的尸体全部都推了进去 这让纪之旭感觉很不对劲 然而就在这时赫里斯突然变回了人形 并且对纪之旭说纪品已经够了 纪之旭这才明白赫里斯这么做的原因 全都是为了深坑下面的魔镜之卵 但此时已经太晚了 只见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并且不断地由闪电从中散发而出 深坑下面的魔镜之卵也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随着一声爆炸声响起 深坑下也形成了一个魔法阵 与天空中的魔法阵连接在了一起 紧接着便有一个巨大的眼眸从黑暗中睁开了 浓烟散去魔镜之卵中的产物已然诞生在此 整座城市在这庞大的身躯面前就如同蚂蚁一般渺小 旁边的寄之旭早已被吓得瑟瑟发动 但此时的赫里斯已经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他张开双手感受着这恐怖的气息 而他称这个产物为梦境之神 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书店老板 如今却要担负其拯救天下苍生之众人 因为能毁灭一切 存在的梦境之神已降临人间 而唯一能消灭他的办法 就是男人拔出封印了精灵王数万年的圣剑 可他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 认为自己并没有可以是神的能力 精灵王为了增加他的自信心 不惜将头上象征着荣耀的王冠摘下来送给他 而在他接过来的那一刻 王冠瞬间化为了一道金光融入了他的手臂内 并在他的手腕上留下了一个红色的印记 精灵王表示王冠内有他一部分的灵魂 而那印记则代表着夜凡现在已是精灵族至高无上的存在 说完精灵王便向夜凡跪了下去 并且身上燃起了熊熊烈火 随后他又站了起来严肃的被夜凡说道 请您将圣剑拔出来吧 之后我将为您而感 此时的夜凡已经完全蒙圈了 直到现在他都认为经历的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场梦 但他已被精灵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深深感染 而且他也很期待这个梦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于是他将右手按在了剑柄上 用力地将圣剑从精灵王体内拔了出来 而在圣剑拔出来的一瞬间 精灵王一生的记忆全部呈现在了夜凡面前 从出生之日起直到他加冕为王 再到他挑战那个时代的生命 失败后又因发疯屠杀了自己的子民 夜凡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切不由的感叹 精灵王的一生虽然有功也有功 但在那个无光无火的时代 只有他是唯一的勇敢者 因为只有他敢拔剑问天挑战生命 就在这时一声惊雷响起 夜凡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精灵王 而精灵王的灵魂则寄生在了圣剑内 他的坐骑也从天而降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而且周围的场景也从一片废墟切换成了血红色的天空 夜凡这才意识到自己穿过那些记忆的片段 来到了精灵王的回忆当中 然后成为了他 眼下这个场景俨然就是要有大宝出现了 而这个boss就是精灵王口中那个梦境之神 夜凡心中暗想虽然精灵王有着强大的力量 但他却对神充满了畏惧 所以干脆就让我接管了他的身体来斩杀梦境之神 就在他思索之际梦境之神也从灰暗的天空中走出来 于是他对圣剑内的精灵王说道 你说的神就是这个东西吗 得到精灵王肯定的答复后 夜凡便骑上了大鸟 化为一道金色的光芒冲了过去 只不过夜凡不知道的是 随着刚才场景的切换 他已不在自己的梦境中 而是切切实实地来到了现实世界 与此同时随着梦境之神的诞生 他散发出的威亚把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化为了虚无 就连孵化了他数千年的赫里斯都没能幸免 而纪之旭则是因为从夜凡那里得到过钢铁的意志 这才堪堪地抵住了梦境之神的威亚 此刻纪之旭看着暴体而亡的赫里斯产生了一种悲哀的感觉 赫里斯为了孵化梦境之神 不仅杀光了赤教的黑巫师 还暗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平民 甚至是献祭了自己苦心经营数百年的白狼组织 然而到死之前 他心心念念的神都没有正眼看他一眼 就在这时梦境之神举起巨斧再次释放出了强大的威亚 纪之旭知道再待下去也只有死路一条 随即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的真理慧和密塔伊都开启了一击警备状态 真理慧史无前例地启动了四个尖心炮对准的梦境之神 密塔伊更是精锐进出准备拼死一搏 因为所谓的梦境之神最恐怖的地方 是他可以打开梦境与现实之间的通道 如不能及时将它消灭 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梦兽从梦境中降临 到时候整个世界都会生灵涂炭 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光辉大骑士刀疤竟然不在 而他给真理慧和密塔伊的答复却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他说让大家做好善后工作就行 这个梦境之神是在自寻死路 头浴郁了千万年的魔兽降临缘间 肆意地毁坏着城市中的一切事物 他散发出的恐怖威压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无比绝望 尤其是在真理慧以以为傲地打杀起 尖心炮的第一波打击之后 那头梦兽竟然还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 这让人们明白了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人为可以战胜的 就连光辉大骑士的徒弟都被吓得蹲在地上抱头痛苦 他的师兄健壮直接上去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并且愤怒地说让他赶紧振作起来 如果在这种关键的时刻身为骑士的我们都做不到挺身而出 那么埃欧尼亚大陆上的民众还能指望谁呢 现在这场战斗对于你我来说胜负已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作为第一道防线 就算是死也必须全力以赴地去战斗 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语重新点燃了杰斯的斗志 他以光辉大骑士刀疤的名誉发誓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必将全力以赴 这时刀疤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师兄激动地表示已经做好了一切战斗的准备 然而电话那头的刀疤却说让他们准备做好上后工作 这头梦兽简直就是在咨询死路 此话溢出原本斗志满满的两人立刻被泼了一盆冷水 站在大雨中不知所措 另一边密塔仪的战斗科科长亚瑟也得到了刀疤同样的答复 然而就在他疑惑刀疤为什么会这么有自信时 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划过天空静直地冲向了梦兽 叶凡操控着精灵王的身体出现了 他向寄生在圣剑中的精灵王问道 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梦境之神吗 精灵王回答道 是的 如同万年前一样 他的降临对这片大陆上的子民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而这一次我会听同您的意见 再次向神发起挑战直面过去的自己 用相似的经历来弥补当年的遗憾 叶凡听后先是对精灵王知错能改的态度 设赞胜 随后他就拿起了圣剑大声说道 来吧 让我们砍了这只神吧 虽然他看起来很恐怖 但是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只是我的一个梦而已 在我的梦里我就是无敌的存在 只见此时的叶凡气势大变 手中的圣剑也变得炽热无比 当他挥下手中的圣剑时 一道气势磅礴的剑气从圣剑中迸发而出 那梦境之神竟没有一丝还手之力 直接就被剑气洞穿了胸膛 随着掉在地上的头颅眼中充盈的闪电熄灭 他的全身开始相继碎裂 随后就红然倒不下去 庞大的身躯溅起了洪水般的巨浪 眨眼间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梦境之神 就彻底地化为了一缕云烟随风而去 此时地面上的人目睹了这过于宏伟的如同神话般的场景 都被震撼到了无法言语的地面 现在的精灵王就如同璀璨的太阳一般 烙印在了地面上的每一个人的眼中 他的身姿宛如神明 就在这时战斗科科长亚瑟的通讯仪里传来一道声音 询问他现在该怎么办 回过神来的亚瑟表示 所有人全部原地待命保持警惕和战斗状态 并且联系真理会分析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说完他就拔出了自己的剑 他认为现在的战斗并没有结束 或者说这个突然出现的精灵王才是此刻最大的危险 一方面是因为精灵王展现出来的力量过于强大 另一方面则是这画面简直是那个古老的国度神话的再现 但谁都知道这个名叫凯尔的精灵王绝不可能复活 他在万年前就已经用自己的圣剑自杀 灵魂带着怨恨缠绕在剑上化为了诅咒 既然凯尔没有复活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有人把这古老的阴灵重新唤醒了 想到这里亚瑟的瞳孔忽然缩紧 那把圣剑应该在光辉大骑士刀疤手里才对 于是他拿出通讯仪拨通了刀疤的电话 但他刚想要开口质问 刀疤就先开口说让他先冷静一点 并且自己已经来到了战场上 而匆匆赶来的刀疤正站在其中一栋楼房的废墟上 看向远处那神话般的画面目光中充满了震撼 虽然他想到了书店主人一定会出手 但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大的收入 随后他深深呼了一口气对亚瑟说道 圣剑在前几天通过长老会的决定刚刚进行了转交 而且你也不用怀疑在这里的确实是精灵王凯尔 他在我脑子里说了十几年的话 我对他熟悉得很 亚瑟吃惊地问道圣剑到底转交给了谁 刀疤淡淡地回答道 书店的主人叶凡叶老板 亚瑟听到这个名字后长出了一口气 紧绷的心情也放松了下来 但就在这时他的脸色忽然大变 因为所有人的通讯仪中都发出了警告 前方出现了一道高能量的反应堆 而此时空中的精灵王或者也可以说是叶凡 也再次举起了手中的圣剑 并且眼神中流露出了凌厉的杀气 亚瑟猛然抬头顿时大惊失色 这股能量竟然是真理会的尖心炮 而且他的攻击目标是空中的精灵王 而下达攻击命令的正是真理会的副会长该 因为在分析报告中明确地指出 精灵王是从梦境当中出来的 他认为既然是梦境中的生物 那精灵王就是梦兽 他更偏执地认为梦兽与梦兽之间的斗争不具备正义性 仅仅是他们内部的弱肉强势而已 就算是有人提出了精灵王可能是站在正义一方的可能性 他也不听劝阻连续启动了四组尖心炮 对精灵王发动的攻击 就这样庞大的能量汇成了一道光 带着毁灭的气息眨眼间便到达了战场 此时操控精灵王身体的叶凡却有些差异 他心中暗想这是二段攻击吗 还是刚才的梦境之神召唤的小怪呢 算了管他是什么东西呢 一起扛了吧 紧接着他便握着手中的圣剑驾驭着大鸟腾飞而起 圣剑在他手中如火般的赤裂 由上到下劈开了一切和尖心炮轰然碰撞在了一起 只见刺目的白光冲天而起 射入了漆黑的雷云漩涡之中 大量的雨水和云层都被蒸发了 形成了一整块的真空区域 云层被破开后透出了一丝刺眼的光芒 从第一集下到现在的大雨也在这时终于停了下来 战斗结束后 向精灵王发动攻击的四组尖心炮在顶刻间全部轰然炸裂 同时真理会所有成员的通讯仪中都收到了一条讯息 尖心炮被摧毁所有人进入一级警备状态 此时此刻的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真理会的天堂了 但空中的叶凡却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 此时的他正骑着大鸟转来转去等待着下一步攻击 可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 于是他停了下来心中暗响 这就结束了吗 我还没过瘾呢 那个梦境之神从外表堪压破坑真是爆炮 然而他真实的战斗力其实就是一个战斗的渣渣 就光平了两下还没出暴击呢就被秒了 不过总的来说这次梦境游戏体验还挺真实的 就是缺了那么一点点的刺激啊 这时圣剑脱离了叶凡的手掌 来到了他的面前 精灵王的灵魂随之便显现而出 他对叶凡说道感谢您的帮助我 已经完成了我最后的任务 也用自己谨慎的力量守护了我的臣民和土地 万年时光已过一切随风而逝 我能做的恐怕也只有这些了 若非您的指引我恐怕永远无法面对自己真正的一面 叶凡心中一动 低头看了看自己握剑的手 华丽精致的手甲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整条手臂开始变得透明 逐渐变成了金色的粒子随风散去 叶凡心中暗想果然是这种结局了 不过也是精灵王毕竟早就已经死了 只是因为他的怨恨和不甘缠绕在了箭上 才令他的灵魂经过万年也没有多灭 虽然他现在自身即将消亡 但对他来说能够牺牲自己剩下的所有力量 去重新守护自己的国家确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这或许是他最好的结局了吧 叶凡一边心里想着一边露出微笑 挥了挥手说了一句一路走好 最终精灵王化为了金色的粒子 闪烁着光芒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书店老板 却被所有人供奉为神明般的存在 就连上古之神精灵王都对他俯首称臣 甚至是甘愿化作他手中的剑 帮他斩杀那无敌于世间的梦境之神 可在那之后精灵王凯尔 却因法力消耗太大消散于天地之间 直到现在叶凡还在以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只是自己的一场梦来 可精灵王的落幕 还是给他心中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他总觉得精灵王就算发疯 也不会屠杀自己的臣民 然而就在他思索之际背后 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他扭头望去几个精灵的身影 依稀出现在了黑暗之中 于是他走上前去发现这里的场景 竟然变成了满是精灵的国度 而此时的他们正在逼迫 精灵王前去挑战暗黑之神 可就在这时叶凡突然被人捂住了双眼 周身的场景也切换成了冰天雪地的世界 那人俯在他耳边说了一句好久不见 叶凡感受着对方柔软的身体传来的温度 这种感觉他很是熟悉 因为第一次梦见白银女神时 也是这样躺在他的身上 随即叶凡便回了一句 确实是好久不见了白银 我这是不小心闯进你的梦里了吗 白银回答道 准确地说是你被我的梦境捉拙 而且我能感受到你的精神 比上次还要疲惫一些 看来你在来我这里之前 弄出了很大的动静 于是叶凡便对白银说了事情的经过 并对精灵王的落幕表示了遗憾 可没想到白银却说他知道精灵王事件的真相 还问叶凡想不想听 叶凡听后在白银女神的大腿上 长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后回答道 在梦境中听美女讲故事也是一种乐趣 随后白银就开始讲述起了那段成功的往事 那件事情发生在第二纪元与第三纪元的交替之时 当时精灵王以及他的臣民面对的是 黑暗之中最强大最古老的存在 由于他的力量过于强大 只要是看见或者接触过他的人都开始异化发疯 可是精灵王的臣民却贪婪地想要掌控这种来自异化的力量 于是他们便背着精灵王开启了实验 到最后每一个无辜的民众都变成了他们带来的羔羊 甚至是连三岁的孩子他们也不从放 然而等精灵王发现时已为时已晚 最终这份来自于黑暗的力量失控 大部分臣民都被这种力量所异化 剩余的人见此情况便逼迫精灵王去挑战神明 企图通过是神来终结异化源头 可神明终究是神明 精灵王仅仅只是看了一眼便一败土地 等他回到自己的王国时 这里早已变得破败不堪 所有人都变成了丑陋又可怕的怪物 而精灵王为了不让这场灾难继续 只能挥动自己的圣剑将自己的臣民全部枕杀 做完这一切后他拖着残缺的身体来到了雪山之殿 以自己的生命为祭品献祭给了原初四女巫 祈求他们可以让自己之前离散的臣民能够活下去 得到四女巫的答复后 精灵王毅然决然地将圣剑插进了自己的胸膛内 听到此处叶凡感慨道 原来疯狂的不是精灵王而是他的臣民啊 可自始至终都保持清醒的精灵王 在灰剑斩杀他们的时候该是多么的痛苦 他甘愿背负千万年的曼民 也不愿意将真相公之于众 真是悲哀至极啊 如今昔日的王国和臣民都已逝去 就连精灵王的灵魂都已经永远的消亡了 恐怕这万古的骂名他还要持续背负下去 白银女神回答道 作为这个国家的王 未能守护好这片土地和子民就是他的罪 而且这段历史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化为了灰剑 如今既不会有人为他平反 更不会有人愿意相信他了 叶凡感慨地说道 凯尔是一位好国王我愿意相信他 更会永远地记住他 白银听后掀起了叶凡的衣袖 露出了精灵王送给他的王冠印记说道 正是因为如此精灵王才会把这个印记交给你 这象征着王位的交换 如果你能找到精灵王的移民 说不定他们还愿意奉你为王呢 话音刚落白银女神的虎去一阵 表示梦境马上就要消失了 但在那之前他让叶凡看一样东西 叶凡起身后发现自己面前的幻境正在慢慢散去 随之露出来的是从万年前精灵王的国度延续至今的土地 如今他依旧繁花似锦 与此同时梦境之外的现实世界 逆塔仪的亚瑟正在打扫着叶凡与梦境之神大战之后的战场 看着这一片废墟他自言自语道 这书店叶老板的脾气似乎很暴躁了 就在这时刀疤来到了他的身后说道 如果你住的地方突然闯进了一条汪汪叫的恶绝 相信我你的脾气恐怕会更加糟糕 亚瑟听后不屑地说道 神兵级的梦境之神是一条恶绝 那像我们这种等级的岂不是成了小泰迪了吗 刀疤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回答道 你想多了宝贝 你们在他眼里只是一只跳槽里 随后他又严肃地说道虽然梦境之神已死 但这件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他一直在追查能够孵化梦境之神的魔境之卵的源头 但这么多年一直都毫无线索 现在他要查清楚是某个组织 还是某个人将墨境之卵投放到了这片大陆上 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 一个坐在石头顶峰上的人 似乎感应到了刀疤说的话 他摸了摸手中怪异的玉佩 脸上露出了狡猾的笑容 仍然只是做了一个梦 若能操控着上古之神精灵王的身体 斩杀那无敌于世间的梦境之神 大战之后的整个城市都差点变成一片废墟 甚至是这片大陆上最强大的真理会 都被他随手一击轰成了渣渣 可他在做完这一切后 却跑去了其他的梦境 和白影女神坛起了恋爱 而他却不知道外面的现实世界 现在已经炸翻了天 此时真理会的副会长盖伦 正在愤怒地拍着桌子 因为精灵王的灵魂消散时 对叶凡能够解开困扰了 他千万年的心结表达了感情 叶凡礼貌性地挥了挥手 说了一句不客气 但其他人是看不到精灵王的灵魂的 这让他们误以为 叶凡这句话是对他们说的 更让他们认为 叶凡说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不用谢我 把你们打成这副样子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种讽刺的画面 把盖伦的脸都气歪了 这简直就是对真理会赤裸裸地嘲讽 但他对此却毫无办法 因为这完全就是他决策失误的后果 如果他没有下令 对精灵王发射艰辛炮 那么这句不客气就可以理解成 不用感谢他帮忙 把这只神明级的梦兽 干掉的意思来解释 然而实际上一片狼藉的战场 还保留着对众的痕迹 被精灵王随手一击摧毁的 艰辛炮也还残留着余温 精灵王就在这样的情形条件下 微笑着朝真理会的方向 挥挥手说了句不客气 除了嘲讽真理会之外 别无他想 但最关键的是 传说中的精灵王 在所有人的印象当中 并不是这样轻浮的 这也就不由地 让盖伦产生了一些想法和猜测 他心中暗想 精灵王这个动作 是否是将他召唤出来的 幕后之人示意的 这种想法 让他感到了莫名的恐惧 那个强大的存在 甚至都还没有出手 而仅仅是他召唤出来的英灵 就已经把真理会 打得体无完分 想到这里盖伦的手 开始止不住的颤抖 但很快他的神情 又变得拟曲阴沉 仿佛又是在盘算的 什么阴险的计划 直到耳边传来的冰冷话语 才让他回过神来 只见一堆穿着漆黑装甲的 恐慌级成员手 使枪械对准了他 真理会的另一名副会长 蒙多从人群中送了出来说道 因为违反相关条例 您的所有权限已被强制冻结 并进入待审核状态 请勿随意走动在原地 盖伦先生 我想你知道自己这次犯下的是多大的错误 而真理会又为你的错误 遭受了多大的损失 盖伦看着面前这位非常年轻 却又和自己同级别的蒙多 深吸了一口气解释道 我确实决策失误 但我做出判断的依据和流程 全部我唯一能承认的错误 只是低估了敌人的强大势力 话还没说完蒙多就打断了他 这些话你没必要和我说 据我所知 你似乎一直在追查着那个书店 并且对书店的主人有着很大的敌意 刚刚密塔仪的人联系了我们 确认了就是那位书店的主人召唤的精灵王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 你是出于自己的私心才做出了针对行为 并且是因为你 友善的书店主人才发动了反击 而最终导致了真理会惨重的损失 盖伦听后知道大局已定便闭上了双眼 现在的他再怎么解释也改变不了现状 然而就在这时一阵警报声音响起 真理会所有成员请注意 机械轮回处再次遭受到了攻击 全体成员立刻进入一级警备状态 这种突发的情况让盖伦大喜不忘 因为根据规定当一级警备状态叠加 所有人员必须保持原有职位 这样才能保证所有机构能够正常运转 与此同时继续来到了白狼组织的据点处 现在白狼组织已不复存在 他的复仇行动已经结束 目前最重要的是接收白狼组织所留下的一切 打开最后通道后他们进入了白狼最后的据点 随即便有一股浓烈的腐烂尸体的恶臭扑鼻而来 纪之旭走进去后鞋底的触感黏绿厚重 就像是踩着潮湿的军弹 他低头一看地面上铺满了鲜红的肉酱之类的东西 而四周全都是堆积如山的尸体 还在往下流淌着奇怪的混合液体 纪之旭心中不仅感叹到能在这里生活那么久 这些白狼的猎人早就已经疯了吧 随后他又来到了孵化魔境之卵的孵化仓处 看到这满目疮痍的景象 纪之旭的心中感慨万千 白狼组织的首领赫里斯费尽千辛万果 甚至是搭上幸运才孵化出来的梦境之神 还没来得及发威就被人一箭斩杀了 就在这时他的手下马克思拖着重伤的身体找到了他 马克思已经完成了纪之旭交给他的任务 找到了白狼组织的至宝宫廷之狼的 污秽之血的原始配方 然而就在记之旭想要触碰他时 却发现盒子上覆盖着白巫师的符文秘书 导致盒子现在还不能打开 马克思提议他可以请教一下家族中供奉的巫师 可自从上次遭到了小胡子的背叛后 他觉得现在能够信任的人少之又少 而且像这种原始配方如果泄露出去后果非常严重 于是他便让马克思先回去疗伤 这个事情以后再说 与此同时真理会机械轮回工厂处 打造泥胎计划的实验室内 早已变成了一片火海 有人闯入这里摧毁了所有人造人的样品 能够闯入戒备森严的实验工厂 并且造成这么大的混坏 真理会的长老们十分确信 此人必定是真理会的内部成员 此时的搜救人员发现了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孩 但他们总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就在他们疑惑之时女孩突然睁开了双眼 一只手伸出就贯穿了其中一人脖子处 紧接着就飞身来到了另一个人的身后 仅仅一秒钟的时间两人全部被女孩解决掉 然后女孩便通过管道逃离了这里 而她正是泥胎计划人造人的实验体 因为她是第9527个样品 所以她的编号为9527 这个编号就印在她的脖子后面 与编号一起的还有一个记录数据的条形码 从真理会启动人造人计划开始 共计有15698个样品 他们毫无例外全都是失败品 女孩9527也是其中之一 只不过她与真理会副会长盖伦的初恋情人 长相有些相似 于是盖伦便将自身一半异能注射进了她的体内 然而这样做竟然让女孩体内的异能严重超标 如果没有办法将其排出那么一年后 她将会抑制膨胀直至爆炸 可盖伦却没想到女孩竟然产生了自我意识 在得知自己的寿命仅仅剩下了一年后 她的心中产生了许许多多以前没有过的想法 而且她还拥有了超凡的听觉和视觉 这让她能够在瞬间得到想要的信息 因此她注意到了许多从前没有看见过的细节 她知道这间实验室每天的人员更替和走动规律 她也知道整个机械轮回工厂的构造地图 她更知道就是现在有人要毁掉这个工厂 那人就在这群学者当中 一边和旁边的人说笑聊天 一边将手中拿着的闲者之石动手脚 瞬间雷霆般的爆炸声震动了整座建筑 烈焰席卷了一切玻璃容器紧跟着全部爆炸 袭击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样品后便快速地离开了这 她走之后一只手从废墟中伸出 女孩强撑着重伤的身体站了起来 环顾四周后 她将脖子后的印记连同皮肤一同扯了下来 随后她又找到了一名工作人员的尸体 她将其身上的衣服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随即便毫不留情地将尸体扔进了熊熊大火中 可此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她就被搜救人员当成工作人员救起 然后便发生了刚才的事情 此时的她正站在天台上不知何去何从 虽然已经逃出来了 但这幅身体需要注射微生液才能保持稳定 否则也坚持不了很久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找一个能藏身的地方 于是她便从楼上一跃而下 可就在即将落地时 她的口中喷出了一口鲜血 她的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身体也再次倒在了地上 恍惚中她看到了一个浑身都是月光的女神 女神拖着她的身体来到了一个被月光照耀着的地方 而这里正是叶凡的书点 此时的叶凡正在梦境之中和白影女神约会 嘴角不自觉的微笑可以证明现在的她有多么的说 可就在这时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黑影 而那黑影竟然慢慢地凝结成了叶凡的样子 很快叶凡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她伸了深懒腰站起身来 脑海中的梦境历历在目记忆十分清晰 她看着桌子上的圣剑竟然产生了一种千锤百炼般熟悉的感觉 就连精灵王的一生她也能记得一清二楚 叶凡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 不能再想梦的事了 还是洗把脸清醒一下准备开门迎客吧 这时叶凡忽然发现外面的雨好像停了 但貌似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听到各种热闹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叶凡这个月真是受够这糟糕的天气了 她感觉自己的书都要在这潮湿的天气下发霉了 带着一丝惊喜连忙下楼把门打开 随即便有清新的雨后空气扑面而来 叶凡现在感觉神清气爽精神震怒 可远处冲天的大火和倒塌的建筑貌似是发生了火灾 她正想走出去看两眼情况 忽然眼尖地注意到了不远处倒在地上的人影 以及那白色衣服上沾满的血迹 这身影正是逃离真理会的女孩9527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语后积水的街边环境 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感染 叶凡无奈只能将她抱进了屋内 但叶凡却想不到这将给她带来巨大的麻烦 男人在路边捡了一个受伤的女孩 不仅帮她擦拭了受伤的身体 还贴心地给她包扎成了一个蝴蝶结 可女孩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竟然想将男人置于死地 在女孩眼中想要杀死这个普通人 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 可就在她想要动手 使一股凌冽的寒意猛然在心中生气 扭头望去她发现桌子上的石像 正在阴沉地盯着自己 这时她才发现这尊石像竟然是活的 而且她现在十分确定 只要再露出一丝丝的杀影 这尊石像会在瞬间将自己撕成碎片 随即她赶忙释放出了异能探查整个书店 这一查更把女孩吓出了一身冷汗 她发现石像旁边的玫瑰花也是多 甚至就连这家书店里的每一本书 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女孩浑身颤抖地再次看向了正在关门的夜门 虽然此人身上并没有任何的阴影波动 但摆在她店里的装饰品都这么酷 此人绝对是一个隐藏于世间的神秘大魔 想到这里女孩捏手捏脚地爬回了躺椅上 小心翼翼地躺好后 一动也不敢动地等待着叶凡了回来 叶凡转身看见以十分拘谨的姿势 躺在椅子上的女孩 被逗得笑出了声 她觉得女孩这傻呆呆的样子像急了一只企鹅 于是她便询问女孩用不用送她去医院 女孩听后一把拽住了她的手 说自己是逃出来的不要送自己离开这里 此话一出叶凡顿时大惊失色 卧槽 这剧情怎么和名侦探客男里的辉原爱一样 她和这女孩一样都是穿着不合身的白大褂 同组织里逃出来倒下了大街上 难道昨天那场火灾起因也是什么危险的秘密研究吗 此时的叶凡已经开始脑补了事情的经过 事情的真相一定是一个掌握精力的研究人员 被反派组织以女孩相威胁 要做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 结果这个研究人员一怒之下把炸弹引爆 然后自己也命不久矣 所以把衣服给这孩子穿上让她跑出去求救 看着女孩楚楚动人的样子 叶凡叹了一口气 表示不会送她去医院 但还是要确认一下她的身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毕竟内伤好治疗 可歪伤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说完之后她又握住了女孩的手说 虽然自己并不是专业的医生 但还是希望女孩能配合一下 让自己帮忙检查一下身体 此时的叶凡心中暗想 糟糕的经历肯定让这女孩心有余悸 一定要让她感受到这世界的温暖才行 自己还真是热心又善良啊 要是这孩子遇上别的人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 随后她让女孩乖乖躺好不要乱动 她去地下室拿衣物箱很快就能回来 可这句话到了女孩眼里 却认为叶凡这是在威胁她 只要自己乖乖地保持一动不动 就能安全地活到她回来 因为女孩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在这狭小的书店内 充斥着很多恐怖且虚无的存在 每一个瞬间都会有无形的目光 从她的肌肤上发过 简直就像是有无数的人 正贴在她的脸前面注视她 甚至是他们呼出的热气 都能从她脸上浮过 而这令人恐惧到战力的一切 仿佛在这个年轻的男人眼中 是稀疯的平常 那温柔温暖的微笑 也在这个瞬间 变成了阴冷诡诀的警告 女孩现在始终想不明白 这么可怕的东西 为什么会这么好心地救自己 就在她思索之急 叶凡拎着医药箱回到了这里 看着女孩紧张到颤抖的样子 叶凡心想作为一个靠谱的中年人 这种时候就要说一些笑话 来缓解气氛 于是她便对着女孩说道 你突然这么紧张 是在害怕我吗 我又不是童话故事里 吃小孩子的怪物 此话一出女孩如同遭受雷击 原来如此 这个男人救我的原因 根本就是想要把我吃掉 女孩想要淘汰那种 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恐惧 让她不能挪动分毫 此时的女孩已然完全放弃了抵抗 她主动伸出了手 让叶凡吃掉自己 同时她也在祈求 叶凡吃的时候别弄疼自己 叶凡听后有些无语 这孩子的脑袋 不会是被摔傻的吧 叶凡只能手忙脚乱地 向她解释了老半天 这才让女孩相信自己不会吃它 然后叶凡拿出了绑带 要帮她包扎一下伤口 而她也在庆幸 自己活下来的真好 可她仍然觉得叶凡 虽然不是什么吃人的怪物 但也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叶凡一边帮她处理伤口 一边做起了自我介绍 随后她又问女孩叫什么名字 说到此处女孩有些伤胆地 回答到自己并没有名字 叶凡动作一顿心中暗响 她这是想和伤痛的过往告别吗 毕竟她看上去的年龄 已经有十五六的样子 不可能没有名字 当然也有可能是 她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像离家小猫一样的警惕 不得不让人想到 不知道女孩的名字叫做9527 只不过这个名字代表着 女孩还在玻璃罐里 是那个无知无觉的生命 而不是现在这个 有思想有情感的女孩 这时叶凡抚摸着女孩的头 开始安慰她 以前的一切就当做没有发生过吧 如果你愿意放下 那么过去的日子 也不过是一串数字 而最重要的永远是当下和未来 这几句话让女孩产生了一种错觉 无论是叶凡的话语 还是她的双手都是那么的温暖 就连她整个人 现在都散发出了 让人安心的光芒 包扎完后叶凡问女孩以后 有没有什么打算 女孩摇了摇头伤心的说道 自己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叶凡从她怯生生的目光当中 看到了切切实实的迷茫 很显然刚刚经历了 人生巨变的女孩内心 还没找到方向 人生导师叶凡露出了 了然于心的笑容 于是她便对女孩说道 既然如此 你应该需要一个新的身份 正好我这里还缺一个助手 如果你愿意留在我这里 我至少能保证短时间内 你绝对是安全的 如果到时候 你有了新的想法 再离开也不迟 不曾想这句话 直接就把女孩给吓哭了 单单只是躺在这里 就能感觉到如此恐怖沉重的气息 难以想象这些书架上的书籍 以及这整间书店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现在甚至不敢闭上眼睛 因为按照她现在所感知到的来看 她一闭上眼睛 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就会无限放大 从本能上来说 她并不想天天和这些东西亲密接触 只要想想这件事情 就觉得汗毛倒立 但是不答应的话 她将继续面临真理会的追捕 也许她能够顺利地逃脱 但是接下去的日子 对她来说也依旧充满了未知和盲人 可是如果拒绝的话 她觉得可能这个男人 都不会让她走出这家书店 作为一个才刚刚脱离了培养业 还尚且没有接触过 社会险恶的人造人 女孩的小脑袋瓜 现在有点当机 叶凡看出了少女神情的犹豫和紧张 站起来微笑地说道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也不会强求的 你有自己的打算 我不会干涉 不用这么紧张 暂且先不用考虑这么多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完 在你伤势痊愈之前 我依然会收留你 之后是去世留 就由你自己来选择 说完她又蹲了下来 示意女孩趴在她的背上 女孩犹豫了一下 才慢慢地把两只手 搭在叶凡的肩膀上 以非常声色的动作 趴到了她的背上 叶凡伸手托住背后 少女掀洗的大脑 非常小心地避开了伤口 往楼梯口嘴去 女孩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她的后脑手 来自男人身体的温度 欲贴着她的肌肤 甚至就连心跳声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叶凡刚把女孩 带进自己的卧室 女孩立刻又变得 瑟瑟发抖起来 叶凡注意到她的目光 停留在了毁灭 极乌是王尔德送的 不梦网上 便解释到 这是我的一个老顾客 送给我的 是能让人做好梦的 土特产叫做不梦网 还有那把剑 也是客人送的纪念品 而女孩真正恐惧的原因是 不梦网中散发出的 如同深渊捕食者的气息 以前她作为9527的时候 在实验室里面 看见过一样 气息的珠网碎片 那可是被当成危险品 放在了层层防护镇 组成的装置当中 据说是来自一种 名为深渊捕食者的梦兽 拥有将人拖拽 进恐怖的梦境当中 慢慢杀死的力量 可在这里 似乎是被制作成了 床头的装饰品 而那所谓的老顾客 又该是何方神圣 能将这种程度的 质宝送出手 恐怕也是一个 极度危险的存在 还有这把 另一个客人送的大宝剑 虽然上面散发出来的气息 逼捕梦网正派很多 但那白燕般的光芒 同样危险至极 仿佛随时可以 把闯进这里的 无速之客斩首 女孩明白 叶凡这是把她 安置在自己的卧室了 可有这两样东西 在自己怎么可能睡得着啊 而叶凡感觉 她在听完解释之后 好像更加紧张了 心里觉得她可能 是对新环境比较恐惧 于是叶凡便温柔地说道 放心这里 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如果感觉害怕 就喊我一声 随即她又从衣柜里 拿出了自己的贴身衣物 让女孩穿上以后好好休息 穿好衣服的女孩 平躺下来乖巧地盖好了被子 此时的叶凡怕吓到小朋友 便把桌子上的宝剑收了起来 这时她忽然想起了 什么转过头来说道 既然你没有名字了 要重新取一个吗 女孩听后羞涩地点了点头 一双乌黑的眼睛 呆呆地望着她 就像是刚破壳的雏鸟 要将看见的 第一个身影硬进脑海里 叶凡看着窗外天空上 思索了一会后 对女孩说 从今天起你就叫脚跃吧 因为遮挡了诺金 一个月的乌云散去后 终于露出了一丝皎洁的月亮 叶凡把她安顿好后 便从房间内退了出来 随后她又拿出手机 拨打了上面的唯一一个号码 号码并没有备注 但却是她的书店刚刚开张时 所接待的第一个客人送给她的 也正是那位客人 才让这家店铺 有了正规的经营资格 还给她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 而这些仅仅是对叶凡当时 进行开导 以及推荐了一本书的报答 虽然对于当时的叶凡来说 只是随口的安慰 和习惯性的灌鸡汤 但是根据对方后来的态度来看 似乎是足以改变 对方一生的一段男话 这个号码的主人 当时就曾经说 手机是24小时 全天候都待机的 不管过了多久 不管什么时候叶凡想要帮助 只要用这个手机拨打 就一定能够得到活 很快电话那边 就传来了一个性感 且雌性的声音 你好叶先生 给人的感觉很恭敬 但却显得有些冰冷 仿佛能让人想象出 这是一位严肃认真 且身材很好的女巫长 叶凡想了想从久远的记忆中 挖出了如此有咳嗽的声音来源 她一定是当初 把第一位客人 录录领回去的女巫 紧接着电话那边便说道 我遵循主人的嘱咐 三年来一直在等待您的来点 需要我帮您叫醒主人吗 叶凡想了想回答道 不用了让她睡吧 不知不觉中 从叶凡睡醒到 安置完捡来的女孩 已经差不多过去了半个晚上 她一边打电话 一边收拾起了书店内的痕迹 但糖椅上沾到的血迹 却有些难以清理 因此最终她选择了暂时放弃 不过本来就成就的糖椅上 沾染了一些暗沉的血迹 也不算太明显 而女仆那边依然保持着 十分职业化的语调说道 好的那么等主人醒来之后 我再进行找到 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吗 遵循约定您的一切要求 都将会是我们的第一目标 这夸张的态度 让叶凡有些吃惊 当初也是这么夸张的态度 没想到三年后 竟然一点也没有名 此时的叶凡也没有多想 她觉得或许是因为 他们本身是商人的背景 所以格外重视承诺和感恩吧 于是叶凡便说道 我现在救了一个 来历不明的小家伙 你们可以查查 20到50号接到范围的火灾 我需要给她一个 掩饰用的新身份 女仆被她沉默了一下 似乎正在按照 叶凡所说的进行查看 随后她说道我明白了 但这件事情有些麻烦 可能需要您等待几天时间 到时候我们会派人为您上门服务 保证万无一事 叶凡恩了一声 然后感叹到听到你熟悉的声音 就觉得明明三年过去 却好像一点都没变 被拉淡淡的道 对您来说确实没有变化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 这三年已经是天翻地覆一样的改变了 不过对您的感激和崇拜 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主人一直很想念你 而且希望能够再次聆听您的教会 只是您一直没有联系我们 主人也不敢主动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擅自代表主人 提出再次上门拜访的请求 希望能得到您的允许 叶凡听她这么一说 心灵莫名的有一些愧疚 她不明白为啥自己 只不过是习惯性地灌输了一些心灵鸡汤 就把露露忽悠地 把自己当作救命恩人一样 她想不通干脆就不想了 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道 随时欢迎你们光临我的书店 就像三年前那样 我也很期待能和三年后的露露见面 贝拉恭敬地道别之后 叶凡挂断了通讯 又摇了摇头 还是觉得这小姑娘把她看得太重 在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年纪过分崇拜 乃至神话一个本不完美的人 并不是一件好事 等她下次来的时候 必须得和她好好聊聊才行 贝拉将通讯仪 收回女仆装的口袋当中 整理了一下衣服 她站起身看了一眼 面前桌子上的大量文件 转身推开了椅子走出了房间 牛皮高跟靴 踏在走廊上声音干脆且见得相同 会让人感觉到 她本人的形象和她的声音别无二致 深灰色的头发一丝不苟的盘起 还扎着白色带脸四边的头巾 深邃的五官因为严肃的表情 而凸显了有些冷硬的轮廓 还有那略高的颧骨 给人更加强势的气质 这俨然就是一个尽职尽责 做事干练可靠 且有些不近人情的女仆长形象 实际上她的身份地位 远远不只是一个女 在服务了查普曼家族 整整三代人之后 她已经是这个家族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财产 她如今的主人查普曼露 正是当代最有竞争力的家族继承人 也是玫瑰商会的三位分会者之一 没有人知道 作为一个混血私生女的露露 是如何在短短的三年内 就变成了一个权力滔天的掌控者 许多人口耳相传说 她有着通过言语的沟通 掌控人灵魂的力量 因此称呼她为查普曼的魔女 但亲自将露露接回查普曼家族 并一路见证她成长的贝拉 当然知道其中隐藏的秘密 甚至于她刚刚才和那个秘密通过变化 此时的贝拉站的笔直敲响露露的房门 随后将双手交叠在小腹部恭敬地等待着 房间里很快传来了尚且有些稚嫩的声音 语气带着困倦和迷惑 贝拉进来吧 有什么事情吗 宽阔的卧室有着足够的空间 柔软的大床上却铺满了各种各样的枕头 露露看上去只有十一二岁稚嫩且美丽 有着一头雪白的利落短发 包括睫毛和眉毛也全都是白色的 她是人类德鲁伊与暗夜精灵的混血 虽然外表是个小女孩 但实际年龄已经超过了一百岁 查普曼的魔女用小手揉了揉眼睛打了哈欠 坐在床檐上两只小腿晃来晃去脚尖 甚至碰不到地面 贝拉上前两步提起裙摆行李说道 叶安我的主人 露露鼓了鼓塞帮子回答道 我现在一点也不好只想快点睡觉 贝拉只起身把通讯一递了过去说道 那恐怕您今晚将无法入睡了 向您汇报与叶先生刚才的通话记录 露露愣了一下对上了女仆长认真的眼神 然后才猛地从床上蹦了下来 并且开始大声尖叫 叶先生他竟然主动联系我了 随后又趴进了床里面扑得扎进了枕头堆里 抱着其中一个枕头满脸帐红的又是无声尖叫 又是咬着枕头脚 你喃着叶先生叶先生 贝拉的目光全宁保持着优雅的姿势 看着捧着脸神情一丽的自家小主人 现在的露露看上去就像是刚刚谈恋爱 第一次收到喜欢之人来电的小女生 哪里还有任何掌权者该有的样子 露露滚到冷静下来之后 才坐起来摆出了一副面无表情的模样 伸手将通讯仪接过来一边查看一边淡淡道 她对你说了什么 可惜的是她头顶上几根被蹂躏的翘起来的头发 却悄悄出卖了她 贝拉回答道 叶先生希望我们为她刚刚收留的一个女孩伪造身份 根据我的调查和林先生提供的信息 这女孩可能和爱欧尼亚刚刚发生的梦兽入侵 以及真理会机械轮回遭遇袭击有关 具体情况还需要派人去调查了才能明了 露露听到女孩脸色一变 是为了一个女孩才想起我来的吗 她现在只觉得那个女孩很无耻 把自己的家给偷了 贝拉无奈地说道 您的关注点是不是有些不对劲 还有请您原谅我刚才擅自向叶先生 发出了不日拜福的请求 露露刷地看向她面无表情的假象 瞬间裂开又瓦了一声 手足无措地捧着通讯 一语无伦次地说道 你你你你怎么能这样 你你你这次见月了 先先先给你找一个小本本记下来 随后露露声音又小了下去 眼神飘忽的小声问道 答应了没 贝拉露出了微笑回答答应了 并且表示很欢迎您的到来 此时号称查普曼的魔女捂住心口 像是被猎魔子弹射中一般倒了下去 戏喘吁吁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叶先生的要求一定要好好完成 还有把这段时间 埃欧尼亚发生的事情 都准合起来交给我 等现在这次拍卖会 结束商会的事务快点两节之后 就安排时间去拜访叶先生 露露双眼微眯地嘱咐到 另外康格里夫最近和白乌师走的太监 小心使得万年传 这是叶凡先生教我的道理 贝拉表示马上就会派人去调查的 您不必多虑 她的小伎俩并不能对您的继承者地位产生动摇 随后露露微微一笑 然后叹了口气 喃喃自语到三年了终于能再见到她 而贝拉在接过通讯仪的那一刻 同样想起了三年前 她从那家破旧的书店当中 接走离家出走的露露时 这个小女孩看向书店主人时充满光的眼神 曾经她尚且还不明白 露露为何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但三年后她却不得不震撼于这个看上去 普普通通的男人的强大和恐怖 而且越是深思就越是感到发自灵魂的占领 而此时的埃欧尼亚大陆却再次吓起了大暴 雨水很快便冲进了叶凡的店内 于是叶凡一边听着隔壁音响店的电视机里 报道着昨天火灾的原因 一边拿出拖把打扫的屋里的雨水 但在这时隔壁的电视声忽然停了下来 紧接着传来了一声咒骂 还有怦怦的拍打声 叶凡完全可以想象出隔壁店铺的主人 现在是如何的契机败还 此时音响店的主人柯林检查了一遍电视机 发现并非电视机本身的问题 所以他断定应该是跳闸了 但是像这种鬼天气他才不想出门 这时他想起隔壁的叶凡一直是一个老好人 说不定他可以帮自己的忙 于是他敲了敲墙壁开口说道 隔壁的兄弟你在吗 是这样的你应该也听见了 我的电视机出了点问题 我怀疑可能是外面的电闸跳掉了 我现在有点事情走不开 你可以帮我看看吗 叶凡当然不介意帮忙 事实上他现在闲得无聊 正想找点事情做 然而当叶凡正准备走出去 忽然间门上倒映出了一个漆黑的模糊人影 在这门上的玻璃框内 就像是一幅被人涂黑的笑容一般 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突然又出现了 这黑影正式将他带到这个异时界的幕后黑手 第一次来时他还没有实体 只能用水字来表达情感 现在这么快就有了影子一样的模样 那应该是自己借出的书的功劳吧 因为他上次说借出书可以为他带来好处 于是叶凡便问道 找我有事吗 还是说来催我快点多借几本书出去 门口的黑影摇了摇头伸出手指指向了左边 临界转头过去那边是音像店的位置 结合刚才的场景猜测问道 你是想说你帮我去打开店长吗 黑影点了点头 叶凡明白了他这次现身是来帮个忙表示感谢的 而他现在感觉这个幕后黑手还挺萌的 给人一种相当有礼貌的好孩子的感觉 如果拒绝的话这孩子恐怕会有些伤心吧 于是他便告诉了黑影电闸的位置 紧接着黑影就来到了电闸处将其推了上去 而柯林看见自己的电视机咔嚓一声 重新亮了起来顿时大喜 对着隔壁的叶凡大声表示了感谢 此时的叶凡看着黑影微笑着点了点头 而黑影在玻璃窗外渐渐淡去 就好像渐渐退入了鱼目之中 柯林心满意足地往后仰着躺进沙发里面 拿起遥控板换了几个频道 这时他看着电视上变换的画面忽然一愣 然后脸色僵硬 背后的冷汗一点点冒了出来 因为那个黑影出现在了他的电视机里 而此时的叶凡却对一切都毫无知情 他本来想出去再给脚跃买张床 但这么大的与周围商场全都关闭 他的目光落在了角落里放着的小型电锯上 心想看来又要自己动手封一足使了 可没想到这种举动直接就把隔壁的柯林吓尿 因为尖锐的电锯声透过墙壁传来就好像近在咫尺 再结合电视机上的诡异画面 此时的他认为叶凡就是一个雨夜中的杀人狂魔 他几乎能想象出那锋利的电锯闪烁着寒光 正高速转动着甩出血肉残渣和一些半透明的线体 乱七八糟的东西铺满了整面墙 鲜血顺着凹凸不平的墙壁往下流淌滴滴答答的汇聚成水了 而且现在电锯声越来越近几乎要落在他的眼前 恐惧万分的他恨不得现在跑回家去找妈妈 这时他看见自己的二手通讯仪屏幕亮起了光芒 他连忙连滚带爬的用双手捧了起来 只见上面有一条信息 聆听月亮吧 月亮会给予你怜悯与安宁 你的祈求已被穷礼教会知晓 我将会前往调查在此期间请勿轻举妄动 如果发现一样请按照以下配方配置圣水 每天在房屋四角和门口进行喷洒 并且用对应的皱纹祈祷 而信息的署名是一个叫文森特的人 叶凡当然不会知道自己的邻居 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精神上更是饱受摧残 而且还准备请专业人士前来除魔 不过就算他知道了大概也会一笑直直 甚至劝说对方不要浪费无所谓的金钱 顺便用自己温暖的言语和可靠的形象节 在忙碌了三个小时后 叶凡终于做成了一个半成品 然后他把手里的榔头钉子 放到一边满意的看着面前的半成品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肩膀和胳膊 意外的事竟然不怎么累 而且比想象中要轻松很多呀 可是这一地的木屑还要打扫大半天啊 这是女孩角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问叶凡需不要帮忙 叶凡转头看见不久前才拥有新名字的莫恩 站在楼梯转弯处向下看了过来 急语发丝从他素白的脸颊旁垂落 乌黑的眼睛里看不出什么他有什么情绪波动 虽然收助手就是为了给自己分担顶工作 但是现在这个助手才当当救活过来耐久度还有点低 叶凡十分担心等下自己要收拾的残局 就不只是地上这些木屑 角约似乎看出了叶凡的担心歪头想了想 把手臂举起来弯曲关节比了一个强壮的姿势 叶凡看着这小姑娘纤细的胳膊从滑落的衣袖下露出来 还有他亲手绑上的绷带看上去就惨兮兮的 再配上那认真好像在说完全没问题的表情 甚至有些莫名的好笑 于是他哭笑不得的说道 好吧 那你帮我把这些地上的碎屑收拾一下 扫帚破解还有垃圾袋都在柜台后面的边上放着 还有小心一点不要伤到 角约以为他要说不要伤到店里的任何物品 于是立刻回答道我不会把东西弄破的 叶凡捂着脸塌了口气说我相信你不会的 但我是想说小心不要加重自己的伤势 要随时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扫帚断了可以有千千万万的来替换 但你却只有一个 角约听后心中有些疑惑也有一些莫名的感觉 因为身为人造人的他根据那些研究人员的说法 像他这种人是可以批量制造的 并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存在 他忽然意识到这两者的意思可能有些偏差 他也很难说清或者解释这种感觉 但是就好像再次感受到了那时候 在叶凡背上所感受到的温度 这种感觉或许就是人类的温度吧 角约缓缓点了点头 看着叶凡满意地回过头继续折腾自己心做的床 然后他又吭哧吭哧把床搬上了楼 角约心中暗香这还是真是个奇怪的男人 明明给人倒感觉那么恐怖 但在这种平常的时候却又像是一个普通人死 这就和他一开始的时候 遇见叶凡是做出的判断一样 但是现在他是绝对不会再相信这样的错觉了 随后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柜台最边上靠墙的地方 警惕地看着这些依旧充满了不可名状 和令他毛骨悚然的书甲 把打扫卫生的工具都拿了出来 这些他曾经看见过实验室当中负责清扫的人做 因此知道他们的用法 在开始的声色过后就慢慢熟练了起来 叶凡把床架子搬到楼梯一半的时候 还嘱咐了一句以后叫我老板或者店长之类的东西 角悦立刻恭敬地回答到好的老板 叶凡回到卧室后看见自己原本的床上 床单和被子都被整理得整整齐齐 不由地感叹到角悦还是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他把备用的被褥都扑好 长出一口气 看着窗外透进来的一丝亮光 觉得一切都好起来了 想必以后能相处得非常愉快吧 接下来叶凡下楼和角悦一起打扫干净了现场 最后洗了的澡清清爽爽地开门营业 叶凡照常坐在柜台后面随手翻了翻灯记录 忽然说道 你以后需要记录一下以后来的客人信息和借书的时间 还有借书角悦 你先看看这个熟悉一下吧 角悦动作有些僵硬地接了过来 默默地看了几眼然后陷入了沉默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此时正准备和颜月色指导小朋友的叶凡 还没意识到把角悦当作助手的严重性 直到他终于在一连串磕磕绊绊和鸡同鸭讲的对话结束后 他才明白了自己新招的助手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尝试 准确来说是没有成长体系的尝试 他现在掌握的认知都是从别人那里看来的 并且缺乏系统教育 最简单直观的一点麻烦就是他还不识字 叶凡揉了揉太阳穴感觉这事情头疼了 这孩子以前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角悦看了看叶凡的神色抿了名嘴唇 害怕地说道我可以学 叶凡感觉到少女有点惶恐和不安 调整了一下表情温和的安慰道 想要学习是好事 你很聪明这些东西用不了多久就能学会了 现在我不记得你学会了 正好伤也养得差不多再来帮我做事也不迟 这样吧你先看看书和自己以前学到的东西相互印证你出 有不懂的再来问我 叶凡站起身思考了一下 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注音版的儿童百科全书和儿童字典递给了脚面 然而这在叶凡眼里普通的书 在人造人脚跃眼里却变成了充满恐怖气息的门之药和基础符文 而从书中看到的恐怖场景更是吓得他连连后退 女孩是一个文字都不认识的人造人 可男人为了让他学习竟然递给他两本书 此时的女孩认为面前的男人肯定是一个弱者 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能看懂书上的内容了 可接下来她却被从书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下的连连后退 因为刚刚男人手里明明是一本儿童版的百科全书和儿童字典 此时却变成了诡异的门之药和基础符文 叶凡见此情景觉得可能是这个儿童版伤到了对方的自尊心 于是露出了和蔼的微笑语众心长的说道 不要嫌弃这两本书是初级知识 想学习更多知识必须得先学会这个 脚越一时之间有些茫然 这两本诡异的东西真的是能够用来招受基础知识的书籍吗 但实际上对比他在面对整个书架时候的毛不锁 面前这两本书已经增长了很多 确切地说这书上的气息反而会让人有种被吸引想要翻开来探究的欲望 这说明两本书仅仅是放在那里都有着影响人神志的力量 脚越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地伸手接过了那两本书 当他拿在手中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来自灵魂当中的一丝占领 叶凡十分欣慰地摸了摸他的头说道 学习虽然痛苦但却非常有用 也是永无止境却又唾手可得的进步阶梯 知识才是你今后面对一切困难的时候内心最坚固的堡垒 唯有你的智慧能让你在落魄时始终自信 也能让你在得知时保持清醒 脚越似懂非懂地紧绷给小脸点了点头 叶凡随后又言之早早说道 上一个在我这儿借了书的和你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当场就爱上了学习 你作为我的助手能够在书店当中免费翻阅这些书籍实在是赚大 脚越此刻已经被叶老师一连串的话被砸晕了 只剩下了本能的和小鸡啄米一样点头 完全是一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表情 随后脚越就把那张属于客人的椅子搬到了柜台后面 就这样在叶凡的心灵鸡汤中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学习的过程比想象中的要更加轻松 脚越从中找到了一种存储知识的办法 在思想中建造一所记忆宫殿 把那些过于庞杂的知识分门别类放进去 只留下自己已经消化的部分 在需要的时候就从记忆宫殿当中获取这样一来就轻松了很多 这一本基础符文倒也算是基础 只不过这个基础是属于白巫师的基础 这些符文是白巫师师法的力量来源 黑巫师以语言为力量 白巫师以文字为力量 与此对应的就是黑巫师的皱纹白巫师的符文 在学习了几天后 叶凡便对脚越的学习成果开始了检查 检查结果令叶凡非常满意 每一个问题脚越都回答得非常正确 而且还能解释得非常清楚 叶凡不禁感叹道 学得真不错呀脚越同学 看来你已经完全掌握了小学一年级的知识 现在书店助手的职责我可以安心地交给你 脚越点点头满脸严肃地接了管 现在他大概已经明白了叶凡老板为什么要让他学这些东西 老板一定是看出了他对于书架还有上面书籍的恐惧 这样的话以后根本不能好好接待客人 所以才先锻炼他顺便提高一下他的能力 老板还真是深思熟虑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叶凡看着他从一无所知的小白 到全面掌握了差不多所有的中英文常用词语非常新闻 而且他还不只是从百科全书获取知识 就连叶凡用来研究爱欧尼亚大陆人文环境的各种文件 也被他拿来当成学习资料 可让人惊讶的是他学习各种技能的速度 简直可以用海绵吸水来形容的恐 昨天晚上他帮助叶凡把他组装的床重新整理了一遍 把一张看起来像是原始部落里搬出来的床 变成了正常的木板床的样子 他还把叶凡的衣服一针一线改装成了适合他身材的女士衬衫 就连书店他都收拾清扫了一遍 比原先看上去要整洁很多 角月甚至无师自通学会了差不多三百种家常菜的做法 此时的叶凡只能用天才来形容角月了 所幸他见过的天才也不算少这种程度也还能接受 所以对于自己随手捡到一个绝世天才这件事情 叶凡接受度十分良好 可看着角月以一己之力变成了支撑起这个家的平衡中 这让叶凡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危机 这样下去自己作为老板和家长的威严恐怕就不存在了 不过角月在碰到那朵叶凡种的玫瑰花时 他犹豫了一下盯着那朵花很久 提出了自己不擅长照顾植物这件事 这才让叶凡松了一口气 这孩子终于也有不会的东西了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作为家长可算是有一级之长了 于是叶凡走过去把自己亲手养大的花 特意转过去正面展示了一下 谦虚地表示这朵优雅又漂亮的红玫瑰是他的杰作 此时的角月看着这朵恐怖的玫瑰花脸色变得有些茫然 但他看看叶凡又看看花 最后还是点点头说了句很好看 您厉害您真他妈的厉害 然而这天早晨叶凡开门营业的时候 突然发现外面拉起了警戒线 黄色的警戒线上印刷着中央警备区的字样 这说明正在这边执法的是中央区直辖的最高警署 一般情况下最高警署作为中央区那些掌权者的轻位 是不会轻易出动的 显然现在能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只能是因为前几天的那场特大火灾 叶凡这几天从隔壁的电视报道里 几乎是每天都在听各种关于这场火灾的消息 火灾发生具体什么原因还在调查 不过火灾的源头查明了有两个 一个是在数十公里外的下水道节点 还有一个传闻是中央区的一个实验基地之类的地方 在中央区眼皮子底下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难怪高层震动 这时角月从旁边冒出了脑袋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叶凡伸手把他按了回去小声地说道 中央区派人来查火灾的事情了 大概率是来追查罪犯的 等下有人来盘查的时候 警案不要说话也不用害怕 他伸出手握着角月的手楼声说道 别怕一切都有我在 角月点头想了想说道 他们的主要目的应该不是来找我的 叶凡听后微微一笑 这意思也就是说 还是有一部分可能性 他们是来找你的 看来角月同学总算愿意主动向我透露点什么 你现在还是一个黑户 不想被他们带走 现在角月伤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而且他最近刚学会了 读电源而已 他不知道真理会将他当时逃亡的行为定性为什么 亦或者其实根本没有发现 其实逃跑的是一个人造人 然而就在这石门上的门铃响起 随之走进来的是 三位穿着深黑色双排扣制服的人 最高警署办事 你们最近见过什么可疑的人吗 男人化身为雨夜狂魔 无情地收割着同类者的生命 这武装到牙齿的电锯 似乎是代表着 他已被传说中名为电刺的恶灵所附地 隔壁的肥宅男柯林 听着嗡嗡嗡的电锯声 早已被吓得尿了裤子 恨不得现在就回家找妈妈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男人只不过是在修理一张床儿 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个肥宅男的坏想法 此后的几天 柯林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 直到这天 中央警备区的人来这条街调查 他见状一把搂住了其中一人的大度 痛哭流涕地诉说着那天雨夜中的遭遇 甚至是将叶凡描述成了一个能够穿过墙 仅凭借意念就能做到一些恐怖事情的恶灵 看着柯林这慌张到语无伦次的模样 警员们全都笑出了声 认为面前这个胖子应该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还讽刺他这种对付恶灵的事情 应该找一个神父来处 柯林听后神情更加激动地表示 他已经找了一个名叫文森特的神父 而且那人已经正在往死处赶来 三人听后留下一句 那你就等着神父来救你了 说完便离开了这里前往了旁边的书店 很显然警员们把他说的话当做了一个笑话 这三人中为首的人名字叫做赵姓 是中央区最高警署所属的三级警司 最高警署代表的是中央区那些大人物们的意志 而能进入其中任职的 要么本身能力极强 要么多多少少沾点心机关系 这就导致从最高警署被派遣出来办事的警员们 带着一种自然的傲气 虽然不至于趾高气扬 但至少他们从来不是为上城区的民众服务的 因为他们服务的是中央区的掌权者和贵女们 所以对待上城区的这些普通提名 他们在态度上当然也就不怎么有耐心 此时的赵姓只想快点把盘查的任务搞定 然后赶紧回家洗个热水早好好享受生活 因为出生于贵族家庭的他 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这次火灾的内容 而这次的事情根本不是依靠警署就能解决的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柯林胡言乱语的人 赵姓在看见叶凡书店的那一刻 就感觉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诡异气息 从那破旧的店铺上散发出来 走进去后他发现书店主人比想象中的要年轻 但意外的是旁边还有一个店员 赵姓的问道 这家书店登记的信息好像只有店长一个人吧 叶凡点了点头理所当然的回答道 最近生意比较忙我自己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她是我最近刚刚招收的店员 赵姓听后便让叶凡提供一下女孩的身份证明 这时的角落被吓得不自觉的后退了一遇 叶凡见状赶忙搂住了她的肩膀对赵姓说道 她是我一个亲戚家的女儿 刚从中央去搬迁过来 我想你们应该知道 没落贵族自愿转为平民级的手续很复杂 所有的证件都被拿去交接了 现在还在处理当中 出生贵族的赵姓当然知道这种事情的复杂程度 便没有继续追问 她一边在书店内巡查 一边随口问到角落是如何受伤的 叶凡听后清了清嗓子 准备给这几个人扯一段很长很长的故事 但在这时赵姓又说道 你隔壁邻居似乎对你有些偏见 她觉得你是一个恐怖的恶灵 突然赵姓停下了脚步 并且有一阵毛补悚然的寒意从心中升起 因为她看到了书店内躺椅上的血迹 赵姓刚想呼叫自己的两位同事 却发现他们两个全部僵硬在了园底 吸引他们的正式柜台上 那株如同血肉般层层绽放的玫瑰花 诡异的是玫瑰花内里 竟然是螺旋状细米牙齿和堆叠在一起的眼球 这时叶凡的声音在赵姓的耳边响起 说我是恶灵简直就是无稽之探 我之前还帮了她一些忙了 没想到她对我误会这么深 真是奇怪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了 我怎么会是恶灵的 我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 但赵姓面对面前这违背常识的画面 叶凡的解释却显得格外的更加恐怖 紧接着她便感觉到叶凡的笑脸正在逐渐模糊 那玫瑰花中不满的尖利细密的牙齿和嘴巴越来越大 拉长的粘液和蠕动的眼球逐渐占据了视野将她完全包补住 赵姓用最后的意识疯狂的挣扎喊叫着 你根本不是人 你他妈的在胡说八道 你个大骗 此时的赵姓彻底的绝望 他能感觉到自己很快就会被玫瑰花吃干的 甚至是恍惚间他都听见了咀嚼和吞咽的声音 更有一种空虚被抽干的感觉油然而生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充满干练有力并且带着一丝严厉质问的声音从书店门口传来 你在干什么 这道声音像一把狼头敲碎了无形的屏障 赵姓僵硬的四肢和大脑瞬间恢复了感官 眼前的世界也恢复了正常 只见他浑身冒着冷汗猛的后退了两眼 并且剧烈喘息着 仿佛劫后余生一般的惊慌失措 而站在旁边的两个同事直接倒在了地上 贪婪抽搐着想要离开这恐怖的地方 苍白的脸上满是崩溃和绝望 赵姓看着这一幕口干舌燥额头上滑过豆大的冷汗 这不是幻觉 他们三个刚才差点被那朵诡异的花给射了 可为什么另外两个同事似乎比自己要更加严重 忽然赵姓感觉胸口滚烫 于是他伸出手把自己祖传的项链拿了出来 原来正是这根项链保护了他 但在下一秒项链变化为了灰景 此时的赵姓觉得叶凡比恶灵还要恐怖一百倍一万倍 因为仅仅是他养了一朵花就会吃人 但赵姓却不知道他确实是被吃掉了一步 而他以后的生活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一道身影将那两个陷入魔争当中只顾着往外跑的几人来走 并且以非常迅捷的速度敲晕了过去 然后动作沉稳地将人靠着墙壁放到了一边 这一连串的动作和形象对现在的赵姓来说实在太过于光辉了 简直就和漫画当中最后关头出场拯救所有人的救世主一模一样 甚至他的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爱慕的感觉 于是他本能地走过去想要和对方套套近乎 然而他自己眼中的救世主瞥了他一眼后 就转过身去朝着叶凡恭敬的鞠躬行李 叶先生您好 我叫做泰龙目前担任中央区一级警督的职务 也是光辉大骑士刀疤的首席大弟子 身后的赵姓再也受不了刺激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晕死了过去 光辉大骑士的弟子都对这个恶灵毕恭毕敬 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凡抽了抽嘴角看着地上歪七扭八躺着的三个人 有些担忧地问到他们没事吧 现在的叶凡并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事 他认为这几个人是碰见了泰龙就被吓成了这样 而泰龙保持着微笑看了看正收拢花包似乎在偷偷打宝的玫瑰花 心中暗想这家伙怎么补自己的老师还没有自知之明 难道不要脸是大人物的通病吗 男人随手养得一朵玫瑰花 就是能吞噬灵魂的上古邪物 就连桌子上随意摆放的一座雕像 都能轻易秒杀毁灭极以下的强者 而男人本身更是被奉为神明般的存在 只因男人在不经意间做的任何事情 都使这片大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不过他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 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书店老板 而面前这三个人只是想询问他一些问题 就差点被玫瑰花抹杀掉 要不是光辉大骑士的徒弟泰龙及时出现 躺在地上的三人早已变成了形式走肉 泰龙一眼就认出了桌上放着的那朵 看上去格外娇艳的玫瑰花 是曾经的远古精灵王国 训养的一个名为欲望之种的上古邪物 他没有固定的外貌 全凭种植者的意愿形成各种各样的植物形态 而原来的泰龙本身并不知道这一远古物种 这是他的老师光辉大骑士刀疤叫他前来拜访的时候 特意嘱咐的重要信息 这都是为了防止他一不小心得罪了书店主人 或者说无意中被书店当中的一些物品伤害 事实上泰龙并没有成为受害者 反而是成了目击者 他得知最高警署决定进行大规模盘查的时候 心中就咯噔一下连忙赶了过来 因为他们什么德性泰龙最清楚不过 果然一进门他就看到了三人凄惨的样子 虽然不知道这三人到底哪里得罪了书店主人 但是幸好书店主人似乎只是将他们当成了消遣的玩具 只是让欲望之种吞噬了他们的欲望 并没有造成其他的伤害 泰龙见此情景向自己敲响了警钟 虽然密塔一对书店主人的评价是友善的 但像这种超乎余神名级的人物 已经不能再用人类的想法和道德来揣测 面对这样的存在泰龙也不得不替那三人向叶凡道歉 叶凡摆了白手说道 他们就是照常盘问而已 只是我助手的身份证还在路上他们多问了几句 泰龙转头像一直站在旁边默默无言的脚跃之意 同时也在心中暗暗记下书店多出了一位助手的事情 此时的他并不敢详细地询问 因为叶凡说了能证明脚跃身份的东西还在路上 这摆明了就是在警告他不要下大帝 他可不想重蹈地上这三个人的覆辙 当然叶凡也不可能对泰龙做些什么 因为他直到现在都认为刚才那三个人是泰龙的出现所导致的 最重要的是在叶凡眼里泰龙既是老顾客刀疤的土地 也是最高警署的一级警司一看就是有钱人 说不定自己好好招待一番 泰龙还可以在自己这里买上一两本书 此时脚跃在旁边自觉地拿起烧好的热水给两人倒上 叶凡看在眼里点了点了 感觉自己这个助手没白捡 胡用凡是亲力亲为自己终于有点像老板的样子 叶凡心中暗想慈子一进门就开始自爆家门代表自己师父向他问好 那么他肯定是被刀疤派起来的 于是叶凡喝了口茶压了压惊 又清了清嗓子开始套进我 你的师父最近感觉如何 他最近感觉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甚至隐约有突破自我境界的迹象 而叶凡却觉得泰龙所说的突破应该是心境上的突破 这玩意没有点精力还真的不好提升 看起来放下这把剑是真的让刀疤大车大悟 此时泰龙又说道 最近爱欧尼亚大陆的安全水平也提升了不少 这些全都是因为有您的帮助 而泰龙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试探叶凡 前几天将梦境之神一剑斩杀的精灵王到底是不是叶凡召唤出来了 毕竟能和远古精灵王扯上关系的 就只有那把被刀疤转交给叶凡的圣剑了 此话一出叶凡眨了眨眼有些懵圈 爱欧尼亚的安全水平和自己有毛关系 不过他转念一想刀疤大爷之前就是一副极恶如仇的样子 经过他的胎倒现在又功力大击 肯定是重新义务打击犯罪去了 所以他们这是在感谢我解开了刀疤的心目 于是叶凡笑了笑回答道 真正出力的其实是你的师父刀疤 我只不过是稍加引导罢了 泰龙听后按道一声果然那天出手的就是面前书店的主人 他利用圣剑作为师法道具 然后召唤出了远古的英灵完成了是神的壮举 可他却把这天大的功劳推给了自己的师父 这书店的主人还真是谦虚低调有媚涵了 泰龙一边在心中暗暗歹叹 一边从怀里拿出了一叠厚厚的纸质文件 放在了桌子上说出了这次过来的主要目 原来是上次叶凡说想要失落古代语言的资料 刀疤回去后就亲自从资料库当中整理了出来 不过由于年代太过于久远 文件上只记载着一些残缺的文字和零碎的研究记录 叶凡见到后立刻两眼放光 他没想到上次自己只是随意提了一句 刀疤这么快就找来了这么重要的文件 这老家伙还是挺靠谱的 叶凡把文件整理好放在柜台上后看向泰龙 他觉得现在是时候进入正题了 于是他微笑着说道 这么点事还麻烦你专门跑一趟 休息一会看看书吧 我可以给你推荐几本不错的 而泰龙早有预料书店主人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看了一眼叶凡背后那些隐藏在阴影当中的书家 然后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表示 他还需要处理一下这三个莽撞的家务 所以暂时无法享受愉快的休息时间了 然而他的拒绝并不是不失好胆 而是遵守了师父的主 虽然他知道书店当中的书籍不简单 也知道书店主人的强大 但却不得不考虑到自己能否承受得住书店主人的馈责 师父的女儿就因为来自书店的书籍 而陷入了无法自我停止的学习状态 如果不是被师父强行中断都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 幸好当时仅仅是因为睡眠和食物不足晕了不去 但就算这样也不得不卧床休养了整整一个礼拜 并且在性格上似乎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 据师父所说他的女儿获得的好处要远远高于代价 这不由得令人感到下意识的后怕和恐惧 因此在他来之前师父特意叮嘱他 如果书店主人向他推荐书籍可以尝试玩具 如果一定要接受也一定要小心谨慎 或者带回来之后先和师父一起研究一下 绝对不能自己擅自阅读否则后果不可预料 叶凡虽然感到惋惜但也表示理解 他又看了眼地上堂岛的三个警员摇了摇头说道 不过他们三个还是真是我见过最差的意见 你们最高警署正该提升一下招收标准和整体素质 切记 泰龙敏锐地抓住了关键词 也就是说书店主人曾经和历史上的最高警署有过接触 这似乎又是新的情报 于是他暗暗记了下来 随后泰龙又对叶凡说 您还有任何其他需求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这是我的通讯仪号码 叶凡一边说着客套话 一边给自己长久不用的通讯仪添加了一个新的号码 泰龙看着他拿出来的通讯仪 背面隐约有一个繁茂的玫瑰标志 而从已知可查的信息来看这家书店 就一直挂在玫瑰商会的名下 而且三年前正好就是查普曼家族的那位混血被接回来的时候 想到这里泰龙感觉自己的喉咙不由的有些发紧 原来书店主人的影响从三年前就开始了 而这三年当中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成为了他的棋子 此时的他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多待 赶紧提着那三人逃离了这里 叶凡虽然没卖出书但心情却是非常的好 因为他已经和身为一级警司的泰龙说过了奖月的身份问题 相信在玫瑰商会的身份送来之前 都不用担心有像今天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此时的他觉得自己的人脉真的是非常的广 看来以后还是要贯彻自己为客人进行日常灌输心灵鸡汤的习惯 放长线吊大鱼才能可持续发展压榨每一个客人的资源 这时奖月凑了过来想要看看叶凡手中的资料 他本来就是存有好奇心的人造人 因为高速汲取了大量的知识意识到自己的空白 现在反而开始更加渴望更多的知识 叶凡健壮用食指抵着他的额头微微用力把他推开了一点 板着脸故作严肃地说道 这是一种已经失落古代语言的相关文献资料 也就是我卧室里放着的那把剑上明刻的剑名所使用的文字 这不是你该看的内容你还没学到这个水平 小新看了头昏脑胀像刚才那三个家伙一样当场晕过去 小月捂住自己的额头想起自己体会过的那种思想被重塑的感觉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遍 但因为叶凡提到了大宝剑 他下意识就在脑海中回忆起了在大宝剑上看见过的剑名 他用余光所撇垫的资料上的文字和剑名忽然之间就保护有了联系 通过那些无法说出意思的文字 他明明终感应到了其中所寄居的是属于一个已经毁灭文明的幽灵 瞬间一整个时代的残骸无数残缺的信息流从他的眼前掠路 小月呆滞了一下意识到这确实不是他能看的东西 仅仅是接触一眼就已经感觉有些幻觉产生 如果长时间凝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于是他连忙端起茶具跑上二楼去洗杯 而此时书店的门外正站着一个眼上蒙着黑布的年轻人 此人正是隔壁邻居请来的驱魔人文森特 他谨慎地停住在了书店门口 现在的街道上安静极了 这让他心中有些不安 叹了一口气后他带着所有驱魔工具 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叶凡的书店内 男人被隔壁邻居错当成恶灵 请来了驱魔大师要将其抹杀 然而当他来到男人门前的那一刻 心中便有一股隐隐不安的感觉骤然生气 因为这家看似普通的书店 无时无刻都在透露着诡异的气息 但作为这片大陆上最优秀的驱魔师 文森特还是毅然决然地走进去 然而却不知道这将是他这一生最后悔的决定 书店老板叶凡再见到文森特进来那一刻 就开始两眼放光 他已经很多天没有卖出去一本书了 于是他决定要好好招待一下这位客人 随即他便微笑地说道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您的吗 但他话还没说完神情就微微一愣 因为这时他才发现推门进来的 竟然是一个穿着神父袍还蒙着眼睛的男人 叶凡心中暗想难道此人是一个盲人神父吗 为了验证心中的想法 他伸手悄悄拦住了想要上前引导对方坐下的脚跃 朝他比了个近身的手势后开口说道 我猜您是穷顶教会的神父吧 此话一出文森特瞬间停住了脚步 他可是做足了准备才过来 但没有想到事情在第一步似乎就发生了一些意外 因为叶凡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更加清醒 不仅并没有任何像是被附身的迹象 甚至还判断出了自己是穷顶教会的神父 然而这家书店确实透露着一股十分诡异的气息 并且走进来之后就感受到了有异能波动的痕迹 这说明这里曾有过超凡者或者超凡生物的活动 这时他看到柜台上的石像鬼上面 有着一股极度阴冷的怨灵气息 这让文森特觉得这尊石像才是真正的冤雄 他心中暗想原来柯林的求助并非空穴来风 只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方向搞错了 书店主人本身并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这家书店内的摆设或者这家书店 不过目前现在这个情况似乎有些危险 在自己全服武装过来除魔的时候 对方忽然问我是不是穷顶教会的神父 这似乎有些在警告我的意思 此时文森特思绪转得飞快 平复了一下自己紧张的心情后说道 是的 我正是穷顶教会的神父 目前我正在进行一个本教区内的工作 他说话的同时也在小心地观察着叶凡的神情 而穷顶教会的人信奉的是高高在上的月亮 所以他们教会的神职人员在夜晚必须蒙上双眼 但同时也会获得月亮所赐予的独特视觉月之眼 就算在蒙眼或者黑暗状态下也能看清周深的一切事物 现在他看向书店主人的时候 觉得对方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普通人 既然问题不在人身上 那就肯定隐藏着其他不知名的情况 说不定这个书店老板或许也是受害者了 他观察叶凡的同时叶凡也在观察他 叶凡觉得面前这个神父虽然看上去比较尽知尽责 但自己明显感觉到了文森特话里有话 此人既然说是正在工作 那么他来自己的店里就应该是为了工作的事情 可神父的工作是进行传教活动以及驱谋 叶凡觉得一个神父突然跑过来总不会是专门来传教的 于是他又联想到了之前那个进来盘查的警官说 音像店老板似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把他当作了恶灵 想到此处叶凡顿时恍然大悟露出了好笑的神情说道 是柯林把我当作了恶灵 所以请你过来想把我当作恶灵驱除吧 此话一出文森特脸色骤变 还好及时控制住才没有露出破绽 只是一直暗暗握在手中的银色盛灰差点从手中滑落 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这时叶凡叹了口气又说道 其实这简直是天大的误会 虽然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认为 但是我明显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书店老板 前两天到这里来的几个警官也听过柯林的胡话 我也向他们解释了他们可以为我作者 文森特听后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因为那三个人明明就是躺着从这里出去的 他觉得叶凡是在暗示他的下场将和那三人一样 叶凡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还把旁边一直放着的石像鬼拿了过来 他满脸微笑地说道 我当时还没来得及向那三位警员说 这是我一个客人送给我的土特产叫石像鬼 具有下退恶灵辟邪震宅的作用 如果我是恶灵怎么可能会把石像鬼这样放在柜台上 说着还拉起文森特的手在上面摸一摸 这一摸直接就把他吓尿了 因为他几乎清晰地可以看见 那绽放着血红色光芒的石像中 蕴含着上百个残死者的魂灵在不断地蠕动咆哮 这时叶凡把石像鬼拿了回来又把花盆推了不去 这是我亲手种的玫瑰花 你看他是如此美丽漂亮 我绝对是个热爱生命的人 文森特没来得及抽回去的手又碰到了玫瑰上 这一刻他彻底的炸毛了 那花瓣的触感如同血肉 上面满是尖利的一圈圈尖尺 还有湿润的长满血丝的球状物体分明就是人的眼球 文森特下意识地大喊了一声够了 然后猛地向后羊把手收了回来 这时一声金属落到桌面上的声音响起 文森特忽然意识到他另外一只手里攥着的圣灰雕 而叶凡觉得他说够了的意思是自己说的这些东西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他拿起了那枚圣灰地了过去缓缓地说道 神父你的东西掉了 可文森特看着地道面前的银色圣灰还有书店主人的笑脸却不敢伸手去见 在这一刻四周安静的下人 文森特甚至清晰地听见了自己细微的吞咽唾叶声从喉咙传到了耳边 现在他意识到自己错而且是大错特错 出问题的就是这家书店的老板 而不是这书店或者其他的超凡生物 文森特在教会的书库当中看见过黑屋师们常用的造物制作方法 而那石像鬼之中至少囚禁了上百个魂灵作为他的核心驱动力 他几乎能够以直觉感受到只要石像鬼活化过来他就必死无疑 在月之眼看来这每一个怨灵生前都是超凡者 并且都在极度的痛苦和怨恨之中死去后 又被困在这石像当中成为了石像的意志 这是只有高等级黑屋师才会的记忆 制作这石像鬼的黑屋师肯定是一个冷酷无情杀人如麻的柜子手 但不管这石像鬼的制作者究竟是谁 反正如今拥有他的书店主人一定是一个至少毁灭级的存在 而那朵令人毛骨悚然的玫瑰更是给了文森特一种面对深渊的感觉 他仿佛一张贪婪的嘴巴渴望的想要吞噬这什么 而且一旦被吞噬就再也回不来了 文森特对于这朵玫瑰花的忌惮远在石像鬼之上 叶凡有些诧异的看向呆呆站在原地的猛眼神父疑惑对方怎么不接 但转念一想对方是个盲人这样悬空递过去确实不太好 于是他把徽章就放在了桌子上 还刻意弄出了轻轻的声响说让文森特自己来拿 叶凡又随口对他说道 您的脸色看起来有些差没事吧 文森特勉强从脸上挤出了一丝的笑容微微颤抖地说道 也许是睡眠不足的问题导致的 我最近赶路前来 路上并没有睡过几次好觉 他的目光落在柜台上的圣灰将心中的悲鸣咽了回去 现在唯一可用的施法道具也已经掌握在了对方手中 而那句自己来拿绝对是威慑和挑衅 他心中已经泛起了一丝绝望 他不由地自暴自弃地想到 这个书店老板绝对是高等级强者 这时叶凡有些无奈地说道 请一定要如实地把情况全都告诉柯林 我并不是什么恶灵 希望能够快点解除这个无厘头的误会 现在的文森特只想大骂一句 你也许不是恶灵 但你他妈一定是比恶灵更加可怕的存在 此时的他喉咙发紧 浑身都在细微地不断地颤抖 并非他胆怯到如此低音 而是在持续地紧张情绪当中 那种心机恐慌的感觉 忽然再次如影随形般一会上来 这是一种更像是来自生理而不是心理的感觉 文森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抽出了两下 连忙伸手从自己的怀里 拿出了那包被他揉皱的烟盒 然后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抽出一根想要点燃 文森特看见香烟的瞬间 就不由地松了一口气思维 也因此重新运转 他心中暗想书店主人 应该是想要向邻居隐瞒身份 只要自己答应帮忙隐瞒 就不会被灭口了吧 于是他浑身颤抖地告诉叶凡 我会向柯林好好解释的 相信他一定对您会有全新的想法 文森特一边说着一边思索 火柴哆哆嗦嗦划过两次都没有亮起 叶凡这时候却低声提醒到 神父 公共场合禁止吸烟 文森特被吓了一跳 因为这语气非常严厉 让他想起了小时候 被老神父在神术课上训斥的经历 紧接着他就手足无措地把烟收了回去 抬头就看见了脸色十分难看的叶凡 正看着他 手足无措顿时变成了惊慌失措 这时叶凡双手交叉 抵住下巴脸上的笑容 完全消失了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不受控制的身体发抖 而且感觉呼吸困难 身体抽搐并且特别地渴望吸烟 叶凡脸上的神情 从文森特不对劲地颤抖 并且喘气开始就变得有些凝重 从文森特进入书店开始 他就已经发现对方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然而随着对话 进行他频繁地凑近观察 对方的各种细微表现 直到现在当文森特拿出烟的时候 他基本上可以确定 面前的神父是一个成瘾者 但他自身却并没有发现 看上去十分茫然 这说明面前的神父很可能是被人陷害的 于是叶凡目光深邃意味深长地问道 神父 你手里的烟是从哪里来的 男人仅凭一本普通的书籍 就能将先磨两界的大佬耍得团团转 毁灭级巫师王尔德 光辉大骑士刀疤 都将男人视为神明般的存在 就连掌控双血的白银女神 和上古之神精灵王凯尔都对男人俯首称谈 他们付出无数宝物 只为从男人这里换取一本书籍 在他眼里只是普通的书本 到了各界大佬手中 就变成了可以改天换地的无上之宝 而此时的男人正对着大陆上 最优秀的驱魔师灌输心灵鸡汤 但驱魔师文森特原本到此的目的是 想将男人抹杀掉 因为自从他在这条街开了一家书店后 发生了太多太多诡异的事情 这让隔壁的邻居误以为他已被恶灵附体 所以邻居便花费重金 请来了文森特将男人抹杀 然而让邻居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文森特早已被叶凡的种种表现下的色色发落 而且在这书店里的每一样东西 都可以将他轻易地灰飞烟灭 叶凡更是仅凭文森特的外表 就断定他被人下了一种慢性毒药 而那毒药的来源正是他手中的棒棒糖 可文森特对自己已经中毒的事情却毫不知情 他看向了面色非常严肃的叶凡 随后下意识使劲摇了摇头大喊道 这不可能 叶凡并不奇怪他的反应 因为能够让他无知无觉地接受有问题的棒棒糖 并且都出现阶段反应了也没有察觉到不对 这棒棒糖的来源绝对是能让他信任的存在 然而正因如此才越发让人感觉心寒 不管是他接受了别人的给予 或者是在哪家店里买的 除了这种情况都给人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这时叶凡又缓缓开口说道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如何 但叶凡并没有等他回答 就先自顾自地开始提问他的棒棒糖来自哪里 文森特先是看了看手中的棒棒糖 犹豫了一下然后把硬桥包装翻了拐 从剩余的几根棒棒糖中间 展现出了白色内部纸面上隐约能看见的银色树冠图案 随后他深吸一口气说道 这是我从玫瑰商会购买的 他叫做圣月脑是最近才开始贩卖的 只是艳性地提供给教会中被选中的神职人员 第七使徒大人已经认可了他的效果 认为他确实有助于冥想还能加强和月亮的联系 而他口中的使徒大人管辖着穷顶教会所有的神父 他们代表了月亮的一部分意志具有绝对的权威 对于神职人员来说服从同样也是一项必修课 正因为如此他在最近感觉自己身体出现问题时 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手中的棒棒糖 然而现在被叶凡一语道破之后 文森特突然间产生了一丝怀疑 但此时他却依旧不相信自己意志信仰的教会会害自己 而且玫瑰商会的信誉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使徒大人也曾亲口说过其他神父也感觉这棒棒糖的效果非常好 一旁的叶凡在听到玫瑰商会这个熟悉的名字后心中有些意外 但此时叶凡倒是能够理解为什么面前的神父对棒棒糖的质量无条件信任 因为玫瑰商会是一个非常有名且可靠的购物平台 更何况还有一个使徒大人的亲口认证 在叶凡看来这件事情似乎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于是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玫瑰商会那里我会亲自去询问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愿意相信谁 文森特听后刹那间便陷入了两难的境影 书店中又一次安静了下来 这时文森特想要祈求月亮给予宁静 却发现圣辉在对方手中毫无反应 下意识的他就想要抽出一根棒棒糖点 可动作却在一半的时候停住 文森特看着手上的棒棒糖心中哭笑 不得不承认自己现在确实不对劲 因为当他看见棒棒糖的瞬间 就再次感受到了那种极其难受的感觉 膝肤上就像是爬满了蚂蚁那般欺痒男人 就连内脏也开始隐约发痒 可他所受到的教育并不允许他对教会产生质疑 这时文森特弯下腰痛苦地把双手插进头发缝隙之中 以近乎祈求的口吻让叶凡急语之意 叶凡看着他现在的样子觉得就好像看见了两年前的王尔德 那时候的王尔德也处在一个痛苦的时刻 因为自身信念的崩塌而感到迷茫险些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不过相比于老王面前的神父也许要更加痛苦一些 要让一个神职人员去质疑自己的教会 目前的身体状况 你现在的感觉如何 文森特听后抬起头冷静了下来 深呼吸了一口气说道 我在幻觉当中看见了月亮 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知道我们这种神父是不能直视月亮的 此话一出叶凡立刻就觉得文森特的问题更加严重 因为在叶凡眼中他只是一个盲眼神父 一个瞎子说自己看到了月亮 怕不是吃棒棒糖把脑子吃坏了 随后他又对文森特说道 停下使用圣月脑后可能会让你的身体出现异常病线 不如从我这里买一本书回去看转移一下注意力吧 叶凡边说边站起来从书架上拿出了一本盲文版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这本书很适合你 也许你能从中看见不一样的东西 当文森特看见这本书的一瞬间就呆立在了原地 嘴里嘟囔人 确实很不一样 因为在他的月之眼视野当中 那本书籍在脱离书架的一瞬间就爆发出了燃烧火焰一般的光芒 这光芒就像是太阳一样耀眼夺目 几乎把整个书店都照亮 而面前的书店主人就像是手捧着一个小型的太阳 那种赤裂的光焰仿佛让人能够直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力量 再配合着他脸上的微笑的神奇 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强大神性瞬间震撼了文森特的内心 此时的他心跳加速身体开始止不住的颤抖 这书上散发的力量他太熟悉了 每个属于穷顶教会的神职人员体内都有着这样的力量 这是来自穷顶之上的月亮神力 也正是这种力量才让他们成为了强大的超反转 但很不同的是面前这本书籍所散发出来的神性和力量更加强烈 就像是把大量的月亮神力高度浓缩之后猛地点燃了一样 文森特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两者是同根同源的 甚至他隐隐感觉月亮神力的来源就是叶凡手中的书 这时在文森特满眼的赤裂光芒当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微弱的光源 他下意识看了过去然后瞬间睁大了眼睛 险些想要扯下自己的蒙眼督 那正在散发出淡淡光芒的另一个光源赫然便是他的圣灰 而且这光芒似乎在与叶凡手上的书相互呼应 他眼睁睁看着他的圣灰越来越亮 乃至比他自己平时施展神术的时候还要亮 而与此同时因为圣灰融入了他的部分灵魂 文森特顿时感到体内涌上一股温暖且充满了生机的力量 这力量强大而不可阻挡瞬间平复了他身上的种种不适 以及心中的紧张慌乱 而且月亮神力与其没有半点隔阂 甚至就像会入大海的河流一样欢呼雀跃 全身放松的同时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他觉得面前的叶凡才是一个真正的神 这个念头一起来那种完全颠覆了以往认知的恐惧 还有从脊背窜上来的寒意就令他头皮发麻 这时他浑身僵硬脑海中嗡嗡地回荡着 叶凡刚才说的那句你愿意相信谁 他心中暗想这句话的意思 恐怕并没有他刚才理解的那么肤浅 书店主人并不是在问关于在圣月脑这件事情上 教会和叶凡之间文森特会选择相信谁 而是在问他当他看见颠覆认知的情况时选择相信什么 就在思索之际叶凡为了尽快把书卖出去 又开始灌输起了心灵鸡汤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天生的盲人士如何渐渐找到生活希望 他用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一切甚至比绝大多数的健全人都要活的药 在一生漫长的黑夜里他读过的那些书 已经成为了一座辉煌的巨大灯塔 为他指示出了人生和内心中的最深的行道 紧接着叶凡便微笑着把书递了过去又说了一句 记住眼盲者务必是心灵这句话 然而这几句简单的心灵鸡汤却让文森特感到了后背发痒 他心中暗响 书店主人所说的漫长的黑夜 难道是指上古第二纪元那个无光无火的时代吗 通过这句话还有这本书上面的神力 他更加坚信叶凡是一个活了上万年的神明级存在 文森特盯着那本书缓缓伸出手接了过来 白色的像是火焰一样的光芒收敛 终于形成了书封面上的书名也显现了书的本帽 这本书上的字是某种远古的楔形文字 原本没有接触过这些字的文森特本不应该理解他们的含义 但他伸手触摸到文字的时候 却自然而然的在心中浮现出了文字的意思 当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太阳圣典时 文森特明白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月亮的光芒来自太阳 因此穹顶教会的月亮神力来源于眼前的太阳圣典 可从来没有人信仰过太阳 第一纪元过后光与火和太阳已经一同消亡在梦境之中 埃欧尼亚进入了无光无火的第二纪元 如果太阳是真神那么现在的月亮又是什么 文森特在今天之前一直认为太阳和月亮是两个不同的神明 虽然彼此之间也许有联系却并没有那么紧密 毕竟当太阳熄灭时月光却永恒地照耀着世人给予信仰者力量 他感觉自己在这一刻心乱如麻背感迷茫 甚至不敢翻开手中的书 然而内心却已经在不断滋长着质疑 他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现在又该怎么做 于是下意识地抬起头把目光投向了此刻唯一能够给他指引的人 而在那昏暗的灯光下 叶凡却露出了带着一丝神秘的淡淡微笑 他本是崇尚月亮之力的驱魔师 却因男人的几句话就信仰登他三观尽 而他所在的穷顶教会诞生于第三纪元 他们信仰着月亮并且能从与月亮的联系当中获得力量 更认为月亮是唯一一个从世界诞生之初还幸存至今的神秘 而太阳则在第二纪元始于梦境之中熄灭 这也直接导致了第二纪元以及巨人一族的消亡 文森特在今天之前一直认为 太阳和月亮是两个不同的神秘 虽然彼此之间也许有联系却并没有那么紧 毕竟太阳已经熄灭 但月光却永恒依然照耀着世人给予信仰者力量 直到此刻他亲眼看见自己的圣灰 与这本名为太阳圣典的书题散发出来的光芒共鸣 感觉到这本书上留意的神性带给他不可阻挡的温暖和力量 并且隐隐约约支配着他体内的月亮神力 再联想到自己手中得到了使徒大人认可的有问题的棒棒糖 文森特感觉自己在这一刻心乱如麻倍感迷茫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把目光投向了此刻唯一能够给他指引 在那昏暗的灯光夏夜凡露出了带着一丝神秘的淡淡微笑说道 不必迷茫神父 你会从这本书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答案 也能找到属于你的光明 同时一切的疑问也终究会有解答 只要你肯去寻找如果你有这个意愿和决心 我也会给予你帮助 此时的夜凡心中暗想 这件事情受害者是面前的神父 要不要参与追查下去主要也是看对方的想法 穷顶教会的势力可不小 而且还是对方自身的信仰 如果说对方碍于自身的利益和安危选择放弃 甚至是为信仰同流和乌叶凡都不会觉得奇怪 不过从叶凡目前的观察来看面前的神父并非是这样的人 相反他的神情虽然很挣扎也很迷茫 但却攥紧了手中的书没有放下的意思 这说明其实他的内心已经有了决定 只是需要别人来做那个引导者 虽然文森特是经常充当引导者角色的神父 然而当他自己的信仰共谣的时候 也需要其他的引导者来帮一把 而叶凡正是他所期望的那个引导者 这个在他眼中神秘又强大的存在 但此时的文森特却在心里猜测着叶凡给自己这本书的目的 假如说书店主人真的是一个从第一纪元存活至今的长生者 那么他必定亲历了那段神话 甚至可能就是神话中的一员 这说明他存在的时间甚至比穷顶教会还要长 关于月亮和太阳的真相他一定很清楚 而这本太阳圣典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书店主人把这本书交给他又让他去寻找光明 难道他是想要借此机会将这段被扭曲的历史拨乱反正吗 文森特被自己大胆的想法吓了一跳 但是他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否则这样一个大人物怎么会关注他这个普普通通的神父 乃至于刻意将他引导到这里来 现在的他觉得隔壁音像店老板的委托 一定是书店主人故意造成的结果 通过这样一个自然而隐秘的方式把他引到了这里 谈话过后再给予这本关键的书籍 简直有些像是在轻而易举的操控命运一般 想到这里文森特暗暗倒吸一口凉气 这些大人物的做法还真是恐怖啊 而他感觉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拒绝这本书的话 自己不是成为石像鬼当中的一部分灵魂 就是成为玫瑰花的肥料 这样想来就只剩下遵循叶凡的意愿一条路可以走了 况且他此刻心底强烈的需要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他信仰的月亮究竟是太阳的灰烬 还是窃取权柄的卫神 教会允许致幻成瘾的棒棒糖流通又是为了什么 而接受这本太阳圣典就意味着接受一部分真相 于是他拿着手中的圣典语气坚定地说道 我明白了 很荣幸能够得到您的帮助 我想要知道真相这是我心中唯一的愿望 叶凡点了点头回答道 你能有这样的觉悟证明你的内心已经有了方向 我会去问问露露这批棒棒糖到底是怎么回事 毕竟按照叶凡对于露露的了解 他并不是这种人 那么也就是说玫瑰商会出现了那个 相信露露对此会感兴趣的 听到这个名字文森特大惊失色 因为他联想到了如今玫瑰商会三大分会长之一号称查普曼魔女的露露 叶凡还正想解释一下露露的深色 但注意到文森特微变的神情后 他挑了挑没问道 神父你也知道这孩子吗 文森特出于谨慎问了一句 是查普曼家族的那个吗 得到肯定回复之后文森特更是被吓得色格发了 因为叶凡竟然称呼露露为这孩子 虽然传闻中他还是十一二三岁的小孩子模样 但实际上真实年龄已经有一百多岁了 虽然在暗夜精灵当中这样的年纪并不算什么 但是对比人类这已经超越了正常人一生的寿命长度 这个一百岁是货真价实的一百年月龄 否则露露就算是像传闻中的那样具有操纵人心的力量 也绝不能在玫瑰商会这样庞大的组织当中占据一席之地 现在在文森特看来他之前的猜测确实是真的 书店主人叶凡绝对是长生主 而且书店主人好像和查普曼魔女露露十分熟悉的样子 竟然能说出找他问问这样很随意的话 这就说明他能够随时联系路 并且可以轻易地让对方替他做事 哪怕是关于玫瑰商会内部的事情 文森特心中对于书店主人的影响力揣测又高了一层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查普曼小姐非常厉害 我听说她的名字很久了 她这几年在玫瑰商会当中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她真的非常厉害 很显然文森特并没有太多夸人的经验 虽然他很想将和书店主人关系不一般的查普曼魔女 猛夸一顿稍微刷一下好感 然而干巴巴的夸赞来来回回也只有那么几个词 这让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莫名羞愧的脸红 这时叶凡回忆到当初第一次看见露露时 她还是个满脸倔强的漂亮小姑娘 叶凡的嘴角不由地勾起了一个柔软的笑容 这笑容就像是听见别人夸自己孩子成绩不错的家长 随后叶凡说道 从前在我这里买书的时候 她还是个哭哭啼啼不太懂事的孩子 不过她现在大概成长很多了吧 文森特听后松了一口气 看起来露露也是书店的客人之一 只不过和书店主人的关系挺不错的 这时叶凡严肃地说道 没关商会那边我会让露露去调查 而你回去之后先关注一下 其他和你一样使用这棒棒糖的人有什么反应 以及尝试一下接触你所说的使徒大人 并将自己的异常向他诉说不要掩饰 文森特意惑地问道 这样做不会打草精神吗 叶凡笑了笑说道 你需要防备的是暴露自己停止使用棒棒糖后的不良反应 如果他们向很多教师提供圣月能 绝对不止你一个人发生异常 说到底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杀死你们 而仅仅是让你们上瘾 你表现出诚实他们反而不会有所怀疑 只会试图继续对你进行安抚洗脑 相反如果你表现得迟疑试图掩盖什么 反而说明你察觉到的不对 文森特连忙点点头道表示自己明白了 随便叶凡便让文森特先回去 发现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再来告诉他 文森特便赶紧恭敬地离开了这里 他站在书店门口的时候忍不住长出一口气 额头上的汗水都快把蒙眼布打湿了 一直紧紧握住的拳头也在这时松开 这绝对是他经历过的最惊险刺激的除灵过程 书店主人给人的感觉实在是太吓人了 就在他正苦笑地看着手里的书室 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了一个略显沙哑的属于成熟女人的声显 你是穷顶教会的神父吧 他警觉地转过头去一看瞬间脸色大灭 因为他看见了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一个高调女人 身上散发的血腥味和阴森含义气息几乎是扑面来 这是一个强大的猎人 对方这种独特的血腥味并非是因为杀人过多导致血液无法洗击 而是来自于只有猎人才会有毒污秽之血的气息 在文森特月之眼的探查视野当中 对方就像是一个血液的炼钢炉一样 具有强大侵略性的血液在这容器之中奔腾令人汗毛道理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森林当中被盯住的猎物一样 浑身僵硬地站在原地喉咙都好像被遏制 此时文森特的内心是无比的绝望 而且他走得太匆忙把自己的圣灰落在了书店里 作为一个非战斗人员的神父又没有加强沟通的媒介圣灰 对方还是以疯狂著称的猎人 他一出手文森特将必死无疑 这时文森特忽然想起来自己手上还有一个能够充当媒介的物理 那就是这本刚刚才从书店获得的太阳圣典 虽然这并非正统教会的师术媒介 但是圣灰与之共鸣就已经证明了两者同根同源 况且圣灰对他表现出了臣服或许也可以试试 随后文森特咬咬牙握紧了手中的书准备灌着月亮神灵 然而对方却在此刻沙哑地低笑了一声说道 不用那么紧张神父 我并没有敌意 只是对新客人有些好奇 同为书店的客人应该好好相处才对 否则叶凡先生会不高兴的 等文森特回过神后发现对方已经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 隐约能看见他手中拿着两本书和一个盒子 只留下了一句 书不错看来林先生很看好你 而这位强大的猎人正是再次前来拜访了纪之旭 而他对于这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在意推开书店的门走进去 虽然对于这个穷顶教会的神父在书店当中经历了什么有些好奇 但对方的实力太差 而且看见自己时候的反应就像是被吓呆的胆小的老鼠 除了他手中的那本书 本人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穷顶教会神父罢 而此时的叶凡正在拉起柜台上落下的圣灰 抬头就看见了纪之旭的身影走了进来 纪大小姐好久不见了 书都看完了吗 本是超凡者中最弱小的存在 如今却因两本诡异的书籍 直接成为了大陆上顶级的强者 而这两本书竟然全都出自一个普通的书店老板之上 现在他再次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便回到了书店内请求老板的帮助 然而他却不知道在书店老板叶凡的眼里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失恋少女而已 那两本散发着诡异气息的兽语血和钢铁意志 在叶凡的眼里也只是一本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和一本普通的启示录而已 此时的叶凡看见纪之旭的身影 走了进来露出了惊喜的微笑 纪大小姐好久不见那书都看完了吗 纪之旭将手中的两本书递个过去恭恭敬敬地说道 虽然距离全部看懂还有很长一段 但以我现在的境界想要理解全部的内容太难了 而且一个月的借书期限已经到了 所以干脆就先来还书 叶凡听后回答道 这样就很不错了 如果能够掌握这两本书明白其中蕴含的一切 对你来说都是莫大的好处收益一生的 很多人一辈子看了很多书 但实际上却什么都不 纪之旭受教的点点头深以为然 因为他光是初步理解那两本书 现在都已经快要接近毁灭级了 如果完全掌握的话 难以想象能够到达什么境界 随后纪之旭将目光投向了书店内 从不久前的魔镜之卵风波结束之后 这还是他时隔好几天第一次回到这里 书店内并没有什么变化 唯一的区别是叶凡的身边 多了一个看上去年纪不大的女孩 叶凡接过书之后向纪之旭解释道 这是我的新助手名字叫做角月 然而纪之旭却感觉角月身上气息很特殊 并不像是人类 反而像是冷冰冰的钢铁塑胶制品 这时纪之旭将手中的盒子 放在了柜台上低声说道 叶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我已经完成了属于我的复仇 但后续还有一些麻烦需要处理 我想请求您的帮助打开这个盒子 随即叶凡的目光便落在了 那个刻着各种奇怪纹路的黄铜盒子上 此时的叶凡心中暗想 纪大小姐这是终于依靠自己的决心 对渣男进行了复仇啊 可这个盒子有什么麻烦呢 南部城里面放着的是定情信物 或者是拍的照片之类的 于是叶凡将盒子挪过来 一边观察着一边问道 这是她留下来的东西吗 在叶凡眼里这个盒子十分精致 并且带着一种奇特的异域风景 看着就很贵重 十分符合纪之旭这种有钱人的身份 果然能把这么一个大小姐扎到的人 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啊 如果说像自己猜测的那样 盒子里装着的是定情信物 或者是这个渣男刻意留下来 想要作为威胁的照片之类的东西 那么这盒子就等于是个保险箱 把保险箱做得像是宝箱一样 这渣男也是有够臭屁的 想到这里叶凡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 然而纪之旭发现他的眼神当中 带着一丝嫌弃时 心中瞬间涌上忐忑之气 握着手杖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紧了紧 糟了难道是这盒子上的封印太简单 那自己找书店主人的行为 岂不是显得有些大财小又没事找事吗 纪之旭对于封印盒子的白巫师符文并没有了解 但是他觉得赫里斯 既然把空瓶之狼的污秽之血 原始配方锁在了这个盒子当中 就说明赫里斯十分相信这个盒子的安全性 因为这可是一个猎人组织的根基啊 赫里斯曾仅凭一己之力 就让白狼组织成为了 埃欧尼亚数一数二的存在 虽然前一个月当中 他被魔镜之鸾所诱惑 神智堕落失去理智 最后更是变成了一个疯狂盲目的殉道者 但实际上在那之前 赫里斯是一个绝对冷静从容 擅长谋划的睿智沉稳之人 纪之旭在白狼待的时间并不算短 如果他对于这个组织不满意 当初是不会加入这里的 因为有父亲纪伯龙的支持 他有不够的其他选择于你 那时他觉得赫里斯是一个 完美的领导者阴谋家 但随着魔镜之卵的影响加深 赫里斯就逐渐被污秽之血当中的 兽性所吞噬不再具备思考的 总之赫里斯在最疯狂的时候 都不忘记把配方带上 可见其对配方的重视 这盒子上的符文封印 绝对不会简单 不过既之旭转念一想 也许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不简单 但对于书店主人 这个强大的存在来说 或许就不一定 于是他连忙低头说道 这是他的遗物 或许对您来说微不足道 但是对我来说是十分关键的 一个步骤 恳请您帮我这个忙 我将会以我所有的东西来报答你 听到遗物这两字 叶凡暗暗抽了抽嘴角 戏大小姐这做的也太好了 这些有钱人的恩恩怨怨 还真是了不得 不过一个胆敢欺骗 埃欧尼亚首富家大小姐的人 大概也早就已经想好了 自己会是什么结局了吧 希望这个渣男走的时候 能有真心忏悔过吧 这时叶凡露出了微笑说道 我当初知道你 只是因为你需要知道 我并不需要你所谓的报答 叶凡说这句话倒确实是真的 因为最开始 季之旭没有暴露自己的名字时 他照样还是为对方排忧解难的 季之旭听后羞愧地点了点头 白皙的脸上带着些血红韵 实际上这话一出口 他就后悔了 自己现在的一切 不都是叶凡先生给的吗 说报答未免也太过不识好歹了 自己本来就该把一切都奉献出来 看着季之旭紧张的样子 叶凡觉得还是先和他聊一聊比较好 他感觉一方面这是季之旭对他的信任 另一方面似乎也说明了 季之旭能够信任的人不多 这时叶凡想起来 上次那个刚说到一半 就消失不见的季之旭的下属 那家伙似乎是回去 报告大小姐的叛逆行为了 叶凡心中暗想 连下属都敢当面回去打想报告 这个大小姐远没有想象中的自由 她始终还是生活在了 她父亲的阴影之中了 这种情况下 她确实是非常缺乏可信任的人 她现在应该和家里人 有挺深的矛盾了 否则绝不会到遇见渣男的地理 尤其是他的父亲季伯农 也不知道上次季伯农 有没有找他谈话之类的 叶凡想了想干脆就问出口了 你的父亲有找你谈过吗 季之旭听后睁大了双眼 不愧是叶凡先生啊 连这都知道 随即他便点了点头说道 父亲前段时间刚找了我一次 不过他显然还是把我 当成了小孩子 我却早已经长大了 叶凡听出了他语气当中的自豪 笑着回答道 那看起来你已经成功说服了他 是的 我已经成功说服他站在了我这边 他还说要找时间亲自来找您谈谈 关于书店里的书销售渠道的问题 叶凡听后眨了眨眼 心中有些失惊 这大小姐到底和他的父亲谈了什么呀 这就好比是一个做零售批发的小店铺 突然就被告知你被首富看上了 他要和你合作一样了一步 虽然这不一定是坏事 但一定是麻烦事 因为自己这一个小小的书店 也并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合作的地方 顶多是骗 不对 是拉一点投资之类的东西而已 不过这毕竟是大小姐一片心意 随即叶凡便点了点头说我知道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他看向纪之旭的目光却有点无奈 他摇了摇头感叹道 你需要培养一点自己能信任的人了 不能总是连这种小事情都来找我 纪之旭总觉得书店主人看自己的眼神 就像是看个没长大的孩子 在做些不靠我的事情 他心中暗想难道这个盒子的开启 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虽然他确实可以找家里所供养的巫师 来开启这个盒子 但是自从上次老鼠瑞恩死后 他发现这个地下情报掌控者的 忠诚烙意已经被解封 就开始怀疑白屋师当中 出了贩卖解除烙意方法的判 无奈之下他才选择来到书店 然而就在这时一声咔嚓传到了两人的耳朵 他们同时扭头望去 惊讶地发现脚跃竟然把盒子打开了 此时的脚跃面无表情 眼睛里有些诧异地和两人面面相去 不好意思地说到我一不小心就把它打开了 既之旭一露目光 不由有些呆滞地看向了那个打开的黄铜盒 在盒子打开的瞬间消散的异能波动 还留着一个尾巴 整个盒子就像是打开了一层无形的枷锁 表面上的光泽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叶凡也有点没反应过来 他刚刚只是把东西交给了脚跃暂时拿着 怎么几分钟没看他就把盒子直接打开了 但是转念一想这孩子从被他救下来最后 平常就对日常事物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看见什么都想着摸摸碰巧 现在给他这么一个乐高玩具式的盒子 岂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再加上那变态的学习能力 能打开这个盒子的机关锁好像也并不奇怪 打开了也就打开了吧 毕竟纪大小姐的委托就是要把这个盒子打开 只是这孩子未经允许擅自动别人的东西 而且这还可能是一个渣男 留下来威胁纪之旭用的黑历史 这也许会让纪之旭感到不舒服 还是要好好道歉的 这时角月在两人的注视下 把盒子推到了叶凡的面前 然后就像是做坏事被抓包的小孩一样 有点心虚的叹了叶凡一眼小声的说道 我只是想试试 纪之旭听后心中思虑万千 心中暗想 你只是想试试 所以试着试着就直接打开了是吗 就算封印着这盒子的符文真的很简单 但是布满了合身的符文数量可不少 那也需要精通这一部分的符文的白巫师才能做到 难道这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少吗 其实是一个精通符文记忆的白巫师 纪之旭想到这里忽然就不疑惑了 相反他甚至觉得理所当然 能当书店助手的存在怎么可能是个简单的人物 转而勉强微笑道 没有关系 林先生是我敬重且信任的人 宁个助手也是一样的 这些东西并不需要隐瞒 灵界摇摇头 心想怪不得这大小姐会被炸 真是一点警惕心都没有 虽然说对方信任的是他林老师 而导致对方信任他的当然是他自己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认为 对方过于容易地暴露了自己的一些弱力 算起来 他和纪大小姐其实也再见了三次年 就算他是值得信任 但他身边出现的人可不一定 灵界看向纪之旭 习惯性地用双手交叠撑住下巴 我记得我向你说过 他人及地狱 实际上 这句话我经常和别人说 但是往往没有几个人记住 而他们最终都为此付出了 或轻或重的代价 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 好好想想自己当初被背叛的时候 是什么感受 莫恩这边我会惩罚的 你也应该更加谨慎一些 毕竟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隐私 但是您又不会欺骗我 我的一切在您眼中也无所遁形 根本没有必要谨慎 纪之旭虽然有着满心的崇敬想要诉说 甚至还感觉有点小委屈 但既然灵界开口 也只能乖乖低头道 我会的 谢谢您的提醒 不过 强者果然有强者的原则 林先生一眼也没有看盒子当中的东西 但也许 不 实际上就应该是不在意 一份原始配方罢了 像林先生这样的存在 对这些东西应该是司空见惯了才对 继之旭一边在心里想着 随后将目光投向了面前 已经打开的黄铜盒子 盒子内部垫着黑色的天鹅绒 中央下线 放着一根大约十厘米长的水晶试剂管 顶端用软木塞封存 其中是一管新红色的液体 那鲜红粘稠的血液在其中不断的流动 攀附着世纪管壁一收一锁 就仿佛是活物一样翻轨 泛着宝石般的光彩 在黑色天鹅绒的衬托下 愈发鲜艳夺目 通过透明水晶的折势 将四周的黄铜装饰映照出 带了一丝边缘采光的鞋一波红 如此美丽 如此动人 如此具有诱惑力 这就是蕴含着梦兽力量的 面前的原始配方货真价实 季之旭正正看着盒子里 安安稳稳放着的视镜 松了一口气 这下就代表着 他以及他的新生猎人组织 有了自己的根基 掌握原始配方 代替原本的白狼 他们才是正宝 季之旭一直以来的心头大患解决 心情轻松不少 随后却将目光转向了盒子的侧面 在盒子的黄铜装饰壁 和底部黑色天鹅绒的夹缝当中 放着叠起来的白色杏纸 上面全都是柔皱的痕迹 季之旭伸手将信纸拿出来重新履平 发现一共有两张 全都是给赫里斯写的密信 出于谨慎 季之旭并没有立刻查看信上的内容 既然这个盒子是出自白巫师 那么两封信也一样有可能 万一信上有符文存在 那就落入陷阱当中了 白巫师的符文 就像是书店当中的书 也蕴含着只要让人看一眼 就会立刻被影响神志乃至灵魂的力量 他看着手中的两封密信 脸色凝重 在书店昏暗的灯光下 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能被赫里斯放进存放的 原始配方的盒子当中 说明这两封信一定十分重要 甚至地位能和配方等候 但污秽之血的原始配方 已经是代表着一个猎人组织根基的东西 是猎人一切力量的来源 既之旭以一个猎人 以及猎人组织的创始者换位思考 再怎么想也不可能有什么 能在一个猎人领导者的心中 和原始配方的盒子 更何况只是两封信 而既之旭更加奇怪的是 如果想要保密的话 大可以将这两封信件直接回去 完全没有必要藏进这个盒子 赫里斯作为一个接近毁灭级的猎人 总不可能会健忘到 必须实时翻看这信件 才能记起来其中内容 以至于不得不另寻方法保分 倘若是有人故意在性质上施法 那么相信应该也没有人 能够做出这样的愚蠢事 让人转眼一望 信件的内容来保密 这种行为 只会大大增加泄密的几率 既之旭心中狐疑 但思绪流转间 他的脑海中 陡然产生了这样一个连动 随即越来越强烈 除非 这信上是原始配方的来源 他心头狂跳 下意识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 看了一眼灵界 发现后者已经自顾自 打起了一本书看着 并没有在关注这里 既然书店主人没有动作 意思也就是 没有危险 既之旭暗自点点头 把这当做了灵界的一种默许 然后真正将书信的内容 读了一遍 脸色越来越难看 这两封信的时间 相隔了整整三十年 来自同一个地方 信纸上都印着相同的淡红色水印 一个由中央的长剑 和交缠螺旋的火焰组成的标志 寄给同一个人 三十年前 刚刚成为猎人的赫里斯 三十年后 已经成为白狼首领的赫里斯 赫里斯在猎人之中 曾经是非常有名气的 一方面是因为 他手下的白狼 三十年来逐步发展 势头强劲 另一方面则是 他本人也是一个实力和智力 都掌握在手中的人 虽然后面持续滑铁 但是也不能抹消 他从前的辉煌 最重要的是 他是白手起家 从一个岌岌无名 没有任何背景的小恋人 无意中获得了原始配方 一点点打拼到现在的 然而很多人 不 从来没有人知道 他的原始配方是从哪里来的 大多数人把这说成是奇遇 毕竟年代有些久远 从前的事情如果不问本 很难知道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并没有人真的在乎 这么一个小细节 但既之绪 此刻却终于明白 赫里斯的原始配方 到底来自哪里 三十年前 这封信和原始配方 神不知鬼不觉地 被送到了赫里斯手中 信上写着 接受他 我们之间的交易成立 从此以后 将会有一个无比强大的 猎人组织崛起 你不再是现在这个 只能归缩在角落里 任人宰割的废 而是他人的真白 我们保证 黑方不会有任何问题 也不会有任何人查到问题 你需要做的事情 只有一件 注射污秽之血 获得你的力量 赫里斯 这个名字 到底是被淹没在 历史的尘埃当中 被人践踏 还是闪耀出自己的光辉 成为星辰 能做决定的 只有你自己 相似的充满了 蛊惑的话语 充满了性质 一句句敲打 在三十年前那个 才刚刚成为猎人的 平民少年心头 而从后来的一切看 赫里斯显然是 答应了这个交易 并最终成为了 白狼的领袖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封信当中 一定包含着 隐形的某种代价 也是这个神秘组织 为什么将配方 交给赫里斯的原因 原来这才是一切的根源 白狼的真正起源 隐藏得很深 而另一封信 则就是在最近发送的 内容十分简单 魔镜之卵将在七天后 于27号街道 从梦境当中排除 得到它 你将会得到 近身毁灭级的机会 既之绪瞳孔一说 魔镜之卵的情报来源 竟然是这里 而赫里斯当时 根本不是去解决 魔镜之卵 而是从一开始 就抱着得到他的目的 想要利用他近身毁灭级 但恐怕他自己 也没有预料到 在触碰到 魔镜之卵的瞬间 他的故事结局 就被改醒了 这个神秘的组织 在这三十年当中 一定还让赫里斯 做过其他事情 一步步将他培养了起来 最后又让他走向了毁灭 赫里斯唯独将这封信 和最开始的那封信 放进了这个盒子 难道早就已经隐约预感 到了自己将来可能的结局 所以才保留了这两封信 希望将这个组织揭发 不 与其说它是揭发 不如猜它是在绝望中 想要把对方拉下水 更符合逻辑一样 季之叙想起了 赫里斯最后在雨中 高举双臂癫狂的姿态 难以想象 他当时的内心 究竟是怎样的想法 在清醒与疯狂的间隙当中 他发现自己 仅仅是一个提线目 被操控命运的可怜宠物 却只能一无反顾地 冲向庞大的雨之神 灵介处于尊重 并没有窥看盒子当中的事 但继织序的脸色变化 却是直接可以看见的 那种不敢置信 恍然大悟 恐惧后怕还有同情可怜 在女人的脸上交错出现 展现出了自己人生导师 鸡汤圣水 情感大师的素养 放下书 饶有兴趣的问道 她是被人指示 控制的一枚棋子 背后还有更深的利益链 对吧 看来你的复仇还远没有结束 灵介觉得自己的推测 简直不能再合情合理 首先 产生不敢置信的神情 这就说明这张纸上的内容 超出了季智序的预料 试问 一个已经把渣男灌水 一个女 对于渣男遗留下来的戏 会有什么预料 无非是两种 一种是对方掌握的黑量 一种是对方忏悔 并且说自己爱你 这好坏两面季大小姐 肯定是已经都想到了 连这两种可能都不是 那背后一定有 更加深更加曲折的隐情 然后是恍然大悟 这说明季智序心中的疑惑 得到了解答 并且在这些隐情的背后 真相是符合逻辑的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地方 恐惧后怕 为什么恐惧 自然是看见了 性上真正的阴谋 离遇上渣男可怕 无数倍的阴谋 可怕到了 如果他当时 没有及时复仇反击 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能让季大小姐产生恐惧 那肯定不是感情上的问题 而后怕 更是说明了严重性 事情的影响 绝对已经上升到了 超越个人的层面 那么 对于季大小姐来说 也只有他的父亲季伯农 还有罗尔兹远 能够达到这程度 而同情可怜 毫无疑问 是因为对方 还没有来得及 真正实现阴谋 就被季大小姐 雷厉风行的干调 舔水泥了 所以在所有情绪的末尾 还带着一个庆幸的鱼 这一连串的情绪起伏 都和灵界的推测相符合 甚至 这样一来 之前灵界心中的 些许疑惑都得到了解答 什么人能大胆到 对罗尔兹远开发的 大小姐下手 而且还最后 竟然不是好歹地 背叛了这段感情 导致了季之旭 当时一脸失忆的 林队雨进了书店 这样推理下来 事情就已经很明了了 这根本不是背叛 而是有组织 有预谋的一场诈骗 乃至谋海 那个渣男 实际上 真正的目标是纪伯农 他的背后 有着一个策划了一切的渣男团伙 真正想要的 也不是色 而是财 还不是一般的小财 而恐怕是胃口大到 想要对罗尔兹远动手 林阶觉得 恐怕应该是 罗尔兹远的垄断地位 持续了太长时间 导致了一些其他企业的不满 所以想要用 纪之旭作为突破口 而纪之旭的反应 则直接坐实了他的猜测 既大小姐脸色 凝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 这个组织有着 难以想象的庞大的量 并且隐藏得很深 赫里斯恐怕 只是他们手中的一枚妻子 只是想象一下 他们将一个人的一生 都玩弄于鼓掌之间 就让我感到了害怕 但事情 只会比我想象的更加可怕 我的复仇 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这次 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 他将两张信纸 重新折叠起来 再次放回了 盒子内部的夹缝当中 目光落在了 那一管星红的液体上 原始配方倒数 他的势力 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 那个渣男的名字叫赫里斯 灵界忍不住 拿起茶杯喝了口水 而且听上去 这家伙不仅仅是被人利用 而是一个完完全全 被塑造出来的工具人 难怪既大小姐 会露出同情可怜的感情 不过 不再是一个人 意思就是 罗尔资源会对这组织出手 灵界想了想 这种商战的事情 就属于他的知识盲区了 只能提醒到 让你父亲小心一些 事情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谢谢您的提醒 我会的 灵界的话让纪之旭神情一速 这件事情确实应该要提醒一下父亲 他现在一步步 跟上超凡者的大舞台 背后代表的是罗尔资源 可能面临着和其他老牌势力的博弈 不再是以前的小打小闹 一招不慎 也有可能对罗尔资源造成影响 尤其是现在这个组织在暗 他们在明 谁也不知道 这个组织到底在暗中 培养了多少个像是赫里斯这样的超凡者 为其做事 他还是思虑不够周全 但幸好他还有林先生 纪之旭暗自庆幸自己能在那个雨夜 来到书店的同时 心里忽然有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念头 仔细一想 林先生的做法 和这个组织培养赫里斯的方法 竟然有些相似 都是在暗中给予帮助 随后赋予使命 难道说 林先生隐居在这 着手布局 暗中操作 就是为了和这个他从未知晓的组织进行博弈 双方在暗地里不知道 进行了多少次不为人所知的较量 而最近的一次 就是魔镜之卵的孵化 而显然 最后的结局是书店主人的盛名 纪之旭心头狂跳 看着面前的盒子 感觉自己又知道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如果一切都是林先生的结果 这款原始配方 难道就是对他的奖励 林界的话语打断了他的思路 对了 既然你来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纪之旭连忙道 能为您做事是我的荣幸 是这样的 林界清了清嗓子 斟酌道 我有一个客人 叫做伯顿 阿克曼 最近失业了 十分落魄 也许你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工作 既之旭先是一论 然后反应了鬼 那个传闻中 接下了暗杀王尔德任务 作为毁灭及竞技评价依据的猎人 苍白的守夜人伯顿 阿克曼 真理会前几天才刚刚发布了 阿克曼放弃王尔德任务的消息 这个从前并没有多少名气的猎人 几乎是瞬间名声大噪 不过大多数不是什么好名声 许多人认为这家伙 是一个临战脱逃的胆小鬼 但也有一部分听说 王尔德其实并没有伤得那么严重 依旧保留着毁灭及的实力 认为他是一个有先见之名的理智派 但总之 在猎人当中 阿克曼这个名字算是彻底出名了 书店主人口中的失业 指的就是放弃任务这件事情了 但王尔德可是书店的客人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林先生在背后操作 把这称作失业 林先生可真是幽默 必不容辞 不如说 我非常乐意为他提供新工作 既之旭傻了 才会放弃一个毁灭及的猎人 这下 他的组织 有了原始配方作为根基 也有了一位能够震得住场面的高级战略 不愧是林先生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好 那么你给一个合适的地址 我联系他 让他去找你 林介点了点头 心中感叹着 不愧是季大小姐 有钱人就是痛快 提供岗位二话不说 天色也不早 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就早点回去吧 你一个人大晚上出来还是挺危险的 谈妥了事情 林介就准备打烊送客了 当然 这并不是竹克力 如果是平时白天 他还是很乐意和季大小姐多聊聊 毕竟这真的是一个超 极大客户 就算他自己不满了 多介绍几个朋友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陶瑞斯小姐姐这种 问题在于之前文森特来的时候 就已经接近八九点了 一番畅谈之后就已经十点 继续再来一下 现在差不多就已经十一点 而平时 他十一点早就关门去睡觉了 他放下茶杯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觉得自己真是睁眼说瞎话 这哪里是不早 都已经快深夜了 这大小姐确实是胆得大 作为一个足够漂亮的年轻女性 竟然敢大晚上一个人 到这种比较偏僻的街区 这里的治安可一向不是特别好 既然如此 我就先回去 等待阿克曼先生的到来了 纪之旭点点头 虽然他现在也已经是 接近毁灭级的猎人 足够被称为强者 但是在这书店来往了 以及对书店有各种想法了 全都是各个老牌势力 对于他来说 确实还是存在很大危险性的 如果不是原始配方 实在太过重要 他绝对会带上自己的情形 纪之旭站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 将盒子重新关上 看向了柜台上的盒子 直勾勾的 林介顿师懂了 这孩子是看上那盒子了 又漂亮 又亮晶晶的 他刚才还忍不住 玩着玩着把盒子给打开了 大概是真的挺喜欢的 林老板一时有些为难 虽然说这种前任渣男遗物 之后多半是要拿去销火 一起埋葬在水泥里的 但是从盒子本身来说 价值应该是挺高的 他斟酌了一下 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到了 等等 我的助手似乎很喜欢这个盒子 不知道能不能 话还没说完 纪之旭紧紧犹豫了一瞬间 就直接把盒子重新放下 十二分乐意 甚至是有点迫不及待的 把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 然后伸手推了过去 没问题 谢谢了 林介不知道该做何感想 只好露出了微笑 这样我也没有什么 有价值的可以交还 书店里的东西 你有想要的吗 纪之旭一愣 随后心中涌现狂喜 压抑着兴奋 目光落在了书店当中各处 没有了黄铜盒子的封印 原始配方的气息外形 必然会引来一些觊觎者 空庭之狼本身是毁灭级的梦首 制作出来的污秽之血 等级是十分高的 就算是引来毁灭级的强者 也有可能 他认为这是书店主人 对他能力的第二次考验 所以即使考虑到有危险 他也依旧选择了把盒子交出去 但也许是他的果断 引来了书店主人的好感 于是还给了他降低难度的机会 他一定要好好把握 而且这次 林先生说的是书店里的东西 也就是说 不只是书 其他东西也可以 书店当中的书籍 虽然每一本都蕴藏着 无限的神秘和力量 但是短时间内并不能提升实力 况且他也没有办法 自己判断书籍 对他现在情况的注意能有多少 季之旭 首先想到的自然是那个石像鬼 但是石像鬼的力量只有孔光级 也就是说 他只是多了一个同等级的助手 对现在的他来说 帮助能力有限 他沉吟了一下 目光转向了那朵 他从刚才就十分在意 但是不敢多看到红色玫瑰花 柜台上的玫瑰花 之前来的时候还没有看见 应该是这段时间新增的 那朵此刻一直保持着 含苞待放姿态的娇艳玫瑰 似乎注意到他的目光 花瓣微微斗动 露出了一颗眼球 瞅了瞅了 贪婪的恶意一闪而逝 既之续几倍一寒 隐约感觉到了极强的 针对灵魂的威胁性 但当威胁性产生的时候 一直不动声色漂浮在他身后 由他的灵魂产生的钢铁意志 便将自己的无数处续 挡在了他的面前 顿时将那种感觉阻隔了 这朵花 好恐怖的感觉 以他现在的力量 绝对无法抗争 必须完全依靠钢铁意志的加成 才能勉强阻挡 不过 他能够感受到 这朵花并没有真的动手的意思 似乎只是恶作剧般的 想要吓他一下 但他转念一想 这不就是最好的助力吗 呼 既之续伸手指向了 柜台上花盆里的玫瑰 我想要您的玫瑰花 可以吗 灵界微微正乐 玫瑰 放着满屋子的书 还有做工不错的十项鬼调 要他的玫瑰花 这算是什么意思 真不是他多想 从各方面来说 这盆玫瑰花都是书店里 价值最低的 而且玫瑰的海 从地球到阿兹尔 从古至今都没有变过 但话是他自己说的 既之续想要玫瑰 反倒是他自己亏了 灵界当然从善如流 莲花带盆交给了对方 只是 看着对方关上门离去的轻快背影 嘴角擒着的欣喜微笑 林老板双手交叠撑的下巴 看着空了一块的柜台 陷入了沉思 笑容渐渐消失 中央区 机械轮回 安德鲁站在01号工厂 正在重建的部分之前 魔镜之卵事件之后 他利用紧急条例 暂时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但代价就是受到了监视 并且不得不在这里监攻 寻找袭击者的线索 而无法参与其他事情的决策 这次袭击 一共有三个工厂被大规模摧毁 1.07和13 01是进行血脉类药剂实验的工厂 07是泥胎计划的工厂 而13则是一个储存仓库 共同点就是 全都是从内部引爆 闲者之时产生的爆炸 最近这段时间 只有这三个工厂 需要用到闲者之时 才使得内鬼更加方便 内鬼一定还在行动 而他们却将他的权力 大幅度削减 毫无疑问地自杀 不 也许内鬼就在高层 他夺步着 目光冰冷地看着那些 正在进行重建工作的 低等级学者 耳边的炼金产物 微缩形远程通话耳机 传来了声音 让他脚步一顿 脸色一变 会长 为之派的人已经知道了 这群已掠夺知识为乐的疯子 对书店很感兴趣 安德鲁刹那间脸色极度阴沉 这个命令 他前段时间就已经取消了 有人把他取消的命令拦截了 灵界沉思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 站起来准备去关门闭店 突然看见了之前 被他放在了柜台上的银色圣灰 刚才聊得太投入 把圣灰放在桌子上之后 一时间就忘记了 神父后来也没底 现在因为花盆没了 这块圣灰顿时变得十分耀眼 闪烁着柔和的光彩 诶 文森特神父这走得也太急了 竟然连圣灰都忘记拿走了 灵界伸手把圣灰拿了起来 打量了两眼 穷顶教会的圣灰做得还是非常精致的 触感微凉 而且那简洁的设计和波状暗闻一看 就有种让人心绪平和的感觉 这个宗教能在诺金流传盛行那么多年 果然还是非常有门道的 要是之前就发现了还能去隔壁找神父 但是后来又和纪大小姐聊了聊 他这么长时间都没过来 估计是真的忘记了 人大概都走了 看来只能等神父下一次过来的时候再给他 但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不好随便乱放了 灵界看了看手里的圣灰 转头看向了莫恩 目光落在了他怀里抱着的盒子 这不是巧吗 刚刚正好收获了一个保险柜可以用 这孩子一副把盒子当宝贝的样子 想必不会弄丢 他把圣灰咔大一声放在了盒子里 主妇莫恩和这盒子一起好好保补 等神父回来了交给他 看了一会儿黄铜盒子上的符文 抬起头时 灵界已经把门关好折回 路过莫恩的时候顺手拍了拍他的头 上楼睡觉去 等陈述商会的人过来 你的新身份就有着落了 哦对了 我得让他们帮忙把二楼的格局摆一下 给你腾出一间卧室 灵界一边往楼上走 一边朝莫恩笑了笑了 有空想想要不要再加点家具 现成的羊毛不好白不好 最后一句是林老板的小水滴 不过莫恩听得清清楚楚 人造人思索了一下 小脸表情认真地点了顶后 家具 羊毛 老板想要羊毛地毯 显然 他对于心心俗语的掌握还不是很到位 灵界确实想把二楼装修一下 他一直以来都是沿袭了这间书店的原本格局 并没有大改动 原本自己住着也还挺舒服 但是多了一个人之后就不同了 二楼的空间不大 卧室和厨房就占了大半 主要是卧室同时还充当了书房的功能 占地比较大 剩下来的本来是他留着用来每天抽时间锻炼身体的一块隔断硬件 卧室现在让给了莫恩 他就把自己勉强拼出来的那张木床放在了健身区域 另外 那把大宝剑也被他转移到了这里 但是这样下去总归不是半个 正好前段时间找了起立 不如就 充分利用一下吗 灵界先和随后跟上来的莫恩到了晚安 叮嘱了一句记得欢药 看着他把卧室门关好 这才安心地去睡觉了 莫恩关好门 站在原地等到外面没有了动静 才走到了床边 将怀中的盒子放在了床头 床边的桌子上放着医疗箱 他将身上的衣服褪去 素白纤细的少女身躯上缠满绷带 看上去触目惊心 绷带一圈卷落在地上 堆叠在一起 莫恩用湿毛巾把身上残留下来的药膏擦干净 处理了一遍伤口 然后涂上新的 再重新绑好绷带 主要的伤口是背部的大面积擦伤 还有后脖梗上被他亲手回去的条形板 剩下的一些小伤毛 比如胳膊上和脸上的都已经愈合了 绷带的用量顿时少了很多 他穿好衣服 小心翼翼地侧躺进了床上 蜷缩起来 将黄铜盒子紧紧抱在怀里 老板说了要保管好 莫恩低头观察着盒子上无形的符文风策 他能够把盒子打开 确实有一定的运气程度 这盒子上的大部分符文都是他已经学会 理解起来不难 但是他们彼此连接的方式 却是莫恩并没有学乎 所以他说的是实话 他只是想试试看 不过人造人最近超负荷运转的大脑仍然具有关系 在超频思考的状态下 让他理解到了一些超越表象的东西 通过深层以太的流向 他直接找到了符文封印的核心 才能一下子将盒子打开 现在莫恩决定尝试通过自己的所需 破解这盒子的封印方式 但实际上 这就等于掌握了所有基础公式之后 尝试推出智能方程一样离谱荒诞 尝试了几次之后 莫恩就明白了 虽然现在的情况比那简单无数倍 但至少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莫恩缩在角落里大脑当机 因为尝试跨街 思维乱成一团 迷迷糊糊的抬头 看见了视野当中垂落下来的 补梦王羽毛末端 好困 他闭上眼睛 怀中黄铜盒子内 盛灰散发出淡淡的光辉 宛如月光 人造人也会拥有梦境吗 莫恩现在可以给出答案了 会了 他正站在一片一望无际的平静水面上 脚下一圈圈连衣荡开 揉皱了夜幕 又将水面上倒映出的 磕磕心子变得支离破损 横盾银河的漆黑天穹与水面相接 二者几乎没有分别 让莫恩产生了一种 自己行走在夜空之上的错觉 莫恩冷静地抬起头 往前走去 夜空之中只有璀碳的繁星 并没有月亮的踪迹 因为月亮就在他的面前 莫恩停下脚步 和站在水面上的女人对视 女人有着一头如铺般乌黑的长发 黑纱笼罩至肩头 身着一袭黑色长裙 层叠的裙摆端装又华美 肩壁上的披薄隐约如夜空灵旧 双手一戴着黑色手套 她像是一位盗王者 唯有象牙白的肤色柔软风云 玫瑰红的嘴唇饱满润子 有着区别于全身黑色的艳丽 她的眼眸漆黑深髓 垂下眼帘时哀艳绝伦 你好 万年后的傅约人 我的名字是娃普吉斯 欢迎来到我的梦境 女人优雅地提起群态 如此自我介绍 娃普吉斯 莫恩眨了眨眼睛 显得有些茫然和警惕 显然 她目前因为那本《门之池通识》 所接受到的基础知识当中 并不包含原初女巫的相关信息 这些远古的传说密文 已经不属于基础知识的范畴 就连大多数的超凡者都并不知道 甚至就连像继之旭这样有背景的 都只能知道一些只言片语 只有像是陶瑞斯这样生存时间 比较长一些的长生族 而且本身地位非常高 才能了解到这些东西 而且保证自己没事 不过她的家族 本来就是娃普吉斯之夜的赴约人 赌姓白银女士依旧存在于梦境当中 并且将会在醒来后给予她们庇佑 所以也不稀奇 但是其他的不管是超凡者还是超凡者 对这些远古密文的态度和看法 虽然各不相同 不过大体上还是以不幸为主要 毕竟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岁月变迁 这些密文支离破碎 乃至有一部分直接被视为禁忌和异端 比如说瘟疫教会就不承认 原初女巫的存在 并把这种说法视为一端 而穹顶教会信仰月亮 教条当中却没有一条 和掌管黑夜的娃普吉斯有关系 完全将两者分离 变成了独立的存在 信也得说自己不信 至于我们的莫恩小同学 就更是对赴约人 娃普吉斯之类的词汇满头问号 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娃普吉斯对于这样的情况 似乎早有预理 他将裙摆放下 轻衣脚步 裙摆下的水面荡起圈圈连衣 声音有如夜莺一般动听 可爱的好孩子 你不知我的来历与性命 我是娃普吉斯 是白天与黑夜的引渡者 是黄昏的敲钟人 太阳与月亮是我的长子与长女 星星与湖水一为我哥索 我庇佑昼夜交替下长青的万物 与一切有魔力的子民立下约定 凡向太阳呼唤 即为我所爱 凡向月亮起誓 即为我所忠 凡我所忠爱的 皆不受黑暗与混沌伤害 双手搭在了莫恩的肩膀上 娃普吉斯靠近了少女的后脖狗 看见了他脖子上的疤痕 恢复正常语气 轻声道 我喜欢向往自由的孩子 我不是你的子民 莫恩意识到自己摆脱不了对方 转头道 你把我拉进你的梦境里 想做什么 知识匮乏的人造人少女 完全没有意识到 娃普吉斯刚才的一段话 足以颠覆传统观念 对原初女巫的认知 娃普吉斯并非是仅仅掌管黑夜 同时还掌管着更加广阔的领域 白天 黑夜 黄昏 代表着他掌管昼夜更替的时间权 太阳 月亮 星辰和湖水 代表他的从属 他的等级远在这些事物之上 甚至是支配着他们 而他的信徒范围 则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暗夜精灵之类 变成了万物以及有魔力的子民 比起月亮和高强之物 身为原初女巫的娃普吉斯 显然更像是真正的神秘 娃普吉斯愣了愣 笑起来道 是你进入了我的梦境当中才对 所以他才会称呼对方为赴约人 遵循着万年之前 由他开辟的约定 前来寻求庇佑 纵使他现在的力量 已经实不存疑 而世人也不记得他的名字 莫恩也愣了 然后想起了自己睡着之前 余光看见的捕梦王羽毛 瞬间明白过来 他获得了被捕梦王捕捉到的游离梦境 而没见 应该就是他保存在盒子里的穷顶生活 他想起之前灵界和文森特神父的对话 又联系刚才娃普吉斯的话 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 莫恩问道 你是月亮吗 娃普吉斯摸了摸他的头 就像在摸很喜欢的宠物一样 笑眯眯地道 我不是 但是月亮也是我可爱的海 和你一样 莫恩回想着 看向四周 道 他不在这里 娃普吉斯看向远方的交际线 K暗吞噬一切的时候 我把他和太阳葬在了一起 莫恩道 但是穷顶教诲 他们还信仰着月亮 只是不敢指示他 娃普吉斯的笑容渐渐消失 目光深深地凝视着莫恩 那是虚假的尾部 真正的月亮 不会惧怕信徒的目光 惧怕 虚假的信仰会令人发疯 他在害怕自己篡夺权柄 欺骗着身份曝光 因此才让人立下 不能直视他的誓言 真是可憎的面目 假如我还有力量 我不会让他继续这愚蠢的行为 但可惜 我现在已经只能存在于 这个梦境当中 娃普吉斯忽然看着莫恩道 也许是我的机会 莫恩眨了眨眼睛 娃普吉斯捏了捏他的脸颊 笑眯闭地道 好孩子 你有着如水一般 纯净无瑕的灵魂 就像是醉剧可塑性的容器 你愿意接受这个梦境吗 我将把我谨慎的力量交给你 你代替我做这片梦图的主意 莫恩警惕地道 你想要我做什么 娃普吉斯微笑道 杀死那个虚假的月亮 柯林在自己的座位上 该坐了数个小时 从深夜一直到凌晨 直到太阳照进音像点 他依旧感觉自己四肢冰凉 浑身发抖 他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半个晚上 最后满怀期待地 打开门迎接除灵归来的神 希望从对方口中 听到事情已经解决 隔壁的恶灵 已经消散这样的好消息 虽然 这半个晚上的时间当中 他并没有听见 隔壁传来打斗或者惨叫声 也没有看见有任何异常现象 比如说泼洒到窗户上的大量鲜血 或者透出房间的刺眼白色光芒 来证明战斗过程的激烈 但是归来的神父脸色 有些许苍白 说明情况确实是有危险的 然而 事与认为 他没能等到事情解决的消息 却等来了一句女误会 隔壁书店主人 完全是一个热情善良 乐于助人的正常普通人 连文森特神父 也被对方控制了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柯林的恐惧达到了极点 突然间就转换成了愤怒 这些人 为什么不信他 影响店老板 陈卓莲打开门 终于决定去隔壁直面恶魔 就算是死了 他也要揭穿对方的真面目 怒而前往魔窟 证明自己的勇者柯林 他可不是傻 就算要慷慨赴死 也得先让那个恶魔的真面目暴露出来 林老板还不知道 仅仅半个月 他在自己邻居的心目中 已经从老十人变成恶灵 又升级成为了恶魔 位阶蹭蹭蹭往上挡 柯林扭动肥胖的身躯 撅着屁股到处翻箱倒柜 一边嘀咕道 圣水呢 我的圣水在哪里来着 我记得还剩下一点呢 文森特神父走之后 柯林又气愤又害怕 为了发泄情绪 险些把自己心爱的电视机都给砸了 至于其他东西 自然无法性命 全都变成了此刻地上的垃圾堆 神父给的圣水首当其冲 如果不是因为柯林处于慎重 用来装圣水的玻璃瓶还算结实 现在他想要圣水就得重新配置 或者把地板上的圣水挺干净 让自己成为一个神圣的驱魔道具 找到了 他举起手中的瓶子 透明的玻璃瓶里面 还剩下大约五分之一的圣水 音像店老板性格稳重 每天要在房间四处和门口 撒上三遍圣水 圣水消耗量自然十分大 柯林有些犹豫起来 只剩这么低 会有效果吗 就算要激怒这个恶魔 也要对他产生伤害才行 让他用平日里负责休息的脑子 来思考问题 实在是有些为难了 这时 他忽然看见了脚边的地上 好像有什么闪着光的东西 柯林弯下腰 捡起来一看 是一枚薄薄的硬币 大约两个指节宽 他好像想起来了 他之前气得踢了一脚 靠墙的沙发 好像听见什么金属落地的声音 这枚硬币也许之前 卡在了沙发和墙壁 贴住的缝隙当中 因为这一脚而掉了下来 滚进了哪个杂物堆里 现在又因为他一番乱七八糟的翻炒 从杂物堆里面又划了出来 柯林再怎么浑水摸鱼 也是个商人 认得出他手里的这枚硬币 并不是诺金中央银行发行的硬币 诺金正常的硬币 正面会刻整座城市的缩略版剪影 反面是从一分到一元之间的几个壁纸 厚度大约一毫米 纸壁也一样成套 且有独特的防围手段 而柯林手中的硬币则更加薄 非常轻 而且上面绘制的是三个简单的同心圆 中央则是一个竖着的缩形纺锤图案 看上去古老而带着一丝神秘的气息 这硬币好像有些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这感觉真是奇怪 柯林喃喃自语 疑惑地翻看着手中的硬币 很快 他就想起来是在哪里见过了 这硬币是他们家的传家笔 他小的时候 父亲老柯林还没有去世 是管理这家店的前主 就经常拿出这枚硬币来给他看 还和他讲关于这硬币的故事 柯林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 只记得说是什么具有魔力的幸运硬币 他们家祖上就靠着他发家 但因为他顽皮捣蛋 把这枚硬币不知道弄到哪里去 老柯林还打了他一顿 不过那个时候 他们家都沦落到开音像店了 这硬币的象征意义更多一年 至少证明了他们柯林家曾经也辉煌 至于什么幸运魔力 钥匙有用 柯林现在还会守着 这么一个破地方的音像店过日子 而且还和一个恶魔当了邻居 回忆结束 柯林愤愤不平地将硬币拿在手上 一手胜水 一手硬币 原本稍微有些畏缩的想法 重新被内心的愤怒取代 虽然不知道这硬币的传说是真是假 柯林当然认为是假的居多 但是聊胜于无 爱上吧 希望柯林家的祖先能够保佑他的子孙吧 反正 不管我今天去还是不去 这个恶魔肯定是不会放过我的 不如直接做个了结 我受购这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一点也不想继续等着 继续和恶魔做邻居 等哪天这个恶魔想吃肉 就对我下手了 这感觉糟透了 不能再糟糕了 柯林骂骂咧咧的给自己增添怒气 他鼓足勇气 再一次走出了自己的店铺 静直冲向了隔壁 高举着圣水和硬币 一脚踢开了书店扮演着的门 这一刻 在柯林的想象中 他仿佛是天底下最威猛的勇士 他挺直了胸膛 连台词都想好吗 恶魔 不要小看人类啊 但踢开门后的画面 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 书店此刻竟然有客人 而且数量还不少 全都是一起的 大概五六个人正站在会台前面 似乎在和书店主人攀谈 因为柯林踹门砰的一声 这伙人连带着书店主人 齐刷刷的转头 看下来 嘎 英勇就义的柯林一脸猛逼 认出了这些穿着墨绿色 带巨树图案外套的人的身份 诺经最大的商品 中转运输机构 陈述商会 爱德蒙推了推价 在自己鼻梁上的金丝眼睛 抬头看了看面前 这个没有招牌的破旧书店 回头嘱咐道 这是林先生的住主 务必小心谨慎 不要乱炮 也不能乱看 我们的任务 仅仅是尽量满足林先生的要求 帮忙将身份证件做好 这同样也是主人的意愿 身后跟着的五个人 都是层数商会当中 齐力的下方 齐声道 是的 管家大人 没错 这支队伍的领头者 正是齐力的家宅管家 和女仆长贝拉一样的绝对清晰 他看上去大约五十岁左右 两鬓斑白 嘴唇上方戴着胡子 身穿得体的西装 手上戴着白色手套 看上去十分可靠 爱德蒙率先走进书店里面 顺手把门眼上 书店今天才刚开始营业不久 书店主人悠哉地 坐在柜台后面看书 还有个精致小巧的女孩 捧着一个黄铜盒子在沉思 林介听见洞底 放下书抬起头 就看见了这几个人 身上衣服的印花 道 陈树商会的人 我等你们好久了 爱德蒙府兄行李 您好 我是爱德蒙 查普曼 齐力小姐的管家 很高兴为您服务 林介对于陈树商会的效率 还是很满意的 当然 她觉得这效率 其实大部分要归功于齐力 图报的好孩子 你好 爱德蒙管家 林介站起来 把莫恩揽过来 拍了拍她的肩膀 这孩子需要一个新的身份 一个合理合法的干净的身份 爱德蒙公敬地道 您叫我爱德蒙就可以了 她又向莫恩行李 道 您的要求主人 已经向我们转达了 您的意愿 就是我们的意志 好了 别玩了 林介让莫恩放下盒子 配合一下把身份正办 哦 莫恩恋恋不舍地 把黄铜盒子放下 显然是沉迷研究了 爱德蒙的目光 不由地被那盒子吸引了一瞬间 那盒子上面的符文 一定是一个白巫师设下的复杂封印 不知道其中封印着 怎样威胁的超凡物品 而这样的东西 书店主人竟然把它当作玩具 给这女孩随意玩 下一刻 他又警觉起来 连忙把目光移了回来 不能乱看 不能乱炮 主人的告诫在心中响起 这书店当中 果然处处都不简单 虽然爱德蒙心中震惊 但是作为一个老练的管家 自然不会让这些情绪外伍 只是一个细微不可查的停顿 就恢复了瓶颈 爱德蒙让身后其中两人出来 一个带着摄影设备 另一个带着一台奇怪的复杂装置 阿兹尔的身份证同样也是一张卡 但其中有着一般人不知道的超凡手段 真正的身份登记 是挂在真理会议太网络上的 就算一般人想要伪造 也根本无法伪造 但陈述商会却可以 因为当初映制身份证时 真理会机械学才刚刚起步 技术力远远不够 是他们德鲁伊帮忙联系 仅存的矮人工匠制作的机器 和一家独大 强势垄断的罗尔资源开发不同 陈述商会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搞投资 拉人卖 就连密尼塔这群满脑子 饥饿如仇的正义骑士 各科的经费也有大半是陈述商会赞主 当然就算有能力 陈述商会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伪造身子 肯定是偷偷懒 而且很少使用 除非是起立这样等级的人物 直接开楼 接下去 就只要收集一下外貌 和深层以泰流的信息 再稍微修改一下 就可以当场硬卡了 灵界看着他们开始倒倒 不由地想起三年前的自己 这边爱德蒙老管家却又开口了 主人现在正忙于处理商会的事情 暂时不能亲自前来 为表歉意 以及对于当年帮助的感谢 刻意为您准备了一件礼物 希望您能够喜欢 来就来了 还带什么礼物啊 灵界笑容可惧道 既然起立送 不管送什么我都很喜欢 老管家也露出微笑 感谢您的厚爱 我会转达您的话 想必主人听见会很高兴 他让另外一个随从走过来 随从将手中捧着的黑色小盒子 小心翼翼地递了过来 爱德蒙同样十分警示 将那盒子拿了过来 放在了柜台上 缓缓打开 这是 灵界的目光落在盒子里 伸手把盒子移到了跟前 仔细观察 古代硬币 盒子里赫然放着一枚 大约两指寸的古旧硬币 会刻着三个同心圆 中央一个竖起的缩形纺锤图案 爱德蒙点点头 解释道 这是一枚从远古第一季流传至今的硬币 我们称呼它为厄运硬币 传说中它是曾被命运之神的眼睛化作 它具有强大的魔力 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枚硬币价值巨大 作为一件受到无数巫师觊觎的强大施法道具 本来应该待在陈述商会的分会拍卖行 作为下一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卖品 但是作为陈述商会分会长的起立 想要以工谋私实在太简单 当即就把这件物品以危险系数为完全排除为有 从拍卖会仓库撤了下来 拍卖清单上则换成了另外一件 这枚硬币也确实具有两面性 它能够用来施展强大的因果类法术 但同时也会给施法者带来恶意 如果施法者太弱小 直接被反噬而死也是有可能的 而平时 就算是接触硬币 也可能带来霉运 所以爱德蒙等人全都小心翼翼的 毕竟 这枚硬币被发现的时候 它当时的拥有者 一个落魄巫师 已经因为失手打翻了自己炼制的石化药剂 石化了自己的下半身 随后失去平衡 直直地被放在一旁的一株铁基草给刺穿了喉咙 他那无辜的弟子 也在受到惊吓后滑倒 和这位巫师串在了一起 听上去很有趣 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我最近正好想要了解第一季到第二季的阿兹尔历史 灵界饶有兴致地把硬币拿出来放在掌心观察 还不忘和老管家说道 替我谢谢麒麟 这样一个古董 想来价值不随 嗨嗨 价值不价值不重要 主要是历史悠久 人文内涵丰富 艾德蒙在他徒手拿出硬币的时候 神情就差那变幻 就跟看见潘多拉摩河打开一样 但是听见灵界那轻描淡写的话 这才轻轻咳了两声 恢复了淡定 毕竟是连主人都无比推崇的强水 小小的厄运自然是不值一提的 瞧 人家连当作施法媒介都看不上 这硬币就只是个用来了解远古历史的工具 不过 传说这枚厄运硬币 必须和另一枚幸运硬币结合在一起 才是完整的真正的命运硬币 艾德蒙道 您喜欢就好 对了 灵界又说道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忙 您尽管说 灵界说了一下自己 对于卧室装修和二楼改造的想法 艾德蒙自然表示这是小事 立刻就帮您搞定 解决了两桩心头大事 灵界心情大好 看着手头的硬币 突然抬头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命运女神的眼睛总该有两只 既然有厄运硬币 就得有幸运硬币才对 哼 他话音未落 门口突然传来了T门声 一个肥胖的硕大身躯高举手臂冲了进来 凹嘎 柯林看着一件凶狠 看向他的陈树商会人员 气势忽然就黏了 他有勇气面对恶魔 但却没有勇气面对陈树商会 他还欠着陈树商会一万人的贷款 这恶魔 果然恶毒 竟然控制了陈树商会的人 算你狠 柯林甘笑了两声 把手里的圣水藏到了背后 然后晃了晃手里的硬币 一点点磨过去 把硬币放在了柜台上 他冷汗层层 硬着头皮道 呃 我来感谢你上次帮我关店闸 真是帮了我大忙 这 这是我的传家宝 就送给你了 柯林说完 立刻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只剩下店里众人面面相去 把目光全都放在了柜台上那枚硬币上 然后爱德蒙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这硬币 和灵界手上的厄运硬币一模一样 幸运硬币就直接自己送上门了 这绝对不是巧合 普通人或许相信 这世上存在偶然和巧合 但是在超凡领域走得越远 还越明白 世间的一切事物 都能找到他们之间的因果之限 到达了神明级 就能够感受到 看到甚至是操纵这些因果之限 间接的就等于操控别人的命运 这也是神明级之所以能称为神明级的原因 他们有着无法被尝试理解的力量 是无形无异 无法被描述的强大 比如说之前 从魔镜之卵当中诞生的羽之神 他能够操纵雷霆之力 是他自身的全能 不需要任何的咒语和眉睫 只需要他想 你手中的锤子击打云层 就能产生运含恐怖毁灭力量的雷电 他是摘取了与雷电相关的因果之限 将与雷 电这些概念赋予自身 其他神明级的力量也是如此 对于一般超凡者来说也难以理解 所以才是不可匹敌的神 但可以肯定 这神秘领域当中 没有巧合可言 更何况 现在他们面前放的 就是传说中一分为二的命运硬币 这就是铁证如山 从第一季到如今 乐运硬币与幸运硬币合二为一的次数 用一只手掌就能守过来 而且每一次 持续时间不会超过一年 持有者就不知所踪或者横遭不息 手中的硬币也再次分离 这两枚双生硬币同根同源 但却好像磁铁的同级一门 每每相聚在一起 立刻就会和对方产生相斥 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厚恶 实际上 到了现在 也没有多少人想要把他们合在一起 只要得到其中一枚 就已经是非常强大的施法道具 然而 最恶心的一点在也 这两枚硬币本身从外表看是一模一样的 想要分辨 如果没有前任主人当场验证 那就只能靠时间 总之 结合这一切事实 艾德蒙可以确定 正是书店主人的力量 才让幸运硬币在下一刻就现身于此 不管他是预知到了 他们会带来的礼物是厄运硬币 还是早就布置好了 让刚才那个人交出了幸运硬币 这巧合的冰山一角 都足以显示出对方的强大 灵界一脸诧异的从门口收回目光 把柯林放在桌子上的硬币拿了起来 和手上的那枚对比了一下 发现竟然一模一样 联系刚才艾德蒙的话 他心中一动 这就是幸运硬币 今天这是什么日子 奇力派人送的礼物是厄运硬币 转头柯林就把另一枚幸运硬币 也当成谢礼送来 他简单解释了一下 当初帮柯林关电闸的事情 当然 掠过了小黑帮忙的过程 又瞅了瞅众人见鬼一样的神奇 摇头失笑 哈 看来我还是很幸运的 厄运硬币都不能把我的幸运夺走 命运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我一向是很相信命运的浪漫主义者 他当初大雨天地 特意给一个不知道从不存在的客人 准备一杯热茶 就足见灵界是浪漫重的 还有点文青 而当即之需进店 那毫无疑问是加上了他的重毒城 觉得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 可惜此时此刻并没有人能够体会他的心境 缘分各鬼 真是浮夸的演技 陈树商会的几个人心里都是一样的想法 哪里有帮人关了一下店家 人家就直接把传家宝送过来 其中必有蹊跷 这个书店主人坏得很 灵界满怀好奇地将两枚薄薄的硬币重叠在一起 这两枚硬币不知道是什么特殊材质 瞬间牢牢粘附在一起 变成了一枚正反两面完整的硬币 他翻来覆去的把玩 高兴地道 看来我拿到完整的命运硬币了 艾德蒙管家 是的 所有人都看见了两枚硬币是如何戏剧性的在此中 您真是幸运 艾德蒙和等老油条 奉承这种大人物当然得顺着他们的心思 镇定下来 就立刻笑呵呵地称赞道 灵界把合起来的硬币一起放回盒子里 这时又想起柯林刚才神情不太对劲 跑得也格外狼狈 便道 柯林似乎遇上了什么麻烦 艾德蒙把目光从那没升级为完整形态的命运硬币上收了回 问道 需要我们去看看刚才那位先生的情况吗 虽然按照他的猜测 这个叫做柯林的音像店老板遇见的麻烦 多半是和书店主人有关系 现在提这么一句 要么是让他们帮忙善后 要么是帮忙灭口 有人愿意效劳 灵界自然乐意 嘱咐道 他前段时间误以为我是恶灵 现在把传家宝送给我 应该是有补偿歉旧的意思 我原本觉得他好吃懒做 现在看来本质确实不坏 这些神明级的家伙果然不可捉摸 这位书店主人的恶趣味大概就有戏弄凡人这一条吧 老管家先吩咐剩下三个人当中的两个先去二楼卧室看看怎么修改格局比较恰的 还有一个跟着他去隔壁看看情况 隔壁音像店大门都没关好 看来是吓得不轻 艾德蒙出于礼貌 敲了敲门板作为提醒 随后带人跨了进去 柯林先生 干 干嘛 欲哭无泪的声音颤抖响起 那胖子原来躲在了沙发后面 撅着个屁股瑟瑟发抖 艾德蒙看了眼随从递过来的资料 道 您似乎在我们商会借贷一万元者 马上就要到还款日了 他就知道 这个恶魔肯定会用这个来玩弄的 他不但要杀人 还要珠希 柯林路从心头起 他不能怕这个 他连死都不怕 怎么能怕这个 他柯林也是有骨气的 他猛的跳起来 道 你估值 我的店铺 还有这些货品值多少钱 艾德蒙没有跟上这家伙的思路 但是既然说的是尽量帮 那就帮吧 算出来一共是三万左右 我用这家店铺来还 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虽然估价是这些 但实际买卖的时候 价格肯定是更低的 你有什么麻烦需要解决吗 艾德蒙本来是想要免掉这笔贷款的 但没想到对方竟然十分有个性 一定要自己害 挺有节操的 看来书店主人的眼光很准 没有麻烦 完全没有 柯林忽然间神清气爽 感觉自己一点负担都没有了 像个疯子一样哈哈大笑道 我自由了 哈哈哈哈 现在收拾行李就走 再也不回来了 他说收拾就收拾 因为大多数东西都已经被他卖了 于是稍微整理了一下 竟然直接就出门走了 这怎么办 随从一脸猛逼的问 艾德蒙思索一阵 恍然大悟 书店主人拿走了这家伙的幸运硬币 可能会导致这家伙在附近遭遇不幸 所以让他们过来 直接把人吓走了 就可以规避一定的风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着音像店一地狼藉 竟然觉得书店主人这些行为 可能是想要把对方店铺的地盘给兼并了 同时 他忽然注意到那隔壁不是空出来了吗 艾德蒙感觉自己领会到了真意 把刚刚拿到的地契地点的灵界 如果您需要 我们也可以帮忙把隔壁也装修了 一切听您的 在莫恩以及陈树商会等人各自忙碌的时候 灵界跑去隔壁已经被柯林抛弃 当然 现在已经归灵界所有了 的音像店转了一圈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他并非不出门 只是很少出门 否则他平日里的食物还有研究资料 可不能凭空变出来 柯林走之前是把这里洗劫了吗 各种杂物走进去左右望望 大致格局尽收眼底 能开在这种绝好的清静地道 生意火热程度还和他的书店不相上下 自然不会是什么大店铺 整个音像店比他的书店还要小上一圈 中间和四面都是货架 导致整个空间非常狭窄拥挤 以柯林的身形 估计每天在这些货架之间走动都挺困难的 也难怪他总是喜欢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 灵界一边付费 一边浏览着音像店当中 拜访着的各种蝶片 磁带还有杂志 他选择性地忘掉了自己 也总是喜欢在柜台后面看书这个事实 柯林的音像店和地球上的音像店 所贩卖的东西并无不同 各种电影 歌曲的蝶片 也包括主打低俗刺激的三级片乃至 刺激片 各类娱乐杂志 封面女郎全都是怎么暴露 怎么暗示怎么来 只是具体内容肯定不一样 这些东西全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而正经一点的电影歌曲全都被放在下面 基本上就能看出来这音像店是什么东西 灵界很少接触这些 但对此并无避讳或准硬 反而饶有兴趣地把所有的货架全都翻了一遍 在他看来 这同样也是文化与风俗的一步 一个完整的文明 一定会有高层次和低层次两个方面的东西存在 高雅的深奥的 低俗的浅显的 超脱物欲和依托物欲 正如太极阴阳 互为补充 或可分割 他研究民俗学的时候 习惯用辩证的方式来看待事情 很少全盘否定或者肯定 因此接受度也很高 电视机播报新闻 他找了找 果然在沙发里找到了遥控器 手上一摸全是油润润的感觉 就知道这遥控器估摸着 是被柯林每天长时间盘给都包将了 灵界尝试了一下 电视机依旧完好 就转而去楼上也看了一圈 比较奇怪的是 在楼上还发现了桌子上放的许多精炎 金箔以及几颗珍珠 还有一些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植物粉末 旁边有几根疑似本体的干草 灵界拿起来嗅了嗅 陈寅道 闻起来和楼下弥漫的香味是一样的 难道柯林还有至香的爱好 真是人不可冒想 看来我确实不够了解我的邻居 柯林这也算是张飞穿真 粗中有戏了 不过因为这些材料当中的经验 让灵界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 在西方观念当中 岩是可以用来驱魔的 所以之前误会她是恶灵的那段时间 柯林可能是拿这个配方来驱魔的 本来灵界不太会产生这样的联想 不过大宝剑当中被她给抛肚了的坎德拉王 给她了一个新思路 所以下意识地就产生了这个念头 不管是不是 反正现在误会也解除了 柯林员都走了 也无所谓 灵界把东西放下 走下了二楼 剩下的地方属于柯林本来的生活区域 没什么好看的 等下让爱德蒙几个过来清理一下就完事了 他打算把这里改造成一个附属于书店的书吧 灵界本来的那店铺全都是书架 连个凳子都没有 客人进来就只能逛一圈 站着看书非常不方便 加上全都是陌生书籍 基本只能靠她主动推解 那里的格局她又早就习惯 那不如就正好把这里改一改 专门用来放那些她已经读过的书 以及一些休闲娱乐类的书籍杂志 可以随便借月购买 再多售点奶茶什么的 让莫恩来管理 而这边本体则变成了 偏图书馆性质的店铺 各有各的好 说不定能吸引更多客人 灵界回去找爱德蒙说了自己的想法 莫恩的新身份也已经搞定了 那几个随从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对书店二楼和隔壁店铺 进行一下改造装修 等到大致格局改造完毕 已经是三天后了 陈述商会一行人也和灵界正式告别 对于灵界的热情推销 爱德蒙表示 启莉小姐还等着他们赴免 不方便再停留 灵界也只好遗憾作罢 她留下莫恩看点 一个人去了刚刚建好的书吧 摸着崭新的书架试探性地道 小黑 小黑的出场方式一向奇奇怪怪 这次是她被墙角折叠的影子 黄昏夕阳笼罩 阴影加深拉长 在墙面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个体 灵界看着墙面上的小黑 微笑问道 能带帮一个忙吗 她之前推测自己 向阿德尔人推荐自己的书籍 对小黑来说是有好处的 那么她不久前 刚刚向陶瑞斯的家族 推荐了自己的文章与图腾 而且是一口气三十多本 让小黑帮忙把书园 再增加几个应该不难吧 毕竟 当初仅仅是向王尔德推荐了一本 仪式与民俗 小黑就主动跑出来 帮她了一个小忙 果不其然 灵界刚说完 小黑便整个垮她下来 化作黑影包裹住了所有的书架 随着灵界所想的那样 出现了种类不同的娱乐休闲类书籍 小说 杂志 应有尽有 控制书架的方式和老书店一样 全凭心意 太好了 谢谢 灵界美滋滋地看了一圈 在抬头时 墙壁上的小黑已经不见了 真是深藏公与名 灵界嘀咕着 先回到了自己的书店 之后再让莫恩过来熟悉一下 二楼已经改成了两个卧室 一个厨房 一个客厅 一个书房 一个小健身房的布置 莫恩住在比较小的那个卧室当中 灵界自己的卧室控制权 总算是拿了回来 因为事情顺利 打算早睡庆祝一下 她躺在床上 无聊地拿出一直随身携带的 命运硬币抛制椅子 因为硬币正反变相同 于是就把之前是幸运硬币的 那一面点了一个红点 看来今天会有一场好梦 灵界看着自己手上硬币 这一枚脚上的红点 感叹了一句就关灯睡觉 但没有想到 她在睁开眼 眼前便是一片熟悉的白茫茫 白发阴谋的女人朝她温柔微笑 欢迎回来 灵界的面前 赫然是那片长满了鸢尾花的坡底 而不远处 便是那棵有着遮天蔽玉般 巨大树棺 以及如血管扭曲树干的繁茂绿树 虽然时隔了差不多一个月 不过灵界对于之前那个梦 还依旧记忆犹新 此刻 她的梦中人白茫 就又一次站在她的面前 就像是他们约定的那样 在下一个夜晚相见 虽然这个下一个有一点迟 但是仔细一下 白茫当时也没跟她说 到底是哪个下一个 隔个那么几十天 也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这 而在于 灵界真的又一次 梦见了一样的场景 因为有了幽灵坎德拉 那个梦境的经验 灵界这一次 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她之前已经把 弗洛伊德的那本著作 完整看了一遍 加上一些其他的梦境 相关书籍和例子 这种做出好像连续剧一样 梦的现象 也不是不能解释 但是连续两次梦见 一模一样的场景 两次都是清醒梦 似乎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而且她身体上的变化 实际上现在回想一下 也是在之前那场梦境 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 才产生的 当时没往这里想 现在再次回到这梦里 就突然仿佛被点醒一般 联想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假设是因为在梦中 吃了那果子 才导致她生出完人之想 她上次送给你的书怎么样 她上次在梦境当中 将一本自己想象出来的 格林童话 送给了对方当作礼物 希望对方能够不那么紧 看段书打发打发时间 当时只是灵界的浪漫主义发作 毕竟对方只是一个 她梦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吧 正常情况下 谁管她怎么想的 不过现在事情不太对头 灵界觉得对方 大概真有可能看 同时 她发现那把 从坎德拉身上拔下来的圣剑 此刻竟然就拿在她的手里 像是白燕流泻的剑身 明亮耀眼 十字格的剑柄精致 且镶嵌着水晶 看上去就是一件 华美的艺术品 白银文言轻笑道 很有趣的书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 浪漫 美好 人类和魔物也能够和平共处 好坏分明 你给我的礼物我很喜欢 让我第一次感觉到 好像有人陪在身边一样 她眨了眨眼睛 转身微微提起白沙般的裙摆 朝着那棵巨树缓缓走去 又回头问道 你也憧憬那样的世界吗 灵界刚想说话 又感觉不对劲 想了想 原来是对手里的这把剑 有些无所失踪 毕竟是在和人聊天 手里拿着把剑 总感觉要砍上去 不太友好 吃 她把剑随手插在了 长满鸳尾花的地上 然后点了点头 随口评价道 这样的世界谁不冲击 但实际上 这显然不可能 人类孱弱却有最智慧的头脑 和最恶毒的心肠 魔物 暂且统成做魔物 拥有强大的力量 却不可能像书里那样 不是好就是坏 无条件的帮助人 又蠢的不可救药 白银看着她 管耳道 你似乎很悲观 上次你劝我快乐点的时候 我还以为 你会是积极 浪漫 乐观的那种性格 灵界哑然失笑 摇摇头道 我确实很多时候 自诩浪漫主义者 但是也得分情况 我愿意相信 人性中的真善美 却不尽性 甚至恰恰相反 我经常劝别人 用最大的恶意 去揣测别人 在人类身上 这两者确实并不矛盾 白银不再纠结于此 扭过脸道 这把剑似乎有些眼熟 灵界看了看 插在地上的剑 把她的来历说了一遍 颇为无语的道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会跟着过来 串梦 白银被她的谐音 梗逗笑 提醒道 坎德拉已经用 灵魂对你发誓 成为你的剑 你的马鞠 就意味着 他将永远跟随你 无论在现实 还是在梦中 灵界隐约觉得 白银似乎知道 关于坎德拉 以及埃尔弗兹王国的事情 犹豫了一下 试探性地问道 你认识他 我当然认识他 白银点点头 走过来 将圣剑握在手中 拔出来打两点 道 埃尔弗兹的末代国王 人类口中的疯王 大瘟疫源头 他也曾向我祈祷 但实际上 正如他告诉你的那样 没有瘟疫 也没有封闭 埃尔弗兹完全是被坎德拉 亲手毁灭 人类将这一段历史 和另外一段混淆了 白银本身属于 优雅美丽的成熟美 总是挂着温柔又落寞的微笑 就像是中世纪的贵妇人 但他手持长剑时 也并没有违何感 这时又像是 生杀与罗的女王 阴谋当中 衬托出几分风锐 祈祷 灵界脑海当中 闪过了那个倒塌的白色大厅 以及埃尔弗兹王国 曾经信奉神的传统 白银会是那个 埃尔弗兹最初信奉的神吗 脑海里转悠着 一点不可思议的想法 灵界嘴上说的却是 混淆的历史 白银倒是长剑 将剑柄放进了灵界的手中 侧身走到他旁边 手指依旧向楚 并没有回答 而是微笑道 坎德拉将自己的记忆交给了 但你却无法看清其他部分 只有剑术是完整的 对吗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将两人的身高差距暴露无遗 是的 就好像本来就是我的记忆一样熟悉 但是我还没有试过 灵界目不斜视 感觉自己的视线 大概只在对方胸前左右 白银又贴近了一些 紧握着他的手 将圣剑举了起来 风锐明亮的剑锋 对准了正前方 再来做一次交换吧 我教你剑术 你学会了 我就告诉你 他们混淆了什么 白银眨了眨眼 灵界有些无语的道 好 第二季和第三季交界的历史 以及坎德拉记忆所赋予的本能 全都是灵界所好奇的 能够一次性探究个干净 他求之不得 而且这次交易 完全是灵界单方面战变你 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拒绝 不过白银的第一个教学问题 却让灵界有些意外 他问道 你知道以太吗 与此同时 真理会的维之派 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蓝灯 胡德是一个绝对忠实 且标准的维之派 他隶属于真理会机械学 是罗沃尔 废奇主任麾下的恐慌级学者 在枪械制造上很有成就 并且是一个狂热的 重火力爱好者 提示一下 机械学主任废奇 和炼金学主任 伦纳德是关系非常好的老年基友 之前在安德鲁的办公室里 互相阴阳怪奇嘲讽挖苦的 就是他们俩 废奇之前和安德鲁走得比较近的原本 在安德鲁被集体弹劾监视起来之后 就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和疏远 而且这一次机械轮回被袭击 也意味着废奇的重大失职 要不是另外一位副会长 一心想补揽大权 把责任一股脑全都推给了安德鲁 说不定现在废奇就直接被一炉到底了 当然 主要原因其实是 基本上会七七八八 就等于之前的投资全成了别人的价义 甚至还倒赔进去许多损失 怎么能不让人气愤 真理会上下 之前就有大批反对泥胎计划的人 现在更是骂声震震 直接把泥胎计划取消 及时止损 把资源全部清洗 重点发展起了更加实用的外骨和装点 总之这次袭击 让本就地位尴尬 内部斗争严重的机械学雪上加霜 废奇更是心灰意冷 对外声称闭关搞研究局 什么也不管好一阵子 先前向维之派透露的 关于书店的一些消息 突然就变成了这些学者的主要任务 实际上 就算安德鲁下达的命令没有被拦截 他们也照样还是要去书店的 对于维之派来说 没有比知识更让人着迷的东西 如果有 那就是更多的知识 他们就是一般宗教当中的狂信徒 不停地追逐着知识 并且不择手段地拥有他们 尤其喜欢从他人那里直接掠夺 一部分抵触维之派的人 甚至将他们称作西灵怪 以此来表达对这个群体道德上的蔑视 但真理会的广之派或者秘义塔 也并没有办法制裁他们 毕竟他们掠夺的仅仅是知识 而并没有对这些人的生命 意志和灵魂造成任何伤害 而被掠夺者的知识也并非不能复远 只需要重新学习就可以了 可以说 这是一群法外狂徒 正好踩在了超凡者 不可对普通人出手的边界线上 毕竟如果维之派的行为 算是违反约定 那么超凡者 清除普通人记忆的行为 就更加有罪了 在真理会当中 维之派的数量大约占据了二十分之一 而认为应当将知识广泛传播的广之派 则仅仅只是百分之一 因此维之派甚至可以算是 真理会当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学派 不可小觑 这些人可并不是傻子 不要将他们和普通人定义当中 那些对知识狂热到生活不能自理 以至于看上去有些傻的学术派搞混 恰恰相反 他们野心勃勃 乖章偏执 做事不择手段 甚至漠视人命 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疯子 当安德鲁的第二次拦截命令下洒的时候 以胡德为首的几个维之派的疯子 已经在二十三号街道上 他们谨慎地选择了先进行观察 安德鲁透露给他们的消息当中 有着这家书店主人的实力 轮移这一条子 胡德对此感到十分好奇 因此观察的时间还拉长了 实际上看了大概一周半左右时间 胡德就觉得这确实不符合 正常观念中的强者该有的样子 别的就算了 连装修都要找陈树商会 未免也太过分了 一点强者的样子都没有 如果说是懒 但是对于高等级强者来说 这种事情难道不是信守年来吗 动一动念头的事情 还非要又交谈又心心作态 岂不是更加麻烦了 如果说是为了逗人玩 有趣那么勉强能够解释 但又和书店主人那神秘莫测 又喜欢给人推书的形象略有矛盾 因陈树商会的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并没间带走了什么书 几个为之派的看了半天 最终一致确认 这几个层数商会的人 就是专门请来修房子的 这就十分奇怪了 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几个本就被称作疯子的人 脑子里冒了出来 也许这个让众多势力忌惮的书店主 传说中那个召唤出了 远古精灵王的幕后黑手 并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不一定是普通人 但是他也许因为某种原因 失去或者被限制了实力 这几个疯子为自己的发现兴奋莫名 对于接下来的行动更加充满了期待 并在几次商讨之后决定今晚出手 潜入书店当中 先对书店当中的知识 以及书店主人进行试探 而另外一件让胡德感到十分在意的事情 是书店主人的助手 胡德在废弃麾下 自然是参与了泥胎计划的 虽然他的专业领域不在造物学 但是架不住泥胎计划确认 所以胡德进实验室工作过一阵子 他对于那些人造人有印象 而恰好的是 这个助手他是见过的 胡德几乎已经可以确信 这助手脖子上的疤痕 一定是弄掉条形马产生的 夜晚 来自真理会的西灵怪 撬开了书店的大门 如同一伙劫匪 来盗取最珍贵的事物 知识 你们几个在楼下 先查看书籍内容 一旦发现不对劲 就立刻撤退 明白了吗 胡德吩咐完 自己警觉地把手里的枪端了起来 缓缓地 顺着楼梯走了上去 轻便型的外骨骼装甲 没有发出声音 隐形图层不但隐匿了他的行踪 让他轻盈的像是一只猫 也抹去了他的气息 这书店主人 连基本的防护法阵都没有布置 这让他心中的猜测越来越凝视 胡德小心挪动着脚步 终于来到了灵界的卧室 灵界的目光顺着明亮耀眼的剑身 一直一到了剑间 灰烬般的血清倾落在剑上 迅速消融 以太 作为一个经常接触神秘学的民俗学者 灵界当然听说过这个概念 以太 Ether Ether 或者阿卡夏 都是指空间 天空 创造物质世界时的第一种基本元素 除去地 风 水 火之外的第五元素 物质现象界的万物生存在其内 当然 这是他比较具有神秘色彩的解释 在古希腊 以太是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一种物质 是物理学史上一种假想的物质观念 不带物理学家借助他来思考一些物理现象 后来的科学家也对以太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 反正什么都往上挡 不过在往后 随着科学的发展 以太论就渐渐被否定了 灵界对这些就不是很了解了 毕竟他理科是十俏通的九俏 兴趣不大 看了纯属自己找面 而按照现在的情形 白银问的多半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那个哲学概念 不过 应该也不完全是 灵界心念一动 道 这片梦境 就是以太 以太是第五元素 同时也是四大基本元素的创造者 是一切根本 无处不在 充塞着万物 而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从种种诡异之处来看 绝非他自己产生的梦境 而是一处真实存在 但又区别于物质世界的空间 而空间 不正是以太吗 这就让灵界心中产生了一个猜测 难道说 在阿兹尔 以太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哲学概念 而是真实存在的一种能量 一种意识流 等等 阿兹尔 灵界心中一正 这片土地名为阿兹尔 但这只是汉字音译 真正的拼写是R 也就是天青色 也有苍天 避空的意思 这与以太所代表的清天 上层大气不谋而合 这绝不会是巧合 灵界在心中默念 同时忽然产生了一个 从来没有困扰她的问题 小黑为什么偏偏让她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她心中的疑问 显然没有人能够紧答 白银有些意外地微笑道 看来你知道得很清楚 灵界决定说真话 十分委婉地道 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 白银欣然道 那我们直接进入下一步吧 真的不清楚 灵界在心里那 对于自己这种习惯性忽悠的 模糊话语气十分矛盾 但是现在在追问 就有些抹不开面子 白银看着她微动的嘴角 偷偷把带着几分脚侠的笑意收敛起来 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道 你之所以会觉得 除了剑术以外的 好多地方不清楚 并不是因为坎德拉的记忆本身模糊 而是因你目前的认知 没有办法去理解 所以为了避免产生思维混乱 这些超出范围的东西 就被自动屏蔽了 好智能的记忆 灵界有些哭笑不得 偶一次听说传输文件 还能自动筛选屏蔽 不和谐内容 白银欣笑了一声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灵界才是小黑 她自己可没有这种能耐 她哑然 随后颇为无语的道 所以我想要得到完整的记忆 就得首先明白这块记忆在讲什么 这不就等于 七生蛋还是诞生机问题吗 永远是个死循环 白银摇了摇头 道 只需要一把钥匙 她一边说着 一边将灵界握剑的手微微抬起 道 闭上眼睛 将注意力集中在剑上 灵界实际上已经猜出来了 白银要交给她的就是那把钥匙 以太 她没有办法理解坎德拉的记忆 让灵界也学会理解以太 没有比这把剑更合适的钥匙 坎德拉的灵魂融入这把剑 向灵界立下了效忠的契约 这把剑上以太对于灵界来说 就没有任何抗拒 是最容易调用的 灵界放缓呼吸节奏 一眼闭上了眼睛 眼前一片漆黑 但能感觉到白银往旁边挪了挪 只有纤细柔软的手 依然盖在她的手背上 在这种状态下 她的注意力自然被手中冰冷的剑柄 很奇妙 就算只有剑柄清晰可感 灵界还是能够隐约想象出 完整的长剑 此刻正笔直的指向正前方 就如同是手臂的延伸 放轻松 将意识沉入剑中 白银柔声说道 随后瞬间松开了自己的手 灵界还心想着怎么沉 下一秒白银的手一松 她敏锐地感觉到剑身重量的变化 那种瞬间下沉的感觉 一下子就把她的意识拉扯了过去 她肯定是故意的 白银的轻笑声还在耳畔 她已经掉下去了 就像是一脚踩空 掉进了看不见的深渊漩涡 轰隆隆 难以形容的红尾声音在耳畔响起 渐渐代替了风吹树叶 鸳尾摇曳的轻轻沙沙声 如天风 如洪流 整个梦境都在共同呼吸 刷 灵界在回神睁眼的时候 手中还是剑 周围还是血与花 眼前却充斥着各种混乱奔涌的暗红色潮流 她的示意 就是剑上坎德拉残魂的示意 这就是一态 白银微笑 这就是一态 不过这个事也是暂时的 你需要先构想一个空间来存储她的 灵界点了点头 道 就像这个梦境之于你 白银看了看她 笑道 就像这个梦境之于我 然后呢 然后我会教你怎么使用它 灵界就这样在梦里忙活了不知道多久 只感觉自己要是有个系统 现在剑术技能一定在疯狂加一加一加一 至于一态 目前还只能把他们放在自己这儿 结果刚睁开眼睛 就听见卧室门把手转动的声音 本来还有点模糊的意识 顿时清醒的过来 灵界的卧室就小了很多 从门口到床边不过两三米的距离 此刻情况紧急 他抄起床边的长剑就第一步 如光燕般的锋利剑身准确地架在了对方的脖子上 这贼自然没有反应过来 半秒后才大惊失色 黑暗中 剑光映出灵界半张脸 他眯着眼睛 打亮面前这个奇装异服的入侵者 入室抢劫 入室抢劫 胡德听见这句话 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想着掠夺知识也算抢劫吧 下意识就点了底头 然后才变了脸色 糟了 对方都知道他的目的了 他们的行动一开始就暴露 原来这场战斗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灵界实际上意识也还没从梦里回来 身体沉浸在剑术本能当中 等他把长剑架在了那闯入者的脖子上时 才终于清醒了 当然 这一次内心的茫然 他是不会放在表面上 对面这可是入室抢劫犯 绝不能大意 此时 灵界已经顺势将对方全身上下打亮了一遍 这才发现他所谓的骑装衣服 实际上全是漆黑的钢铁矿 神似从前在电影上看见过的机甲 但是更加粗糙和花里胡哨 那矿架上刻满了各种复杂的花纹 隐约闪烁着暗光 看上去有点非主流 并不是说丑 只是灵界更倾向于干净利落的硬朗线条 这玩意的总体造型不伦不类 加上甚至还有线路暴露在外 颇有种魔法侧和科技侧暴力结合的意味 同时也非常 中二 哪个正经人会往机甲上面刻这些乱七八糟的 可能是自制的土机甲吧 灵界擅自给对方非常中二的衣服取了个名字 不过衣服并不是重点 灵界视线下意 看见了抢劫范手中的枪支 这把枪看上去就比那深土机甲要有威慑力多了 同时 这也是灵界把对方直接定性为抢劫 而不是偷窃的原因 如此明目张胆的手持枪戏 仿如他的房子里甚至还打算进他卧室 这不是打算行凶难道还准备来给他悄悄盖被子 灵界想到这里 手中的剑就更往前了一分 紧迫着对方的脖梗动脉和喉咙 仿佛下一刻就要划开一个口 切断这人的气管 他这么做是要让对方明白 他这把剑架在对方脖子上并不是一时久 只要他愿意 立刻就能取其手机 可 当然 灵界仅仅是正当防卫而已 伤人性命这种事情 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是做不出来的 只是这种敢拿着枪入式抢劫的 必然是胆大包天的狠 再加上点中二属性 那就更可怕了 一定要从一开始就从气势上占领高地 灵界继续紧盯着对方沉声问道 你的同伙在楼下对吧 他刚才已经隐约听见了动静 判断楼下也有力 不过随后莫恩卧室就传来了开门声 莫恩的武力之灵界在平常的时候就已经见手 身上的伤差不多好了之后 做家务般东西毫不费力 甚至能徒手钉钉的拆家具 果然就听见了莫恩翻身跳下楼的声音 以及随后传来的几声惨叫 对方睁大眼睛的震惊神色 这才转变成了慌乱 张了张嘴想要说话 猴杰立刻就因为用力抵住了剑锋 被切近了肌肤 渗出了鲜血 胡德慌忙从喉咙里发出气疑 想提醒一下书店主人 你这么驾着我说不了话 灵界道 把枪放下 胡德犹豫了一下 然后缓缓把手中的枪械脱举着先往前 再配合着慢慢蹲下来要把枪放下 但他才刚做完第一步 灵界就勾起嘴角微微一笑 随后手腕一转 常见斜下刷的划过一道银壶 如些豆腐一样把枪管 直接从中切成了两半 剑锋转了一整个圆壶 又精准地回到了胡德的脖子上 不过这一次 就隔了大概一厘米左右 胡德目瞪口呆 他本能前他的举动被硬生生遏制 纹身僵硬 目光落在切口平滑的枪身上 胡德对于自己身上的装置十分刺刑 这些全都是他亲自打造的违禁品 采用了下城区一技出产品质最好的采样 枪体本身可以承受毁灭级的权力一技 而攻击力达到最大功率的时候 甚至可以媲美小型艰辛胖 当然并没有任何安全性和稳定性可言 这些技术全都是机械学正在进行研究的新项目 力图把白巫师的符纹和机械融合在一起 掌握不好随时可能变成自爆 已经接近废纸 没有官方支持 胡德就只能咬牙用自己的钱 而现在 他费尽心力的成果 就这样被一箭毁灭 胡德心中不由地涌上了窒息般的痛 这是他用知识早就的作品 就像他知识的具现化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自己的知识被人掠夺了一样 但幸好 他还有身上的装甲 这才是他智慧的结晶 最满意的杰作 继续 书店主人淡淡地倒 带着强大压迫力的目光寒意灵力 示意他把手中的枪支继续放在地上 你都已经把他毁了 还要怎么样 这简直是酷刑一样的折磨 胡德在心中哀嚎 微微颤抖地把手里残存的半把枪放到了地上 但刚刚蹲下去 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轻微的嘎吱咯咚声响在不断响起 就像是 就像是 有什么东西在开裂一样 胡德勃然色变 马上就意识到 是他身上的装甲 他这个念头刚刚在脑海中浮现 视线中 自己手部的装甲就崩开了一串裂纹 宛如雪崩一样的连锁效应 他全身上下的装甲 从中间开始悉数崩解 一块块碎片哗啦啦落到了地上 星号百分之人民币 胡德欲哭无泪地看着这一面 现在你可以稍微活动一下身体吧 他看了一眼这个抢劫犯 发现装甲后的面容比想象的要年轻 大概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 还是个少年 此刻一脸失魂落魄 倒有几分像高考考杂了 等下去和你的同伙待在一起 就等着警察来吧 小小年纪做什么不好 做犯法的够等 你以为抢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吗 错了 这些东西是别人的 你一辈子也没有办法理解那种努力的过程 林老师一边把人带下去 一边还不忘记说教 不过这种时候 灌心灵鸡汤就不合时宜了 所以只是点到为止 他就伸手拿出了通讯 拨通了克劳德约瑟夫的弟子 正好是个警察的号码 胡德文言先是一正 然后终于有余地说话 无分地道 我还没有做任何事情 你毁了我的作品 就算是抢 也还没动手吧 这句话虽然听上去是强词夺理 其实是胡德出于内心恐惧 而试图为自己辩解 但于无伦次的底线 灵界转头微笑道 怎么 若是抢劫还能给自己辩解 腿在你身上 难道是我把你绑来的吗 听起来你身上的那些玩意 还有你的枪都是你自制的 那说明你还有天赋 可惜不走正宝 正需要好好教育一下 你该庆幸自己 确实还什么都没做 否则就不是给你一个教学 这么简单了 这种品行不端 死不悔改的青少年 正是灵界最深恶痛绝的一类人 胡德不知道为何感觉身上异冷 想起自己四分五裂的装甲 忽然不说话了 楼下 电灯已经被打开了 书架前面躺着好几个 同样穿着土机甲的家伙 不过并没有胡德那么花里胡哨 漆黑哑光的合金框架 看上去顺眼多了 灵界一眼扫下去 大概有六个人 算上他见架着的这一共七个 好吗 真就团伙作案 此刻 这几个人身上 身边地上都散落着一些翻开的书 一个个或抱着头 或捂着眼睛 蜷缩在地上一边打滚 一边哀嚎呻吟 看上去就十分痛苦 看样子 他不是看他柜台里没放钱 试图搜索书架 还有他手里这个 直接就跑楼上来 呜默着是个领头的 而莫恩就站在这些人的前方 默默看着 听见灵界下楼的动静 这才转过头来 满脸无辜 灵界赞赏道 干得好 莫恩看了看那些 抱着头倒在地上 又看了看满脸夸奖笑容的灵界 眨了眨眼睛 他明明还什么都没做来着 从听到动静下楼 到现场的时候 就只看见这几个人 拿着书倒在了地上 浑身抽搐 惊恐无比的大喊大叫 试图往外爬 于是他想了想 就跑去把书店 被撬开的门关上 免得这些人跑掉了 既然老板夸他 那他应该就是做对了吧 于是少女认真地点了点头 到 接下来该怎么做 灵界看了看自己的通讯 还是在播号中 先等等 我已经打电话给警察了 这几个人什么情况 莫恩自然看出了 这些人是真理会的学者 而且直奔书家 估计是为之派的 不过这次可谓是 捡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些书的恐怖 他可是深切感受到的 来窃取知识 生命暂时应该没什么威胁 窃取知识 偷书 哦不是 窃书 灵界无语地看着 这些满地乱滚的家伙 意界孔一己 至于莫恩的用词 这孩子的中二程度 他早就领略过 自然就翻译出了意思 胡德听见这话 双目颜断 额上轻轻条条站开 紧握双拳 是掠夺 不是窃取 这是我们为之派的信条 真理会的事情 怎么能叫 啪 灵界一巴掌 带着通讯仪 就拍在这家伙后脑勺 再说一句 胡德 慢着 灵界回过未来 眯起眼睛看着胡德 真理会 灵界的通讯仪 在这时候终于被接听了 他朝莫恩比了个近身的手势 转过身听见通讯仪当中 传来克劳德十分恭敬的声音 灵先生 有什么事情吩咐吗 这么晚打电话过去语调 还是这么清醒 看来在诺金当警察 真的是很辛苦 不过想了想之前 那三个草包 应该还是克劳德本身比较敬业 灵界瞥了一眼 在旁边战战兢兢 看向自己同伙们的胡德 顺手把剑又往前送了一份 口中道 克劳德呀 非常抱歉 大晚上递找你 不过毕竟你是约瑟夫的弟弟 做事比较方便 是这样的 刚才有人半夜闯入了书店 什么 克劳德那边传来了吃惊的声音 随后背景当中 隐约有爆炸声和惨叫声 克劳德似乎把通讯仪拿远了一点 然后大喊着指挥道 两组顶上 三组绕后 医疗队伍呢 先救治伤员 快点 这群该死的杂主 今天他们死定了 等我抓到他们 一定要把他们的袜子塞进他们的屁眼里 然后又是一阵十分混乱的声音 灵界抽了抽嘴角 这是正好赶上抓捕犯罪分子的直播现场 今晚的诺金看来也很平静呢 不过克劳德激动起来这个口 倒确实像是约瑟夫大爷清喘了 过了一会儿 克劳德才重新拿起了通讯 缓了一口气 道 可 抱歉 最近察觉到了血验重新活动的痕迹 才追查到了他们的一处街头里 就中了埋伏 现在正在抓逃掉的几个 血验 灵界皱了皱眉 感觉有点耳熟 他稍微回忆了一下 就想起来是王尔德曾经提起过 某一次老王来借书的时候 提到过一句 最近有个叫做血验的组织在邀请我加入 灵界随口问了一下这个组织是干嘛的 老王大概说是一群闲得没事干的人 成天聚会完了 彼此交流想法 灵界觉得这玩意不靠谱 而且有传销倾向 肯定目的不纯 就劝诫了几句 老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没想到现在又一次听见了这个组织 而且性质更加恶劣 本来灵界猜测这是个传销组织 现在看来 这特么是个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 甚至是能和中央警署干起来的恐怖组织 光是从通讯仪里面清晨 就感觉战况激烈 还好当初劝了老王 否则怕是要少一个忠实顾客 不过这都不重要 克劳德继续道 灵先生 你那边是什么情况 灵界回神 道 有七个入室抢劫 自称真理会的 我已经把人抓住了 想了想 还是交给你们处理比较好 克劳德道 真理会 难道是为之派 灵界刚才确实听见了这个词 点点头道 对 是为之派 克劳德择死了 老师竭力阻止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书店老板和真理会相遇 只能希望真理会没事了 我明白了 只是现在我暂时无法脱身 白天来处理您看可以吗 当然 灵界又寒暄了几句 挂断了电话 环视几个混混 最后把目光投向了 唯一还清醒的乌德 好了 就等着警察来接你们吧 不过在那之前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灵界让莫恩把地上躺着的 那几个人身上的毒机甲都拆下 面部的护甲除去之后 可以看出来 这些泪流满面 满地打滚乱爬的闯入者 年纪也变不大 和他猜测的一样 上了二楼的乌德 是这些人的领导者 其他成员平均年龄在二十岁上下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犯罪团伙 不过因为这哭笑不得的窃疏目的 让灵界心中的怒火烧将 如果这些人真的是打算持枪入室抢劫 灵界就得好好教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了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仅仅是把人全都绑起来 还打算和他们的头 客客气气聊天 被客客气气对待的胡德 视线从满地暴力拆解的 装甲零件当中收了回来 落在了自己脖子前的剑锋上 学者群体和巫师有些相似 都是依靠外力来驱动以待 本身的身体素质不刻意进行锻炼的话 也就比一般的普通人强上一点 最多达到异常级的肉体强度 换而言之 他们现在都是赤裸裸带宰的羔羊了 而且胡德刚才终于看清了 自己同伴痛苦哀嚎的模样 猛的惊喜 这并不是那个人造人把子 他们身上根本没有外伤 而且哀嚎的时候 还带着一些难以听清的意 还有偶吐 抓闹自身的现象 看上去像是疯了一样 这好像是掠夺失败 灵魂遭到反噬的表现 胡德心惊肉跳的看着自己同伴的下场 有些难以理解 掠夺知识失败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而且他们手里顶多每个人一本书 怎么会失败 以太是血液和灵魂的货币 代表着用以太修行的两个方向 他们作为学者 专修灵魂 灵魂的容量和强度都远超一般的巫师 有句话说的好 一个好的学者一定能成为好的巫师 但一个好的巫师却不一定能成为好的学者 掠夺失败一般情况下有两个原因 一是知识中包含着难以被他们所理解的内容 包括禁忌知识 远古知识 高阶领域知识等等 超出了灵魂能承受的强度 这种情况 后果比较严重 会造成灵魂震荡 撕裂 甚至在肉体上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 二是知识的内容数量太大 超出了灵魂的存储果 就会像是吃撑了一样 造成记忆被挤占 丢失 同时发生呕吐 而如果两者并存 那么就会像现在满地乱爬的这群人一样 完全失了智 也就是说 这书店当中的书 他们仅仅是掠夺了一本 就直接短暂的变成了傻子 你们是真理会的人 灵界坐在凳子上 凭着抬了抬架在胡德脖子上的长剑 面前被一个个绑成粽子的闯入者 终于不再大喊大叫 大概是逐渐恢复了一点理智 他们此刻变成了倒在地上 双目空洞地说胡话 只有胡德是坐在地上的 胡德下意识头皮一马 往后痒了痒 书店主人一剑 把他的武器和装甲 瞬间全毁 已经成为了他的心理阴影 他抬起头道 是 灵界现在看他的眼神 就像是看见知名高校的学生 出来抢劫一样 虽然学识的多少和人品 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稀奇啊 放着正经路子不走 走这种死路 胡德对这种眼神太熟悉了 真理会当中的其他学者 看为之派 都是用的这种眼神 他的心中自然是好气哦 倔强 不服 愤懑 但是想起灵界刚才的警告 他还是乖乖选择了避 但这并不是他怕 为之派的人要是懂得恐惧 就不会被叫做疯子 然而疯子不代表是傻的 实实物者为俊杰 这句话他还是懂的 忍一忍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灵界接着问道 胡里特 霍尔 还有特罗洛姆 鲁伯特 这两个学者的名字 你听说过吗 胡德愣了愣 不明白对方想干嘛 但是心想先稳住再说 于是道 胡里特 霍尔是药剂学的前任主任 鲁伯特是考古学最后一任主任 一百年前就已经死了 他死后考古学乱成一团 没人肯当领导 所以五十年前 被上一任会长从真理会废除了 那份零碎资料的两个研究者 在真理会当中 竟然还是主任级别的学者 但是就连他们也没有借阅 那本爱尔福兹新川史的资格 看来那本书的等级是真的很高 还得从长记忆 不过鲁伯特的死似乎有点问题 如果是正常死亡 没道理后面突然没人肯当领导 甚至直接就废除了一个学科 嗯 也可以假设两者没有关系 不过既然没有关系 也没有必要在后面多补充一句 中间一定有关联和隐情 灵界发现胡德这个人 似乎特别有炫耀自己知识的欲望 再说后面这一段的时候 他的神情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字 灵界突然道 鲁伯特是怎么死的 胡德顿改誓言 闭嘴沉默 灵界笑道 你不说我也可以问他们 他指了指地上那一曲 胡德哼道 他们可不知道 灵界摸了摸下巴 你好像知道的挺多的 那当然 胡德冷笑道 我们为之派才是 真正通往真理的途径 学习效率比他们高多了 只要把需要的知识 全都掠夺过来 迟早有一天 我们能够窥见真理 灵界没理他 你既然不能说 那么这件事情 应该是没有公之于众的 而掠夺知识的前提 是得有人或者资料 那么谁给你提供的 这些不能被知道的事情 看你刚才肆无忌惮的样子 似乎并不怕被问的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胡德 露出了和蔼可亲的笑容 胡德小朋友 你看上去不像是大人物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性 你的家长 在真理会地位很高 你说 我直接拿你和真理会 做个交易怎么样 这句话当然是骗人的 灵界这么一个堂堂正正 热心善良的书店老板 怎么可能做出保票这种事情来 至于找克劳德 这个熟人警察过来处理事情 真的就只是想提高一下效率而已 没别的意思 胡德脸色一僵 看着离自己脖子 越来越近的剑 拼命写小幅度的摇头 不想灵界叹气道 其实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你这个小朋友 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 胡德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就听见他诱导 这样 你不是一直说什么为止派 掠夺知识什么的吗 那我就不和真理会做交易了 我和你做个游戏 你来试试掠夺我的知识 你成功了 我就放了你 你要是失败了 就当你被我掠夺了知识吧 把鲁伯特的死因告诉我 灵界微笑道 怎么样 灵界自觉对于一个入室抢劫少年犯 他的态度已经堪称是和蔼亲切 宽容大度 不过该进行的惩罚还是得有的 解除武装仅仅是第一步 既然这个小朋友实际上是中二并晚期 他也乐得顺着对方 然后在对方擅长的领域打败他 击破他的认知 林老师深知对于这种沉浸在自己内心世界不可自拔的人 自我中心是非常严重的 你想要用自己的逻辑去说服他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既然他要掠夺知识 那就让他来试试吧 直白地告诉他没这回事还是太紧了 干脆让他自己来证试吧 圣诞老人和假面骑士都是假的点句屁语 灵界一边微笑着 地边伸手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位置 示意知识就在这里 你随便动手 胡德心道我有说不得权利吗 他看着对方脸上的神气 怎么看怎么觉得那笑容中充满了一种猫抓老鼠般的戏血 冰冷和巨高凌下 而手指太阳穴的动作 仿佛在暗示他如果不听话 那把被一剑两段的枪就将会是他的下场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 显然他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如果他选择不玩这个游戏 对方就要把他绑票 和真理会谈条件去 如果胡德只是一个专精机械学的普通学者 他大可以宁死不去 告诉对方你绑了我也没有用 像我这样的学者真理会多了去 不差我一个 真理会会因为一个普通学者的死 把那种机密透露出去 算他输 但可惜 灵界的推测一点也没有错 他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他的家长是 蓝灯 胡德 17岁 是维之派的疯子 是机械学学者 同时也是真理会会长 玛丽亚已去世的姐姐的儿子 他的亲外甥 换句话说 这家伙实际上是个二代 不过因为他选择了站在围之派 并且经常胡来搞事情 玛丽亚表面上和他并不亲近 但私下里当然是多有关照 否则也不可能让他养成了这种性格 现在玛丽亚尝试突破神明级 不管真理会的事 但每天他要是出关了 突然发现自己外甥被人给撕票 真理会上下也得负责 估计日子不好过 所以灵界要是真的把他绑票了 和真理会谈判 大概率真能成 而且不管之后结果怎么样 反正真理会的脸是丢光了 他之后会比真理会的那些老头子更难过 胡德正是明白这一遍 所以才是真的骑虎难下 别无选择 胡德觉得自己像是掉进蜘蛛网里的小蝴蝶 越是扇翅膀越是被蛛丝缠死 对方完全把他的后路堵死 走哪都是死 这个游戏 他非玩不可 胡德咬着牙答应 心里却飞从中来 只感觉这哪里是玩游戏 分明是在玩它 刚才他听的一清二楚 书店主人打给的是克劳德 那个不败的圣言约瑟夫的弟子 让秘以塔的熟人过来处理事情 可见这家伙连后续处理工作都安排到位了 连一点翻盘机会都不打算给他留 灵剑笑了笑 把剑收了回来 去了一眼少年身上的神语 故意道 你这个所谓的掠夺知识 应该不会要用手吧 不会吧 当然不需要 这家伙什么语气 胡德恨得牙痒 深呼吸 闭上眼睛进入冥想状态 平常时候进行掠夺 是不需要进入冥想辅助的 一般的知识 直接使用灵芝之术进行掠夺就可以了 也就是现在倒在地上的那些人所使用的方式 但是现在要是还用一般方法 那就是找死 虽然胡德到现在也猜测不出对方到底是什么等级 但是他在进入卧室的一瞬间感知到的气息之后 已经让他瞬间产生了死亡预兆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僵硬在原地 连装甲都来不及发动 直接被灵界生擒 对于这种等级 就算他不设防 任由掠夺 难度也是非常大 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掠夺多少知识 而仅仅是掠夺成功就可以了 那么我只需要用自己的权利 然后触碰到一丝边缘 掠夺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 既能赢得赌约 又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不至于像其他人一样当场暴敌 而且 胡德安慰自己 他一开始来这里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掠夺新的知识吗 现在对方给他这个机会 当然是要好好利用起来 做足了准备再动手 胡 胡德冥想许久 把状态调整到最佳 平心静气 开始了第一次试探 很快 他就感觉到了 对方的灵魂不对劲 真的没有任何方向 胡德狐疑的想 他有些想不通 面前这个完完全全敞开的灵魂 是个什么情况 就像是普通人一样 难道有陷阱 比如说在这里放一个灵魂几次 或者心灵冲击 他在心里难难 但是他不可能停下 于是继续往前 在犹豫和迟疑之中 终于下定决心 以最快的速度 和集中了他所有灵魂强度的 灵智之处加强版 触碰到了灵魂边缘 胡德心中一喜 正想着马上撤走 就感觉自己眼前 浮现出了大量的扭曲 恐怖 光怪陆离的图景 急速冲击 洗刷着他的认知 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 开始通过他灵魂的角落 占领他的思想 蠕动的升空 尖笑的海洋 睁开眼睛的星球 歌唱游异的宇宙和星空 无穷无尽的黑暗雨 混沌扑面来 将他瞬间吞没 这是个陷阱 所有的知识都是陷阱 没有防御 不需要防御 这里的每一点知识 都是不可逆转的思维剧 我认输 我认输 我不玩了 胡德猛地睁开眼 惊恐地摇头 剧烈挣扎起来 后仰幅度之大 整个人直接摔在了地上 往前匍匐如动 甚至挣脱了身上的绳索 但更可怕的是 无法摆脱的那些影子 他们正在吞噬他 仅仅几秒钟之后 胡德就安静了下来 你没事吧 灵界蹲下来伸出手指 戳了戳少年的肩膀 有些同情 认识到世界的真实 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胡德趴在地上 呼吱呼吱地喘了几口气 闷闷地说了句 没事 还挺有活力的嘛 灵界笑了笑 转身坐回去道 没事就好 自己起来吧 胡德双手蹭地 缓缓抬起头 站在他面前 不远处的莫恩 清楚地看见 闭着眼的少年 额头中央裂开 一道蠕动的缝隙 随后突然睁开 露出了眼皮下 突出的眼球 第三只眼 莫恩猛地后退了一步 背后鸡皮疙瘩瞬间起来 胡德额头中央的眼睛 紧紧睁开了一瞬间 像是新生儿一般 窥视了四周一拳 就重新闭合 裂缝也随之消失 就如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但莫恩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闯入者 长出了第三只眼睛 就在他试图掠夺 林老板的知识失败之后 天知道他究竟在 老板的灵魂里 看见了些什么 不 实际上这场 无形交锋的知情者 只有当事者两人 认输也是由胡德 自己喊出来 知识究竟有没有被掠夺 没有其他人知道 而假如说是成功了 那么此刻得到了那些知识之后 发生了躯体上一遍现象的胡德 到底还是不是原来的胡德 假如换一个人来 大概率是要被这一幕吓到 直接失去理智 不过莫恩早就被 大量的知识洗礼过一遍 虽然对于自家老板的恐怖程度 认知更上一层 但是已经不会感到非常惊讶了 他转过头去 假装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 心想着老板的报复欲 还是这么强 就算对方比自己 若不知道多少 也要十分恶劣地玩弄一番才罢休 胡德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拍了拍自己身上灰尘 老老实实地又坐回了 自己原来的位置上 看上去甚至有几分乖巧 灵界十分满意 觉得自己这套中二修正拳 简直太到位了 果然想要让中二少年迷途知反 就得站在对方的角度打击对方 让他深刻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 这才是真正震撼心灵的一堂课 今天又拯救了一位迷途的少年了 灵界语重心长 你现在明白了吗 还掠夺知识 还搞什么为之派吗 他听为之派这名字 再联想到克劳德这个警察 那貌似颇为头疼的态度 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特别难搞 特别顽固的学术团体 肯定是天天聚众游行 十分扰明 再看胡德这些人的德行 就知道走火入魔一身 胡德看向灵界的眼神 隐含着极度的崇敬和坚定 握着拳头用力点头 我明白 原来这才是世界的真实一面 我以前看见的 知道的都是虚假的 他们都是在欺骗我 我认知全都是扭曲的 我错了 我完全错了 这种二病 只要坚信的东西破灭了 就完全治好了呀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了 灵界心为地道 知错就改 善莫大焉 记住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 没有意义而且违反的事 抢劫是不对的 就算是窃书 那也是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 明白没有 你还想 还有大好的光明未来 不要想着不劳而活 要学会享受追逐支持的快乐 只有通过自己 努力得到的东西 才会有脚踏实地的满足感 这种感觉 你以前是绝对感受不到了 胡德坚定的点头 若有所思道 您说的没错 为之派的理念是无根抚平 空中楼阁 踏得越高 就越不稳 我需要更加坚实的根基 还需要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灵界深感如此可教 那就去开辟自己的道路 你能有这种觉悟 说明你是有智慧的人了 而智慧 是比知识还要重要的东西 有了知识 你能够创造新事物 但有了智慧 你能够创造新知识 智慧 创造知识 胡德重复着 眼神越来越亮 看向灵界的眼神 已经接近狂热了 灵界大撒鸡汤之后 终于想起来了自己的目的 咳嗽了两声 微笑道 不过这些还需要你之后慢慢理解 我们先来聊聊鲁伯特的问题 胡德立刻点头 没有任何犹豫地道 鲁伯特并非自然死亡 据说是因为在研究第二季 和第三季交界的历史时 因为窥探到了某个禁忌的秘密 而发了疯 最后自杀的 他自杀之后 考古学相继有几个试图探究 他死因的学者死去 后来就没有人再感动相关的资料 甚至对挖掘那段历史相关的事情 都十分畏惧 恐慌愈演愈练 甚至有传闻那段历史的大瘟疫 将会跨越万年的时光传播到现实 为了制止恐慌蔓延 最终还导致了考古学的废除 因为研究相关的资料 而导致连续死亡 确实有些不容易 但是也有可能 是因为那段历史当中 有着颠覆了这些学者们认知的事情 让他们感到无法接受 灵界沉吟了一下 问道 相关的资料都封存了吗 都封存了 在真理会当中有最完整的意义 黑暗时代 爱尔福斯新衰世 据说当初鲁伯特 就是看了这本书发的风 权限设置的特别高 胡德之无不言 甚至踊跃地道 如果您需要的话 我可以带来给你 灵界有点意外 你能拿到 胡德点点头 目光闪烁 脸上未有的色 真理会会长 玛丽亚是我的姨妈 她闭关不管事 给了我戒约的权限 诶 猜到这小子的家长 在真理会肯定有较高的地位 但没有想到高得这么厉害 怪不得敢直接出来 持枪入室抢劫 背后有人啊 灵界颇为无语地提醒道 在你能力范围内做事 不要出格了 知道 胡德满口答应 地上的几个人 也陆续彻底清醒了过来 全都满脸茫然 甚至嘴角流口水 很有痴呆的趋势 灵界让莫恩帮忙松马 他们才互相搀扶着站起来 好在还都认识胡德 面面相去 在后者的组织下 集体巨公向灵界道歉 并保证不再掠夺知识 也不再信奉为之派 克劳德赶过来之后 看着这一个两个乖的 跟安纯一样的为之派少年 心里立刻明白 这些家伙终于是自讨苦吃了 因为已经私下和解 所以克劳德只负责 像真性的问了几句 就把人放走了 胡德带着人走出去不远 就回头道 你们都看见了吧 跟随他的众人 纷纷露出了狂热的神情 七嘴八舌道 看见了 这书里才是真正的真理 没错 多么伟大 多么美丽啊 我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这种被塞满的感觉 我还想再来一次 那书里都是智慧的福音 实在是太棒了 胡德咧嘴露出了森森白牙 额头上突出的眼睛睁开 看向众人 张开双臂 道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不再信奉真理 好吗 众人互相看了看 都露出了痴迷的表情 齐声道 好 胡德道 那么我们信奉谁 他们再次相互看了看 欢心地道 林先生说智慧创造新知识 我们就信奉智慧 书店中 克劳德却没有立刻走 而是犹豫了一下 向林介问道 林先生 您最近有王尔德的消息吗 王尔德啊 林介正把绑人用的绳子 收起来放进柜台里 闻言抬起头来 随口道 约瑟夫还没找到 他这个老朋友的下落吗 不要问为什么会有绳子 问就是捆书用的 他还记得约瑟夫 第一次来书店 就是为了和王尔德和好 这都一个多月了 还没找到人 效率也太低了吧 王尔德都经历过了一次 空巢老人惨遭不孝子女 觊觎财产的危机了 不过也不排除老王 故意躲着约瑟夫的可能性 毕竟他们两个当年闹过矛盾 虽然约瑟夫有主动 和好的想法和行动 但不代表老王愿意接受 呃 是的 克劳德额头冒汗 见鬼的老朋友 老师现在恨不得 把王尔德揪出来掏心掏肺 不过准确来说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点线索 他前段时间 在52号街道附近出行 而且应该在那里 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至少一天 52号街道 林介在心里 大致推算了一下位置 微微一正 那不就是最近第二次 爆炸火在事故发生的地方 虽然距离事情 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有了 但是如今电视广播当中 依旧还在追踪报道那场事故 据说那边的事故程度 比这条街道上次的 煤气泄漏爆炸还要严重 好像有暴乱分子 趁着大雨在下水道系统 一年放了炸篮 连环爆炸导致地基崩塌 加上街道上泛滥的积水 被摧毁的下水道 中枢阀门失控 汇集成的洪水 直接把好几条街移为平底 不仅如此 暴乱分子声东击西 还偷袭了中央区的科研机构 等于是在跳中央区的脸 才惹得中央警署直接出口 进行大规模的排查 也就是前几天拉紧接线的事情 而王尔德竟然在52号街道 逗留了一整天的时间 要知道 那里可是内涝的重灾区 居民早就被转移完了 一般人根本没有理由在那里停留 更何况是这么长一段时间 灵界从克劳德的神态语气 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他话中所指的就是 之前爆炸袭击发生的那个时间段 甚至可能就是在当天 老王可能和那次袭击有关系 灵界心中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克劳德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难不成 老王受了查尔斯事情的刺激 参与了什么报社组织 很遗憾 他上次来还玩书之后 就没有再来找过 灵界心里有些不适自卫 感觉自己的这个老顾客 似乎走得差 问道 是不是和52号街道的事情有关系 你不用遮掩 直说就是了 是 克劳德松了一口气 他们实际上有猜测之前 白狼的事情 也有书店主人在逢中推读 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没有 但是王尔德那里就不好说了 从时间上讲 虽然都是客人 但王尔德来的时间更早 提供一点线索就行 老师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希望您能够帮忙 我们可以付出需要的代价 蜜伊塔对当时下水道中的祭坛 以及四周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首先就找到了王尔德 在战场附近残留的以太奇系 其次就是之前那些猎人 采用血迹方式 隐约有王尔德的痕迹 约瑟夫和王尔德 打了差不多半队的交道 对他的法术特色简直了解 不能再了解 他说是 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始了 灵界皱了皱眉 都已经用追查这样的用词 老王怕是已经变成了犯罪嫌疑人了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尽量不过 既然如此 我觉得有件事情需要说一下 灵界道 刚才你在通讯仪里说的是 血焰重新活动了对吧 你在指挥抓捕他们的行动 克劳德点了点头 这个组织存在很长时间了 但是行动十分硬比 而且间隔时间很长 人员分散 成分复杂 备案能够追溯到几十年前 我们断断续续一直在追查 最近又发现了他们活动的痕迹 这还是个历史悠久的传销团伙 听着真邪乎 但能够让中央警署束手无策几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 这一定是一个能量庞大的犯罪组织 而且刚才听通讯仪当中传来的声音 那可是一副激烈交火的模仪 可见这不但是灵界当年以为的传销团伙 而且还是个武装恐怖组织 灵界叹气道 老王以前和我说过 血焰邀请他加入 但是当时我阻止了他 不过他大概没有听我 前段时间和我说最近有个聚会 应该就是指的他 克劳德一论 然后猛地睁大了眼睛 毁灭级黑巫师 黑灵的无面人王尔德 曾经被血焰邀请加入 这可是重大消息 而且王尔德的行踪才察觉不久 血焰就冒了出来 难道是王尔德不顾书店主人的劝毒 依旧加入了血焰 这个邪恶的组织在诺金存在的时间非常长 成员囊括了各个势力 以特定的形式召集成员之后 由发起者发布任务 提供奖励 参与者共同完成 中间人见证并保障 这次的事情 密尼塔怀疑就是血焰在捣鬼 他们本以为 像王尔德这样的性格和身份是不会加入血焰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就在最近 血焰就会再次召集成员进行行动 密尼塔需要尽快调查起来 感谢您的提醒 克劳德发自真心的站起来朝灵界行李 他现在终于相信书店主人是友善的 愿意向他们提示这样重要的事情 只是 这世界上并没有多少像是书店主人这样的到位者 克劳德在心里叹了口气 更何况现在不仅是血焰重新活动 还有各个猎人组织也开始不安分起来 猎人组织当然不安分 他们流淌着瘦的血液 天性好斗 野蛮 磨牙水血 随时都在为了战斗做准备 闻见一丝鲜血的味道就能一拥而上 而现在 最诱人的血已经摆上了餐桌 白狼的原始配方 纪之旭已经带领着新生的蜘蛛 拿下了大部分白狼的地盘 在这短短的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 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战斗 无数次小摩擦 他们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 时刻都在重处着战斗 变强 急速扩张 但猎士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纪之旭得到消息 其他的猎人组织们已经策划了第四次进攻 而这一次将会是最重要的一战 赢了 蜘蛛站稳脚跟 输了 包括生命一无所有 纪之旭从书店回来之后的第二个星期 苍白的守夜人阿克曼来到了白狼旧据典 并正式成为蜘蛛的一员 纪之旭对于阿克曼的到来期待已久 这个还未正式平定等级 但却已经有着超过一般毁灭及名声的猎人 将会成为蜘蛛目前的最高站立 并会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会是蜘蛛的顶尖站立 虽然阿克曼接下王尔德悬赏又撤销的骚操作 让很多人对他的看法非常糟糕 认为他并没有相称的实力 只是在哗众取宠 但是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 真理会不可能将这么重要的悬赏任务 交给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的人 在阿克曼自己选择放弃之前 真理会一定有依据认为 阿克曼有能力可以完成任务 不如说 真理会将这个消息大肆传播 说不准就是在报复阿克曼 戏耍他们的行为 这么一想的话 阿克曼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疯狂且大的 又敢于挑衅真理会的狠人 不过 对于纪之旭来说 更重要的是 他是书店主人介绍 所以纪之旭无条件相信他的实力 书店主人说的 一定是对的点句辟句 阿克曼到来的时候 蜘蛛已经被猎人围困在了白狼 就据点三田 周围到处都是其他势力的猎人 在巡逻游荡 虽然这些猎人的实力 显然远远低于阿克曼 但如果惊动了他们 直接引发大规模进攻 显然是不知之举 不过这显然难不倒精通伪装的阿克曼 稍加改办就隐藏气息混了进去 见到了纪之旭 欢迎加入蜘蛛 纪之旭向面前这个看上去 有些普通的猎人弯腰型 手仗触地 精致美艳的脸上露出了优雅的微笑 阿克曼同样形以猎人的礼节 一个老猎人的眼光暗暗打亮 评估着面前的蜘蛛领导者 虽然看上去年轻 但目光锐利 气息沉稳 就如同是耐心紧盯着猎物的一头毒狼 隐藏在草丛后眨眼消失 只留下如窥似般的目光余韵 令人背后发毛 这是一个优秀的 宝金战斗的猎人 更让他惊讶且心热的是 对方目光清零 没有任何被污秽之血感染理智的迹象 阿克曼能够感受到 对方的状态无限接近他当初突破的时候 也就是说 季之旭已经快要达到毁灭级的门槛 只差临门一脚了 但这就意味着 他体内污秽之血的浓度绝对已经非常高了 然而他却并没有异常的现象 甚至是表现得非常平和 阿克曼浑身颤抖 神情激动 想到了书店主人向他所说的新的途径 原来这就是真正的新途径 不是指他一个人的新途径 而是指猎人的新途径 不必被污秽之血中 不必承受注定疯狂的秘密 季之旭看见阿克曼神情的变化 立刻明白对方心中所想 沉生道 我想您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吧 阿克曼点点头 深呼吸道 这就是林先生教给你的力量吗 没错 季之旭点点头 目光深邃 一字一句道 控制污秽之血的力量 阿克曼突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几乎是哽咽着捂住脸道 赞美书店主人 这将会是一条拯救所有猎人的道路 天啊 我的父亲 母亲 老师 朋友 全都是因为污秽之血而死 我亲眼看着他们全身的骨骼逐渐扭曲 长满了毛发和眼睛 却无能为力 那种绝望 真是让人崩溃 他自言自语了好半天 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迅速平复了自己的情绪 苦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脑流道 我也在被影响 无论是什么情绪都在被无限放大 没有办法进行控制 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疯子 季之旭能够明白对方的感受 在他还没有得到 血与兽之前 他也在不断被幻觉折磨 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书店主人将会赐予猎人们福音 在他的庇佑下 我们会获得新生 既之旭安慰了对方一番 为了增强彼此的信任程度 又交流了一下在书店主人处得到的力量和指引 在和谐友好的赞美书店主人活动中 两人达成了深深的共识 直接成为了好伙伴 直到底下的人汇报围困蜘蛛的猎人们 终于趁着夜色发动了进攻 到目前为止 在诺经比较大的猎人 总共也只有三个 其中还包括了曾经的白狼 现在剩下两个全都参与了围攻 他们来势汹汹 就据点的外围防御迅速被攻破 防线迅速收拢 阿克曼当即站起来 准备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后 胆敢阻挡书店主人 赐予的伟业的家伙 一个难忘的业务 季之旭却阻止了他 露出了一丝诡秘的微笑 让他们进来 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他们 阿克曼目光疑惑 却看见季之旭抬起手臂 一根细细的藤蔓缓缓绕着 他纤细白皙的手臂伸着 然后迅速拍出了一朵 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阿克曼一愣 然后颤抖地指着 他手臂上的玫瑰花 咽了咽唾沫 上次在书店当中的恐怖经历 依旧存在于他的心中 并且成为了无法忘怀的心理医民 他没有想到 书店主人竟然把欲望之种 送给了季之旭 怪不得 怪不得他那么凶有惩处 这根本就是他精心准备的一个陷阱 围困根本就是假象 真正的瓮中捉鳖才刚刚开始 季之旭轻轻抚摸着手臂上 微微摇晃的玫瑰花 绽放的花苞当中 一颗颗眼球正露出贪婪嗜血的目光 玫瑰花的根筋一直延伸到了土壤当中 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占据了整个纠据点 而就在外面的浓郁夜色之中 一场对于围攻者来说 永生难忘的噩梦才悄然开始 当他们志得一满地攻入据点当中 看着蜘蛛节节败退 四处逃窜 准备大肆杀戮的时候 却忽然发现地面在颤抖 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地震 但随后 从土壤中迅速钻出来的 大量粗壮藤蔓覆盖了所有的建筑物 那些藤蔓蠕动着 形状诡异恐怖 就像糜烂血肉经络一样 长出了眼睛和四肢 这些东西就像植物和人类的零碎混合体 光是看着就令人作误 紧接着 他们朝着入侵者爬了过去 抓住他们的脚和手 轻易地缠住他们的身体 从他们身上的所有孔洞钻了进去 而这时 还清醒着的人 就能看见一张完整的同伴人 皮下蠕动着不知名的物体 撑出多余的手或脚或眼睛的形状 扭曲得不成人形 眼睛则依旧向他们投来绝望的目光 但直到此刻 他们才会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抵抗的欲望 只能承受着剧烈的痛 惨叫着被撕成碎片 人间炼狱一样的图景 纪之旭站在高处 微笑着看着入侵者们 被血肉编织的牢笼杀死 拒绝 而蠕动的血肉组成了一朵巨大的花朵 张开层叠的花瓣 露出獠牙与口气 发出燕族的低红 欲望之种昏逝了血肉 变异成了极度可怕的魔物 肉迷涂满了据点的墙壁和地面 噩梦编织者之谜 从这场屠杀战役后 在猎人当中广为流传 纪之旭在享受这场杀戮 作为一个猎人 最愉悦的事情 莫过于编织陷阱 完成一次完美的猎杀 虽然这一次是借助了 书店主人所给予的欲望之种 但花费大量时间耐心 诱导猎物放松几体 引导他们做出围攻的决定 最终无知无觉地落入陷阱之中 却毫无疑问是纪之旭的布置 他利用原始配方扩张组织成员数量 借助钢铁一具所捕获的老鼠 瑞恩的灵魂掌控 他从前的情报网络 不得不说 不会这么顺利 庆幸的同时 他时常也会感觉后爬 如果不是书店主人当时出手 让石像鬼杀死了瑞恩 他还能利用已经被解除的 忠诚烙印欺骗纪之旭 继续隐藏自己当个地下皇帝 甚至于利用纪之旭 由暗转名 实现自己掌控猎人团体的 野心和欲望 不过好在 纪之旭被书店主人垂青 选为了猎人新道路的开拓者 得到了书店主人的帮助 最终迎来了此刻的大获全胜 整个这据点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肉米 浓重的血腥味 甚至像是画作的实质的一样 视野里都覆盖了淡红色的雾气 继续眯起眼睛深吸一口气 无形的宛如漂浮 章于一般的钢铁 一直在他的身后入洞 触手伸展 收集着那些死者的亡灵 虽然因为欲望之种的关系 这些灵魂已经残缺了一部分 不过因为出自超凡者 依旧不视为极佳的共鸣 他打算将这些灵魂 进献给书店当中的石像鬼 既然书店主人帮助了他这么多 他又没有什么可回报的 那就只有默默地进行投喂了 书店主人对于自己的这些宠物 待遇十分苛刻 完全当作百善 这并不是纪之旭自己胡乱猜测的 而是小花 欲望之种的名字 通过将欲望进行反出 告诉他的 现在欲望之种的贪婪暴念 一小半是本性使然 一大半是因为太饿了狼吞虎咽 纪之旭时常在想 书店主人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这也属于一种驯养的弹 让这些魔物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进攻的时候就会变成格外凶残 阿克曼在他身边站着 同样俯视着整个翻腾的旧具体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道 看来你不需要我出手了 他现在对于纪之旭的看法刷新了一次 之前虽然因为有书店这一层关系 但难免因为实力上的刀底 把纪之旭当成晚辈 但是现在 在并没有他帮助的情况下 纪之旭就已经把那些进攻者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样的领导才能 确实值得书店主人看好 他心中已经将纪之旭当成了同级别的友人 纪之旭摇了摇头 这里结束 但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 需要您的帮忙 请说吧 首领 阿克曼改变了自己的称呼 行李道 为了书店主人的意志 在下一步容辞 纪之旭笑了笑 却并没有说话 只是示意他跟上 便带着他走回了救剧点衣食用的大体 蜘蛛们正在清点战利品和俘虏 打扫战场的事情 自然就交给始作勇者 这一次进攻的是 另外两个猎人组织的真正精英队 从他们全军覆没开始 双方的形式就完全逆转了 马克思和凯伊见他到来 立刻赢了上来 他们两个都是跟随他好几年的情形 现在都被他提拔当了蜘蛛的副手里 自然 他们一走进来 就看见了阿克曼 并且感受到了来自上位者的隐约压制 纪之旭简单介绍了一下 就算是认识了 两人对视野都面露喜色 没有想到竟然有如此强缘 虽然小姐有那诡异无比的欲望之处 但是没有人会嫌弃自己这边 多一个毁灭级的战斗 凯伊凑过来小声道 小姐 海伍德大人已经到了 正在找您 我知道了 纪之旭拍了拍凯伊的肩膀 微笑道 我也正要找他了 他在哪 带我去他那儿吧 钢铁一直早就察觉到了海伍德的到来 凯伊点点头 在前方带路 纪之旭朝阿克曼道 请您也跟着一起来吧 海伍德先生是一位强大的白巫师 也是我父亲聘请的客亲 并不是外人 阿克曼看着纪之旭 意味深长的眼神 明白这大概就是自己要帮忙的地方 点头道 一切听首领里 海伍德被暂时安置在一个恐房间 作为一个被罗尔资源雇佣的白巫师 他自然不会缺钱 再加上巫师特有的高贵 他对于这个简陋的招待处 表现得比贵族小姐还要嫌弃 不过看见纪之旭到来的时候 他依然还是堆起了满脸笑容 道 大小姐 听说您找我想要新的中程烙印 刷 纪之旭手中的手杖骤然旋转 刀刃节节弹出 寒光凛冽 他眯起眼睛笑道 是的 我想要您 对自己进行中程烙印 海伍德脸色僵硬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神情迅速阴沉下来 你这是对白巫师的侮辱和挑衅 我想即使是你的父亲 也不敢如此对待一位颇有名望的白巫师 海伍德气急败怀 还没有进行长天大论 阿克曼已经悄无声息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尖利的短刃抵住了他的脖子 令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颤抖道 请住手 纪之旭道 您是要您的名望 还是您的面 咕嘟 海伍德咽了口唾沫 冷汗道 命 命 他现在彻底意识到 自己将中程烙印破解方法 进行买卖的事情 恐怕已经暴露了 纪之旭道 那么 请问您的中程烙印 是怎么无人无故失效的 我说 海伍德举起双手 大声道 都是层数商会 他们说提供绝对保密的交易环境 绝对安全的交易对象 让我鬼迷心窍了 此时 遥远的血腥屠杀之夜 和顺带的内鬼处决 并没有影响到书店的年纪 灵界借着台灯的光 翻开了借书登记簿 查看王尔德的联系方式和住址 灵界当初和约瑟胡说过 他并没有王尔德的地址 这句话实际上是谎话 但不透露顾客的信息是职业道路 虽然他的本质是民族学者 但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 开书店也是要有原则 等到克劳德离开 灵界就拿出了登记簿 开始查找王尔德联系方式和住址 登记簿并不厚 但王尔德的借书次数和间隔比较长 灵界只记得他当年第一次登记的时候 写过相关信息 现在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只能重新翻 翻到最前面一页的时候 灵界终于找到了两年前 王尔德写下的固定通讯一号码和他的住址 387号街道 这里已经快接近下城区入口了 老王竟然住得那么远 难为他每次跑过来 灵界看了一眼 就忍不住自言自语的感染 这个距离 假设开车都得三四个小时 就这样 老王还是会专门过来借书 实在是让灵界愈发忧心 这个空潮老人的情况 精神没有很好的寄托 就很容易被人骗了 灵界想了想 决定还是先不给王尔德打电话 毕竟他现在具体和血验 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 贸贸然打电话过去 似乎容易打草惊蛇 等到了那里 再根据老王的情况 决定打不打电话问许 以及到底该怎么做 如果老王人在 那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老王碰巧不在 那就多等几天 再观察一下 有没有那帮子犯罪团伙的攻击 反正现在有莫恩看定 他也可以走得更远 更久一些了 老王要是真被什么犯罪集团 给洗脑当了帮凶 灵界这次说什么 也得把人给洗回来 当然 灵界也考虑过这样过去的风险 但他确信 如果老王内心有迷茫和疑问 或者生活上出现了变怒 一定会先来找自己 现在如此突然 灵界这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么就说明 老王要么其实是有自己的其他的 情况稳定 要么根本来不及 也不能向别人求助 已经落入了魔掌 总之 两种极端情况 一种灵界去了没有事 一种灵界不得不去 虽然有点危险 但是按照白银的说法 我现在面对一般人 应该有点自保能力 灵界放下了 摸了摸下吧 陷入了沉思 上次的那个果 把我的身体不知道改造成了什么样 起码力气貌似确实大了 其他的倒是暂时也感觉不太出来 剑术实战的效果不错 让莫恩做个情河 把坎德拉圣剑戴上好了 等剑术练好了 白银就能告诉我 关于第二季末尾的历史 还是挺期待的 其次 就是那些暂时无处安放的一台 我需要先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梦境 但目前还是没什么进展 做梦简单 但想要做出一个 完全和自己构想的 一模一样的清明梦 难度就是几何倍的上涨了 我有点怀疑白银 是不是故意给我挑了最难的办法 灵界的思绪不知不觉 变成了梳理目前情况 思考了一会儿 察觉到夜深 叹了口气 摇摇头决定先睡觉去 今夜 依然与白银相会在梦中 黑暗如约而至 接踵而来的便是 白茫茫纷飞摇曳的雪与花 接下去几天 灵界一直在不断地 向白银学习剑术和梦境的构筑 他将自己的疑惑告诉白银之后 后者回答是 他实际上并不懂人类 是如何感应和利用的态 因此他教给灵界的是 他自己一直使用的办法 并且单方面觉得 灵界一定能够做的 灵界暗暗吐槽 这真是他见过的 最不负责任的老师 并且也得知了对方不是人 至于具体到底是什么 白银并没有说 当然 他表面上还是要毕恭毕敬 毕竟现在他已经进入了 和白银梦境当中的魔物 进行模拟战斗的过程 而这些魔物的等级 全是白银意念控制的 万一白银一个不开心 灵界隔天醒来就浑身酸痛 梦境当中所遭遇的 会反馈一部分到现实 白银以此来鞭策灵界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不过 在这过程当中 灵界倒是终于构建出了 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梦境处境 夜晚如此充实 甚至有些不够用 灵界想了想 就决定将白天的时间云一顶出来 以至于让他表面上 似乎一天到晚都在趴着睡觉 等到莫恩依照他的要求 打造出了大小合适的一个 琴盒用来装圣剑 灵界吩咐莫恩看好店铺 把如果有人借书之后的流程 都讲了一下 踏上了拯救老王的道路 他刚刚走出门口 就心中一动 转头看见不远处 黑曲曲的巷子边上 墙壁上的细细藤蔓弯曲生长 组合成了自己 走这里 没错 绿色的细细藤蔓 还十分俏皮地摆出了一个箭头 指向了巷子里 小黑 灵界瞬间明白是小黑又一次出现了 并且又是来帮忙的 总觉得 小黑最近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 而且变得十分乐意帮忙 他暗暗想着 觉得自己最近肯定有什么行为 取悦了小黑 灵界最近并没有推销自己的书 但是有十分正能量的引导 无得那几个中二少年犯改些规则 并且走出一条崭新道路 以及拉住半只脚踏 并成瘾深渊的文森特神 并且让他充满希望的去寻找真相 看来 小黑也很赞同他的这些做法 以后还是得多多练习 灵界一边想着 一边走进了巷子 四周瞬间陷入黑暗 而三两步 他就从黑暗当中走了出来 面前 赫然便是一栋别墅式的建筑 不远处就是门 王尔德正在进行新的一轮陷阱仪式 地面上满是属于梦兽的鲜血与残质 中央则是赫里斯膨胀有趣的身体 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王尔德脸色骤变 他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已太不动 到底是谁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门口 他伸手一挥 半空中浮现出了门外的场景 青年手提琴和 面带微笑 凭空出现在了门口 随后敲响了房门 林老板 他怎么会过来 难道是因为我擅自的计划 王尔德一乱 随后看了看自己满手的鲜血 忽然显得有些局促 这似乎不太体面 林介在门外等了一会儿 门终于缓缓打开来 而许久未见的老王身穿一件宽松的 带有复杂金色图案和镶边的黑色长袍 并没有带他标志性的面罩 露出了那张布满了真名巴痕的苍老面容 就在门后朝他露出了尊敬且热情的笑容 这并非林介第一次看见王尔德的真面目 实际上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王尔德就是没有戴面罩的落魄姿态 但林介并不会以貌取 依然选择了对当时的老王进行鸡汤灌输 并热情推荐了第一本书 复活给他 王尔德将门打开更多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小心翼翼地道 林老板 您怎么来了 有点事情想找你聊一聊 不过你最近都没有来找我接触 正好我新招了个助手帮我看电 有了点空就自己来了 林介笑了笑 走进了门内 冒昧拜访 应该没有打扰到你们 王尔德连忙摆手 不会不会 您亲自过来 是我的荣幸 林介笑道 那就好 说实在的 你住的还真是有些人 我险些以为我要坐上三四个小时的公交车呢 王尔德把门关上 文言心中忍不住想 我分明看见你直接就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甘笑了两声 解释道 您知道 我需要比较僻静的环境 林介深以为然 我明白 做这些研究工作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 确实会比较麻烦 这一点 我深有体会 王尔德想到书店那偏僻的地理位置 便也若有所赐地点的顶头 林介嘴上这么和王尔德聊了几句 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被老者身上的衣服所吸引 那长袍看上去有种神秘古朴的韵母 就像是什么法师长袍一样 一般人绝对穿不出去的那种 难道这就是老王的居家睡衣 哈哈 这老头一把理解了 但还是有那么一颗中二的心吗 不过男人至死都是少年 林介深表理解 王尔德突然感觉到林老板的视线 从自己代表着黑皇帝奥古斯塔斯派系弟子的长袍上掠过 然后向他投来的意味深长 且带着一丝友善笑意的目光 林介怕自己的目光被误以为是一样天见 便坦然赞美道 衣服品味真不错呀老王 王尔德心中一跳 这句话难道说是在暗指他的老师不错 而他选对了老师 曾经的一个大胆猜测再次浮上心头 林老板他 果然和老师是认识的 王尔德又想起了那本 如同描绘了一个充满了魔幻的光怪陆离的世界 连接了生与死的规则 让他难以理解的 虚空寂灭 当时书店主人曾经说过 这本书是一位巨人所写 但是奥古斯塔斯是从第一季存活至今的巨人末 除了他之外 这世界上已经再没有其他的巨人存在 因此要么那本书是从第一季就存留至今 要么就是奥古斯塔斯所写 也许就像 就像是王尔德将自己最得意的造物学出师作赠送给了书店主人一样 奥古斯塔斯也曾将自己的得意之作赠予了灵解 不管是哪种 书店主人的神秘都仿佛更加生存 就像是层层的迷雾 无法看清背后的谜底究竟是什么 也许是真正的神也说不定 王尔德为自己的猜测感到口感舌道 怀揣着满腹震撼 引导着灵解坐下之后 给对方和自己都倒了一杯水 喝了几口冷静了下来 他把杯子放下 决定表明自己的立场 谨慎地道 感谢您的赞美 我也这么认为 这件衣服对我来说 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他代表了我这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忘却 灵解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一直从年轻的时候保留到现在 就是为了纪念自己的中二岁月吗 真是念旧的老王啊 难怪那时候会被自己的孩子欺骗 相信这样的一个人 并非是会助纣为虐的 如果他真的接触了血验这个组织 那一定是被迫 或者另有打算 灵解目前看来 老王的神态更像是后者 王尔德仔细观察灵解神态 见他面色好像稍微柔和了一些 隐约有认同之色 暗中松了一口气 问道 您来找我 是为了我擅自的决定吗 灵解微微前轻 双手习惯性交叠着放在膝盖上 正色道 没错 你又和血验扯上关系了对吗 我当初是怎么劝你的 你忘了吗 王尔德面色正中地道 实际上 我想要借这次他们的聚会 发展他们成为书店的顾客 您的信徒 慢着 灵解伸手 忍不住道 我的信徒 王尔德意识到自己失言 书店主人从来没有说过是自己需要信徒 他一直指向顾客推荐书 引导他们走出过往 从获新生 真正让他明白灵解意图的 是之前那本 诗是教典 因为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各种献祭仪式 所谓献祭 就必定要有一个献祭的对象存在 而书中描绘的方式如此残忍暴灭 如果献祭对象是神 那么一定是一个邪神 而撰写了这本书的灵老板 毫无疑问 担任的是祭司的职位 不过实际上 王尔德心中的猜测是两者一品 所以现在才一不小心说了出来 我是说 书籍的信徒 王尔德眼嘴干咳了几声 随后目光坚定地道 我一直以来都受到您的帮助 我思来想去 区区一个石像鬼根本不足以报答 但物质上的一切又都显得那么轻微 所以我决定践行您的想法 让这些走入歧途的人 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 让他们也来聆听您的教诲 灵解目光复杂 并没有想到 老王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重新加入了血液 不不不 这不能叫做加入 这是打入内部准备来一场策务 瓦解这个团体啊 这实在是太有觉悟了 林老板很感动 觉得自己这两年来的鸡汤都没有白费 但是这件事情 对于老王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确实还是太危险了 所以他决定还是再劝说一下 灵解苦口婆心 老王啊 你能有这份心很好 但是 他的目光一宁 越过老王的肩膀 落在了房间隔断墙的后面 地板上正流淌出一滩暗红色的血液 但是那是什么 灵解看着那不远处 地面上流淌了血液 转头看向王尔德 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从他的经验来看 第一眼就确认 这确实是血液 而不是番茄酱或者红色颜料 而从还在不断扩大的血泊面积来看 梁还不小 这血液的来源 要么是一个装满的血的大型容器 要么是某种大型的动物 那么显然 再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这是什么动物的血 第二 为什么在王尔德家里 地板上会出现如此大量的鲜血 作为一个拥有正常思维的正常人 灵界的第一反应 当然是心中一惊 随后想到这会不会是人血 但随即他就否定了这个猜测 因为老王到目前为止 整个人的神情都是十分自然 放松 真诚的 他甚至和灵界谈论的很奇迹 这绝非是一个杀人犯该有的样子 而和老王相识已久的灵界 也确信他并不会对自己有所欺瞒 就算是撒谎 也绝对会有比较异常的表现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刚才老王的那番话完全打动了灵界 让他相信 老王此刻内心的美好愿景 是货真价实 让这些走入歧途的人 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 看看多么有思想 多么有觉悟 老王他已经完全可以说 领略到了灵界鸡汤之中的精组 在别的顾客还等着 被灵界开导的时候 他不仅已经差不多 走出了过去的阴霾 而且还推几几人 打算开始活学活用 继承了灵界的意志 选择去引导其他堕落的人 一起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什么叫大爱 这就是大爱啊 让他们也来聆听您的教诲 瞧瞧 这话说的多有水平 他不但活续活用 甚至还了解到了 灵界内心之中 对于冤大头 而不是 是对于需要热情开导的 顾客的渴望 致力于将那些 走入传销犯罪道路的人 带到书店 喝下林老师的鸡汤 洗涤他们的心灵 什么叫知己 这就是知己啊 这样一个心中 有大爱的知己 灵界是愿意相信的 他最终将自己的神情 先稳定下来 决定首先要搞清楚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在老王清楚出 自己这么有觉悟的想法之后 如果误会了他 那对于这个空巢老人来说 会是多么大的打击 而且 联想到血液 这个组织的存在 这血液也可能是 他们在捣鼓 灵界不动声色 手已经搭在了 一直放在 双腿前面的琴盒上 如果真是血液 不用等老王侧粉 他今天就用力 洗刷干净 他们的肮脏污浊的心灵 坐在对面的王尔德 听见他的话 看见他的目光朝向 脸色顿时大变 猛地站起来转身 果然看见了 地面上流淌的鲜血 看见这种不干净的场面 我马上进行清洁 请名稍等一下 王尔德表现得 如此坦率自然 并且似乎没有其他异常 仿佛是之前 在做什么稀松平常的事情 灵界微微正松 忍不住问道 这些是怎么回事 王尔德尴尬地笑了笑 竟然久违地 有种心虚的感觉 完了 林老板肯定非常不满 他照着林老板 亲自编撰的 诗诗叫点一 进行献祭仪式 明明应该是 神圣又优雅的剑 却弄得那么不体面 王尔德在心中 给自己辨解 其实 主要是作为一个 经常搞屠杀的黑巫师 骨子里充满了破坏欲 加上技术不纯属 才导致了对待材料 都十分粗糙 下次 下次他一定注意仪式感 但平常的时候 没有人看着也就罢了 他现在在林老板面前 直接暴露自己手法的粗烂 就太过于羞耻了 林老板这句话 就是在责备他的 不小心不仔细 别人眼中残忍暴虐的 毁灭及黑巫师 此刻像是实验 做错了步骤的学生一样 小心翼翼地道 我研究学习了 您的著作之后 一直有在努力尝试那些仪式 但是这对于我来说 还是有些难 我时常难以理解 其中的一些含义 也很难完全复刻 所以 王尔德指了指地上的心 表情更加尴尬 所以就这样了 灵界文言一乐 然后抽了抽嘴角 神他妈尝试 他那本书里 记载的大多都是 华夏传统的一些 民间仪式习俗 当然 也会讲一些 仪式自古的游来 例如古代帝王 祭祀设计仪式用太牢 牛 羊 竹 竹侯则用少牢 羊 竹 又比如在道教观念之中 张 鹿 几为玉鼠三生 是神仙所想 其他一些民间的仪式 比如上梁 庆神等等 在方氏 共庭 柱词词上也有各自讲究 他都有一一讲解 而为了增加书的趣味性 又因为华夏的祭祀礼节 其实也是饮食文化 他常常会旁征博引一些 饮食习俗已经过 力求内容不会枯燥乏味 老王啊老王 还真是非常有钻研精神 灵界万万没有想到 他研究书里文化的部分就算 他竟然连书里的仪式都模仿了 这叫什么事啊 这么一个经常西装革履 一副西方老绅士模样的斯文老人 履袖子提菜刀 杀个鸡压住什么的 再拎着鸡脖子放放行 除内脏 画面简直不要太美 不敢看 灵界心中哭笑不得的同时 心中的一丝担忧 顿时烟消云散 难怪啊 这可不得出问题了 他书里写的 全是中式菜啊 就算让一个华夏人来 没有下厨经验 也会十分为难吧 更何况是老王这样纯粹的西方人 灵界几乎已经可以想象出 那墙背后是怎样狼藉的画面了 哎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灵界看着老王那甘大的神奇 叹了口气 站起来道 我来教你怎么做吧 王尔德连忙摆手 我做的实在太难看了 污染您的眼睛 那好吧 灵界露出了宽慰的微笑 还没有完成的献祭仪式现场 他本次献祭的目的是 把赫里斯身体当中的 空庭之狼血脉提取出来 借助那位邪神的力量进行追索 反向还原出一头 真正的掌握了空间之力的空庭之狼 如果成功 他将会拥有一只毁灭级的梦首 作为使命 而这一次的祭祀 他选择了导告者摩飞的永年之官 作为主体祭坛 使用其具有的复生能力和含义 会让仪式变得更加简单 和具有更强烈的目的性 这位赤教首领的强大施法道 在他死后辗转给争得 最后也落在了王尔德手中 此外 本次的祭品选用了两族双翼 具有红色头冠和锋利勾找的太阳信使 四只白肤具有肥胖身躯的 贪婪无能无知的原罪象征 以及具有令人迷醉麻痹 思维兴奋混乱并逐渐失去理智作用 引诱人堕落的液体 王尔德作为一个见识广博的黑巫师 自然很快就明白 这些祭品指的是红硫黄一龙 犯下贪婪之罪的人已经堕落模样 从祭品来说 获取难度并不大 但是步骤却比他从前实施过的献祭 仪是要复杂的多度 又加上分类繁多 他现在才开始尝试第三轮的献祭 王尔德为了保证献祭的效果 自然是要力求最佳的祭品品质 例如这个犯下贪婪之罪的人 王尔德挑选了诺金中央区的一个显赫贵族 一个如今也依然比较繁荣的家族组长 于是将当时出生的小儿子 拜托给信任的仆人 让他带出去免遭伤害 仆人忠心耿耿 带着小儿子逃亡 但没想到还是被察觉了踪迹 于是将小儿子又交给了自己的朋友夫妇抚养 自己则吸引追杀者 最后死亡 那对夫妇自己也有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就假装是生了两个 一起养大 幸运的是 那个家族最终逃过一截 并且重新崛起 而不幸的是因为这次动荡 继承人全都死亡 于是派人寻找当年那个小儿子 平民之子无意之中 听到自己父母的谈话 忽然之间心中的贪婪滋生 向父母提出了离貌患太子的想法 而这对夫妇却并不同意 于是因为父母反对 他就杀了父母 之后又杀了那个真正的贵族之子 耍了些计谋 带着信物以他的身份 进入了这个贵族家族 在这过程之中 他的贪婪之心日益膨胀 与黑巫师合作 将代替身份的姐妹母亲 全部变成了自己的奴隶 又杀死了所有可能的知情者 在死前残暴地对待他们 最终杀死了原来的老族长 取而代之 把整个家族纳入自己掌控之中 如此精彩的经历 令他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原罪忌品 成了现在祭坛上的血淋淋的尸体 此刻流淌到地上的血液 正有大半 来自这位名叫杰弗里 诺顿的贪婪者 王尔德走进永眠之关构成的祭坛 从明亮的客厅 没入昏暗的角落 令他猙獰的面孔被阴影裸照 只留下阴森的暗绿色舌头 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倒映出祭坛上白残惨而又肥胖的肢体 他有些懊恼地道 我才刚做到放屑这一步 您著作之中这些仪式真的是有些难 语言上的描述十分晦思 让我感觉理解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思考 真是非常抱歉 我的资质太愚钝了 还要您亲自指导 灵界重新坐下来喝了口茶 笑了笑 安慰道 不用这么难过老王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 这只能给你提供一些思路 毕竟语言文化上的差距太大 你理解不了也是正常的 树叶有专攻 文道有先后 也许你可以找一个擅长这方面的人来帮你 这本书跨越了两个世界 老王很多地方没办法也是正常的 还有做菜这回事 那就更加需要天赋了 况且菜系上也完全不一样 您说的对 老王松了一口气 灵界继续刚才的话题 道 放屑的话 对新手道确实比较难 其实我也不太擅长 也曾经弄得满地都是的哈哈哈哈 老王干笑了两声 您说笑了 好吧 不开玩笑了 灵界收敛了一下 继续道 你接下去把祭品处理一下 去除内脏 去除 去除内脏 对 等一下内脏各部分也要分别清理干净 现在先用手 哦 这一步没法用工具 老王你嫌脏的话戴个手套吧 用手把内脏都挖出来 记得一定要掏干净 好 我会尽量的 全都要 老王的脸色有些犹豫 他虽然是一个残忍的黑巫师 但如此残忍变态的事情 还确实没有做过 不愧是林老板 果然是邪神祭司 轻易做到了别人教派做不到的事情 对 全都要 记得肠子部分要着注意清理 最好塞点口味重的香料 我想 神也不愿意吃带味道的鸡品 灵界面带微笑 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王尔德应了一声 心想香料应该就是指堕落魔药 然后灵界就听见 墙后面传来各种奇怪的声音 大致上 就是做菜会产生的声音 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灵界等了一会儿 听见王尔德说好了 这才微笑着继续道 这些内脏就备用了 现在我教你一个有趣的仪式 切一块完整的大肉下来 不要带骨头 然后再用 他炖了炖 本来想说筷子 但是想来王尔德 并没有用过筷子这种东西 就改口道 用四根细长的木棍 分四个脚笔直插进肉里 把祭品的长子绕在上面 围成一圈 住 老王似乎倒吸一口凉气 犹豫了一下 谨慎地问道 这 这个仪式有什么作用吗 这残忍血腥的仪式 似乎带着远古的影 透着浓浓的诡异 这是某个地区的特殊祭祀仪式 我在书里有提到过 是不是非常有趣 王尔德心中震撼 这就是诗诗教的祝福吗 轻描淡写的 用如此扭曲的方式对待祭品 就仿佛一切都是玩具 有趣 确实非常有趣 黑巫师若有所思 感觉自己跨进了新世界的大门 灵界隔空指挥老王 对祭品进行拆解和清理 再摆成该有的样子 不过毕竟条件简陋 很多东西老王都没有准备 有些词汇他也不能理解 必须得靠灵界翻译成 阿兹尔人通俗易懂的样子 不过这样一来 仪式的意思又和原来的永恶天差 灵界对这样的情况早有预料 所以从一开始给王尔德推荐这本书 就仅仅是作为 他研究语言之前的文化学习参考 谁曾想老王会钻研到这种地理 连其中记载的仪式也要身体力行一下 不过有一说一 这些特殊的各地民俗确实非常有意思 就像是永远不知道 下一颗是什么味道的巧克力一样 浮原辽阔的土地上 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神秘风俗 等待着人去挖掘探究 这正是灵界研究民俗的乐趣所在 虽然王尔德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 但灵界依然十分乐意耐心地讲解 他喝完一杯茶的时候 老王终于似乎差不多搞定 灵界忽然一拍脑袋 想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放下茶杯 问道 老王 你这个祭品熟没啊 王尔德的神情十分激动 看着摆在永眠之关上造型诡异 涂满了堕落魔药的祭品 贪婪之人已经被削去四肢 踢出骨头变成了一块洁净整齐的白肉 刺根从零食召唤出来的魔物枯萎者身上采集的木棍笔直插在肉中 来自红硫黄翼龙的晶体化肠子缠绕着木 围成一圈 如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领域 堕落魔药被肠子散发出的无形高温蒸发 阴晕的雾气在这个领域当中缓慢旋转 闪烁着隐约的光芒 就像是浩瀚的星云一般 下方的白肉很快就被余温给烫熟了 甚至迅速形成了碳化裂纹 于是黑巫师盯着表面一片漆黑的绒 郑重点点头 熟了熟了 看上去已经全熟透了 王尔德心中惊叹 他好像有些明白了这个祭祀仪式的意义 这上下之间 不就像是星空和大地吗 以宇宙作为异想 这祭祀真是红蛋 怪不得能够有增加幸运的能力 与此同时 永眠之关上镶嵌着的闲者之石开始吸收来自红 硫磺翼龙 堕落魔药以及贪婪之人的血气和力量 血红色的光芒越来越亮 在半空之中勾勒出一个诡异的图案 如同在祭坛上空形成了一扇门飞 献祭仪式正式开始 王尔德目光期待地看着永眠之关 另一边上放置的赫里斯的尸体 他身上的鲜血顺着光果流淌 汇聚到了闲者之石四周 血液被提纯 同样逐渐蒸发形成红色雾气 上升之后 与那团如星云般地融合在了一起 逐渐凝聚出一些类似神经纤维 肌肉纤维一般的质压 像是闪电一样明明灭灭 而最中央的位置 则他现坍缩出了一个宛如黑洞般的领域 这象征的 空庭之狼的雏形开始出现了 完美 王尔德忍不住在心中喝彩 不愧是林老板亲自指点 这附生召唤的仪式 比他过往所进行的任何一种仪式 都要来得稳定高效 而且加入了剁罗魔药 这会削弱附生产物的意志 更容易被施术者控制 红硫磺翼龙的力量 则让他更具有攻击性和爆发力 贪婪之人的灵魂 更是赋予了他狡诈的智慧 和强大的能动性 每一种祭品都恰到好处地 增强了附生产物的力量和可控性 妙啊 熟的就好 灵界放下心 忽然又到了 啊对了 刚才给放的心 老王你有没有收集啊 收集了 王尔德点了点头 旁边正放着刚刚收集的血液 灵界到了 在血液当中加水加盐 禁止凝固之后 煮熟涌动 切块也能当祭品的 王尔德恶然 然后激动起来 多么方便的血液储存方法 如果这样的话 岂不是能够随时随地 进行献祭仪式了吗 想到从前想要进行献祭召唤时 往往得现场找材料 刺激动手 不仅慢 而且有时候情况十分危险 还得冒着暴露的风险再次出手 他们怎么从来没有发明过这些 该死 真是愚蠢 透顶 相比之下 失识教的献祭仪式和方式 我一定会将您的著作传播出去 这是真正完美的节奏 他应该被更多人学习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老王真是越来越会做人了呀 林姐哈哈笑道 你和我还客气什么 哪里有那么夸张 他忽然一顿 道 你不会还想去血验吧 这件事对你来说真的有些危险 那这样吧 我前段时间得到了一个命运硬币 正反两面代表了幸运和恶语 就用它来做个占谜 如果结果不好 那就别去了 为了把老王忽悠回来 林老板真是煞费苦心了 他从自己兜里拿出了那枚圆圆的硬币 看向了老王 王尔德心中矩阵 瞳孔猛缩 紧盯着那枚硬币 这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命运硬币 竟然使用如此残忍恐怖的手法进行献祭 黑灵的无面人 果然不愧是能让人闻风色变的毁灭及黑巫师 阴影之中 与黑暗融为一体的暗影刺客 戴布拉出现在了祭祀现场 目光弦雾地从血腥无比的祭坛上一看 就算是常年执行刺杀拷问任务的他 看见这种场面也值一做 心中发毛 一直听闻王尔德的残暴 但没有想到 竟然会残暴到这种地面 他小心翼翼 悄无声息地化作影子 收敛所有的气息 等到王尔德清理好自己 走到客厅之中 又和那个青年面对面坐着 这才融入到茶杯的影子当中 悄悄释放了毒药 这份末日之音的剧毒 就算是毁灭及的黑巫师 也承受不住嘻嘻嘻 竟然敢把上头 培养了那么多年的工具 用来陷阱 真是不知死活 戴布拉发出无声的恶毒嘲笑 静静等待着王尔德 喝下那杯毒药 直到那看上去 七夕普普通通的青年 微笑着掏出了一枚硬币 戴布拉没有自己的姓氏 他是一个纯粹的刺客 从被收养训练开始 此生的意义 仅仅是作为一个工具 一把好用的道路 虽然遭受了许多年的残酷训练 甚至身体也被完全改造成了 但引引生物来无限提高隐秘能力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怨恨之情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他为自己能向组织提供一份力量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即使 他甚至连知道组织 真正名字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牢牢在心中记住组织的标志 被火焰缠绕的常见 戴布拉对组织有着 发自内心的狂热爱态 他知道组织是多么强大 为组织而服务的工具数量 有多么庞大 他们所不断前进的道路 他们和现实世界彼此互相 但是极少数的巫师能够驱使他们 但效果仅仅是改变影子的形态 或者让阴影生物脱离影子而已 然而阴影生物不能离开影界 就像于没有办法离开水 否则过一会儿就会死亡 召唤驱使这种魔物一点用处都没有 久而久之就无人问津 戴布拉是组织试图重新利用影界的新实验的其中一个失败题 他被强行和一只阴影生物融合在了一起 像他这样的存在 组织称呼为 影虫 外界对于他们这些神秘杀手 则称呼为暗影刺客 他可以自由穿梭在现实和影界之间 但潜入影界时 却必须时刻忍受极端的割裂灵魂的痛苦 很多影虫都因此发疯自杀 但一切都是值得的阻碍组织的人 必须要死 戴布拉知道赫里斯的名字 在某份名单上 这是另外一种区别于他的工具 用处更多 掌控起来也更复杂 因此组织付出的谋划成本也更高 赫里斯本该借助魔镜之卵罩 换出组织需要的神明级梦首 而他本人也会借此吞并赤脚 将大量的中小型猎人组织合并 成为对组织更加有用的工具 但因为王尔德插手 不但赫里斯死去变成了他的陷阱道具 白狼和赤脚同归于尽 最后整合猎人势力的 竟然变成了一个新生的猎人组织 组织多年来的布置功归一篑 这就是戴布拉所知道的情报 他要为组织铲除一切阻碍 因此王尔德必须死 末日之音将会溶解王尔德的思维和大脑 他将会慢慢的首先感觉到 头皮当中好像有蚂蚁在爬 然后从头皮一直爬到大脑皮层 挥至脑水 那种极端的痒将会摧毁他的意志 随后他开始抓脑 撕开自己头皮 敲碎自己的头部 最后挖出自己已经千疮百苦的脑 直到此刻 他才能够解脱 戴布拉原本是这么想的 并且已经陶醉在了对方痛苦嘶吼 却无能为力挣扎的幻想当中 毕竟 他距离成功已经只差一步 如此干脆利落的暗杀就是他的风格 下手直奔目标 绝没有半分拖延 至于王尔德为什么会接待一个鼻涂 这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他只需要隐藏 下毒 这样两件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然而 就在他耐心等待的时候 他忽然看见那气息普通的青年 从兜里拿出一枚硬帽 微笑着向上抛纸一钉 半空中旋转的硬币竖立起来 上面硬刻着的缩形纺锤 在这一瞬间就像是瞳孔 而整个硬币 就如同一只突然活过来的眼睛 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猛的绝取 带不拉的灵魂 就仿佛被什么冥冥之中的存在所注视 又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紧 他在这一瞬间感觉心神悸动 恐惧感和压迫感油然而生 快逃 快逃啊 本能再嘶吼 再警告他 让他赶快逃离这里 巨大的危险正在降临 然而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也没有办法反应 半空之中凝制了一瞬间的硬币 已经坠落下来 磕到了王尔德面前水杯的杯口边缘 不知道磕到了玻璃上的哪个关键处 水杯上原本就有的一道浅浅裂纹 喀了一声扩大 随后蔓延到了整个杯身 哼 玻璃杯一瞬间竟然被硬币砸成了无数碎片 半透明的碎片四处飞散 而杯子里的水瞬间流淌了出来 铺满了半张桌子 也将所有的碎片笼罩其中 不知道为什么 碎片们的影子仿佛发出了吃的一声轻响 全部动摇了一响 啊 带不拉发出无声的凄厉惨叫 末日之鹰在一瞬间穿透了现实和影界的隔膜 全部落在了她的身上 如果她是真正的阴影生物 那么现实不会对她有任何影响 如果她是完整的人形生物 那么末日之鹰只会腐蚀她的大脑 不会对其他部位造成伤害 但可惜的是 没有如果 她是融合生物 既会被现实影响 同时又因为阴影生物的特性 她的每一个身体部位 全都等于四导器官 如同蚂蚁爬的无形痛痒席卷全身 一点点往里钻 在原本穿梭影界的痛苦上 又加了一层 让她想要把自己撕裂 揉碎 她开始溶解 自我吞噬 然后再次浑浑噩噩原地重生 无声的丝毫尖叫 形成了一个循环 玻璃四散的影子 没有引起任何主 但不拉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了 这黑暗 绝望和痛苦 将会伴随她往后无穷的时间 没有尽头 没有终结 叮叮叮 硬币被弹开到了地上 咕噜噜滚了几圈 倒下 表面没有灵界作为标记的红颜 乐运 灵界看着一桌狼藉的玻璃杯碎片 抽了抽嘴角 完全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王尔德则脸色骤变地站了起来 目光阴智地盯着玻璃碎片的影子 若有所思 王尔德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神色凝重地看着桌子上 再在一瞬间隐喻仿佛被活化的影子 平常人根本注意不到这细微的变化 在水杯当中的水泼洒在影子上时 影子仿佛震动了一瞬间 但很快消失不见 就算看见了 大多数人甚至是超凡者 也不会明白这是为什么 但是王尔德是一个专业素质极硬的黑巫师 对于影界这种稀罕冷门的知识也略有了解 以如今他的实力 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出现 而并不让他发现气息的超凡生物 除开神明级存在 也就只有寥寥几重了 而阴影生物 恰好便是其中一种 有人利用阴影生物在这杯水中下了 幸好林老板今天过来拜访 以其人之道还之其身 否则就连我也得中招 不不不 林老板一定是早就知道 所以才专门过来救了我 顺便指点了我正确的献祭方式 还给了我提醒 王尔德心中对于灵界的感激已经无以复加 算上这次他已经被救了两次 心里对于暴达的渴望更深 但随后他又冒出了一个疑问 但影界和现实世界本该不相同 阴影生物怎么会被这水中的毒素影响 而且在刚才的这个瞬间 有一丝血腥味从那影子当中传了出来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阴影生物是由影子构成的 又不具备血肉 怎么会有血腥味产生 这不合常理 王尔德盯着那碎片阴影的目光愈发灰暗 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这代表 并非是有人驱使了阴影生物 而是有人利用阴影生物做了合成实验 作为一个本身就在造物学上 颇有造诣的黑巫师 王尔德深知这种合成有多么的威胁和粗糙 合成者根本没有考虑过合理性 合成产物估计全都是使用寿命不长的消耗品 但是从创意来说还不错 而且用于刺杀 这种玩意能量产的话 效率恐怕会很高 这些年那些高级超凡者 被无端暗杀却找不到痕迹的案例 莫非就是被这种阴影和乘物吓得毒 这就是所谓暗影刺客的真正身份 王尔德看着玻璃杯碎片深思的表情 让灵界感觉更加当大 嗨嗨 出现这种意外情况也不是他的错 谁能想到 他只是扔个硬币而已 会刚巧砸在玻璃杯上 而且这个玻璃杯还这么不结实 被一个硬币磕到就直接碎成这样 是硬币太一 还是玻璃杯太脆 这下好了 他本来只是想控制一下力道 然后刚好扔出一个鳄鱼 劝说老王不要去 结果出了这种乌龙情况 鳄鱼是扔出来了 但是是磕到玻璃杯弹出来的 肯定是不能作数了 而且他难得出个门 去客人家里拜访一下 说想扔硬币占卜 结果就砸碎了一个玻璃杯 这种情况也太尴尬了 更加重要的是老王脸色那么能看 应该不会要让他赔吧 可 嗨嗨 老王啊 这个纯粹是个意外 巧合 偶然 我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也没想到对吧 看来这硬币还蛮灵光的 我真的感觉很不幸 唉 算了 这次结果就作废了 我们再来一次 灵界无比尴尬地走过去 把滚到一边的硬币捡起来 一边拍着硬币上的灰尘 一边试图转移话题 话说回来 你的老朋友约瑟夫 发现你在52号街道停留得很紧 正在找你 你还要一直堵着他吗 相信老朋友的事情 他一定更加感兴趣了 至少会理碎了一个玻璃杯要感兴趣 王尔德正伸出声 黑袍袖子当中划出忌刀一角 刀间倾注桌子上的水和影子 刀上的复杂纹路微微亮起红光 吸收着水中残留的毒素 对于黑巫师来说 忌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施法道具 无论是献剑 攻击 副膜还是其他术师 都需要用到 他用忌刀作为媒介 分析并储存水中的毒素成分 迅速明白 这是号称 施法者噩梦的末日之音 施法者往往利用以太提升自己的智慧 大脑的活跃度和敏感度 是一般超凡者的数倍 如果沾上末日之音 几乎必死无疑 而且死得极其痛苦 真是够狠毒啊 能做到这种程度呢 他肯定是对方的眼中钉 而他已经沉寂这么多年 唯一有可能的导火线 就只有引导赫里斯以及白狼 赤脚走向灭亡 这件事情背后不简单 还有人在操作 可惜内的暗影刺客被林老板发动命运印尼 直接用末日之音泡走 现在估计一点理智都不存在 否则倒是可以拷问一下 王尔德眯起眼睛 暗绿色的舌头当中闪烁着寒光 听见灵界的话时 他咧开嘴角 露出了微笑 约瑟夫啊 确实是久违的名字了 我可没有躲着他 毕竟认识这么多年的老朋友 总要见面的 只是现在还没到时候 等到有时间 还得算一算当年的账 果然 老王还是在生约瑟夫的气 虽然不知道他们当初 到底是为什么闹谋盾 但是估计事情还挺严重的 让他耿耿云怀至今 不过重点是 话题转移了 林界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走回去坐下 左右看了看 找到快放在茶几下面的抹布 小心翼翼地不碰到玻璃茶子 把桌子上的碎片 都抹进了垃圾桶里 都这么多年了 有些事情也该放下 做人吗 开心最重要 王尔德收拥寄到 点点头道 明白了 您说得对 只要他不来找我 我不会主动去找他 但如果他来了 我也不可能坐以待遇 林老板果然还是不希望少一个顾客 毕竟当初召唤出坎德拉英领 应该就是约瑟夫的那本魔剑 但矛盾的引发点可不在他身上 密伊塔估计是已经察觉到他的踪迹 也许很快 他就能和自己的老朋友再次交锋 林界也明白 这两个老年好 既有之间的矛盾 不是这么几句话就能消你的 但是 话题转移了就好 他心里还有一个问题 对了 你当时在52号街道 待了那么久 到底是在干嘛 林界后面的话还没问出来 王尔德就心酸了起来 我这就给您看我的成果 绝对不会辜负您的期待 墙壁后方传来的一阵 令人毛骨锁门的 伴随着野兽粗传的 舔势啃咬响声 随后是十分害人的低声咆哮 我 我 我 林界听见墙壁后面 传来了这样凶恶可怕的声音 一脸微妙地转头看过去 然后就看见墙边 先是露出一条毛茸茸的长尾巴 晃了晃 然后又缩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 换成了一个毛茸茸的 灰白色好奇脑脑脑 立起来的两只耳朵 吐出来的舌头 高屏帅哈着起 浅蓝色的眼睛 仿佛充满了凶残蔑视 左右上下摇晃的尾巴 和时不时抬起来的爪子 都好像散发出了一种 强烈的拆下欲望 但那直勾勾的眼神 又透出一脸一呆猛 很显然 这就是传说中 大名鼎鼎的撒手杯 拆迁半主任 二哈 哈士奇 作为雪橇三傻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确实是一种十分害人 令人闻之色变的猛兽就是了 而且这一只目测肩部高度 就达到了硬 比通常情况下的哈士奇 要整整大了一倍 看上去长得也更像是狼 猛一看还是非常唬人的 不过西伯利亚雪橇犬 本来就是一种古老的原始群 血统和狼非常接近 长得不像狼才奇怪 甚至很多电视剧当中出现的狼 其实都是哈士奇扮演的 但是那憨憨的眼神 还是暴露了他的呆猛本质 灵界看着那看上去 就破坏力惊人的哈士奇 转头朝王尔德问道 这就是你在52号街道的成果收获 王尔德脸色凝重的点点头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面前的这身材优雅流畅 充满了爆发力的银白梦兽 身上所凝聚的强大的 凝缩的空间之力 就仿佛是一个小型黑洞一般 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毫无疑问 这就是真正的空庭之狼 能够自由穿梭在无尽的时空当中 捕捉到任何一丝轻微的气息 追踪 猎杀他们感兴趣的任何一种生物 直到其死亡 或者依靠某些方式脱离了追踪 是的 我去52号街道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王尔德有些得意 虽然有着林老板指挥的成分在里面 并且采取的是献祭的方式 但这依旧是他目前为止最成功的 等级最高的造物 这头空庭之狼的等级 是货真价实的毁灭剂 没错 和王尔德自身一个等级 虽然目前还处在出生阶段 能力还不完善 所以还不能完全达到毁灭剂 但是只要继续用超凡者的血肉思路 他迟早能成为王尔德最大的主人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和他签订灵魂契约 让他彻底成为自己的始末 王尔德走了过去 蹲下来用手触碰空庭之狼的额头 另一只手放在他的后脑上 冷笑着用以太死死压住巨狼的细微挣扎 不过过程比想象的顺利 原本预计中的危险情况都没有出现 事实上 这家伙诞生之后 似乎就一开始的躁动了一下 随后迅速就进入了莫名的装傻状态 恐怕是因为林老板在这 黑巫师暗响 在契约成立的时候 顿时明白了为什么空庭之狼会是这个状态 细微不可察觉的颤额 僵直的眼神 欲抬不抬的爪子 摇晃的尾巴 全都代表他的害怕和恐惧 这在其他人心中恐怖残烈的梦境猎手 竟然在畏惧着对面的青年 甚至好像稍微靠近一点就会死掉一样 恨不得马上逃跑 王尔德心中一颤 抚摸着空庭之狼的脖子毛发稍作安慰 对于灵界二位一体的猜测更坚定了一分 灵界看着老王轻柔抚摸着哈士奇的动作 还有老人脸上慈祥的微笑 心下了然又欣慰 哦 看来约瑟夫完全是误会了呀 老王停留在52号街道 其实是去收留流浪狗的 想加入血宴也是为了想让那些犯罪分子 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 带到书店来喝鸡汤 这个孤苦无一的残疾空潮老人 如今的生活终于好起来了呀 又养了宠物 又拥有了理想 简直是焕发了人生第二锤 老王想必很开心 灵界看着手中的硬币犹豫了几分 老王好不容易找到了想做的事情 终于克服了对对自己相貌的阴影 想要走出去和人交流沟通 劝人向善 他现在阻止的话 似乎十分打击老王的自信心啊 这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 总不能就这样挫败他 灵界正想着 就看见王尔德艰难地带着哈士奇走过来 艰难是因为这条二哈明显非常抗拒 不断呜呜叫着想要后退 老王只能揪着他的后脖子强行拉过来 等等 老王竟然能以一己之力和一条二哈抗后 灵界一正 眼神顿势一变 用全新的目光打量着老王 不简单啊 传说中的撒手没可是狗遛人的主 老王居然还能强行把狗带过来 真是老当义壮 看来他还是不够了解老王 怪不得上次他那么大早上的赶一个人赶路来输点 原来身体素质这么好 灵界心中对于老王的看法大整夜 这么看来 如果老王接触的仅仅是血验的传销部门道 还好 也许他能够请教一下白银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保护一下 王尔德把狗按在地上 呵斥道 格瑞迪 别动 灵界思绪被面前的二哈吸引了 伸手过去好奇地摸了摸狗头 微笑道 他叫做格瑞迪 真是个可爱的名字 王尔德点点头 以贪婪之人的灵魂陷阱 让这只空庭之狼有了贪婪嗜血的性能 以格瑞迪 Greedy 作为名字最合适不过 原本躁动不安的哈士奇在灵界的抚摸下 目光瞬间完全呆滞 坐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连吐出来的舌头都忘了收回去 从喉咙里发出可怜兮兮的呜呜声 灵界奇道 这狗还挺乖的嘛 虽然还是有点二哈的脾气 而且体型看上去很吓人 但实际上竟然比想象中的温顺很多 他揉了两把斗头 看着哈士奇那可怜无助又弱小的眼神 笑道 哈哈 老王你这狗很适合当宠物的 眼光不错 握个手 格瑞迪将硬着轻轻伸出自己的爪子 放在了灵界的身上 然后被用力握着摇晃了几下 接着灵界又换了只手 这边 格瑞迪敢怒不敢言 背从心头起 然后伸出了自己的另一只肘 顺便摇了摇尾马 堂堂空庭之狼 竟然沦落成了宠物 王尔德抽了抽嘴角 转过头去看风景 对于格瑞迪求助的眼神选择了无视 林老板挺喜欢你的 那你就忍着吧 格瑞迪 灵界和老王才收养的哈士奇 逗漏玩耍的一阵子 感觉这只狗狗性格确实非常温序 而且对于人的命令都能很好的执行 说明本来就是受过训练的 灵界推测格瑞迪 大概以前就是被人养着的 只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 这才变成了流浪狗 而老王机缘巧合收养了他 52号街道那边的爆炸波及范围那么大 估计他原来的主人是遭遇了什么不幸 没有办法再咬他 虽然是哈士奇的品种 而且体型还挺大的 但是意外的说不准挺适合老王这样的老年 而且这么大一只 约莫也能好好地保护老王 灵界想着想着 忽然惊觉地看向那面墙 明白了刚才那些咀嚼声音的原因 忍不住道 那些供品被格瑞迪吃了 老王啊 你怎么能把肉放在一只哈士奇的跟前 是的 不料王尔德点点头微笑道 那些本来就是给格瑞迪准备的 灵界挑了挑眉 既然老王自己都有这个觉悟 那好像也不用他来提醒什么了 不过想想也是 老王本身也是一个性格非常沉稳的人 收养之前怎么可能不做充足的准备 肯定是事先就调查过了哈士奇的习信 才做出决定的 这就好 我还担心你和新宠物会相信不合 不过看起来你已经做足准备了 灵界又揉搓了一把格瑞迪的狗头 坐回座位上笑道 血焰不简单 你要接触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如果你一定要去 最好带上格瑞迪 有必要的话 不要心存借地 可以联系一下约瑟胡 让他来解决 他最近也在和他弟子调查行业 根据以前老王对他说的 邀请他的是一群整天 没事干搞聚会的家伙 所以在老王的认知当中 血焰应该是一个 由社会闲散人士组成的传销组织 但在约瑟夫的口中 这个组织却是一个危险的犯罪组织 而且之前和克劳德通话的时候 背景音当中的惨叫声和爆炸声 毫无疑问昭示着其危险程度 这说明 这个组织应该有着一个的作为演示 广子 或者发展新成员的外围组织 还有一个具备武装力量的 才是内核组织 老王一个语言学家 应该是这个身份专业性 被血焰看上了 也许对方需要一个破译密码 或者翻译语言的专家 灵界是这么猜测的 这样一来 危险性其实大大减少 但还是得更加谨慎一点 王尔德让格瑞迪趴在脚边 抚摸着散发出 忧怨情绪的空庭之狼 稍作安慰 思虑良久 这才目光闪烁道 感谢您的提醒 我会小心的 他才加入血焰 转眼就遇上了暗影刺客 并且差点就阴沟里翻船 塞在这上面 对于暗影刺客的来历 他心里有两个猜测 是因为他诱导赫里斯进行陷阱 并且让白狼和赤教自相残杀 同归于尽 这导致投放了魔镜之卵的幕后 黑手感到了不可控 所以决定派人暗杀他 第二 则是血焰察觉到了他准备假意加入 实际上另有图谋 可能会让血焰分崩离析 因此先下手为强 而实际上 这两个猜测并不矛盾 因为血焰极有可能 也是那个操纵了整件事情 背后某个存在所掌控的一环 在雨之卵事件过后 血焰快速恢复了活跃 便是其中一个证据 但也仅仅是一个猜测 不过既然林老板开口了 那么就证明这个猜测是对的 林老板在反复地提醒他 不能莽撞 对方的能量可能比他想象的要大 像这次的暗杀有可能再次出现 他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或者隐藏自己的身份 而约瑟夫既然在调查血焰 那么就说明密尼塔 对血焰的关注度很高 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利用对象 王尔德按道了 林老板的意思 其实是祸水冻 到时候搅乱了血焰 拉拢了信徒 再把消息放给密尼塔 让他们头疼去 密尼塔和血焰欲棒相争 就能够冲乱作收鱼翁之力 说不定还能直接掉出幕后的那只黑手 这是何等阴险不辣 一弹三鸟的好计谋啊 无愧是林老板 王尔德对于林老板的深谋远 和大局观佩服的五体头地 而且把他的心思也完全看透了 他对约瑟夫的仇恨太过根深地理 一心只想重温一下 两人掏心掏肺的交情 连利用他都会下意识回忆 果真是要放下借地才行 黑无师重敬地道 我听明白 带上格瑞迪 务必小心谨慎行事 林界郑重地道 我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顾客 但我更不愿意失去你这个老朋友 好不容易才看见你活起来 不要让我看见你再死了 王尔德感动不已 连忙道 绝不会 好了好了 不那么严肃了 林界笑了笑 伸手拿出硬币 道 我再扔一次看看你这次的运气怎么样吧 说说是看看运气 实际上他还是打算按相操作 让老王多增加点信心 王尔德心中已经麻木了 命运硬币是强大的施法道具 但如此连续发动而依然显得轻松自如的 神明集都不行 一般这能力发动起来 肯定要准备好祭坛供奉命运女神 前程祈祷才行 发动之后也就瞬间消耗大量的以太 陷入虚弱状态 哪有这样真跟扔硬币一样的 您其实就是幸运女神罢 是幸运 看来此行顺利啊 林界看着手中有着红点的一面 两人相视一笑 气氛和谐 一切静在不言中 使徒大人允许你 禁见并诉说自己的罪 身穿白色长袍的侍者 面色冷漠地说道 感谢 风尘仆仆的文森特 连忙在胸口画出败眼 但侍者却已经 目不斜视地转播了 并没有搭理他的意思 他有些尴尬地收回了手 抬头看向面前的穹顶教堂 这里是第七教区的穹顶教会教堂 也是新任第七使徒的住处 文森特前几天才从这里离开 现在又以请求赎罪为友 回到了这里 曾经当文森特仰望这里时 心中满是崇敬 然而如今 他的神父袍中还放着那本 太阳圣典 在看向最宏伟的教堂之时 心情就十分复杂了 教堂当中只能够存在月亮的星座 一切异端都将被排斥消灭 然而 太阳圣典 却安然无恙 文森特思绪万千 迈步走入教堂当中 文森特怀揣着太阳圣体 和心中的满腔疑问 行走在寂静的神殿当中 四周的彩绘玫瑰玻璃窗 透进些许微光 映照在他的神父袍上 因为此刻是夜晚 他脸上依然蒙着遮掩布 避免直视月亮 曾经他觉得这样做是必须的敬畏 是为了表明信徒的谦卑 以及他们获得月亮的庇护和力量的代价 但是现在 他的心中产生了越来越深的疑问 信徒确实应该保持对神的敬畏 但连自己信奉的神的真实样貌都无法看见 似乎就显得有些古怪了 他们信奉着月亮 念诵着月亮的名 但 谁又知道他们朝拜的 到底是不是月亮 文森特把自己那些像是野草一样 疯涨的独神想法压下去 深呼吸 尽量让自己的大脑冷静下来 放空思维 快步沿着笔直的长廊 走到了第七使徒所居住的忏悔时之前 第七教区这所神殿的规模很大 天窗月光倾洒而下 令每一个进入神殿的人都能感受到月亮恩慈 主要的礼拜厅在整个教堂的中央 足够容纳上千人 两旁则是教士们的住处 掌管本教区的使徒则住在教堂的忏悔时当中 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 只有权贵以及本教区的神父才能进入这里 穷顶教会是目前最广为人知的阿兹尔宗教 也是普通人所接触到的最频繁的超凡者 表面功夫自然做得十分到位 实际上 使徒真正接待的 只有超凡者 穷顶教会由教宗 圣女 使徒 传福音者 神父 教士修女组成 地位依次降低 其中教宗自然只有一位 由神域产生 圣女则有两位 代表月亮的光暗两年 负责传达神域 使徒则有七位 以月向命女 分别是朔月 上弦 肖月 望月 下弦 残月 会月 拥有各自的权能 文森特所在的 便是会月使徒所在的教区 传福音者在各地行走流浪 像遇见的所有人 传播穷顶教会的信仰 做的工作实际上 和神父没有差别 好像就是外派的神父 之所以传福音者 会高神父一头 是因为他们实际上 都是穷顶教会的战斗人员 也就是有战斗特长的神父 相比其以治愈为 特长的神父来说 传福音者更受高层的青睐 而神父 反而更像是失去了 某些功能的残次品 只能派去给普通人 传播信仰 至于教士和修女 就是能力更低的超凡者 数量虽然更多 但基本上可以无视 文森特伸手 按在了忏悔师的木门上 犹豫了一下 缓缓推开 嘎吱 轻微的开门声音响起 在空旷走廊的寂静映衬下 显得更加清晰 忏悔师是一个 几乎密闭的小房间 只有最上方留着一个小窗口 淡淡的银色月光投下来 笼罩着站在最前方身 穿红色长袍的事 新上任的惠悦使徒 是一位女士 名叫温妮莎 她有着长长的绿色直发 面容柔和美丽 嘴角仿佛时刻都擒着笑 看着就温柔可亲 与文森特一样 她也蒙着眼睛 但并不妨碍那种 令人平和的气场 直击心理 这就是惠悦使徒的 全能寂静领域 当然 这仅仅只是表层外写的效果 真正的能力发动之后 简单的说 就是全体沉默术 在一个大范围内 令你太丧失活跃 无法被利用 在战场上 简直是大杀气 之前的惠悦使徒 在外出对抗梦兽入侵的时候 不幸殉到牺牲 于是由圣女和教宗 从传福音者当中 重新挑选了一位赋予权 成为新任的第七使徒 文森特微微低下头 走过去行李 用颤抖惶恐的语气说道 使徒大人 我有罪 温尼沙刚上任不久 还是第一次有神父过来 向他主动颤悟 但这种事情实际上也挺长 因为对于月亮的信仰 普遍极度前者 经常会有神职人员 无法忍受住 对自己一些小罪行的悔恨 而选择向更上级坦白忏悔 祈求原谅 他微笑着柔声道 文森特神父 你有什么罪 只要你选择向月亮如实相当 诚心悔过并感性 心中常怀警醒 月亮也将给予你最仁慈的宽容 文森特对这些话简直太熟悉了 他以前就经常用这套话对信徒说 现在却变成了被说的对象 一时之间心中有些古怪 他驱散这些情绪 专心演戏 书店主人说的没错 他不能让自己表现出迟疑 作为一个完全信任教会的神父 反而要立刻如实将这些异常现象上报 才不会被发现端倪 文森特按照原本打好的副稿说道 我 我最近感到十分不安 文妮莎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翘起的嘴角微微向下 不安 文森特面露惶恐 道 是的 不安 我时常感到焦虑 烦躁 无法静心冥想 呼吸困难 甚至浑身发抖 而且我经常会出现幻听 幻视等等 文妮莎淡淡的笑容不变 神父 这并非是罪恶的事情 文森特连忙摇头 请您听我说完 我本来以为只是我自己最近过于忙碌的原因 但实际上 情况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他先把症状都具体描述 然后成黄成恐地等 使徒大人 我 我在幻觉当中 看见了月亮 我有罪 文妮莎脸色骤变 眼神一礼 但随后又变回了富有亲和力的样 安抚道 你看见了月亮 你确定自己看见的是月亮吗 这 我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听别人描述 应该就是月亮 它就在水里 文森特问道 使徒大人 我该怎么办 我是否不够虔诚 温妮莎挂上微笑 道 没什么关系 这只不过是你的妄想 那并非真正的月亮 只是你的想象罢了 你从没见过它 不是吗 安心 你需要的是好好休息 对了 你应该是前段时间发放的圣月脑试用者之一 感到不安的话 多用用吧 我想你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它的作用 觉得不够虔诚的话 不妨让它带领你前往月亮的庇佑 文森特做出被成功劝导的样子 又和温妮莎交谈了一阵 然后感激不尽地离开了 温妮莎看着她离开 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 冷声道 调出文森特的监视记录 她最近的情况如何 旁边的侍从忽然出现 恭敬地将一枚白蜡地给了温妮莎 文森特并没有料到 他们这些被赐予了圣月脑的神志人员 其实一直都通过圣灰被暗中监视的动态 文森特对于圣月脑的不良反应 本质上是因为她与月亮的事配度太高 连续使用之后灵感直接被迅速拔高 这才会有看见月亮的现象 这是实际上是正常的 而且她也主动过来汇报 起疑心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事关重大 必须要小心谨慎 所以一定要确保她的异常 并没有被其他人发现 文森沙沉吟长 结果是从递过来的那颗短短白蜡 然后将后者平退 她伸出纤细白皙的手 轻轻一抹 蜡烛星被点燃 摇曳的火焰生起鸟鸟白烟 逐渐扭曲 形成了一个白色木骨 穷顶教会大多数的下层教士 并不知道 融合了他们一部分灵魂的圣灰 不但是他们最佳的施法道具 同时也是上层监控他们的监视器 只要经历过禁令 时有圣灰 就一定会被内入监控范围 一言一行都逃不过上层掌握 文森沙手中的白蜡 是当初铸造圣灰时的模具所 重新融化之长 才智特殊 和圣灰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 只要燃烧白蜡 就能看见被监视者所经历的一切 当然是圣灰视角 所以一般情况下 圣灰都是要求佩戴在胸前 或者拉在手中的 温妮莎念诵道文 幕布上顿时幻化出了一幅 略微有些摇晃的昏暗画面 相对来说装饰质朴的教堂 祷告礼拜的群众 稍微偏下一些的视角当中 还有一只男性的手正 放在信徒的头顶 文森特温和的声音从中传来 能听出来他正在念诵经文 再一转 便是风尘仆仆赶路的画面 来到这所教堂拜访 新任慧月使徒 也就是温妮莎的画面 还有曲邪的画面夹杂在其中 这都是文森特日常 在分教区的小教堂当中 处理各种事情的画面 平平常常 并没有什么价值 温妮莎心念一动 画面定格在了最后一次 委托短信上 正是音像店老板柯林的 除谋委托 而随后又是一段赶路的画面 最终 神父来到了音像店 夜晚冥想后 发生了对自己状态的一丝怀疑 但依旧还是去了书店 准备完成任务 直到视角上 画面当中出现了破旧书店的女 一切都还是十分正常的 而这家书店更是平平无奇 看上去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普通书店 温妮莎眉头一皱 然后一怂 不由的想 也许是我多虑了 文森特只是因为体质原因 对于圣月脑吸收的太快 灵感比服从性要提前太多 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情况 让他再多使用几次 长时间摄入之后 应该就会达到平衡 他正这么想着 抬头看见的画面 已经变成了书店当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书店老旧的木制地板 随后上映 变成了柜台 还有柜台旁边的凳子 最终是坐在柜台后的书店主人 温妮莎一乐 他用力眨了眨眼睛 红红猛缩 确定自己没有看到 坐在柜台后面的人 那根本就不是人 摆出坐姿的 分明就是一个 有着人一般轮廓的黑色不明简影 一股寒意 文森特就仿佛什么也没有察觉到一样 走上去和那片漆黑影子攀谈聊天 无知无觉地说笑 一眼就被识破神父的身份 如同警告一样 被拉着强行接触 十项鬼和欲望之主 没错 这看似普通的书店 竟然像是魔窟一样 随手都是高阶的魔物 文森特显然是能认出来那些东西的 所以在恐惧当中 忍不住喊叫出声 但是依旧完全没有察觉到 自己始终面对的是个什么东西 温妮莎看见那漆黑的人形 隐隐抓住文森特手腕 然后扣住他 双方距离无限贴近的时候 都忍不住心脏跳到嗓子眼里 因为在越来越近的视野当中 那无尽的黑暗就仿佛深渊一般 身不见底 不断翻滚脚动 隐约间 就好似其中有千万只眼睛在不断省数 如同星和宇宙一样 又有如动的触手挤在一起 就像随时会膨胀 从这人形的轮廓当中 涌动地冲出来 不 不信任 我会死的 我不能坐以待敌 我必须反抗 文尼莎在心中呐喊 她笃信正是某种施法幻觉 奋力发动了寂静领域 想要将四周的以太拳都冻结成绩 然而 她的全能刚刚发动 所有的眼睛在这个瞬间 琪琪盯住了她 无形的触手黏腻失滑 从脚踝和脖子 马撒着缠绕收紧 窒息感油然而生 文尼莎手脚冰凉 温身僵异根本不敢动 相比之下 那些柜台上的石像鬼和欲望之中 根本就不算什么 虽然光是这两样 就已经把文森特吓得半死了 在画面当中 文森特和那人形剪影仍在交流 两人之间交流的话语 被无形的力量扭曲成了尖锐嘈杂的声音 但看得出来 文森特好像得知了什么 变得很激动 最后 一本书被交到了文森特的手中 温妮莎的目光被那本书吸引 正要看见书名的时候 身上的束缚却在瞬间消失了 全能发动 蜡烛熄灭 画面顿时切断 寂静领域立场扩散 四周活跃的以太全部安静下来 只有文森莎粗重的喘息十分明显 她脸色苍白 心意不定 那到底是什么 梦兽 魔物 还是一端邪神 两久 文森莎对于月亮的坚定信仰 重新占据心头 动摇情绪稍稍平定 闭眼再睁眼 但不管怎么样 文森特 这家伙肯定察觉到了什么 他是被指使专门来试探的 还有那本书 总给我一种不安的感觉 我必须采取行动才行 文森莎的眼中闪过一丝寒莽 去吧 帮我杀了他 将那本书夺过来 不要留下一点痕迹 也不要露出一点破绽 就像以前一样 侍从的目光充满了痴密 倒映出文妮莎美丽柔和的面 缓缓地跪倒下去 亲吻着文妮莎的脚背 神情狂热地道 我会的 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 我毕生的使命和追求 文妮莎点点头 目送逝者消失 走到忏悔室角落的水晶前 伸手画园 涟漪之中 一个身穿白金华丽长袍的老者 心中长出了一口气 从文妮莎的表现来看 他刚才应该没有露出扩展 这个新上任的第七使徒 并非向外表看上去那么温柔可见 他给人的感觉 绝大部分来自寂静领域的权力 剩下部分则是来自 刻意向信徒 以及下属展露的武装 文森特并非是凭空一子 就算是穷顶教诲 内部也并不缺乏八卦 所以文森特早就对这位使徒 候选人的脾气有所耳朵 每一个使徒都会提前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文妮莎从前就已经是 前任慧月使徒的侍从监助手 协理第七教区 前任慧月使徒训导之后 他就顺理成章上位了而已 因此这边教区的神父 对他并不算陌生 文妮莎自身的性格 实际上非常恶劣严苛 据说牙子必报 雷厉风行 忍耐度基本为零 如果刚才文妮莎就发现了 他心中的怀疑和反叛 那么他应该会立刻叫人 封锁住忏悔声 然后直接呼叫教堂的 传福音者来灭口 防止圣月脑有问题 这种事关整个教会生育的事情 传播出去 而现在 文妮莎并没有这么说 反而是安抚了他 并且让他再多使用圣月脑 说明他并没有发现 文森特试探的小心思 而是被欺骗了过去 认为他确实是因为内心惶恐 才来会谋 但同时 这种反应 基本上也就说明 圣月脑是真的有问题 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少 文妮莎的应对很熟练 在刚才他回答的时候 细境领域就已经发动 他在试图用自己的全能 将来自温妮莎的以太波动吸收 当他清醒了过来 文森特心中思绪沉了下去 看来书店主人说得对 他们也许被欺骗了太久 太久 但是文森特还并没有脱离 自己过去的一切 也还有些无法接受 自己从小信仰的教会崩他的感觉 他心中犹豫 把真相告诉所有人的话 他有能力做到吗 他有能力承担候补吗 文森特心里乱糟糟的 并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 他究竟选择了住在教堂 两边属于神职人员的主族 决定先凑合一晚上 明天再想对策 这个晚上 他辗转反侧 最后在忧心冲冲当中疲惫睡去 睡梦中 文森特朦朦胧胧 仿佛踏入了一处 诡诀闺瑞的梦境之中 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平静红面 天鹅绒般的夜幕倒映在水中 横阵的星河无比璀璨 而在他的面前站着的 黑群少女没有面目 平摊的手中 却各自悬浮着太阳和月亮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这个少女有些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但很快文森特的注意力 就被小型的太阳和月亮吸引了 太阳如同一个灼热耀眼的火球 无数高能量的爆炸在其中发生 湮灭 澎湃的生机和力量扑面来 几乎令人窒息 而月亮则安静祥和 散发着淡淡的柔和光辉 抚慰人的心灵 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像是拥有各自的活力一般 给人不断生长的感觉 这和以往文森特感受到的 苍白沉寂的月亮神力全然不一 如果没有对比到还好 一旦有了对比 从前体内所感受到的月亮神力 甚至给人一种阴冷潮湿的感觉 就像是涨满了青苔霉菌一样 令人作呕 被选中者 你终于来了 少女淡淡的如是说道 文森特有些猛 这个场景已经很魔幻了 而被选中者这几个字 更是好像重锤砸在他心头 他唯一算得上被选中的事情 就只有被书店主人推销了 太阳圣灵 这回事情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总觉得少女说话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僵硬 就好像是刚学的台词一样 还不太熟练 但这时候文森特 已经没有功夫过这些细节 他有些惶恐地问道 你是谁 这里是哪里 你想干什么 少女道 我的名字你暂时不需要知道 这里是我的梦境 我的领土 我将你拉进来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用你的心去感受 你会知道答案的 共同的敌人 那就只能是月亮 月亮有两个 穷顶教会信仰的是一个 面前的是一个 一个真 一个假 难道 面前的少女 就是真正的月神 文森特的本能和思维 都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她的目光 则已经完全被少女 手中的太阳吸引了 那种强烈的渴望 在她心头鬼使神差响起 她想要 想要拥有它 给我 这么想着 文森特已经伸出手去 指尖瞬间触碰到了 太阳的滚烫温度 然后慢慢地 不容抗拒地将太阳握紧手心 少女的目光 似乎仍旧淡淡地 提醒道 记住 你没有回头路 她明白的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 她控制不住自己啊 身体就像是 被什么力量擅自牵引着 将整颗太阳拿了过来 轰 灼热的温度 从指尖传递到全身 爆裂般的高温席卷来 白色耀眼的光芒 在视野当中迅速扩大 滚滚吞没一切 文森特感觉 自己好像变成了太阳 散发出无尽的光与热 海曼暗中 跟随着文森特 来到了神职人员 休憩的房间 为了稳妥起见 她先是隐藏了一段时间 等到确认 文森特已经睡着 这才现身 从袖子当中 拿出了毒笔 她隐蔽自己 悄悄地靠近熟睡中的神父 随后熟练的高举笔手 目光中闪过一丝狠毒的寒光 这都是为了使徒大人 为了教诲 为了伟大的月亮 每一次 海曼动手前 总会对自己这么说 但这一次 就在她即将赐下笔手的时候 文森特怀中的太阳圣点 突然光芒大作 海曼猛然一顿 根本来不及反应 全身的月亮神力 被瞬间点燃 转化成了难以想象的高温 燃烧了她的血肉 衣服 呼 她手中的匕首 当当落地 随即痛苦地尖叫起来 像是一个火炬 熊熊自焚 扭曲的火焰之中 两只眼睛变成的窟窿 让她像是地狱来客 文森特猛地惊醒 睁开眼睛 眼中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在火焰之中 完全烫化的一具尸体 然后是四周的一片鲜红火海 哗啦 房屋轻塌 文森特惊异不定地蹦起来 愿出了面前尸体上残留的衣服 属于之前门口 接待她的会乐使徒侍从 狄熙 狄熙 外面传来大声的喊叫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起 并且越来越近了 突发大火 面前站着一具 会乐使徒侍从的教师 外面听见动静赶来的 神职人员正喊着狄熙 作为一个被迫参与了 教会阴谋的受害人 才向上级反馈了 自身的不正常反应作为试探 并且怀中还有着一本 足够被视为异端 引发杀身之祸的 太阳盛免 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做 当然是跑啊 文森特慌乱了一瞬间之后 突然无比冷静 当机立断 在神职人员赶到之前 转身跑到房间的窗边 打开窗户一跃而出 现在这种情形下 现场只有她和侍从两个人 一个活着 一个死了 地上还有一把泥手 是个正常人 都会脑补出一段剧情来 她几乎是白口莫变 而这侍从之所以 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文森特也已经明白了 文妮莎刚才肯定已经猜到什么 或者她根本不想放过 任何一点的不确定因果 所以干脆派人过来 打算杀了她一了百了 因此 文妮莎会偏向谁 已经不言而喻 只要她被抓住 就只有死路一条 剩下的选择 只有一个 就是跑 哼 人哪 他跑了 文森特跃出窗外 一个狼狈的翻轨 脸 亮亮呛向冲出火海的声音 就听见身后 传来了房门被撞开的声音 还有金属盔甲 运动起来的咔嚓声 她回头看了一眼 房屋正在完全清淡 门外站着的全都是 身穿银色盔甲 照着带有月向的白布 手持常见的传呼音者 气势森然 起码有十几个 领头者头盔后 冰冷的眼神 隔着一点点 化作灰烬飘飞的 侍从骄尸和肆虐的火焰 与文森特对视 然后举荐高声鹤道 侍从海曼已经被杀 纵火凶手 来叛叫神父文森特 快追 全员听令 分队从侧翼包抄 通知第七教区 所有教士以及一端裁判所 封锁教区 隔杀一端 该死 他们根本就是冲着我来的 文森特惊怒交加 一边连滚带爬地跑路 给自己施加各种增益神术 一边按骂着温妮莎手段够 确实不愧雷厉风行的评价 前脚还满脸温柔笑容的和他说话 后脚就派遣海曼刺杀 如果海曼成功了 那就万事大吉 毕竟文森特只是一个普通的神父 没有什么地位和能力 这样的人如果死在某一次 除谋的过程当中 实在是在正常不过 而身为慧悦使徒的温妮莎 有一万种方法演员真相 让所有人彻底遗忘她 更何况 她的身后也许 是整个教会 如果海曼不幸失败被反杀 她立刻就到打一耙 让传福音者先把她当场击毙 然后以叛教异端处置 反正无论她怎么做 最后都是一个死子 难以想象在刚才与她 短短接触的一段时间内 温妮莎就已经坐下了 万无一世的护举 来按死她这只小蚂蚁 也许唯一超出了温妮莎预料的 就是她怀中 正在不断散发出光与热的 太阳圣典 书店主人让我发现任何异常之后 马上去找她汇报 对了 刚才梦境当中的那个少女 有点像是书店当中的那个助手 难道 难道这也在她的预料之中 这都是她的不知吗 这样一来的话 刚才那个梦境 将太阳交到我的手中 是在暗示太阳圣典的力量吗 正是这股力量 从海曼匕首下救了我一命 并且引发了这场混乱的火灾 文森特扮了一脚 狼狈地爬起来 惊觉原来她已经成为了 这场大人物的博弈当中 一枚也许幸运 也许不幸的妻子 温妮莎轻轻松松就掌握了她的行动 而书店主人 却是在一切发生之前 就已经预料到了温妮莎的行动 不 也许她真正看见的是整个教会的目的 文森特哆嗦着 紧紧握住怀中的圣点 看着眼前拙劣翻涌的火海 听见几乎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盔甲阵地声 危机感和紧张感涌上心头 让她背后全都是汗 心脏扑通狂跳 传扶音者的实力远超于她 如果不是因为肆虐的火焰阻碍 她根本跑不出几个路 是怀中的太阳圣点 一直散发着强烈的热度和无穷的威力 将火焰分开两边 让文森特能够直接无视火海 顺利通过 火海成了他们极大的阻碍 但对文森特来说 却是畅通无阻 然而传扶音者已经完成了包抄合围 正在缩小包围圈 如果她无法突围 最后的下场还是被抓住 当作一端处死 文森特此前只是一个普通的神父而已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咬牙跑了一阵子 现在腿都有些发软了 浑身都在颤抖 光是第七教区就有整整上百的传扶音者 从一场集到恐慌急不等 随便一个出来 就能把她杀上十多遍 一端裁判所更是无比可怕的名字 而现在整个第七教区都将封锁追杀她 这根本就是绝路 文森特几乎是眼前一黑 摇晃了一下 随后定定地看向了手中的圣母 厚重庄严的书籍散发出金色的赤裂光芒 形成一个球形立场 此刻正在不断闪烁着 就仿佛有庞大的力量在蠢蠢欲动 酿酿着一场风暴 打开它 打开它 什么声音在冥冥之中呼唤 文森特深吸一口气 苦笑了一下 她根本没得选择 神父深呼吸 伸手按在了书页边缘上 缓缓揭开第一页 与此同时 凡福音者们突破挂 将中间的她团团包围住 白出任性 闪烁着森冷寒光的剑羽毛 其刷刷指向她 领头者高举右手 没有任何犹豫挥下 杀了她 剑羽神术眨眼而至 文森特翻开 太阳盛点 耀眼的光芒瞬间大盛 书页无风自动 书上的金色奇异文字脱离了书页 一行行飘起 围绕在了她的身边 书中的力量 一股脑灌输进了她的身体里 时间仿佛停止 啊 文森特感觉自己全身都在燃烧 皮肤和血肉好像变成了焦糖 血液如同岩浆 双眼灼热 痛苦无比 身体就像是变成了火山 随时可能爆发却没有渠道 就在这不断的压抑之中 他想起了梦境之中 手里紧握的太阳 面头刚起 突然感觉手中一热 举起来一看 赫然便是一个小型太阳般赤裂的火球 扭曲的光线和火焰 正从手掌当中不断流泻而出 令火球变得更加巨大 文森特浑身一怂 感觉找到了突破宝 所有的力量顿时滚滚流向手中的太阳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传福音者们惊恐地看着那个异端高举 双手中央 那颗如同太阳的火球不断膨胀 恐怖的力量波动从中散发出来 一米 三米 十米 超过了三层楼房高度的耀眼 太阳在发光 将黑夜都照亮 异常级 恐慌级 被赤裂的白光充斥 浑身的皮肤开裂流血 光芒从裂隙当中透出 散发出恐怖的高温 他仰望那颗火球 心中忽然觉得无比的温暖和安心 用嘶哑的声音喊道 赞美 太阳 就像是响应他的呼唤 巨大的太阳猛然收缩一拳 一顿 然后轰然爆炸 无穷的光与热倾泻而出 席卷一切 传福音者首当其中 瞬间被红光笼罩 一瞬间在惨叫声中化成了灰景 随后 呈现球形的立场 裹挟着火焰和高温 就像是海啸一样向四周扩大 平推过去 将地面上存在的一切全都抹住 事情就是这样 我怀疑那个书店 是一个异端邪神的据点 并且他已经发现了 圣月脑的端倪 想要借此来动摇月亮的信仰 我知道了 你继续留意 这个书店不简单 还需要从长记忆 记住 小心为上 是 温妮沙宫禁地点点头 等水晶上的画面消失 便听见侍从汇报海曼刺杀失败 并且文森特似乎还有隐藏的力量 但他并没有将爆炸和火灾放在心上 在他看来 一个异常级的神父 能够将海曼反杀 就已经是极限了 怎么可能再翻出浪花来 温妮沙坐在忏悔室前方的座位上 直着脸眯起眼睛 等待着来自传福音者们的消息 轰 忽然之间整栋建筑微微摇晃起来 温妮沙刚刚静意不定地站起来 感应到了毁灭级的力量波动 教堂所有的窗子就亮起了 刺目的红光 接着七七碎裂 巨大的立场将墙壁 柱子全部冲满 火雨光轰的一下充斥视野 怎么回事 温妮沙脸色大变 瞬间发动全能 想要让四周的以太沉寂下来 但狂暴的以太之力 就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 加上范围极大 它只能让周身形成了一个 完全静止的空间 来隔绝内部恐怖的力量 它咬牙支撑了一阵 忽然又如浪潮一般涌来第二波白光 草草完成的寂静领域 就被源源不断的高温火焰扑 被笼罩在席卷而来的火焰当中 失去了意识 恐怖的毁天烈地般的巨像 这才姗姗来迟 轰隆 轰 第七教堂 被夷为平地 没有想到 23号接书店真正的掌控者 竟然是一端邪神 但这世间唯有月亮 才是真正的神秘 其他的 通通不过是七夕在梦境之中的 冒名尾身 只是按照温妮沙的描述来看 这邪神的力量已经不可小觑 必须要铲除才行 画面被切断 温妮沙宫镜低头的画面 在水泊中消失 穿着白金华丽长袍的老准目光 从面前的圣水池中离开 面色凝重地站了起来 手中大约三米长的金色权杖处在地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 拜厄斯 罗德尼 穷顶教会现任教宗 诺经为数不多的几位神明级超凡者之一 他手中的权杖 便是他教宗身份的象征 拳杖上方装饰的两个金色铜心圆环 代表着明暗双圣 而圆环上依次排列的月像装束 代表的就是七大使 最上方被尖端贯穿的是完整的望远 外环右侧是朔月 上弦 肖月 内环左侧是下弦 残月 跪月 拳杖能够动用所有使徒和圣女的能力 或者说 本来这些权能就是教宗赐予的 随时都能够回收 老者向前走到了教堂中央 巨大的穹顶中间有一个斜着的圆形空 月光从中投射下来 照亮了中间供奉在石台上的圣物 银色胎盘 传闻中 那是第一代圣女诞生月亮之后的残留物 此外 在这教堂当中 还供奉着古老戒指 沉睡的月之子这两样圣物 四周的壁龛当中 则摆放着历代教宗的全身雕塑 庄严肃目 令人肃然起敬 邪神需要建立信仰 罗德尼沉吟着著祖 目光闪烁 也就是说 那个名为灵界的表面书店主人 频繁与各方势力接触 其实是为了暗中培养信徒 壮大自身 等待合适的时机 成立一个新的教派 并且试图通过圣月脑翘动教会的根基 同时 这说明邪神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所以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必须隐藏蛇虎 免得被提前发现 扼杀在摇篮里 只不过 他恐怕想不到 文森特的圣灰会成为他暴露的契机 罗德尼微微一笑 伸手轻柔抚摸着石台上供奉的银色胎盘 摇头道 最早一批服用圣月脑的效果已经呼唤 他们将会成为月亮最狂热的信徒 无惧生死 再等等 再等等 很快就能开始尝试了 你很快 就能从梦境当中降临 而不必畏惧世人丑陋的目光 教宗的目光狂热且思想 就像是注视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注视着那形状诡异的银色胎盘 微不可查的 那胎盘样的物体蠕动了一下 就仿佛是活物一般 忽然 罗德尼眉头一皱 霍地转头 透过那彩绘的玻璃窗 外面隐约有光芒闪烁 他心头一跳 故祥的预感顿时升起 眯起眼睛 看见地平线的镜头有一线亮光 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光点格外耀眼 仿佛是朝阳畜生 但现在分明是半夜 那个方向 我记得是第七教区所在的方位 温妮莎怎么回事 罗德尼话音未落 就听见仿佛强酸溶解般的声音响起 呲 他的目光一顿 仰头看向了拳杖内环左侧 最下方的月像装饰物 那个代表着惠月的装饰物 正在自动凝化 金属融化成了金色的沉重液体 一滴滴的流淌下来 在还没有滴落的时候 就如同被高温直接气化了一般 消失无踪 整个惠月装饰物 眨眼就没了 怎么回事 罗德尼的神情顿时变得极度难看 凝固 亥然 震惊 这枚月像不仅仅是象征意义 更是全能结晶 就算温妮杀死了 全能也只会回归 而不会消失 而现在这状况 不但代表着温妮杀的死亡 更代表着 对方的力量 在规则层面上 将惠月使徒的全能连根母消了 罗德尼伸手按在权杖缺口上 立刻被烫地收回来 他颤抖地看着自己的手掌 那极度炙热的温度只是表象 正在被连带着烧灼的使命 月亮神力 教宗大人 第七教区玉玺 依次为叛教一端 文森特引发的大规模爆炸 已确认包括 惠月使徒温妮杀在内的 233名教士全部震抹 已经通知其余所有教区 以最高规格进行通缉 一个身穿白色修女服的美貌女子 翘无声息出现在了教堂角落 朝罗德尼行礼 正是双圣女之一的雪莉尔 罗德尼深呼吸 死死盯着手掌伤口 道 也就是说 文森特跑了对吗 雪莉尔的头锤的更低 是 罗德尼目光森染 面上的笑容却慈祥 请问一下吧 第六使徒 残月巴克 正是一端裁判所的掌控者 全能一端审判 如果文森特慌不择路 并没有去找老神父 那么就用他来作为威胁 如果文森特去找了 那么正好瓮中捉憋 雪莉尔点头 后退消失 呼 呼 终于 终于到了 文森特亮枪奔跑 大口喘气 几乎一下子砰的撞在了门上 顺着滑了下来 留下一道血痕 他现在的形象极度狼狈 脸上身上全是焦黑一片的伤口 双眼变成了血窟窿 血液不断流淌 神父刨破烂不开 太阳圣点的力量 不但推平了整个第七教区 也将他自身原本的月亮神力 也全部点燃 驱逐了出去 顺带还将他的身体 也不知道感造成了什么 但毫无疑问 在他探索出结果之前 他首先要承受全身崩裂的巨头 从第七教堂逃出来之后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教会一定会封锁所有区域 然后发布通缉 现在重伤的他 他根本没有办法逃去书顶 那太远了 他无处可去 除了一个地方 文森特抬起头 木门上方挂着仁爱教堂的牌子 这是一个穷顶教会的小教堂 位于平民区 只有一个老神父和两个教室 人很少 地方很小 他就是在这里接受敬礼 加入了穷顶教会 文森特在穷顶教会长大 他的童年在教会资助的孤儿院当中度 其中的许多同伴 后来都像他一样成为了 为教会奉献己身的教室 而少年时期 在他接受了敬礼 成为正式的教室之后 他就在这所仁爱教堂当中 以帮助那些平民为工作 和老神父一起过着辛苦的生活 老神父名叫泰伦斯 在文森特的心中 是一个普通但又伟大的老人 他无私地为平民们 无偿进行伤病治疗 虽然他本身的神术水平 就算在一场集也是奠点 但他的医术却十分精湛 虽然仁爱教堂也非常贫穷 连教堂本身都是 极其少见的木结构教堂 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木 常年遭受漏雨和重铸的危害 看上去十分破败 生活条件有时候 甚至比那些平民还要差 但是泰伦斯并不因此信仿 而是常常鼓励跟着他的教室 帮助别人是他们作为教室的侄子 月亮的注视下 他人的感激正是最好的回报 不过一开始或许有人受到感兆 但久而久之 就渐渐的都无法忍受这种生意 选择了去调去别的教区 就连文森特也是如此 他已经是跟随老神父时间最长的孩子 但毕竟他有能力离开这里 造福更多的信徒 文森特受到老神父的影响很深 所以在履行自己作为神父的职责时 他往往会力求做到最好 和其他能避则避的同僚完全不同 也因此深受信徒爱戴 在第七教区颇有名气 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一处 能让文森特觉得绝对安心的地理 那就只有这座小小的人爱教堂 他相信 也许老神父不会相信自己 但他一定会保护自己 我躲藏一晚上就立刻走步 只要伤势愈合到不影响行动就走 不能连累老神父 但关于圣月脑的事情 敲击声 嘈杂的声音此起彼伏 一户户的灯光点亮 人们纷纷惊醒起床 查看询问状况 然后是惊呼声语凌乱的脚步声 文森特心中一沉 身为神父的他自然明白 这是一端的围剿命令下达 教区封锁 民众自发响应的情形 这些声音来自方圆树宫里 如今在他耳边清晰可闻 文森特顿时明白自己的躯体 已经完全不同 摸了摸自己仍有剧痛灼烧胆的眼光 虽然视野一片漆黑 但他却能知道哪家的灯光点亮 没人比他更明白 穷顶教会的力量有多大 而他现在 正是在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为敌 背底的门后发出一阵解开锁面的声音 平民区治安很差 就算是没什么值得觊觎的教堂 也需要把门锁好 八支 半扇门打开 泰伦斯披上陈旧的神父袍刚刚急匆匆跨出来 就看见门边半躺着的漆黑人也 顿时一惊 谁 文森特 老神父神情惊恶 认出了自己所引导过的孩子 随后看见了文森特身上的血迹 伤口 还有他抬起头时 脸上猙獰的两个血毒 文森特 你这是怎么了 是遇上了梦兽 恶灵 除魔失败了 还是碰上了那个引发全教区封锁的一弯 文森特被老神父连忙搀扶起来 搬进了教堂当中 放到了长椅上 老神父就知经验疯苦 拿出医疗箱就开始迅速为文森特清理伤口 配合神力进行包扎治疗 但是很快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文森特身上的伤口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神力不过是稍微加速了这个过程 筋骨 血肉全部蠕动的生长 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非常可怕又震撼的实际效果 而他肌肤体表的胶黑伤口 则迅速结痂 硬化如胶裂大底 而遍布全身的裂隙之中 散发出微弱的金红色光芒 缓慢的一鸣一面 就好像他身上的所有器官 都活了过来 正在有规律的呼吸 泰伦斯下意识后退两步 打翻了医疗箱 目光有些惊恐 文森特 我的孩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绝对不是月亮信徒该有的样子 月亮从来都是幽暗 淫静 深邃 绝不会有如此暴烈的表证 他联想到了刚才听见 外面呼喊着的一端通缉令 心中浮现出了一个 不敢置信的可怕猜想 小小的教堂当中陷入了沉默 外面的民众已经自发聚集过来 敲响了教堂的门 泰伦斯刚才将门锁打开了 现在只要他说一声 外面的人都会涌进来 文森特在这沉默当中 感受到了老神父的目光 也许是恐惧 也许是失望 他张了张嘴 感觉喉咙嘶哑 突然不敢说出真相 对于老神父来说 他这一生做的善事 都是因为内心的信仰 他赌心月亮带给人安宁祥和 也致力于传播月亮的福音 让人们也信仰月亮 洗涤内心的罪恶 这样 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如果老神父相信他 就等于否定了他此前所做一切事情的意义 对不起 文森特从椅子上下来 跪在老神父面前 低下头 艰难地说道 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背叛了月亮 教会通缉的叛教一端 就是我 泰伦斯几乎要昏过去 颤抖着咬牙 目光愤怒又失望 深呼吸了几次 气急败坏几巴掌 拍在文森特的肩膀上 哦 所以你还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你指望我像从前包庇你顽皮恶作剧一样 包庇你的罪行吗 我是月亮的信徒 文森特的头更低了 便有老神父推死 记住 这是 最后一次 泰伦斯揪着文森特的衣脸 神情奋墓 好像一下老了十多岁 看见文森特空洞的双目时 泄气一般把他推到了祈祷师的门边 进去 躲起来 如果被人发现了 我立刻把你交出去 文森特早就知道老神父会帮助他 但他开心不起来 回头道 我很快就走 还有一件事我需要告诉你 吃 漆黑幽暗的光芒一闪而逝 鲜红色覆盖了视野 文森特的目光瞬间呆滞 鲜血泼洒在他脸上 还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 胸膛上裂开巨大的伤口 残月使徒巴克漂浮在半空之中 脸上戴着漆黑面具 眼神冰冷 手中巨大的漆黑镰刀 宛如收割灵魂的死神之灵 一道道锁链封锁住整个房子 老神父的头颅滚落到墙角 昏花的老眼中残留着泪光 残月使徒巴克 七大使徒当中为二的毁灭集之一 也是现在仍然活着的最古老的使徒 异端裁判所的掌控者 性格残忍冷漠 被称为生命收割者 死亡姓氏 但更多的人 更愿意称呼他为死 因为传闻死在他镰刀之下的王 起码有超过万人之数 其中还有包括了众多的超凡者 更不要说 间接被异端裁判所残忍处死的无数一段 倘若这些人全部父母 便足以能充满一整个伯格 这就是巴克称呼的来源 加上他常年一身黑袍 如骷髅一般的漆黑面具 以及作为武器的巨大镰刀 仿佛是真正的死神一般 沉默无声地收割一条条声音 更为他增添了一分神秘和恐怖 巴克是极端忠诚的使徒 接到教宗命令之后 立刻离开一端裁判所 以最快的效率赶到了仁爱教堂 他的任务仅仅是两点要求 如果文森特没有赶到教堂 就抓住泰伦斯作为威胁 第二 如果文森特来到教堂 就埋伏一手 直接把这个威胁巨大的判教者杀死 在第二种情况下 泰伦斯是否活着自然就无关键了 或者说 这么一个几乎与普通人无异的神 在巴克眼中就跟不存在是一样的 他这一击的目标仅仅是文森特 泰伦斯的死 唯一的原因 只是他恰好站在了文森特的身前 在攻击轨迹的范围内 仅此而已 巴克抬起镰刀 幽暗的月亮神力如同黑色火焰 在刀刃上缠绕 流光吃得滑开空气 化作一弯明亮的胡跃 昭示着镰刀的锋利 他准备发动毫无保留的第二击 虽然清楚第一次攻击 已经几乎将文森特斩成两半 以对方的以太波动等级和肉体强度 现在仅仅是剩下一口气苟延残喘吧 但巴克依旧选择谨慎行驶 确保对方被彻底消灭 巴克并非莽撞之人 再来之前 他就已经根据现有情报 分析过了这个名叫文森特的叛教者目前的实力 虽然依靠着不知名的秘书 发动了毁灭级的一击 将第七教区移为平地 温尼莎也不幸殉道 死于非命 但新任慧悦使徒温尼莎才刚上任不久 本身也只有恐慌级的实力 何况他的全能寂静领域是完全辅助类的全能 他本身的战斗力非常低 会被杀死实在是在正常不过 而且他看得出来 文森特现在的状态很糟糕 说明他正处在动用秘书的后遗症当中 就算他拥有毁灭级的力量 也不过是个凭借秘书强行提升的新进毁灭级 对于就算在毁灭级当中 也属于绝顶强者的巴克来说 根本不足为绝 巴克的思绪并没有半分万 他骑黑骷髅面具后的双眼冷目无情 高举的镰刀骤然麾下 毁灭 死寂 幽暗的月亮神力宛如潮水一般涌来 带着阴森恐怖的杀意 触碰到的一切都从根源被杀死 甚至就连空间都被分解 扭曲 教堂当中顿时出现了一个旋转的虚空黑毒 同时 异端审判全能发动 一轮残月月语出现在了巴克的身后 教宗罗德尼派遣残月使徒前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巴克的全能也是属于规则层面的 承载着月亮的意志 就算对方也有规则层面的力量 也足以抗衡 异端审判顾名思义 只要月亮神力判断对方并非月亮的信徒 只要实力在巴克之下 当场就是秒杀 对方已经叛脚 绝非月亮的信徒 用这个全能来对付文森特 再适合不过 死在月亮的光辉下吧 这是你的荣幸 巴克居高临下 高声宣判了文森特的死亡 这一个短短的瞬间 巴克的镰刀几乎已经落在了文森特的脖子上 下一刻 他却看见文森特缓缓伸出手 握住了镰刀的刀锋 文森特的手上全都是鲜血和焦炭般的黑甲 此刻因为过分用力而全部工作 化作灰烬挑飞 露出旗下如同涌动岩浆的血肉 金红色的光芒耀眼无比 散发出恐怖的高温和热力 吃吃 镰刀上被文森特手指的高温烫出一个手掌状的凹陷 并且迅速融化 边缘呈现被灼烧的亮红色 高温令四周的空气也扭曲起来 而文森特自身也重新燃起火焰 一鸣一面 猛然朝着巴克冲了过去 什么 巴克瞳孔一锁 镰刀上传来的高温极端恐怖 力量也大得超乎想象 但他并没有慌张 立刻扭转刀锋 企图利用圆弧形的镰刀轨迹 直接割下文森特的头部 文森特抬起头 不闪不闭 伸出另一只手 猛然按在了巴克的脸上 咔嚓 力气之大 直接捏碎了他的面具 巴克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亥然的表情 瞳孔中倒映出燃烧着的如同恶鬼般的文森特 直到此刻 他才发现一个恐怖的事实 他的全能 没有生效 是不是很吃惊 你的全能怎么没有用 文森特嘶哑的声音轻轻响起 然后他笑了一声 道 因为月亮的光 是太阳的余晖 巴克睁大眼睛 全部认知都被这一句话催悟 恐惧和不敢置信涌上心头 让他浑身颤抖 他感觉到一股无比强大赤裂的力量 从文森特手掌当中传入他的身体 就像是把打火机扔进了油堆里一样 月亮神力被瞬间点燃 杀死他的 正是他信仰的月亮 轰 爆裂的火焰从巴克的身体当中 疯狂流泻而出 眨眼之间 他身体当中 以及四周月亮神力凝结而成的虚空黑洞 都在一瞬间爆炸 一个毁灭集瞬间被引爆 和其他碎屑一起被推往外围 消失在白光里 文森特静静站在教堂中央 捧着老神父逐渐变成灰烬的头颅 空洞的双眼当中 躺出金色的流火 一滴滴落在泥土当中 灵界是被地面细微的抖动给惊动的 他大半夜的不睡觉 是在研究胡德动用自己的权限 从真理会带出来的那本 黑暗时代 爱尔福兹新栓时 正看得入审 就感觉桌子开始摇晃 腿也自己抖了起来 他看书的时候可没有抖腿的习惯 立刻察觉不对 一开始以为是地震 结果一抬起头 就看见窗外竟然有点亮 灵界一愣 把窗帘拉开一看 摇摇地 就看见天边城际线 一小片明亮的白光 隐约还有轰隆隆的声音 又是煤气爆炸 灵界抽了抽嘴角 看着窗外的场景 莫名有种非常内疚的感觉 他摸了摸自己良心 确认安在之后 暗自难难道 前两次离的距离有点近 还可以说是因为我的多难 这一次起码跨越了几十个大街区 总不会是和我有关系了吧 他还记得上次说了句 希望大家越不越好 结果过了一个晚上 接到对面就直接煤气爆炸 变成了一片废墟 最近他总应该没有说这种吉利话吧 灵界摇了摇头 把窗帘放下 收回了目光 继续坐回了书桌前 煤气爆炸这种事情 其实也算是诺金的日常了 过去三年里面 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在新闻里 看见一次煤气爆炸的报道 这些煤气厂三天两头爆炸 不像是生产煤气 倒像是生产炸药 吐槽是这么吐槽 诺金的小报媒体猜测比这还离不 他们甚至猜测这些所谓的煤气工厂 其实是罗尔资源开发集团的秘密军工厂 而每一次爆炸 其实都是在进行新式武器的测试 稍微靠谱一点 则据说秘密采访了罗尔资源的高层 得到的消息是 这个煤气其实是一种在下城区 发现的非常不稳定的新能源 目前还在不断研究的阶段 所以经常发生意外 众说纷纭 但总之 常年的煤气爆炸案 也是诺金的民间都市传说之一 反正拿这件事问中央政府高早 也永远只会得到一个回答 别问 问就是煤气爆炸 灵界的目光重新落在了桌上的书籍上 伸手轻轻抹扎着书页 他平时这个点早就睡觉了 但是今天不小心看书入了迷 几乎没有察觉到时间的流逝 要不是这煤气爆炸产生的波动 他可能得一口气看到天亮 难得的熬夜啊 灵界感叹道 然后加上张书签 合上了书本 准备去睡觉 不过有一说一 这本书确实将 爱尔福兹王国那段历史 写得非常详实深度 而且因为夹杂着 大量如同神话一般的魔幻描写 让这本书有一种 看华夏上古那种 神话与历史结合的人 非常带感 不过因为书中出现的 爱尔福兹末代国王卡德拉 前七世纪和梦境所见完全一致 现在灵界觉得 书里写的内容多半是真的 只是因为年代久远 无法考证而已 灵界正看到黑暗时代降临 太阳和月亮一同被吞噬 心中又感到了一丝疑惑 因为现在太阳月亮 都好好的挂在天上 半点事都没有 怎么也不像是被吞噬了 不过他转眼就想到 这里的太阳和月亮 也许也是各自象征着某个神明 这里可能指的是他们挂了 太阳熄灭沉寂 月亮则被野兽盗取了肌肤 这种魔棱两可的诡异描写 光靠自己猜测 可能性的方向也太多了 林老板颇感头痛 暗自嘀咕 白银还说要告诉我所谓的真相 学了剑术还不算会 非得要出师才算 坑啊 他关了灯 躺到床上 但是更加坑的是构筑梦境 第一个梦境的雏形已经构建完毕 但也仅仅是一个完全黑暗的无尽空间 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能供灵界自己走来走去 灵界把自己收集的以太 全都放进了这个梦境之中 也只有在梦境当中的时候 他才能够重新像之前一样进入 可以感觉到 看到以太的特殊状态 除此以外 进展几乎像蜗牛爬一样 想要在梦里构建无限接近真实的雾名 直到自己都相信那是真的 实在是有点难度 不过今天灵界突然灵光一声 想到了一个也许能降低难度 让构筑梦境变得更加简单的方法 灵界再次睁开眼睛 已经站在了一片黑暗之中 然后他伸出手 微微下岸 感觉按到了一块平整的面 低头一看 空间中多了一张有些老旧的红木桌子 桌子上摆放着一堆有些凌乱的书籍 几份较暗 一副眼睛 一些小型仪器合笔 还一卷古老的羊皮纸 灵界勾起嘴角 须指敲了敲桌子 发出了孤独的声音 触感和质感已经和真实的一般无二 果然有效 接着他大马金刀的顺势往后一会 自然而然被凭空出现的影子接住 这把他特意定做的工学已一如既往的书 灵界眼眸微眯 微微厚仰 此刻脚下已经变成了木制地板的触感 抬起头 熟悉无比的天花板映入眼帘 低下头 灵界环视四周 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满是书架的书房 空气中充斥着微微发霉的气息 书桌不远处 窗户外透进自然光 尘埃在其中飞舞 外面的梧桐树绿叶苍翠 摇曳着沙沙的声音 灵界毫不怀疑 现在他走过去开窗 就能看见外面对墙爬满的爬山腐藏漫 而如果他转头开门 则会看见一条长长的走廊 镜头是下楼的楼梯 论熟悉 当然是穿越前 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自己家更加熟悉 第一个梦境 构建完成 他能感觉到 自己在想构建梦境不会太难了 灵界看着书桌上的羊皮纸 眼中闪过一丝怀念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如果在梦里抱住人物 他摇了摇头 放弃了这个只出现了一秒的想法 天光微亮的时候 莫恩起床洗漱 然后系上围裙开始做饭 并准点充当人体闹钟叫醒林老板 吃饭的时候 莫恩偷偷看了看灵界的侧脸 然后埋头扒了两头 又看了看他的侧脸 然后一下就和灵界对视了 莫恩猛的顿主 接着一眨不眨的盯着灵界 因为饭还在嘴里脸颊鼓 多为理智气壮 灵界抽了抽嘴角 放下筷子 耐心的微笑问道 有什么事情想说吗 这种年纪的孩子 总会有点难以起始的问题 想要询问家长 他懂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耐心的引导 才能顺利度过青春期 莫恩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道 我 我想成为月亮 是的 就像这样 灵界的微笑有种僵硬 刮娃子 你也想成为美少女战士 灵界对于莫恩的中二属性深有体会 之前早些时候 让他自己抱着本资点学基础的时候 每次抽查作业 都像是在进行中二 并有交流大伙 虽然内心很想吐槽 但是想想这也算是兴趣教学 既然孩子喜欢 学习效率也挺高 那就顺其自然吧 也是好事 灵界的教学方式向来开明大怒 英才施教 绝对是人人称赞的好老师 虽然也跟他的专业过于冷僻有关系 没什么需要严要求的地方 不过莫恩这大早上的突发工二 实在是有些惊到他 更重要的是这个想法也太童趣了点 哈哈哈哈 简直就像是小时候老师问小朋友 你们的愿望是什么呀 然后纷纷回答各种千奇百怪 比如奥特曼 以及各种非人生物和非生物之类的 他本来以为莫恩的性格淡默 过去的来历也很有心秘密 会比同龄人要成熟一点 没想到实际上还是个幼稚鬼 灵界愣了一下 想象了一下莫恩的脸 跟天线宝宝里那个太阳一样 挂在月亮上傻笑 然后忍不住扭头扑斥笑了出来 莫恩看着林老板憋笑的样子 总觉得自己好像莫名的被看傻了 塞帮子鼓得更高了 他昨晚暗中推动了一把 在娃普几思的配合下 直接将娃普几思梦境当中 埋葬的太阳残骸交给了持有 太阳圣给了文森克 令他获得了太阳残留下来的力量 这导致矛盾的激化速度加快了 惊动了穷顶教会的教宗 但又让不明所以的教会没有足够的阻异 利用对方对于情况的信息差和傲慢心态 一口气覆灭了一个教区 抱了两个使徒 这是莫恩实现与娃普几思约定的第一步 虽然对于他们来说 这几乎是完美开局 想要将尾神逼出来 光靠他们目前的力量可不行 月亮的全能已经被对方窃取 而娃普几思剩余的力量 也只够维持梦境 以及让梦境降临 根本做不到干涉现实 天真没见识的小莫恩 文森特身上有着与太阳同源的月亮神力 完全可以接受太阳神力 甚至基础非常牢固 再加上那本《太阳圣典》 作为媒介 简直是完美适配者 更关键的一点在于 他作为伪教受害者 已经处在了和穷顶教会对立的悬崖边缘 可以说 如果昨夜没有莫恩给予的太阳残骸 文森特将会面临更加惨烈的局面 在教会眼中 他会是一只生命力极强又极其痛恨的虫子 固责一切手段 将他反复碾压 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说 但却已经指明了道路 只等他们如何自觉配合 他什么都知道 只是不说 而且娃普几次隐会地表示 自己在他身上嗅到了白银的气息 那位曾经的同僚 一定也在寻找重新回到现实的办法 很有可能与这个神秘莫测的书店老板 达成了合作关系 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 但是推波助澜 加速进度这一点 终究还是他们自作主张 也许对灵界的计划 产生了什么不好的影响也说不定 莫恩深思熟虑一晚上 还为自己擅自行动感到忐忑不安 以为可能会因为破坏了老板的布局 所以才满心不安 犹豫地开口征询灵界的意见 想要试探一下下 但现在看来 好像其实老板本来就没有特别在意 自己对别人命运的改变 每次都是等着他们自己回来 才继续指示下一步行动 就像是随手拨动了他人的命运之险 然后满怀欣慰地等待着一个 与众不同的独特回响一样 而且他现在好像还一副 听见什么乐子的表情 莫恩莫名泄气 感觉自己觉得很厉害的所作所为 在林老板的眼中 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小打想法 他鼓动腮帮子 默默把饭菜咽下去 道啊 为什么笑 想成为月亮怎么 灵界马上察觉到莫恩语气里 带着一丝丝的委屈 真是闹别扭的 嗨嗨 没事 这个想法挺不错的 嗯 我很支持你的意愿 灵界摆了摆手 咳嗽两声 收敛了笑容 尽量让表情郑重一点 只不过眼中含着笑容 还是显得满脸和爱 他感觉自己真是收养了个可爱的小朋友 可不是非常可爱吗 一般小朋友会想要成为月亮吗 莫恩握了一声 怎么听怎么觉得敷衍 但既然这么说的话 也就是认可了他们的行动 莫恩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平静了很多 灵界想了想 不如趁机给小朋友再灌输一下正确的价值观 便把筷子放下来 哄小孩一样揉声道 但是想成为月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得制定一揽子计划 嗯 你先说说 你是怎么产生这个想法的 或者说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月亮 莫恩愣了愣 然后仔细思考了一下 不确定地道理 因为 漂亮 他当时被娃普几思拉进梦境当中的时候 第一次感受到了名为震撼和激动的感觉 只觉得那个容纳星空的梦境美到不可思议 所以产生了想要站为己有的想法 为使神拆地 就答应了娃普几思 灵界抽了抽嘴角 然后觉得这里由还他娘的真是无懈可及 根本无法反驳 小孩子嘛 确实都是这样直来直去 透过现象看本质 但是身为鸡汤圣手 他不认输 月亮的美丽你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吗 灵界顺便科普到 月亮本身其实并不会发光 漂亮的月光 其实是反射的太阳光 但太阳的光芒永远那么咄咄逼人 不可直视 虽然温暖 却到达不了人的内心深处 而月亮用自身将那些光芒转化 还有了那可供欣赏的美丽清晖 奉献 谦虚 温和 包容 这是属于月亮的品格和特质 如果你想要成为月亮 这都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 月亮是连接着人与人的扭带 每当夜深人进食 想起故乡或思念的人 一抬起头总会看见的就是月亮 所以月亮承担的是 人们心中的一种原始的 纯洁的情思和信仰 支撑起无数人内心深藏的情感 灵界伸手摸了莫莫恩的头 语重心长 月亮并非无情死物 而是一个被寄托者 你需要明白这一点 才能成为他 灵界的想法十分简单 既然莫恩想成为月亮 那就顺着他的想法来 这和他一贯拉拢客人的方式是一样的 客人的需求和想法是什么 就一定要顺着来 俗话说得好 忠言逆耳 有些问题如果石成帝来讲 就会很难听 非常容易引起反感 这对于拉拢客人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你讲话这么刺耳 就算是真的 是好的 谁又会听你的呢 所以就算想要改变对方的想法 灵界也倾向于 以对方的逻辑来说服对方 再用话术加以无比丝滑的引导 当然这也得看情况 如果对方是个傻逼 的话 那么灵界也不介意来一套 人格修正权改化的 毕竟 读书是为了心平气和地跟傻逼 说话 而健身 是为了让傻逼 心平气和地和你说话 这就是灵界就算穿越了 也不忘记天天按时锻炼身体的原因 嗨嗨 扯远了 总之教育这个年纪的小孩子 也是这个道理 一味的强制和威吓虽然也有效 但往往会给孩子造成潜移默化的坏影响 可能是性格 也可能是思想 这都都是 林老师认为 童真和童趣是一种相当好的品质 值得保留 但是要杜绝这个中二并往歪了的方向 要是哪天他突然觉得月亮等于地堡天心 然后试图来一招 希望人没事把诺金给弄掉 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 那就完蛋了呀 所以一定要从一开始就定好价值导向 朝正能量满满的方向去 而月亮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力 不如就在此基础上 继续发挥 让诺恩从中找到正确的价值和品质来学习 灵界觉得自己简直是正道的光 诺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似懂非懂 但是有三点他隐约听出来了 第一点就是月亮与太阳之间的联系 以及月亮存在的意义 月亮之于太阳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化 这是月亮力量的核心 将外界的力量收为己用 转化为自身的全能与伪力 其实远不只是太阳 而是整个星空 只是太阳的影响最大 嗯 老板果然什么都清楚 对于月亮和太阳的关系了解的如此透彻 和瓦普吉斯说的几乎一模一样 第二点是月亮该有的品质 或者说联系第三点 更像是教条 因为月亮的永恒与更多 他注定会成为万人敬仰的神明 因此必然会拥有信仰者和追随者 就像是穷顶教会 莫恩隐约觉得老板在嘲讽穷顶教会的所作所 联想到昨夜穷顶教会如此果断恒拉的行动 浑然不像是一个信仰的象征 宁静温和的月亮的正经教派 反而更像是酷烈的邪教 他们只想维持自己对于他人思想的同志 而没有一丝一毫考虑到所谓的奉献 谦逊 温和 包容 穷顶教会容不下任何一段 像文森特这样的内部受害者还不知道有多少 都在无知无觉当中 被教会用疑似成瘾的圣月脑所控制 第三点 自然就是信仰与全能领域 他们需要重新建立起一个纯净的心教 来重新缔结信仰灵魂的纽带 获取信仰之力 目前因为文森特的突袭 两个使徒陨落 寂静领域和异端审判两项全能已经被回收 当然 后者的本名其实是根源即死 是抹杀万物根源的规则类权脑 真正的神之领域 结果到了穷顶教会的手里 不知道是产生了什么误解 就变成了单纯对不同元力量 单指月亮神力 更抹杀 概念范围无限缩小 威力等级下降了不止一个层面 也难怪瓦普几次对于伟神如此吃之以鼻 甚至称呼为野兽 对方除了具有强大的力量之外 实际上混沌一片 就像是蒙昧的原始野兽一样 根本不知道怎么利用这些力量 灵界看着莫恩的表情 感觉如此可叫十分欣慰 转而收回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又到了 所以说 想成为月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只要你肯下功夫去多做好事 将来总有一天 你会成为所有人心中的月亮 灵界笑得十分神秘 在这里偷偷转换了一下说法 把真正物理上的月亮 替换成了心中的月亮 相信这样一来 这瓜娃子就不会想要真的上天了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梦想当个宇航员貌似也还不错 莫恩看着灵界脸上的微笑 乖巧地低下头应了一声 灵界满意地道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 具体的 就先帮我解决一下 文森特那边的问题 如果穷顶教会 真是用成隐物来控制教会成员 这些家伙可真的就是坏到根子里 必须要拔除才行 他对于文森特的情况 还是比较担忧的 前几天才让人去试探一下 现在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正好 这就是个大大的反例 当然 让莫恩帮忙 肯定不是让这孩子去干什么 单纯帮着调查一下资料什么的就行 莫恩你看 像这种所谓的月亮 就是虚假的 是注定要被消灭的 灵界又想起了美少女战士月夜 提了一嘴 我在家乡见过的月亮 那都是美少女战士 口头禅就是代表月亮消灭 有替天行道的意思 所以说月亮也是正义的代表 所以得出结论 美少女就是正义 他瞅了一眼莫恩 为了家长的威严 把这句话憋回去了 莫恩感觉林老板的眼神怪怪的 但是此刻他的心神 更多地沉浸在他的话当中 原来这就是老板的期望 他明白了 他会建立新教 推翻穷顶教会 但不一定要万众敬仰 他也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对于他来说 最大的愿望 似乎从逃出来的那一刻就产生了 成为自由的真正的人 并且现在又有了新的想法 在仅剩的一年生命当中 他想要被更多的人记住 想要让这个世界记住他的存在 我会的 莫恩眼神逐渐坚定 帮助文森特执行正义 灵界满意道 嗯 没错 就是这样 莫恩借口午睡 回到梦境当中的时候 看见娃普几斯侧 坐在幻化的弯弯月亮上 黑群流泻 露出两条圆润白皙的小腿 以及鲜瘦美丽的赤子 足间在水面上撩起圈圈连衣 他侧头脱塞 似乎在凝神细丝 莫恩靠近了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娃普几斯的侧脸有点 似乎还喃喃着 美少女什么的 莫恩等了一会儿 才叫了一声 娃普几斯 娃普几斯愣了愣 无意识摇晃小腿 撩动水面的动作停了下来 转过头轻壳了一声 坐直了身体 有什么事情吗 莫恩 如果不是莫恩亲眼所见 凭他耿直的小脑话 绝对想象不出 刚才那个脱塞侧 趴在幻化弯月上 少女心泛滥的女孩 和之前那个充满了 神秘和优雅的原初女 会是一个人 莫恩眼见着娃普几斯 脸上红韵消失 跟看穿剧变脸式的一愣一愣 对于智慧生物的多变 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好奇怪啊 莫恩看得出来娃普几斯 是在因为老板说月亮 是美少女而打高于月 但是 所以勉强也能当成是月亮 娃普几斯也确实美丽 那是一种超越了 人类极限的美业 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足够令任何人心生震撼 然而 她和少女到底有什么关系 人造人少女百思不得其解 原初女巫就是阿兹尔一片 混沌时最初诞生的智慧生命体 拥有强大的力量 掌管着世间的一切 从年龄上来说 比起这片土地只多不少 原初女巫的本体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现在的外貌 只是为了融入人类社会 凸显自己创造万物的特征 所以才变成女性 以人类的标准来看 完全已经是不知道 多少代增祖宗级别的 娃普几斯的表情 在莫恩疑惑且沉思的注视下 渐渐凝固 虽然不知道面前这孩子在想些什么 但总觉得有些不妙 还是不知道比较好 她维持着微笑 决定假装刚才无事发生 开口道 莫恩 是为了文森特的事情对吧 刚才我都听见了 娃普几斯从弯月上走下来 优雅无比 从容在握 你看 我就说他早就已经预料到了 就等着你出手了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他一定会同意的 甚至实际上 文森特这件事情 还是他帮了我们一把 这就是他的目的 等到文森特到来 我们就能和他合作 开始第二步计划 莫恩轮了一声 看着他点点头 道 为了正义 穷顶教会必须被完全推翻 娃普几斯伸手抚摸着莫恩的领袈 道 既然你不想建立新教 也无意被人供奉起来崇拜 文森特将会是最合适的那个人选 就让太阳圣教 代替穷顶教会吧 莫恩提问道 一定要有新教存在吗 娃普几斯没有料到 莫恩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有些意外地道 你觉得呢 他将问题抛了回去 以帮助促进面前的人造人少女 进行更多的独立思考 毕竟他已经把梦境交给了莫恩 默认对方继承自己的力量 就像是弟子一样的存在 莫恩歪了歪头 想到了老神父的死 想到了那些因忠诚而残酷的事 同样是信仰这一种信仰 同样的盲目 却天差地别 他担心新教是否会产生 像是穷顶教会这样的情况 所以问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教会存在 是不是会更好 莫恩还是没能想到答案 这太复杂了 并非神明需要信徒 而是人类需要信仰 娃普几斯笑了小道 对于太阳和月亮来说 凉小人类的区区信仰 又有什么可在意的 但是人类却需要一个精神寄托 需要庇护 这才是教会的意义 至少 对于穷顶教会的信徒来说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人 如果你只是摧毁而没有见识 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崩溃的 你要让他们明白 他们并不是被信仰所欺骗 而是被人所欺骗 莫恩一脸茫然 听得一头雾水 娃普几次扑齿笑了出来 推着莫恩坐到幻化弯月上 道 那头野兽只是为自己 找到了一件美丽的衣裳 而人类却利用他做尽想做的坏事 这种神贵忽悠的话 不是 是新教的教义 就让你的林老板来编吧 他看上去很擅长 你需要做的 仅仅是去做该做的事情 像是老年摇摇椅 娃普几次丝毫不知道 人造人少女内心的负费 勾起嘴角 我曾与人类缔结了约顶 在黑夜中庇护这些弱小的生灵 可不能实验了 哦对了 现在穷顶教会应该已经陷入了恐慌 如果他们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就应该赶紧跑路才对 但是信仰伟神的他们没有志无 只会无能狂怒 出于恐惧想要赶快把这个巨大的威胁铲除 所以很快 大概就会追着文森特来到书店了 实际上 现在穷顶教会何止是恐慌 简直是快吓尿了 短短一夜 连半个晚上时间都没有 一个教区的总教堂 别一为平地 两个使徒变成了和平烟花 其中还有一个是一端裁判所的所长 最强的两个使徒之一 就算是想要封锁消息都封锁不了 因为那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也就只有普通人会被煤气爆炸 这种弱智理由骗过去 一个个超凡者势力和团体 已经全都炸了过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月亮 降下了神怒和神法 以为自己知道的 认为是一个获得了 规则层面力量的 异端叛教者弄出的动静 而知道的 这确实是降下了神怒和神法 不过动手的是太阳 顺便还有月亮的推波助澜 穷顶教会以最快速度 发布了最高通缉令 一时间整个诺金的超凡者团体 非常好 各种大势力或许还要静观其面 但那种独行的超凡者 早已开始了行动 毕竟就算是提供线索 也是有大量报酬的 在普通人还惊奇地讨论着 昨晚的煤气爆炸的频繁早 超凡者世界正在暗流运动 而被整个诺金所关注的文森特 却是干脆在爆炸中心待了一整夜 第二天才隐秘气息踏上了逃亡之路 那些火焰具有针对月亮神力的效果 穷顶教会的人根本不敢靠近 也没人觉得他会在爆炸中心等一整夜 就这样登下黑地 让他避开了最危险的时刻 此时 文森特的目光上面 落在了书店的橱窗上 他深吸一口气 推门走了进去 文森特此刻的形象有些狼狈 因为他身上的神父袍 已经被爆裂的火焰 不管是他自己 还是残月使徒巴克产生的 完全笨 所以他换了身带都冒的黑色长袍 这是当然的 他原本穿在身上的 仅仅是普通的质式长袍 但凡要是能在毁灭级的爆炸当中 保存下来一心半肚 那才叫奇怪 至于他身上的衣服哪来的 这得感谢已经连骨灰也不存在了的巴克 残月使徒身上的这件黑袍 应该是某种高级的超凡物 至少附魔了三十余次 各种毁灭级的恒定术 是在肉眼不可见之处 布满了袍子的每一个角落 加上开启灵式 这看上去普世无华的袍子 立马就能闪瞎人眼 而且袍子本身的材质也十分特殊 能在毁灭级波动中心 几乎完好无损的保存下来 防御力绝对惊人 可惜的是巴克当时是被文森特 从内部引爆 这件袍子根本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否则也许他还能反抗个一两秒 文森特不免讥讽的想 也是凭借着这件 从巴克身上扒下来的黑袍 他才能在陷入最虚弱状态的时候 从众多的穷顶教会 以及超凡者包围圈当中顺利脱身 经过差不多一天的躲藏和调整 文森特已经差不多了解了 自己完全被太阳之河改造的新身体 还有新的力量 太阳之河 就是梦境之中的少女 教给他的那颗仿佛缩小版太阳的东西 在被彻底改造之后 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 其中蕴含的无数知识 了解了自己的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首先是太阳圣典 这本书已经与他融为一体 那些从圣典之上脱离下来的符文 就是太阳的全能 他现在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些全能 目前能共用的只有三项 第一是日之礼赞 这是最开始就被激发出来的全能 在拿到太阳圣典时 他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这项全能 所以在遭受温妮沙的侍从海曼袭击之后 才导致了海曼自分 在被围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彻底激活 太阳圣典 发动了全能 在赞美太阳的时候 得到了太阳馈赠的力量 以巨大的小型太阳般的火球 杀死了温妮沙 第二个是高位置佩 这就是他对于月亮神力的天然压制 因为月亮的大部分力量都来自太阳 尤其是穷顶教会信奉的尾神 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根基 全都是一点就炸的油脱 巴克就是死在这个全能下 而温妮沙的死因大半 也是因为高位置佩 至于第三个 则是活化火焰之躯 在接受了太阳之河后 他就已经注定做不成人了 他的心脏被太阳之河取代 全身则像是太阳一般 变成了沸腾般的岩浆 完全T的形态 身躯外层笼罩着气态的火 带有药斑和黑子 表层流淌液态 半流体的岩浆 内部则是高温的金色固定 此外包括内脏之类的组织 已经全部消失 或者说被替换了 发动这项全能 会让他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大致有着人情的太阳 或者一团活着的剧烈燃烧的火焰 当然 一般情况下 他还是能维持正常人形的 本来书店主人赠予的 太阳圣地 给予的全能并没有那么强 但是加上了太阳之河之后 就等于火上交友 一发不可收拾 单单太阳之河 就直接把他推上了恐慌级 不要小看恐慌级 根据真理会的APDI分析法 恐慌级的定义是 已经能够引发 大规模恐慌的超凡者等级 在这个笼统的定义当中 包括了如迹之序 这样的新生猎人组织领袖 也包括了穹顶教会的 剩下五个师父 已经属于远超一般 超凡者的佼佼者 这还只是一般情况下 如果他启用全能 打爆一个底层毁灭级不难 不过事后就会陷入 一段时间的虚弱状态 而且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一天恢复 情况紧急 他直接就使用太阳之河 来恢复自己的力量 导致其缩小了一曲 通俗点讲就是折兽疗伤 但是还不够 我最多只能抗衡一个毁灭级 但教会不仅有光暗圣母 还有神明级的教宗 我得你 现在他们只是投鼠机器 如果他们反应过来 发现我根本没有表面上那么强大 立刻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杀死我 所以光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还远远不够 经过一夜的思考之后 当熊熊燃烧的仇恨冷却 成最坚硬的棱角 文森特的情绪反而更加冷静 他心中十分清楚 现在的优势都是暂时的假象 不过幸运的是 文森特这次终于有时间 能够赶到书店了 他迈入门中的一刹那 听见书店主人在柜台后面 说出欢迎光临寺的字 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 一直紧绷着的神君 虽然他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放松下来 顿时感到了浑身潮水般席卷而来的疲惫 虽然不知道这安全感从何而来 但是只要想起书店主人那温和的笑容 就算现在四面楚歌 都会十分安心 再次来到书店 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时间 却恍如隔世 文森特摘下东帽 抬头看去 他的双眼在接受太阳之和的时候 直接被蒸发 充斥着光与热 一睁开就等于灯泡发光 所以他还是选择了闭上 重新系上了蒙眼布 书店主人依然坐在柜台后面 手里翻动着书页 那句欢迎光临完全是条件反射 此刻才和上书本抬起 目光触及文森特的脸时 眉头一皱 坐直身体道 神父 欢迎回来 你看上去不太好 灵界斟酌用词 文森特现在看上去何止是不好 简直是憔悴不堪 更重要的是神情紧迫 透出一种难以磨灭的意志 就仿佛整个人都在这一点燃烧 从他以往的经验来看 只有一种情况会让一个人发生这样的了解 那就是仇恨 而且对方这一句几天 回来直接把神父袍都脱了 显然 光是教会使用成瘾物这一点 是不足以让一个本身信仰教会多年的神父 直接脱离信仰 他很可能遭遇了更加颠覆的事情 灵界之前提议让文森特瞒天过海 先将自己的情况如实汇报进行试探 理论上风险最小 但文森特在执行的过程中出问题也有可能 而也许就是这样 让教会有所察觉是 试图控制他 并且做出了更加丧心病狂的事情 令文森特产生了强烈的仇恨情绪 最终决定判出教会 然后逃到了书店 灵界把书放在一边 双手交叠 陈生做出了猜测 你是逃出来的 穷顶教会对你 还有你身边的人出手吗 莫恩自觉地倒了两杯茶水 放在了柜台上 道歉 耽搁了一点时间 文森特扯了扯嘴角 伸手把门关上 走过去坐下 他不由地抬头看了一眼莫恩 现在离得近了 他越发确定对方 就是梦境当中的那个少女 而且有一种令他感到亲近的气息 就像是 完全可以信任的家人一样 对于刚刚失去了亲人的文森特来说 这毫无疑问 就像是干涸沙漠之中的一汪清泉 抚慰了他充满仇恨的心灵 那么 他应该才是真正的阅荡 莫恩也在这时对上了他黑不厚的眼神 微微汗手示意 算是正是街头了 呼 文森特长出一口气 按道书店主人应该就是为了帮助他 所以当初才故意让隔壁的柯林发现不对劲 由此引来了他雏林 然后一步步引导他发现穷顶教会的真命 真是不拘深远了 不过说到邻居 书店隔壁好像已经不再是音像店了 也没有生命气息存在 人似乎是没了 果然 利用完了之后 书店主人自然就将这个普通人弄走了 穷顶教会果然在利用圣月脑控制会中的教室 而且 文森特闭了闭眼睛 我是做父亲 曾为我第一次洗礼的老神父 被他们杀了 他是因我而死的 如果我那时候再理智一些的话 也许不会是这样的 但事情没有如果 他也不敢想 当时他前脚道 后脚残阅使徒就紧追而来 显然是直奔仁爱教堂 说明他们的目的就是老神父 如果他没有去 他们就会用老神父作为人质 后果也许更加不堪设想 灵界暗自心惊 虽然他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 却也没有想到 穷顶教会竟然会凶残至此 说杀就杀 似乎完全没有任何顾忌 但是他转念一想 这些年偶尔了解到的信息当中 穷顶教会已经是诺金最大的教派 这样的教派 在某种意义上 比罗尔资源开发公司还要可怕 他们搞的是精神上的垄断 拥有大量的信徒 杀一个人 扣上邪教徒的帽子 甚至会有人帮着叫好 抱歉 灵界将茶杯推过去 看出文森特不愿多说 毕竟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同 从文森特的神情就看得出来 这种时候他需要的并不是安慰 而是认同以及支持 你接下去有什么打算 我可以尽量帮忙 嗯 还有我的助手也会一起 灵界正中地道 穷顶教会既然能做出这种事情 背后一定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们欺骗的不仅仅是教主 还有整个诺金的信徒 无数人就这样悄无声息被喊 而现在 也许只有我们知道真相 能够随随便便做出杀人的恶行 这个教会根本就是个贼窝 这样的存在 竟然在诺金屹立了那么多年 想想就觉得可怕 莫恩点点头 按着瓦普几次和灵界的话 小脸认真地说道 他们信仰的是虚假的月亮 是盗取了月亮权柄的野兽 借月亮君明 隐藏不义之事 我们需要将真相公之于众 将穷顶教会推翻 这是正义的事业 灵界有些意外地看了眼莫恩 可以啊小同志 这么快就能把他的话活许活用 而且连背景都帮忙补充完整 可造之才 可造之才 他那本埃尔福兹新衰史 平时就放在书房里 估计莫恩偷看过了 说得和书里半斤八两 但是看在这孩子如此足晦的分身 就不和他计较了 这是正义的事业 文森特重复了一遍 咬牙道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灵界叹了口气 仇恨的作用真大 几天前还老是温厚的神父 现在好像只为仇恨而燃烧 不要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也不要被悲伤淹没了心智 灵界把手伸向书架 放缓语调 道 先冷静下来 再想办法 因你现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你需要戒指 文森特身呼吸 停住了一下体内跟着沸腾的岩浆 皱起眉 戒指 这不是重点 拿着 灵界拿出一本书地过去 目光强硬 你应该先冷静 文森特一愣 灵界已经把手里的疏色到了文森特的面前 道 你现在首先需要做的是保持自我 找到更多自我的意义 你现在目标坚定 但实际上都是表象 等你复仇完了 你就陷入迷惘了 明白吗 你需要找点更多的事情做 能够支撑你之后生活的事情 他目光深远 毕竟 黑夜之后 太阳照常还会升起 嗯 神父现在这个精神状态 显然是已经陷入了自己都没发现的泥脑里面 非常不对劲 以灵界撒心灵鸡汤的境界 估摸着 等到他复仇完 估计人也废了 复仇是一回事 不能把人给搞没了呀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让文森特先把目光放长远 灵界选择了海明威的 太阳照常升起 还是盲文版 作为影子 卢书使人明智 虽然本身故事看着比较异议 但本质精神却是向往公平自由 个性解放以及人格独立的坚韧不拔 败而不垮 相信文森特能够体会到其中的用户 文森特伸手把书拿起来 抚摸着书封 听着书店主人的教诲 心中不由地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迷茫 他将目光放在扭曲的书名上 顿了顿 心中不合时宜地产生了疑问 您真的是想让我冷静下来吗 确定不是想鼓励他把穹顶叫回一窝端 只见纳书的封面上 赫然写着 永恒末日 文森特忍不住恍恍惚惚道 我应该找点 更多的 支撑以后生活的事情做 灵界喝了口茶 感觉自己又将拯救一个迷途的羔羊 点点头道 没错 他眼神鼓励 独独看 灵界鼓励道 不要拘泥于仇恨 这只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你的全部 其实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呢 目光放长远一些 你的人生会更加精彩 他顿了顿 呵呵道 当然 在那之前 得先把穹顶叫回那群臂 处理了 告慰逝者在天之灵 文森特点点头 心中下定了决心 深吸一口气 慢慢翻开了书 充满了禁忌而晦涩文字的书籍缓缓打开 文森特浑身微微一震 差那间 感受到了其中恐怖的气息轰然散开 随即被难言的幻觉所攻险 整个人惊骇欲绝 眼前一黑 就仿佛从椅子上跌落下来 坠入宇宙深渊 产生了高速的失重感 视野中的一切都在天旋地转 文森特睁大了眼睛 高温扑面而来 燃烧的赤红色灼通了双眼 巨大而不定形体的火焰之云 被无形之力搅动流转 在燕云弥散的中央 是一个难以形容其庞大 被无数光点围绕的火球 斑驳的暗成色表面布满丑陋的黑色斑点 其上有猛烈的风暴漩涡 和不断喷射出的旋转着的无形谷叶 就像是一根根的通天巨主 那些黑斑在不断运动 变幻莫测 有的越来越大 与风暴相撞 互相吞噬 变成赤裂的巨大裂缝 有的越来越小 最终变为虚无 整个火球充斥着毁灭的气息 内核在不断探索 火屋燕云不断地重复着收缩 膨胀就如同在酝酿着滔天怒火 发出永恒宇宙中无声的咆哮 这是一颗走向了灭亡的太阳 无声的 悲怅的 文森特被深深的震撼 并在震撼之中 被牵引向了那巨大的火球 自身也被点燃 不断吸收着对方的力量 建立了若有若无的联系 他顿时明雾了 这就是太阳道路的尽头 贪缩 毁灭 这就是末日 但太阳并不会消亡 当一个太阳走向末日 就代表着另一个太阳的星星 此消彼长 在宇宙之中散发着永恒不灭的光辉 这就是永恒末日吗 文森特心中无比震撼 原先他以为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光是已经掌握的权能 就可以在权力爆发的情况下杀死毁灭集 更不要说还有其他剩下的 可以说 如果他能够完全掌握太阳之河和太阳圣地 就等于踏入了神明级 这已经是已知力量分级的巅峰 但书店主人转眼就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文森特发现自己仿佛是井底之外 更加广阔的道路已经展现在眼前 只要他不停下来 道路就会不断延伸 他能够感受到眼前太阳的微弱意志 但他并不具有智慧 一时流十分混乱 只有碎片化的一些想法 文森特心中一动 如果他能够和所有的太阳建立联系 是否会发生不一样的事情 会不会成为真正的太阳神 这难道就是书店主人所说的更多的支撑以后生活的事情吗 文森特感觉自己体会到了书店主人的意思 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原来神明级并非极限 也不过只是渺小人类 在自己所能想象的极限当中下的定义 而在这无尽的宇宙当中 强大似乎也没有进口 而对此似乎稀松平常 随手给予这种等级知识的书店主人 又该在哪个层次 他是否也是那其中的一员 文森特感觉对面书店主人那人形的表面下 恐怕是非人的内在 灵界看见文森特脸色凝重的读起了书 看样子是稍微冷静了下来 便清了清嗓子 说道 我刚才说到戒指 是因为你个人的力量其实作用不大 就算极端一点 你现在就杀上门去 你能打十个 终归也就只是打了十个 但穹顶教会的教主 信徒却有无数 而且这太危险了 拿你珍贵的生命换这么几个人渣 实在大可不必 文森特似乎愣住了 呆呆地坐在座位上听着 现在才打了个冷战回过神 满头冷汗 十分后怕的样子 他忙了忙 然后嗡嗡嗡哑地胡乱点头 您说的对 灵界一看就知道这人已经快想通了 再接再厉道 这个想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但是你手里显然已经有了 穹顶教会最大的把柄 是吗 文森特立刻反应过来 圣月脑 老板说的对 他现在想要凭借个体力量扳倒 穹顶教会无疑是行不通的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扭转 击碎穹顶教会虚假的信仰 可惜他身上的圣月脑 全都在爆炸和大火当中消火 连渣子都不胜了 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灵界 后者却摇了摇头道 一份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来源 成分 那么就脱不开层数商会 和罗尔资源开发公司 我会让他们帮忙调查的 至于怎么宣传才能动摇穹顶教会 我想你这个神父应该比我数 啊对了 说起来 穹顶教会恐怕在想怎么把你灭口 说不准现在已经快到了 灵界拍了拍脑课 先拨通了克劳德的电话 直说道 Y110吗 穹顶教会有问题 文森特果然回到了书店 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神明起 才是背后的推手 他说呢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神父 怎么会突然获得如此强大 而且似乎具有针对性的力 而且对圣月脑产生怀疑 这一切 恐怕就如文妮莎林死前汇报的那样 这个书店女人 必定是一位邪神的走狗 竟然妄图动摇穹顶教会的 这取而代之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恐怕还不够啊 神明集又如何 谁还不是个神明集了 教宗罗德尼眯起眼睛 目光看向了自己的权杖顶端 原本被融化的部分再次出现了 只是色泽有些许的暗淡 她不得不动用了 圣物沉睡的月质子 那相当于是月亮的子嗣 拥有一部分全能 她挥挥手瓶退了汇报情报的 陈寅道 雪莉尔 在身穿纯白色修女服的美貌女子应声道 她有着无比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高贵气质 但是此刻 她竟然挺着的大肚子 神情温柔 散发出母性光辉 罗德尼问道 巴克的孕育情况如何 雪莉尔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微笑道 很好 我将会把她从暗面带回来 她说着 脸色一变 捂住肚子 指缝中涌出大量的鲜血 额头满是冷汗 表情痛苦中带着腥味 生 与死 轮回 死去的 将获得 雪莉尔倒在地上 鼓起的肚子被一只手从内部挖了开来 那分明是一只成年男人的手 紧接着 复活的巴克从雪莉尔的肚子里走出来 但随后 几乎完全裂成两半的雪莉尔之中 又伸出了两只雪白的 属于女人的手 这两只手撑着两边地面 就像是撑着某个人站起来一样 雪莉尔的皮囊整个从肚子开始 完全翻面了过来 组成了另一个女人的样子 暗面圣女 安洁丽娜 正如洗礼词中所说 我们与月同在 生在亮面 死在暗面 当月亮完成一次明暗交铁的周期 生与死轮回 死去的将获得新生 巴克朝罗德尼跪下来 目光中满是狂热 到了 这一次 我不会再失败了 克劳德正在处理关于血验活动的情报 办公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 血验相关情报的优先级非常高 也就是说 他这个下午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而上午 他才从一次倾奖行动的战场当中退下来 马不停蹄地又赶回来上班 由此可见 蜜伊塔的情报科并不是一件轻松的活 这话实际上已经委婉得像是假话 真实情况是克劳德觉得自己可能年纪轻轻就要秃顶 发际线十分堪忧 每天起床撩起头发 观察自己发际线上一情况的时候 克劳德对于自家老师的怨念就会达到顶点 黑气都快从头顶上冒出来了 有时候真是怀疑 他说我当弟子就是想多一个免费劳动力 克劳德忧愿地嘀咕着叹了口气 将一份文件趴地放在了已处理好的那堆 这时通讯仪的声音忽然响起 克劳德一论 然后立刻把贴身放置的通讯仪拿了出来 一看显示屏 脸色立刻变得郑重起来 林老板 克劳德接通电话 听见的第一句话就开幕雷击 喂 110吗 穷顶教会有问题 克劳德一论 差点手划把通讯一扔地上 穷顶教会 他们怎么了 怎么惹到这位了 等等 难不成不久前穷顶教会遇袭 被摧毁了第七区教堂的事情 就是书店主人干的 这样一来 一切竟然说得通了 想来 也只有林老板能有这样的力量了 你们好端端地惹他干嘛呀 真理会的前车之鉴刚过不久 甚至前不久 克劳德才被叫过去处理真理会会长 侄子 那帮胆大的为之派小子去了一趟书店 醒来就变得服服帖帖 变成了店长的马仔 不是被教训过 克劳德都不信 林老板上有神明级武力威慑 下有话术拉拢 中还有一整个书店的无尽知识 完完全全把真理会课得死死 长老席甚至有猜测 书店和某个与知识领域相关的神器有关系 很可能目标就是要将真理会当中一切利于熏心 误入歧途的人纠正到正确的信仰途径 现在真理会灰头土脸的样子还阴容犹在 怎么穷顶教会又撞上去了 林老板 您说的详细一点 穷顶教会他们怎么了 克劳德小心翼翼 灵界的声音从通讯仪当中传来 把文森特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了一点 当然 要着重说明穷顶教会的邪恶和文森特现在处境的威胁 他们可是被害者的地物 自然是等着被保护和拯救 圣月脑 克劳德的神色越来越凝重 他并不怀疑消息的真假 林老板这种等级的人物 没有骗他们的必要 而且 如果现在圣月脑真的已经出现了副作用 那么隐秘以塔的力量 只需要调查一番就能求证 圣月脑是近期才出现的 而血验也在最近开始活动 其中如果有关联的话 那乐子可就大了 穷顶教会要是出问题 连带着要被牵连的人数量至少上前 事关重大 克劳德也不能当场出问 需要请示约瑟夫 再通过长老席 他站起来 披上衣服走出去 道 林老板您先等一等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您可以不要造成太大的动静 我现在去请求批示 很快就赶到 林介表示理解 毕竟不能打草惊蛇 绝对不会轻举妄动 而且他们这边都是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势群体 情况十分危险 希望能快点派人来 克劳德的表情十分精彩 嘴角抽搐着答应下来 他还能说什么呢 这种时候 只需要微笑祝福就可以了 当夜 巴克悬浮在书店不远处的上空 又换上了新的一件黑袍 几乎完全融入黑暗之中 阴森的漆黑面具上 没有开口或花纹 看上去格外甚人 痴 一个就是书店主人 另一个则似乎是书店新招的助手 光从以太强度上看 一个比一个普通 尤其是那个书店主人 完全暗淡 就跟普通人一样 但谁都知道 这完全就是伪装 赤裸裸甚至假得一批的伪装 对比起来 四周还有许多强烈的 在黑夜之中 就像灯泡一样耀眼的以太波动 那些都是因为穷顶教会的悬赏 而聚集在这四周的超凡者 或许都在虎视眈眈 刺激出手 当然 现在因为巴克的到来 这些原本躁动不安的以太 全都折服了起来 静后穷顶教会残阅使徒 与那位传说中的书店主人 注定的一场战斗 所有人都知道 死国巴克被那个叛教者 一个照面弄死 随后被圣女所复活 那是他最屈辱的遗战 这一次 巴克身上有着教宗 和圣女赐予的权能 力量大幅度增强 几乎以透支的方式 强行提升到了神明级的程度 现在他的以太波动 就像是一蹴熊熊燃烧的死机之后 四周的空间都被黑色以太能消磨 他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好 叛徒针对月亮神力的力量 确实诡异 但消耗也极大 不可能连续使用 现在的文森特状态 也确实十分虚弱 不可能再出手了 巴克真正的要对比 是书店主人 但他不拒 他相信教宗的话 就算对方真是神明级 但教宗同样也是神明级 他有什么好畏惧的 真正信仰月亮的信徒 是不会畏惧死亡的 他与月亮同在 巴克沉默了一阵 躺入了书店之中 然而眼前突兀亮起 刺眼的白色光芒 出乎巴克的意料 甚至令他忍不住 停下来捂住眼睛 这是什么 巴克强忍剧痛 睁开双眼 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不 等等 泪水 他愕然 自从成为毁灭极致后 全身的活动都可以控制 他早就不会像正常人一样流泪了 巴克正正看着自己的双手 衣服 鞋子 发现自己竟然变回了 很久很久以前 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时候的样子 他再次抬起头 看清楚了书店的模样 不 这里哪还有书店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老旧的别墅 而封闭的窗户玻璃外 透进了些许但金色的阳光 而此刻 明明应该是夜晚 就像是一场梦 该死 他早该察觉到不对劲的 巴克看着四周完全陌生的环境 咬牙在心中暗骂一声 警惕地后退着 面前的大厅看上去像是一栋老旧别墅的一层 拐角处隐约能看见楼梯 左右排列着一个个放满书籍的书架 侧面有几个房间 中央还有沙发茶几等物件 窗户全部封闭 模模糊糊地看不到外面的景象 然而恐怖的是却又一种无形无影 窥视感无处不在 仿佛有一个暗中的人在窥似着这房间当中的一切 窥似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此刻感觉自己身上的神力 就像是蒸发了一样消失无影不动 四周更是没有任何活跃的以太 别说调用以太 他甚至无法感知到以太的存在 就像 他真的完全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与此同时 巴克感觉到 自己因为无数次的复活 带来的漫长生命以及残忍 而高高在上的全能所丧失的感情 全都如潮水一般回来了 愤怒 茫然 恐惧 就像是久在水下的人忽然之间破水而出 沉闷迟钝的感官全都恢复 秦胆从未如此鲜明 但巴克并不需要这些早已抛弃的东西 正是这些东西 让他从肆意裁决他人生命的神坛上 跌落万丈深渊 让他感觉自己的内心正在动摇喝光他 没有了实力 他便感觉自己的一切都没有了 高高在上裁决生命的优越感 迅速被空荡荡的惶恐所取代 不 不可能的 这一定是换手 我一定要冷静下来 只要找到线索 找到违和感 就能破解对方的力量 我的神力都还在的 巴克试图自我安慰 转身看见了紧闭的木质大门 深呼吸 上前尝试拧转了一下 咔嚓咔嚓 门锁卡住的声音传出来 不管他怎么用力 这扇门就是像和整个空间固定在一起一样 纹丝不动 气喘吁吁的巴克突然停了下来 死死盯着自己握住门把的双手 细微的颤抖如此明显 巴克这才发现 不仅仅是自己的双手 手腕 胳膊 乃至全身 双腿都在颤抖发软 怎么可能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害怕 巴克心中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逐渐转变成了一丝绝望 令他的内心生出一些歇斯底里 他猛的触电般松开门把手 胸膛起伏 强行冷静 转头看向了那个拐角楼梯 这个施术者设置了这么一个场景 一定是想要中树的人 带入这个场景 误以为真 如果他顺着对方的思路 开始在这一层找线索 就正好落入了圈套当中 潜意识当中 会越来越相信这个场景的真实 就永远也无法脱离了 巴克冷笑 这种幻属 他再了解不过 所以 他现在唯一的破局方法 就是继续在一楼调查 没错 巴克根本不打算上去 他当当推演他 正是施术者想要让中树者想到的思路 而一般人肯定会去楼上 实际上这才是中了圈套 施术者怎么可能把线索 拿而皇之就放在楼上 他一定会让楼上更加真实 或者设下更多的 会让人心中壁垒产生破绽的陷阱 层层递进 最终击溃中树者的心放 因此 逆向思维 只有一楼才是最虚假的 不要看这里的布置那么真实 看上去有那么多的书籍合伙 但实际上 这才是最难以用幻术进行构建的部分 任何一本书 只要他能找到一本有漏洞 那么幻术就不攻自破了 巴克深吸一口气 原本快崩了的心态重新稳定了回来 难难道 就算没有了力量又如何 我心智坚定 更有漫长岁月带来的智慧 这些是不会消失的 想要凭借这种程度的幻术把我打败 还差得远了 他一步步走向了书甲 目光风锐 脚步渐渐坚定 身上属于死国的气势又重新回来 让我来看看 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巴克在书架前站定 伸手抽出了一本书 灵界感觉自己构筑的梦境当中 有了第一位来客 因为之前白银就有说过 当梦境还没有完全构建完成 强度不够 或者是没有设置权限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无意中 卷入一些梦境世界的生物 或者现实世界当中其他人的灵魂 不过不用担心 这些来客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危险 如果你有看上的梦境生物 甚至可以留在自己的梦境里面 当成物养着 白银是这么说的 所以灵界现在并不慌张 甚至饶有兴致地开了上帝视角 在观察这位来客的举动 他忍不住吐槽道 这家伙真是好丑吧 感觉像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人 拼凑起来在揉捏造型 变成了一个人形的东西 应该是什么奇怪的梦境怪物吧 算了 还是快点弄死吧 否则看久了要做噩梦了 哦 我现在就是在做梦 等等 这么想 难道这就是所谓噩梦的来源 就是普通人的梦境当中 入侵了梦境生物 灵界若有所思 不过虽然他下决定下的快 却没有马上动手 那个奇怪人形生物的举动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那家伙似乎害怕了 试图开门逃脱 还陷入了沉思 看上去像是拥有智慧的影 不过这并不能改变灵界的想法 他还想实验一下 自己的梦境能做到什么地步 当然 如果是人类灵魂的话 灵界肯定等过一会儿就送出去 毕竟用身上哪个部位型 都知道人要是没了灵魂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可不想无缘无故 变成杀人犯 好像停在了书架前面 灵界一乐 看见那人形生物拿下来了一本书 睁大眼睛 竟然对天文学有兴趣 这样的话 他能不能在梦境里面也开个书店 服务一下梦境生物 灵界的想法还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就看见那个人形梦境生物 突然整个扭曲了起来 好像呐喊那幅油画里的人一样 在嘶吼尖叫 然后就像是柴堆被点燃一样 轰得着起了熊熊大火 变成了一堆灰烬 雄心壮志刚刚起来的林老板目光茫然 眨了眨眼睛 他们在等待这位有着生命收割者 死国等等名号的残月使徒进行他的复仇 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一夜之间摧毁一座教堂 连杀两个使徒的叛教者 现在就在不远处的无名书店当中 现在这种对峙 在所有人眼中 就是无声的较量 一旦巴克有所行动 这就将会是一场神明级与神明级的大战 然而 一分钟过去 五分钟过去 十分钟 半小时 一小时 天空之上续空站立着的如同死神一般的人 却始终没有一丝动静 怎么回事 巴克大人还不动手吗 这天都快要亮了呀 你懂什么 神明级的战斗是那么容易的吗 这比的就是格局 不可能啊 巴克刚刚明明都已经酝酿好行动 甚至脚步都迈出去了 怎么会突然停下来这么长时间 快看 他动了 超凡者议论纷纷之中 天上的人影终于动了 身穿黑袍的残月使徒颤抖地伸出双手捂住自己的脑袋 无声地用尽全身力气一般哀号 然后悄无声息地 从头到脚 缓缓化作了带着点点火星的灰烬 就像是燃尽的篝火 在夜空之中 被风吹散 什么都没剩下 刹那间 超凡者们先是目光呆滞 随后浑身发麻 一股令人胆寒的恐惧 攫取了他们的心脏 胆小一点的 直接腿软地坐在了地上 更有肾者 直接把腿就跑 寂静中 仓皇逃窜 没有一个人敢再说进书店的事情 一个毁灭级 就在他们的眼前 直接化作了飞灰 没有想象中毁天灭地的激战 也没有声势浩大的动静 更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 仅仅在无声沉默了一小时之后 残阅使徒巴克 异端裁判所的掌控者 一个号称死国的毁灭级超凡者 穷顶教会最顶尖的战斗力之一 就这样悄然迎来了自己的死亡 连骨灰都被扬了 这可以说是整个诺金战斗力金字塔的顶段 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死得像是个没有存在感的小喽啰一样碎变 如果说是之前那两次晚如日出一般的大爆炸 连杀两个使徒的叛教者 给人的感觉虽然震撼 但是合情合理 毕竟那么大动静 超凡者有目共睹 谁都能感觉到这两轮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更清晰直观地则有那被一为平地的第七教堂废墟墟 心中顶多惊叹 难怪连使徒都挡住 毕竟就算把他们的战斗力翻上几倍 在这种等级的攻击下 也只有死路一条 这种震撼 是清楚知道差距的震撼 然而现在什么动静都没有 这才叫真正的恐怖 来自未知的恐怖 就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 没有任何的以太波动和前掌 一个毁灭级当场去世 连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代表着 对方是彻彻底底的碾压 碾压毁灭级 巴克复活后 背后就等于是教宗罗德尼 他肯定会动用全能给巴克加持住 算是半个神明级也不为估 但就算这样 巴克还是死在了这里 连书店门都没进去 实在是太过吓人 因此围观者无步心惊胆战 头皮发麻 屁滚尿流的坐鸟受散 恨不得多长两条腿 甚至插上翅膀 万一跑慢了 说不定也像巴克那样 被直接一把羊了呀 于是带着人匆匆赶来的克劳德 驻足在原地 看着四周逃命一样 飞奔的超凡者 目光十分无奈 下令让人抓几个回来 这些超凡者忙着逃命 也没想到这时候 会突然冒出来一群蜜蜜坛 慌乱中应对不足 三两下就被控制住 带到了克劳德面前 这几个被抓住的 明显认识面前的金发青年 都是一脸谁抱得紧的愤懑 还有老子要逃命 不要拦我的交集与怨怨 克劳德对于这些 唯恐天下不乱 套转悬赏前吃饭的赏金猎人 没有任何好 面无表情的盘问具体情况 得知巴克已经死亡的时候 心里不免咯噔一下 又来晚了一步 但是当得知巴克 死如秋叶般静美的时候 心里又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十分欣慰 对 克劳德忍不住死亡 看见四周的房屋完好无损 林老板果真说话算话 确实没有弄出很大动静 甚至连一点建筑物都没有破坏 相比起上次那天灾神话一样的场面 这次的手法简直宛如春风话语一样温柔 不过 从巴克的死法来看 貌似对于林老板来说 对付一个毁灭剂 也确实用不着那么大动干戈 根本不是一个未接的对手 只是 克劳德走到书店附近的时候 发现书店的门窗紧闭 也没有开灯 看上去就和周围那些铭居一个状态 招视着那里的住户正在睡觉 看来林老板是睡觉的时候被打扰了 有起床气了 所以连一句话都不屑说 直接就强势碾压 拍死了这只大的 顺便震慑周围的那些不要命的小虫子 那我也不打扰了 还是等白天开门再来吧 克劳德看了看书店 觉得自己应该遵从内心的想法 虽然说他本身是站在书店这边 而且还是书店主人 把他一通电话喊过来的 但是难保正处于起床气状态的书店主人 不会把他也一起收拾了 应该不至于倒有生命危险这种地步 不过这时候想拜访估计是没门了 正好把那些聚集过来的家伙抓起来 刚才好像看见了几个本身 就是通缉犯的在浑水摸鱼 也算一笔业绩 克劳德把下属叫过来分配任务 让他们各自行动 记得把惊动的普通人安抚一下 他若有所思的男男 原来林老板说的这边 都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势群体 情况十分危险 希望能快点派人来 是这个意思 这些惊慌逃窜的赏金猎人 在林老板的眼中 可不就是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势群体 面对林老板这样的恐怖存在 他们的处境确实十分危险 所以希望克劳德能够赶快过来 拿走这份明摆着的业绩 免得他们跑太快 来不及抓 在不出手的时候 林老板果然是十分有善体贴的 老师还有长老系派去的那个评估专员 确实没有看错 但是对于他的敌人来说 林老板大概就是真正的魔鬼 据目击者所说 当时甚至连一点也太波动了 克劳德深吸一口气 眼神沉迷 缓缓吐出 这到底是什么层次的手段 真理会之所以将平级定为 异常级 捧荒级 毁灭级和神明级 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阿兹尔就只有这四个等级的超凡者存在 没有人能够再往上一步 他现在有些理解 为什么长老系一直闭关至今 商讨如何应对和接触书店主人 他们也许真正想要得到 是那个不存在的层次 哭 罗德尼一口鲜血喷出来 目光呆致 神情不敢置信 他看着自己的权杖 这一回 并不是像上一次一样龙滑 相反 那上面的月像装饰物没有任何异常 只是原本散发出来的 如同月光一样的淡淡光滑 在瞬间暗淡了下去 与此同时 他感觉到来自月亮的全能 就这样彻底和他切断了联系 而在那供奉祭坛之上 那银色的蠕动者的胎盘猛烈收索 似乎发出了婴儿一般尖利的啼哭声 刹那撕裂 涌出了大量的鲜血 胎盘上的一块如肿瘤般的血肉燃烧起来 变成了带着火星的灰烬 罗德尼目自尽裂 扑到了祭坛前 不 罗德尼死死盯着面前的祭坛 双手颤抖地想要伸手去触碰那银色胎盘 连身上显得十分狼狈的血迹都不管了 那银色胎盘在发生过刚才的异样情况之后 整个都仿佛干瓶为敏了下来 蠕动的频率和幅度变得很微弱 化为灰烬的那部分涌出来的鲜血素覆盖 更有一些宛如血肉筋膜之类的东西 在其中不断地生长 但速度非常缓慢 罗德尼争獰的表情 在凝视了一会儿那银色胎盘之后 突然变得柔和下来 双手小心翼翼地想要触碰又不敢 绕着祭坛转 轻声问道 您受到惊吓了吗 是谁伤害了您 让您卑微的仆人来帮您解决问题 请您将全能重新赐予 它的声音嘶哑 语调缓慢 请您把它们还给我 那银色胎盘剧烈地收缩了好几下 就像是一个畸形心脏一样 那被灼烧殆尽的一部分 踩在鲜血喷雨之中 成功覆盖上了一层新鲜的皮膜 算是治愈了伤口 随后才重新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芒 而罗德尼的权杖 也如乌印一般重新亮了起来 但那没代表着残月的月下 却并没有亮起来 而是永远地暗淡了下去 结合胎盘之上的损伤 也就意味着 这次并不是全能的消磨 而是真正彻底地 从月亮的本体上被人弯走了 罗德尼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但脸上还是摆出了 慈祥和蔼的表情 对着那银色胎盘柔声道 您做得很好 您卑微的仆人会永远效忠于您 祈求您的庇佑和神恩 也会为您铲除敌人 他看着那渐渐平静下来的银色胎盘 盯了一会儿 转身把圣语换来 剩余美丽的面孔显得十分苍白 神情仓皇 眼睛里满是恐惧 跪下来颤声道 教宗大人 我无法找到巴克的灵魂 就好像他不存在一样 有人把他的灵魂彻底抹除了 巴克被他派去追杀文森特 和书店主人对上了 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 全部都是书店主人造成的 他不仅彻底杀死巴克 而且还把神的全能同根源焚毁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 甚至做出这么恐怖的事情的时候 整个诺经风停浪静 就算是神明节 杀死一个毁灭级 起码也需要费点力气 毁灭级 就是能够轻而易举的毁灭一整片区域 所以才被称为毁灭级 怎么现在 就像切瓜砍菜一样 被人直接抹除了存在 罗德尼脸色阴晴不定 十分难看 挥手道 我知道 你先下去吧 圣语告退 紧接着往月使徒进来汇报 将今夜在书店附近 众目睽睽围观之下 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罗德尼越听又惊又怒 攥紧权杖的首月苍白 因为过于用力 骨节都突出了 世上岂有能随意灭杀毁灭级的神明节 还是说 书店主人已经达到了传说中不存在的那个分子 不可能 那个层次只能存在于梦境之中 原初女巫 神明都在梦境之中 没有人可以在现实世界达成这个境界 否则 我一生追求的东西就是错的 我不可能错 罗德尼双眼通红 咬牙切齿 当然不可能是错的 忽然有人说 声音低沉磁性 带着一种莫名令人幸福的感觉 罗德尼获地转头 看见了角落里站着的一个黑袍人 那人的面目模糊不清 仿佛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 只有一双银色的眼睛露在外面 而他身上的黑袍中央对称地 绘制着一个奇特的充满魔力的图案 缠绕着火焰的长剑 罗德尼在心中默念这图案的名字 火箭之路 黑袍人夺步走过来 看向罗德尼 道 罗德尼 你对自己的理念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我当然坚信我是对的 罗德尼先是大声反驳 然后迟疑了一下 道 可那个书店主 那个叫做灵界的家伙 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森特身上的力量完全克制着穷顶教诲 现在你也看见了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对付他 而你们呢 他愤怒地道 你们不是说可以帮我的吗 愚蠢 黑袍人目光凛然 道 你是要穷顶教诲 还是要超越神明级的力量 罗德尼被对脸臭骂 却反而不敢生气 一个哆嗦 清醒了过来 意识到这不是自己能愤怒的场合 堂堂教宗 却灰头土脸的低头道 当然是力量 黑袍人低声道 那就不要去管别的事情 专心准备仪式 帮助月亮脱身 只要他能从梦境当中出来 我们就能进一步扩大梦境的练习 获取梦境的力量 我们会继续为你提供原材料 现在一切都要加快进步 陈树商会那边也已经快要报我 你还要乱来 记住 你的第一任务是帮助月亮从梦境当中出来 明白了吗 罗德尼不甘地点点头 是 黑袍人副手走到窗边 看着外面深沉的夜色 继续道 灵界的事情 李家勒大人会去处理 他已经第二次破坏了我们的情况 是火箭之路的大敌 自然是需要铲除的 至于那个文森特想做什么 亦或者穷顶教会将会如何 都不关你的事情 他回过头 阴谋森冷 记住 我们让你从教宗侍从登上教宗的位置 不是让你维护穷顶教会 你也没有这个资格 罗德尼想起面前之人的身份 正是那在第三季初始 创立了穷顶教会的初代教宗 如今代号加百列的火箭之路 十位创立者之一 相比之下 他确实没有资格 一日 克劳德忙碌了一整晚 终于在书店开门营业的时候 准时上门拜访 书店还是原来的样子 不过又多了一个人 蒙着眼睛的神父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魏公鱼在那本《永恒末日》之中 找到了新的信仰 以及在梦境当中和莫恩商量好的对策 两人达成共识 决定建立新教 一脸热心好市民的表情笑眯眯的说着 应该的应该的 伸张正义 人人有责 他指了指旁边的文森特 当事人就在这里了 具体情况 你问着 我这里还要营业 你们去隔壁商量吧 隔壁 我准备在隔壁开个负店 灵界微笑道 莫恩来管理 负店 克劳德的目光一鸣 感觉自己接触到了了不得的新情报 最近忙着处理的血焰的事情 都没注意到隔壁那家音像店已经关门大几 本来以为是终于被这里频繁发生的异常事件给吓死 原来是被林老板发展成了负店 对于那个音像店的老板来说 貌似也是一件好事 在想到让莫恩当店主这句话 他心中一条 莫恩既然是老板的助手 那么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是林老板打算培养的对象 负店店主这就已经是民事了 未尝没有让他自立门户的意思里面 现在又要让他参与进穷顶教会的事情里面 假设穷顶教会真的做出了用成瘾性药物控制教重的事情 那么他的倒塌就事不可挡 到时候为了诺经民众的稳定 必然会有一个新生的宗教来取代他 就算没有 其他势力也得推举一个新的宗教出来 老板这句话有深意啊 克劳德作为一个脑瓜子灵光的聪明人 一瞬间就想到了很多可能性 不过具体的 还是等问过了文森特和莫恩两人再说 反正林老板已经直接把答案都放在他面前了 等着他去问了 自己瞎猜就太傻了 但转念一想 林老板这么大方的举动 似乎也有试探秘以塔态度的意思在里面 克劳德心说您还试探了什么呀 我们的心都是您的 您放心使唤 长老习都还在缠您的身 可不是 是境界 当然 这么狗腿子的话 他是不会说出来的 咳嗽了两声 克劳德还得配合一下林老板 有些情报莫恩和文森特云他部署 不一定会说 而老板这里好歹还有一层约瑟夫的关系 便试探的问道 您准备开什么样的附店 林介想了想 说了一遍自己的想法 隔壁地方大点 反正大不投的书都在这里书架上 想借书买书的在这里就够 那边就用来当书卡 提供咖啡和茶 座位也多 能更方便的聊天交流 至于客人 就看莫恩的了 两家店的主要营业方向要分开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客人 隔壁的副店主要业务 其实是卖咖啡和茶 买书的业务还是在这里 只是那边提供一个 可供休息和读书的地方 而噱头嘛 三五美少女店主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点 光是放在那里 当看把娘都赏心愿目 所以说客人就都靠莫恩了 想必天然吸引力 比他这个大男人要多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原来如此 克劳德若有所思 这意思 难道是想发展 借书者之间的交流 他听老师提过 书店的生意十分惨淡 再加上还书的时间跨度 客人之间基本上是无法碰面的 所以互相之间也没有交流 书店主人暗中培养 接触过的人 绝对不止现在了解到这些 因此书店蕴含的能量 也可能超乎他们的想象 只是先前一直十分松散 才没有显露 而现在这个富店 是否意味着书店主人 有组建一个 由借书者组成的组织的想法 而让莫恩来主导 是否意味着要将这个助手 推上书店代言者的位置 带着种种这样那样的揣测 克劳德跟着文森特和莫恩两人 去了隔壁的新店 新店的装潢十分新奇 格局划分落落大方又十分雅致 四处的隔断上都有花头 还有几盆吊篮和装饰植物 与隔壁书店的阴沉截然不同 陈述商会的人 手艺当然没话说 临界加上了点 自己以前见过的书咖的格局 装修风格十分现代 相比于审美还处在八九十年代 并且科技术有些点歪的阿瑟尔 这种小清新的文艺风格非常新银 令人眼前一亮 至于本体书店那里 原本就是那么一个格局 以前没钱搞装修 现在则早就习惯了 就干脆不赶了 但新店可是将来的吸睛力气 不能不仔细考虑 克劳德作为一个 在中央区见惯了众多专卫贵族 乃至超凡者服务的店链 走进新店的时候 第一眼也被这种 前所未见的风格惊艳倒影 并非有多么好看 只是胜在前所未有和观感舒服 这也是林老板设计的 克劳德试图和那个 看上去冷冰冰的少女搭话 书店的这个助手 虽然平时的工作 仅仅是端茶送水 加上整理书籍 看上去十分温顺 但只要稍微接触一下 就能从他身上感受到 一股极端危险的气息 尤其是克劳德这样经常 和罪犯打交道的超凡者警察 明白那是一种无所顾忌 无所约束的状态 他就像一把锋利的剑 但却没有剑桥 只要他想 他就会去做 如果不是在林老板设计 这个少女多半会成为 外面那些通缉犯的其中一员 而且多半是顶级的内衣 莫恩点点头 目光扫过店里的布置 莫名柔和的结算 倒了 都是老板亲自设计指挥的 那几天零件 三天两头往这边跑 监督着那几个陈述商会的人 做出自己想要的效果 就算是给自己卧室装修 都没这么伤心 克劳德感叹了一句 果然不愧是林老板 真正的全知且全能 文森特比以前显得更加沉默寡言 表情沉默 随意找了一处座位坐下来 开口先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讲一点 文森特和莫恩现在的想法 是先把穷顶教会的罪行公之于众 然后他去向自己 从前教区救过的民众宣传行教 因为他从前积累的名声 民众相信他的几率会更大 但有一点 就是需要秘以塔的配合 这个没问题 如果穷顶教会向我们举报有邪教出现 我们推推一下就行 克劳德问道 但问题在于你们用什么手段宣传新教 穷顶教会在诺金的地位 相信你比我更清楚 还有新教的教义和教明 要也要记得正式备案 备案资料我已经打印好了 你拿回去就可以 莫恩展现出了作为书店助手的高效率 目光淡淡地道 至于什么手段 就不必你操心啊 文森特从怀中拿出了一只皱巴巴的香烟 一声道 之前我逃出来之后 顺路在从前的同僚身上拿到了圣月脑的样子 你可以拿回去检测是什么成分 他虽然蒙着眼睛 但克劳德却感受到了一丝隐约的被盯上的压力 又是一个危险分子 那好吧 克劳德叹了口气 蜜以塔会尽力佩礼 倘若穷顶教会果真做出如此恶行 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 只是想要铲除这个庞然大物 必然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 还需要共同努力 那么他伸出手 看向两人合作愉快 文森特原本下意识看向莫恩 但莫恩一动不动 他顿了顿 明白自己将要面临更大的场面 便站起来 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灵界独自在书店当中等待时 却忽然接到了起立的来点 他掏出通讯仪 想起来这小姑娘前段时间还说过要来亲自拜访 那么现在看来 他自己那边耽误了行程的事情应该是处理完了吗 接通通讯仪 对面传来的果然是属于那个小姑娘有些稚嫩的声音 林先生 光是听声音就能感觉到这孩子活力满满的样子 不过语气似乎有些着急 并非特别开心的语调 很像过去找他求助的时候 起立 灵界微笑道 你的事情终于处理完了 还是说又想找我帮忙了 嗯 起立犹豫了一下 放低了嗓音道 我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我的探子从康格里夫 也就是我那个愚蠢的总是想到夺权的弟弟那里得到了一本书 但是上面的文字没有人看得懂 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你 康格里夫 灵界的目光一鸣 放在桌子上的手下意识的随思考点的点桌面 他知道起立这些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陈述商会取得了非常高的点 当然 其中也有他老爹偏爱私生女的关系 十分老套的原配联姻 小三真爱剧情 同时 可以想象 起立也不是一帆风水 他还有几个虎视眈眈的兄弟姐妹 此外 陈述商会是几个家族联合起来建立的商业组织 大致上是三个分会各自被一个家族掌控的彼此制衡 因此他想要更进一步发展的话 必然会受到遏制 可谓是内外皆敌 而其中 内部斗争当中 这个叫康格里夫的家伙是最挑的 当然 康格里夫跳也有他跳的理由和底气 在起立回到查普曼家族之前 康格里夫是最有可能继承家族事业的人 本身已经有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 如果不是起立过于妖孽 崛起太快 最开始的时候就肯定会被吉利打压 就算是现在 康格里夫的势力也依旧不容小觑 起立的优势虽然大 但也只能压制 而无法跟除 时刻都处于风险之中 需要谨慎提防他的动作 而现在起立专门提到一本 从康格里夫那里得到的书 肯定不是无地放适 那本书很有可能 记载了或者证明了一些 能够打击到康格里夫的东西 甚至是扳倒他的支持者 所以起立才会专门来找他 虽然他这么做是出于对他的信任 但是 以起立现在的地位 身边能人意识只多不少 却都不能看懂这本书 他灵界虽然也自诩什么都略懂一点 但密码学确实不在他的专业范围内 灵界只好委婉道 我可以试试 但也只能尽我所能帮你 毕竟我并不擅长这方面 起立的语调立刻欢快起来 太好了 非常感谢你 我马上带着书到你那去 喂喂 不要一副我已经把事情解决了的语气 这小姑娘到底听没听见后面两句话呀 灵界俯而叹气 一脸忧郁 听上去他只是想过来而已 这本书到底怎样 似乎他并不在意 真是标准的小孩脾气 但是他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大人 还是得关心一下情况 你先等等 那本书是你从康格里夫那里拿到的 对他很重要 很有可能是彻底扳倒他的关键对方 灵界问道 起立道 嗯 根据我线人反馈的情报 这本书极有可能是康格里夫真正的理想 比他的其他支持者还要更加重要 同时也和他最近的异常动态有关系 因为判断这本书当中的内容是用某种古代语言书写 所以想到了你 他补充说明了一句 他最近拦截了几批货 趋路不明 但是做得很隐秘 我的线人暂时没有办法得到证据 彻底解决他来看 他的党语依然很坚挺 你不要把他看得太轻 如果他真是蠢活 其他人没道理支持他 他顿了顿 忽然挑了挑眉道 从你的语气看 你得到这本书应该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碍吧 起立一愣 立刻反应过来 灵界在提醒他这本书可能是陷阱 确实 被拉前不久汇报了康格里夫的异动 线人几天后就得到了那本书 速度太快了 如果是在别的情况下 他肯定会怀疑 这是不是对方故意安排的 但是他过往对于康格里夫此人的侵蔑过于根深地步 一时间倒是没有想太多 而且还有一点是 那个线人是他在康格里夫那里可信度最高的 原本是康格里夫的心肤亲戚 后来被他用心灵善应洗刷了一遍思想 就转变成了他的死众 心灵善应就是当初三年前 灵界赠予他的能力 只要和对方进行一定程度 程度是对方的精神强度而定 交流 就能强制让对方对自己产生怜悯 爱戴 宽容 敬佩 忠诚等等积极的正面私底 或者说 不一定是正面的 但一定是对他来说善意的 他之所以被称为查普曼的魔女 其中的魔性来源 就是因为这个能力 让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 全都会不自觉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那个线人也是如此 所以他并没有怀疑对方的能力和忠诚 齐力犹豫道 没有确实是没有 但是 但是如果真是陷阱 就说明线人出了问题 挑开来说的话 这个陷阱是非常明显的 而那个线人正是康格里夫的智囊团成员 不可能接触不到这种等级的纪律 也就是说 康格里夫有可能重新掌控了那个线 并让这家伙来了的无见了 反向间谍 灵界摇了摇头 道 命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有没有想过 你既然看不懂这书中的内容 那么他就有可能在这书上写下 不利于你的虚假信息 反手举报陷害你 齐力在另一边脸色骤然变得凝重 骤着没道 如果我把这本书当作 可以彻底扳倒他的东西 继续留着研究的话 灵界眯起眼睛 接口道 那你就可能危险了 齐力此刻感觉自己背后 鸡皮疙瘩冒出来 因为如果没有灵界的存在 按照他的性格 和对于康格里夫的轻视 大大律会觉得 这就是一举将对方击款的机会 然后继续研究 如果对方这时候突然聪明一把 反过来说这本书是他的东西 还真能对他造成一波伤害 这可不是康格里夫能有的水平 灵界已经从齐力的沉默当中 大概猜到了 他现在应该已经反应过来 并且有点紧张 放缓语气安慰道 不过现在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 你先把书拿过来让我看看 而且我这里也安全一些 有自己人警察在 特别安全 齐力从善如流 这本来就是我的打算 只是现在看来 康格里夫可能真的在算计我 他冷笑道 真是好样的 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痛意 灵界皱了皱眉 暗道这语气相当不妙了 这些年的贵族权 谋生活貌似改变了这小姑娘 透出一股心狠手辣来 他当初把那本非暴力沟通 给了齐力 就是希望能在这个遭受 家庭不幸的小姑娘 心中留下一枚爱的人 以暴制暴从来都是最后的事 不能当做常谈 现在看来 好像还是长歪了 他清了清嗓子 决定帮齐力回顾一下初心 我当年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齐力点点头道 当然记得 您让我用爱和智慧的语言 和对方进行沟通 而不是暴力 除非忍不住 他当年是这么说的吗 这措辞也太直接了点 灵界干笑两声 看来你记得很好 齐力语气乖巧 当然 这些年我一直遵守您所说的 和每个人进行沟通 让对方的心灵蛰伏于我 几乎没有使用过暴力手段 林先生当年的教会 他一直铭记于心 没有忘却一个标点不好 他一直优先使用心灵善意 而事实上 这样效率确实远比暴力手段来得高 只要他和对手进行交流 对方就会不自觉地被心灵善意影响 而最妙的地方就在于 对方就算自己在幕后指挥 却无法保证自己的下属不合起立交流 这样一来 内鬼的安插就变得无比方便和隐蔽 等到对方回过神来的时候 就已经被内鬼包围了 而这些内鬼 心中不会有丝毫怀疑 因为他们会自己说服自己 转变自己的想法 先是对齐力产生同情怜悯的侧疑之心 或者仰慕敬佩之情 继而被齐力的人格魅力把握 认为他确实是值得追随的民主 简单来说 效果就是齐力娇去一阵 王霸之气侧漏 对面敌人纷纷倒戈来讲 那头变败的主角光环 简直是堪称传染病一样的恐怖能力 但是有的时候 对方的精神力远比他要高或者坚韧 心灵善硬就不太好用 不过这时候 他已经有了一批效忠自己的徒人 让他们动手就可以了 灵界眉毛拧在一起 与众心肠道 既然你记得 那怎么能动不动就让人感受痛苦呢 你又不是佩恩 林老板心里吐槽了一句 先考虑一二 试试和他沟通 查出他做的坏事 如果确实罪大恶极 死不悔改 也要交给警察处理 知道吗 您说的对 我确实着急了 我应该名正言顺地将他铲 移交法办 让所有人引以为戒才对 这样一来 我的支持者们也会更加幸福 扳倒康格里夫 确实不能用那么粗暴的手法 那样会有可能大大降低他的声望 毕竟因为心灵善硬的缘故 这些年薪向他的支持者 全都认为他是天命所归 是能够引领陈述商会走向辉煌 和罗尔资源开发对抗的唯一人选 在这些人的眼中 他的举动天然有着正确性和正义性 不过康格里夫毕竟和他是一个爹 光环也盖不住手足相残的事实 但如果是对方先动手 他就是除恶无尽 而且让对方入狱的话 就是像所有人 不光是超凡者还有普通人 公开处境 对于康格里夫那个好面子 又傲慢的蠢货来说 才是心灵上最大的折磨 同时也是对其他那些 还不安分之人的警告 妙啊 灵界很欣慰 道 没错 将这件事情宣传一番 会极大的彰显出你的人品和格局 对于你将来的事业更加有利 琪丽眉眼弯弯 把因为兴奋而显得红红的脸蛋 贴着通讯仪 谢谢您的指点 是我不小心偏激了 康格里夫那么多的支持者 如果都杀了 岂不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林先生教学的太对了 他完全可以把这些人也趁势 全都用爱敢玩 你能明白就好 灵界露出微笑 虽然感觉在这社会的大人刚 琪丽已经学会了大人的手腕 但还是希望他能够不忘出心 保持最基本的原则 不要变得冷漠残忍 不择手腕 琪丽道 对了 我上次送给您的礼物 您还满意吗 听老管家说 当时他把厄运硬币送到的时候 前脚说完 后脚隔壁就有人把幸运硬币 也送给了林老板 如果是一般人 还有一点可能性是巧合 但是在林先生上 一切都是必然 他一定是提前就料到了 自己会把厄运硬币送过去 同时布局得到了幸运硬币 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灵界想起来那枚合二为一的硬币 就想起来自己拜访老王的时候 扔硬币不小心 把玻璃杯都砸破的事情 有些尴尬地道 挺喜欢的 不错的一个小玩意 就是用起来不太方便 能用到的地方也不多 毕竟他也不是做占卜 也没有盘个什么东西的癖好 这么个小玩意 貌似也只有收藏和偶尔把玩的功能 琪丽原本期待的心情 顿时有些气宁 是啊 对于能够轻易掌握命运轨迹的林先生来说 命运硬币似乎显得有些鸡肋 他鼓起小脸 不甘心地道 您放心 上次只是一个小礼物而已 这一次我绝对会给您奉上最好的礼物 让您满意的 呃 其实不必这么破费 那个硬币挺不错的 诶 这份礼物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小姑娘的声音甜蜜软糯 撒起交来一点都不含糊 林介感受到了起立语气当中的感情 想着推辞大概有点不同了 便玩耳道 好吧 那我就期待着了 起立马上高兴起来 了达了对见面的期待 林介忽然心中一动 康格里夫拦截一批货物并且去向不明 会不会和穷顶教会的事情有关系 圣月脑似乎正是出自陈述商会 便问道 康格里夫拦截的货物都有哪些 你有清单吗 起立低声道 我还在查 只有一小部分清楚了 那你知道圣月脑吗 这是什么 起立一愣 反应过来 康格里夫拦截的货物和这个东西有关系 穷顶教会的事情貌似动静挺大 你应该听说了吧 他们用圣月脑控制教终 而圣月脑正是出自陈述商会 林介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一点 他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那两次爆炸地点 如何穷顶教会有关系 应该就是因为文森特叛教的事情 穷顶教会对他痛下杀手 于是造成了这两次所谓的煤气爆炸 林介作为知情人 对于从前那几次煤气爆炸事件 又有了新的认知 怕不是这些上流人是杀人 都喜欢用煤气爆炸眼带 起立作为贵族家庭子女 又是陈述商会的掌权者 应该对真相是有所了解的 起立眯起眼睛道 如果是这样 康格里夫背后恐怕真的有人在操控一切 这时书店的门再次打开 克劳德走进来道 文森特提供的圣月脑样品 已经送去鉴定成分 如果能够查到其中材料的交易记录 就能通过流向顺头摸瓜 找到参与交易的人 还有生产这东西的地点 林介放下通讯仪道 你们谈好了 之后有什么打算 克劳德道 我已经向上面申请行动 先等待指示 随后进来的文森特低声道 我会成立新教 揭露穷顶教会的罪行 我会帮忙 诺恩这么说 林介晃了晃手里的通讯仪 正好 我在和启力聊这件事 已经大概有了猜想 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克劳德道 很快 跟我来的有专业人士 他话没说完 门外的下属就递进来了一叠指质资料 克劳德接过来 走到柜台前给了林介 俏皮地道 看 真的很快 林介问了启力他查出来的那部分 又和圣月脑的成分对照 果然重合率极高 这不是巧合 康格里夫极有可能受人指示 和穷顶教会达成了交易 林介看着资料沉溺 克劳德补充道 其中还有一个成分 分析不出来原材料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 他脸色凝重 低声道 那可能是活物 活物 林介听见这个词的瞬间 顿时眼皮一跳 背后隐约有种意涵的感觉 他看了看手里的报告 以及文件上顺带夹着的一份 放在塑料袋中的圣月脑响样品 默默地保持微笑 战术后仰 然后把整份文件放在了柜台上 朝克劳德推了不去 诗意自己看完了 活物这个词一出来 圣月脑这个东西 整个给人感觉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林介心中的情绪 从对成瘾物的生物统局 变成了看待猎奇物的毛骨损 要知道 圣月脑可是以类似香烟的形式出现 使用者必须进行点燃和吸尸两个步骤 也就是说 如果成分当中有活物 很有可能就会顺着烟雾 进入使用者的身体当中 如果说当时抽烟的时候 身边有其他人也吸进了烟气 说不定也一起吸进去 林介现在就下意识想起来 当时文森特差一点就在书店里面 而且是他的对面点燃了一只圣月脑 还好他当时看出了文森特的异样情况 阻止了他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行为 并且让他不要再碰这玩意儿 不管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活物这个概念 都会触动人的某根神经 让人心理上感到无比的恶心 林介的目光再次移到了那份样品上 冷静下来 成瘾道 也就是说 圣月脑的成瘾性物 有可能是这个未知成分造成的 不是药物成瘾 而是类似寄生 克劳德脸色凝重的点点头 道 是的 根据分析结果来看 其他几种成分都是具有稳定 维持活化或者类似作用的材料 并不具有充当成瘾物主材料的功能 所以这种未知成分的可能性最大 他转头看了一眼 直接受害者文森特 道 文森特神父吸食圣月脑的时间较等 当时症状也不明显 并且及时停止使用 这个活物是惧怕火焰 十分幸运 神父这么一烧 他们就全都失去了火星 所以神父并没有遭到更深层次的吐毒 文森特跟着点了点头 神色严肃凝重 他并没有将太阳 月亮以及伪神的相关信息告诉克劳德 所以后者仅仅以为他掌握了火焰相关的特殊力量 我还得感谢林老板 如果没有您的提醒 我现在也是这些无知成瘾者当中的一员 虽然他自身因为太阳之河的融合血 已经完全将圣月脑的成分给毁灭 但他心中依然有着深深的后怕 愤怒和仇恨 他后怕于自己如果没有遇见林老板后悟 愤怒和仇恨于还有更多的无辜教主 仍然在无知无觉地使用着圣月脑 主动将这不知道是什么玩意的东西西式进行 文森特并非是第一批使用圣月脑的教士 在他之前还有一批 而他认识的很多教士 也同样还在使用圣月脑 他不知道穷顶教会到底想要做什么 但从他们的行动就可以推断出一定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文森特仅仅是有了一丝发现真相的端倪 第七使徒温妮莎就直接派人暗杀他 后面更是不分青红造白 见到人就杀 到了肩上的重担 此刻支持他行动的不仅仅是仇恨 还有责任与正义感 就像他从前帮助教区民众除魔一样 那是发自内心的善良 总有些东西 要高于仇恨 文森特默默握紧拳头 心态发生了些许转变 灵界陈寅道 那么现在还是需要从陈述商会入手 我刚才从起立那边得到了一个有用的嫌疑 他把康格里夫暗中拦截户 极有可能背后有人指使的情况说了一遍 如果能够知道那批货物的去向 或许就能知道穷顶教会究竟想要做什么 克劳德回过未来 得知通讯一另一边是陈述商会的起立时 眼神有些像是看见了金主爸爸 情报科40%的经费都来源于陈述商会 确实是货真价实的金主 当初密一塔刚刚因为王尔德对书店产生怀疑的时候 就算是觉得这里可能是黑巫师的句点 也一样因为陈述商会挂牌的背景而投鼠技巧 不敢轻易地进行搜查 可见就算是正义事业 缺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当然现在他更加期待起立能够带来更有用的线索 灵界重新拿起通讯 道 起立刚才都听见了吧 起立应声道 听见了 他的语气有些兴奋 活物啊 穷顶教会这次的事情可太有趣 而听那边其他几个人说话 似乎是打算要推翻穷顶建立新教 这件事情起立举双手双脚赞成 因为原本穷顶教会作为一个老人士 一直是和同样老资历的其他陈述商会分会 以及罗尔资源关系密集 之间常有往来 起立掌管的陈述商会分会 虽然也有大量的仓库储备 但奈何人家不选你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没有一点办法 起立也因此缺失了一条财路 但是如果建立新教 而且是林老板的客人建立的新教 如果真的能够取代穷顶教会 那么对于起立来说 就是掌握合作垄断权的绝佳机会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来到书店了 通讯仪两边都怀揣着生气的期待 各自在等待中继续进行调查 而文森特在莫恩的帮助下 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传教活动 穷顶教会 中央教堂 一批教士正在等待教宗的照点 他们都蒙着眼睛 但神情却仍旧能看出 一样的振奋和激怒 脸都兴奋地通红 这些教众大多都是像文森特一般的 普通神父乃至一般教士 修女平常最多能接触到 就是在新使徒上任期间 接受对方的简化洗礼仪式 算是见过使徒了 而圣女和教宗 就只有每年的神诞日祭祀时 才能远远地看见一眼 他们的心中对于教宗的仰慕之情 是对于领袖的崇拜 对于偶像的憧憬 现在作为卑微的普通的教主 能够面见教宗 简直是天大的殊荣 一个个全都压抑着自己兴奋之情 脸红脖子粗 甚至有人浑身颤抖 美丽的圣女大人就在旁边看着他们 面露温柔的微笑 与其轻柔地爆出几个名字里 这几位先跟我进去吧 剩下的先等一会儿 是 那些被叫到名字的教士和修女立刻应声 在胸口画出弦跃弧度 跟着进入内室 蒙着眼睛的他们看不见 自己张红的脸颊和脖子上 隐约爬过扭曲蠕动的长条痕迹 像是血管 又像是虫子 那一批被叫到名字的教中 依次安静地走入肃木的内室 虽然内心紧张又激动 但是最基本的礼节却仍旧要严格尊识 毕竟这里是穷顶教会最为神圣的地方 供奉着所有的圣物和历代教宗的雕像 一般情况下 只有教宗和圣女才能进入这里 连七位使徒都不可轻易进来 他们虽然并不知道叫自己过来做什么 但心中已经产生了无与伦比的自豪和骄傲 能进入到中央教堂内室 就足够这些身份普通的教众吹一辈子 内室当中 中央的白色祭坛之中供奉着银色佩台 四周的壁堪上是历代教宗雕像 还有其他一些圣物 威严肃木 而头戴着精致的高耸白帽 身体华丽一袍 手中还拿着金色权杖的教宗 就站在祭坛前的台阶上俯瞰众人 罗德尼看着下面整整齐齐跪下来行李的几排教室 脸上露出了惯用的慈祥笑语 用苍老的声线温声道 勾起来吧 不用太拘手 凡是月亮庇佑的子女 就都是我的孩子 我对你们一视同仁 教室们心中油然而生一种亲切的 心中的紧张情绪都被一种无形的心灵上的力量轻柔 对于教宗的崇拜和景仰顿时更深 罗德尼面带微笑地注视着众人 当看到他们脸上和脖子上隐约浮屠如动的痕迹时 笑容更加深了 他走了两步 提高了声音 你们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要将你们叫到这里来 教室们没有答话 也没人敢答话 虽然教宗大人是如此的仁慈和爱 但是这只能让他们心中更加尊敬和诚惶诚恐 并不能削减的距离感 罗德尼也并不打算让他们回答 他继续说道 你们应该都知道 这里是教会最神圣的地方 供奉着三件圣物和历代教宗的雕像 一般人根本无法探论 而你们今天能够有幸进入这里 是因为你们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共同点 与众不同的共同点 这似乎有些矛盾的话语 让下面站着的数十名教宗露出了有些疑惑的神情 但在穷顶教会之中修行的日子乏善可乘 并没有多少与众不同的地方 立刻就有人联想到了最近自己身上唯一的不同之处 其中一个教宗神情激动 小心翼翼地道 教宗大人 是因为圣月脑吗 罗德尼点了点头 笑容不变 是的 首先我需要告诉你们 圣月脑的真相 他转身绕着祭坛拖步 伸手轻轻抚摸着银色胎盘 低声道 圣月脑名义上是有助于冥想的辅助 但实际上是用来筛选资质的 其主要原料 正是来自圣物 你们从第一次使用圣月脑开始 就一直有人在暗中观察你们身上的变化 直到现在 教宗们听见自己被监视着 心中却没有任何抵触 只有自己竟然一直被上层注视的星星 所有的情绪全都被下一句话锁点 恭喜在场的各位 你们是幸运 是被选中的人 罗德尼高声道 今天你们将有幸拥有一次接触圣物的机会 接触圣物 在场所有的教师听见这句话 全都挣住了 神情先是不敢置信 然后变成了极端的狂热 简直如同做梦一样 他们竟然不仅能够踏入内室 还能够接触到圣物 这简直像是平民突然有机会进皇宫 亲手摸一摸龙一样 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梦幻感 而圣月脑的制作材料 竟然就来自圣物 岂不是等于 他们现在体内就存在着圣物 天啊 这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殊荣 一瞬间 他们全都觉得自己被巨大的幸福感所包围 对教会和月亮的信仰达到了巅峰 随着第一个跪下去的教室 其余教众齐刷刷福道下去 虔诚念诵的洗礼词 罗德尼微笑道 月亮会永远必诱你 现在都过来吧 被这巨大的幸福感冲昏了头脑 情绪无比高涨的教室们 甚至都没有发现 他们敬爱的教宗 只说了圣月脑筛选资质 却根本没有说筛选什么资质 又为什么要筛选 筛选出来的人 为什么要接触圣物 他们在圣女的引导下 怀着一颗虔诚狂热的信仰之心 在祭坛四周围成一圈 将手伸向了中央的银色胎盘 正好欺人 当所有人都按住胎盘不久后 胎盘顿时散发出银色的光芒 在那光芒之中 隐约有着迷幻一般的斑斓色彩 罗德尼站在不远处 看着这一幕 脸上的笑容没有变过 他抬起手 手指上赫然盖着三件 圣物之一的古老戒指 念诵起咒文 遵循古老的誓约 望月之时 沉睡的月之子将在此地复苏 胎盘 胎儿 开弓齐背 通道建立 请月亮睁开眼睛 请月亮伸展躯体 请月亮呼吸 他连念七遍 每次都用不同的月响 每念一遍 从中央祭坛 就会亮起一圈复杂的符文 向四周扩散 迅速蔓延过整个内室 最后再呈现原形的天花板 最中央会合消失 最后一遍结束之时 整个内室都被发光的符文损覆盖 而只有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俯瞰整个内室的格局 就会发现它像极了一个女人的子宫形状 整个中央教堂的内室 根本就是一个完整的大型祭坛 那七个教室在光芒中央 已经动弹不得了 那胎盘散发出的奇特荧光碗如虎 将他们的身躯缠绕住 只留下一货 惊恐无比的表情 咱 怎么回事 那个唯一敢开口的教室 此刻茫然而艰难地说了一句话 他脸上的猛眼不在挣扎之中落了下来 罗德尼没有理会 只是道 可以开始了 请您降临吧 那教室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见身边传来的极其凄厉的惨叫声 他无法转头 只能竭力把眼珠子转向那边 余光之中 映着一副他此生难忘的画面 被光芒所前置的一个修女 全身迅速像冲气般肿胀 密布血丝 就好像充满了浓黄水叶的红气球 皮肤上时不时突出一道道蠕动的痕迹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她的皮肤和血肉之间游异 这些蠕动的痕迹越来越多 越来越明显 看上去足足有数百条 他们攒动着 拥挤着 蚕食着 修女在惨叫中变成了装满这些触手的人皮囊 变得奇形怪状 直到她瞪圆的眼睛 从眼眶中被挤出来 啪嗒落在地上 才彻底没了声息 这同时 也是这个教室此生看见的最后画面 她感到剧痛起来 低下头 看见自己的肚子已经裂开 肠子好像活了 在其中疯狂地扭过 隐约间 她看见自己的肠子睁开了眼睛 看向了她 罗德尼微笑地看着祭坛四周站立着的气味 幸运教室在眨眼之间 变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血流 烫射状和喷剑状的血迹 几乎把整个白色祭坛 都染成了鲜红色 不断滴落 各种活化的器官在地面上里 这幽闭的内饰之中 瞬间充斥着刺鼻恶心的血腥味 四周注视着中央的教宗雕像 也似乎从肃木变成了诡异 呵呵 那些脸上充满了恐惧 夹杂狂热神情的叫声 在挣扎之中 双目渐渐无神 失去了最后的呼吸 罗德尼走到祭坛旁边 目光激动地看着 唯一一个还能勉强站着的教室 以被唤醒的圣物沉睡的月之子为主 材料制成的圣月脑 逐渐把宿主改造成 适合神灵的巢穴 无论是肉体或者精神 这就是胎儿 中央供奉着的银色胎盘 不用说 就是胎盘 整个内室 则会刻满了符文 本身集一个子宫形状的祭坛 这是胎宫 当胎儿 胎盘 胎宫三者同存 神就能够在胎儿之上诞生 罗德尼的神情 充满了贪婪和陶醉 这是真正的 被人信仰了上千年的神奇 今天 他将真正的从梦境来到现实世界 真正的被人用目光顶礼膜拜 不吃 不吃 那教室的胸部之中 生长出了数十根狂舞的触手 正扒拉着他的躯体两侧 似乎正在把更深处的延伸出 这些触手的源头给拽出来 那教室口中不断吐出鲜血 两只手不停地胡乱挥晤 仿佛想要抓住什么 坚持了整整十五分钟 最终却只能无力地跪倒下去 而他一道 那些触手也好像没有了动力 不久之后 便骑骑啪哒啪哒摔在地上 仔细一看 这些血乎乎湿漉漉的触手 还有些像是肠子 四周恢复了寂静 除了满地尸体之外 就只剩下了罗德尼和圣女两个活人 罗德尼一开始 还仍旧紧紧盯着那地上的尸体 目光期待 但随着时间过去 他脸上兴奋扭曲的笑容渐渐消失 最终变成了失望和愤怒 全都死了 这说明 没有一个人承受住了月亮的降临 他们全都失败了 哼 他猛地一砸祭坛 挥手将在旁边势力的圣女招来 面无表情地道 雪莉尔 却叫下一批进来 是 圣女退出去 露出温柔神圣的笑容 挑选下一批进入内室 没关系 没关系的 罗德尼走上祭坛 抚摸了一下 发出婴儿啼哭声音的躁动态盘 地面上的鲜血和各种器官 被白色的祭坛吸收 什么也没有剩下 又是干干净净一片 还有那么多的胎儿 总会有一个信任的 时间不等 看来 是时候大规模推广圣月老了 罗德尼喃喃自语 安妮 塔特尔 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有一个开面包房的丈夫 两个孩子 晚餐时间 他哄着孩子吃饭 听见电视机上传来了报道声 近日 穷顶教会一神父盼教 并利用不知来路的炸药 炸毁了两座教堂 伤亡人数高达1700人 其中包括了该神父的 洗礼人兼抚养者 仁爱小教堂的神父泰伦斯 相信第七教区的民众 对于泰伦斯老神父并不陌生 他是 然而 作为被抚养者的文森特 却竟然恩将仇报 泯灭了人性 在叛教之后直奔仁爱教堂 杀死了 啪 安妮皱起眉头 拿过遥控器换了个频道 他已经看过这类似新闻 至少三遍了 哎 他叹了一口气 文森特神父曾经帮助过他们家 因为有段时间 家中的阁楼和墙壁之中 经常发出异响 怀疑是恶灵作祟 但后来请了文森特神父来看了之后 发现其实是因为经营面包房的缘故 家中常常有许多面包屑和其他的甜品 导致老鼠滋生之后 躲在了墙壁的夹层和阁楼上 文森特神父帮忙把墙壁夹层打开 又清理了阁楼 把那些老鼠全都打了出去 虽然是做了一些貌似和本质工作 一点都不相干的事情 但那个温和有理的神父 还是笑呵呵的说 凡是月亮照耀之处 就是他们需要为信徒服务的地方 安妮至今忘不了刚清理完阁楼 灰头土脸的神父拿出一瓶除鼠 要开玩笑说这就是圣水的药 如此善良体贴的文森特神父 怎么会做出炸毁两个教堂 杀死自己的抚养者 这么残忍恐怖的事情 他不愿意相信文森特神父是这样的 但对于穷顶教会的信仰 又让他摇摆了地 安妮摇摇头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罢 日常生活的辛劳已经足够他操心了 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太遥远 就算他愿意相信 也有心无力 妈妈妈妈 两个孩子又开始拽他的衣服 拉着他去玩 好好好 安妮把两个小家伙安抚好 与对面的丈夫相视一笑 在这平淡且温馨的氛围之中 像往常一般收拾 睡觉 这是哪 安妮正愣地看着四周 安静的街道空无一人 夜幕深沉 很远的地方似乎有嘈杂的声音 但他还记得自己应该已经睡着了 所以 这是在做梦 安妮茫然地走了紧 隐约感觉有些熟悉 抬头看见了仁爱教堂的牌 仁爱教堂 他想起来了 这里不就是泰伦斯神父主持的 仁爱小教堂附近的街巷吗 新闻里说的没错 第七教区的民众 对于泰伦斯老神父并不陌生 就像安妮这种年纪的人 以前小的时候如果生了什么病 第一时间都是到仁爱教堂来治疗的 模糊的记忆顿时清晰了起来 安妮下意识地想上前敲门 但还没来得及动作 旁边拐角处就窜出来了一个人影 把安妮吓了一条 又躲了回去 她目光一正 看见那个人踉跛两步 倒在了门前 浑身浇黑 满是鲜血 抬起来的脸上两个血窟窿分外孔 但这张脸安妮却认识 文森特神父 安妮捂住嘴巴 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 但接下来的一切 才是真正的颠覆了她的所有认知 隔天 安妮一大早上就起了床 看着天花板发呆 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但那梦里如死神一般索命的残月室 死去的泰伦斯老神父 在火中无声哭泣的文森特神子 都令她难以释怀 一个胆寒的恐怖猜想 在她脑海中徘徊 难道这才是真相 妈妈救命 好可怕 孩子惊醒过来 娃娃大哭 语无伦次地向她诉说着噩梦 安妮听得毛补耸 虽然孩子的语言多有天差 但是大致上 竟然和她所做的梦一模一样 这不可能是巧合 难道是文森特神父的怨恋 但梦境之中文森特神父 为什么会变成那副梦 这是她叛教的原因吗 另一个教派 梦里的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 脑子里一团乱麻的安妮 带着孩子走出门 看见了在客厅里坐着的帐篷 那诗神的表情让她心中一动 走上前试探道 乔治 你也做了那个梦吗 乔治一乐 然后脸色骤变 看了看妻子孩子 你们也梦见了 两人面面相许 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一股寒意在背后蔓延 乔治咽了口唾沫 强颜欢笑 先不要慌 也许我们应该找教诲 她也是穷顶教会的信徒 并且曾经接受过文森特神父的帮助 那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语气犹豫 安妮 你们有没有做那个梦 听见阿西娜这句话 安妮几乎是瞬间头皮一麻 你们有没有做那个梦这句话 至少有两层非常明显的意思 她用的称呼是女 说明指的并不是安妮一个人 而是他们一家人 第二 她说的是那个梦 就是特定的某个梦 而且是同一个梦 总结起来 也就是说阿西娜知道 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 认定安妮一家昨晚都做了同样的一个梦 但最难以理解的 最恐怖的地方就是 她是怎么知道的 安妮发誓 距离她醒过来只过去了十几分钟而已 而且她确定自己并没有在恍惚当中 做出别的可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除非阿西娜在她家装了监控 但羡慕说阿西娜不是这样的 就算是监控 也不可能瞬间确定这件事情 一个更加荒谬绝伦的猜想 在脑海之中浮现 安妮感到自己的心脏正在狂跳 她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阿西娜 阿西娜从安妮的语气当中察觉到了一丝端倪 立刻激动地道 你们是不是也梦见了仁爱教堂 神父 文森特和老神父 还有那个死神 那场大火 她激动得语无伦次 安妮几乎可以想象到好有现在托姆横飞的样子 但现在更需要在意的是阿西娜的话语内容 也则 她也梦见了那些东西 一样的梦 是的 安妮感受到了身体的战力 深吸一口气 强自镇定下来 道理我 还有乔治 两个孩子都梦见了这个梦 然后 她听见阿西娜接着说道 我也梦见了 不光是我 还有保罗 保罗是阿西娜的丈夫 安妮感觉事情大条了 这已经绝对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难道真的是文森特神父的怨灵 但教会的通缉令一直公开悬赏 这说明文森特还没有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电话对面的阿西娜也发出了不可思议的感慨 天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妮抓紧了电话 问道 你打电话过来 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一般情况下 遇到这种情况 打求助电话给熟人是正常的选择 但是通常按逻辑下 询问的第一个问题 应该是自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而不是问朋友 你是不是也做了这个梦 能这么有指向性的提问 阿西娜应该是了解到了关键的信息 阿西娜压低了嗓音 带着些故作神秘 不止是我和你 还有至少上百个人 都在同一时间做了这个梦 上百人 安妮瞳孔一说 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她连忙问道 你从哪里知道的 别人告诉我 他们现在正在准备秘密吧 已经知道 做了这个梦的人召集起来商量事情 我还听说做这个梦的 都是曾经被文森特神父帮助过的 阿西娜道 你说 会不会那个梦里是真的 安妮反问 秘密聚会 商量事情 什么时候 哪里 多少人 他们想要做什么 今晚6点在23号 接到新开的一家书卡 他们说估计只有几十个人想 阿西娜嘟囔道 至于想要做什么 这我怎么知道 她顿了顿 用很轻的声音神秘兮兮地道 但是我听说 有一个中央警署的警察 说他知道一些 关于穹顶教会的内部消息 和文森特神父的事情有关系 安妮心中一跳 中央警署的警察也参加了这个聚会 是啊 阿西娜道 所以我现在真有些相信那个梦 文森特神父那么好的人 怎么可能会像新闻里说的那样吗 她问道 所以 去吗 安妮犹豫了一下 看向自己的丈夫 道 我再想想 她隐约有种预感 这个选择非常重要 也许将会对她整个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阿西娜道 好吧 你先想一想 想好了和我说 我已经报名 而且当上负责人了礼 我对23号接到那里可熟了 经常去那家音像店买碟片 隔壁的书店 阴森森的一点生意都没有 没想到现在音像店变成了书卡 安妮听着朋友的喋喋不休 显得心事重重 实际上 安妮和阿西娜的估计错得离不 在这个晚上 做了同一个梦的又何止是几百人 文森特借助莫恩的力量 将梦境扩大到了底线 所有和他有过关联的人 全都被囊括在了梦境的范围之中 而在这十几年的神父生涯当中 他帮助过的人 通常每次帮助的都是以家庭为单位 竟然足足有三千人之多 他们之中 大概有一千个人会选择相信 剩下来的里面一大半会将信将你 一小半会选择默不作声 还有几个人 会选择向教会进行汇报 文森特通过梦境 将每一个人的反应都禁收眼底 对情况做出了估计 全都在预料之中 这一千个人就将会是新教的初始教终 但是他不可能直接领导这一千个人 因此挑选能够传播教义的使徒 成为了必要的环节 没错 即将在复电书咖当中举行的秘密聚会 就是他们为了挑选使徒所设计的 那几十个参与者当中 最终将产生十位太阳神教的使徒 那个所谓的中央警署的警察 由密尼塔的骑士友情出演 而即将公布的真相 自然就是他们整理出来的 能够扳倒穷帝教会的资料 文森特从梦境之中离开 睁开眼睛 面前站着的是克劳敦 后者刚刚从那个扮演着 内鬼的下属那里 接到会访 把决定参加集会者的名单 和资料递了过来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语气正重 接下去就看你的表演了 文森特闭了闭眼睛 深吸一口气 点点头 我不会让林老板失望的 起立心情雀跃的在道路上 蹦蹦跳跳 背着手哼着小曲 白色的裙带转开 飘逸的弧度 无狐 他脚步轻盈地越过路上的一处坑洼 回头催促道 快点快点 贝拉你快点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和林先生重逢了 起立眉眼弯弯 嘴角一颗小虎牙格外可爱 让她本来就稚嫩的外表 更加娇憾 贝拉手里提着一个 黑色的精致皮箱 优雅地跟上来 无奈地道 主人 林先生又不会跑掉 您先冷静一下 起立插着腰 仰头道 我才不要冷静 我就是要让她知道 我很想她 她的目光落在手提箱上 嘴角翘起 我的礼物一定是最棒的 最无欲伦比的 一定能让她感受到 暗红色符纹暗纹 昭示着其不平凡之处 这些符纹 与白狼存放原始配方的 黄铜盒子上面 会刻着的符纹 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只是还要更加高级 并且增加了不少 具有针对性的符纹 简单来说 这是一个封印法阵 用来防止其中的物品 泄露气息 以及更好的包裹 而且手艺精湛 必然出自高级白巫师之手 贝拉自然知道 起立的自信 并非空穴来封 她精心准备了三年的礼物 纵使以陈述商会的财力 和底蕴来看 也属于价值不可衡量的 矿石奇物 相比于这个箱子当中的东西 之前拆钱管家 顺便赠送的厄运印尼 的确仅仅是一份 能当作开胃前菜的小礼物 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就算是像林老板这样 一次活了不知道 多少年的恐怖存在 这份礼物的分量 也绝对足够重 走出巷子 喜利突然停下脚步 欢快的神情也凝制了下来 目光犀利的看向了 书店对面的街道 这里之前遭到煤气爆炸 当然 超凡者们都知道 是精灵大闲者 和吃觉领袖的战斗 造成的余波 变成了废墟 现在已经重建了起来 从规模上看 比以前那些稀稀拉拉的 破旧民居和商店 要好上不少 当然 喜利并不在意这些 她犀利的目光 落在施工警示牌上 那黄灯灯十分醒目的 警示牌上赫然写着 罗尔资源开发公司 八个大字 这代表着 这片书店正对面的施工地 是罗尔资源开发公司承包的工厂 罗尔资源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这种天僻的 和贫民窟只差一线的地方 他们不是一向不屑于 进行开发的吗 喜利皱起眉头 心中隐隐感到不对劲 她现在的感觉 就像某天日常巡查一片 原本只有自己知道的 绝对隐秘的独书王方 旁边突然来了一群 大摇大摆扛着锄头的地精 而且等她再定睛一看 就发现这群地精 不仅已经把 是牌恨恨咬着牙 可恶 我前段时间忙着 调查康格里夫的事情 竟然没有发现 罗尔资源的动物 这群的精诀 不可能无地放逝 做没有利益的事 这片区域 我早就调查清楚了 根本没有商业价值 所以真正能够吸引到 罗尔资源的 就只有林先生 以喜利的敏锐和才智 立刻就意识到了 事情的不对劲 她私藏了多年的宝藏地 已经被这群 丑陋的绿皮的精 给寄于上来 要不是我不想 打扰到林先生 这里还会有 罗尔资源的位置 该死 喜利气急败坏的剁酒 可惜矮步隆东的 娇小身材一点 也没有威胁性 看上去只够跳起来 敲人膝盖 贝拉依旧保持微笑 纵使自家主人 突然冒出了 地精之类的奇异语 也淡定自如 微微俯下深道 主人 要我去查一下 工程发起人和负责人吗 呼呼 喜利气呼呼地鼓起腮帮子 好半天才消气 冷哼道 查 给我都查出来 想和我抢东西 就算是罗尔资源也没门 是 喜利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表情 抬起下巴刀 不管如何 我才是和林先生认识最早的 而且 今天的这件礼物 林先生一定会非常满意 不是这些偷偷摸摸的 雕虫小弟能够比的 妄想能够用这种 釜底抽薪的方式 接近林先生 简直是痴人说梦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林先生 他最讨厌的 就是被人打扰开书店的 毕竟他对于扮演书店主人 这项活动十分热衷 堪称是最大的兴趣爱好 如果连这兴趣都被人为干预 比方说假惺惺的派人 假装客人进入书店 这样的行为是 肯定会被林先生严厉惩惩 启利的心情又重新美丽了起来 他迈着轻盈的步伐 走到了书店门口 伸手放在了门上 微微用力推开 这一个瞬间 启利才感觉到 自己的心跳快得都要飞出来 时隔三年 他终于又一次来到了这里 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也是一切的起点 叮铃 熟悉的铃铛声音响起 林启利甚至感到眼眶有些湿润 浑身轻轻一颤 门飞打开 书店之中的一切映入眼里 店内昏暗的光线 照亮了放满书籍的书架 远处演映一半的楼梯 近处的柜台 他又正在整理书架上书籍 手里拿着一本书翻阅的黑发年轻人 一切与三年前几乎别无二者 刷啦 林介翻过一页书 抬头就看见了呆愣愣 站在门口看着自己 眼眶发红的小姑娘 她脱口而出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见小姑娘 风一样登登登了过来 一头冲进她怀里 哼 头和胸膛接触 十分扎实的声音 林介下意识张开双臂接住起立 隐约感觉胸口闷头 按道这要是换成一般 疏于锻炼的死宅 怕是得被当场撞倒 这小小的身体 真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她一边拍了拍 紧紧抱住自己的起立的背 一边柔声道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心里却是想着 这小姑娘和三年前 真是一点也没变 原本以为三年时间 已经学会了独当一面 没想到还是一个爱哭鬼 起立抱住林介过了一会儿 忽然意识到自己失态 刷一下有些窘迫的后退脸 捏着自己的裙子支支吾吾 十分忐忑 林先生对不起 虽然她自诩和林介认识时间最好 但是这样的举动也已经渐约 过于亲密了 她有些担心林介会生气 林介哑然失笑 蹲下来捏了捏她的脸颊 没关系 好久不见了 起立 起立看着她的笑意 心脏狂跳 头晕怒眩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幸好贝拉随后走进书店 将手中的黑色手提箱 恭敬地放在了柜台上 双手交叠在身前 微微恭声道 林先生如约败法 些许冒昧之处还望见谅 这是主人背下的一份玻璃 林介走回柜台后面 看着那漆黑的皮箱 形似无数电视剧之中出现 装着满满一叠叠纸钞的现金箱 她不由地露出了微笑 来就来吗 还带这么贵重的礼物做什么 林介对于这个沉甸甸的黑色皮箱里面 到底装了什么这个问题 一点点兴趣都没有 她也完全没有期待起立 打开箱子的皮口 踏踏一下弹出几乎赛不下的现金 只超飘落在地上的幸福画面 倒不是说她是个是金钱如粪朵的圣人 这就纯属扯淡 只是她和起立三年不改的交情 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谈钱伤感情 毕竟礼物不礼物什么的不是关键 重要的是人来了 心一到了就行 大家心照不宣 相视一笑 多年的感情静在不言中 这样的氛围就挺好 林介搓了搓脸 把自己过分灿烂的笑容收敛了一下 轻了轻嗓子 伸手把箱子往旁边挪了挪 道 这怎么好意思呢 她推动箱子的瞬间 感觉到了箱子的分量十足 沉道有些过分 真是费了好大力气 才阻止了疯狂上翘的嘴角 起立刚坐到柜台前的高脚凳上 还没坐稳 文言立刻眼巴巴地望着她道 这是我精心准备了三年的礼物 请您务必收下 这 林介为难了大概零点五秒 最终在起立的眼神下退来 放弃了三推三让的装模作样 无奈道 好吧 她不由地感叹真是个实诚孩子 这里面不会是她这三年来的积蓄吧 林介莫名感觉自己 像是在收小孩子压岁前的家长一样 产生了些许罪恶感 起立顿时开心起来 眉眼弯弯 变真地道 您当年改变了我的秘密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无论用什么方式 用多么贵重的礼物 都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感激 我只能尽我所能 来让自己安心罢了 您不用担心 礼物虽然贵重 但是对于我来说只是有些麻烦 只要您能够高兴 我做的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她一边说着 一边偷偷观察林介的神情 确认她的表情其实是高兴和期待 只是比较内敛克制之时 起立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这次的礼物果然对林先生的胃口 她很喜欢 起立挺起胸脯 有些骄傲 她就知道自己绝对是最了解林先生的女人 至于林介一副已经明白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的神情 起立觉得完全理所应当 毕竟是林先生 这数字毁灭及白巫师的符文封印 必然形同虚舍 如果不是 那才是真的奇怪 贝拉在一旁眼神有些无奈 暗自叹了一口气 主人啊主人 明明刚才还信誓旦旦说 要让林先生感受到自己赤裂的感情 转眼就都忘了 反而还谦虚了起来 这可不行啊 不明说的话 没人知道的 但是女仆长想到一半 看了看已经沉浸在幸福之中 美滋滋的起立 摇了摇头 算了 没救了 林介微笑道 我很高兴 不过就这一次 之后我不会再收你的礼物 除非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当我帮了你 这样可以算作等价交换 起立太依赖和信任他 把他看得太高 这不是件好事 容易陷入偏执 适当地 还是需要拉开一下距离 当朋友还行 要是这小姑娘把他当上帝 那就完了 至于现在 嗯 他还是能看得出来起立的表情 确实没有勉强的意思 想想他现在在陈述商会的地位 大部分的事物 对他来说 确实应该是有点麻烦这个程度 而且沉稳可靠的女仆长贝拉 神情上也并没有异常 所以这次 他就勉为其难地收下这礼物 起立乖乖地呕了一声 心里愈发开心起来 林先生这句话 表面上看似是拒绝送礼 有些公事公办的冷硬意味 但实际上 确实在说以后 他有困难也可以来找他 他不会拒绝 这承诺可是极大的殊荣 试问谁不知道 林老板几乎无所不能呢 看来这一次林先生 是真的很高兴 起立趁热打铁 您把礼物拆开看看吧 我准备了好久了 如果您不满意 我还能试着找到 其他的奇珍异宝 他想起林介刚才的话 又补充了一句 这次我来还有一本书要请教 希望您帮忙破译 所以我应该再送一次礼物的 林介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照理来说应该是他帮一次忙 起立可以选择给礼物作为感谢 现在怎么好像成了 起立给礼物作为酬老 拜托他做事情 要说两者不同之处 大概就是前者可以白了 而后者必须付费 林介总觉得 拥有霸总属性的起立 似乎有些热衷于给他刷礼物 就好像这样能够提升好感度一样 可 好吧 他承认这确实能够提升好感度 你有心了 不过送礼也大可不必这么平凡 我还是更喜欢书籍 或者文化方面的东西 林介一边说着 一边将目光投向了那漆黑皮箱 贝拉立刻恭敬地道 我来吧 林介点点头 贝拉伸手 用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 打开了那个皮箱的锁扣 花里胡哨 林介心里忍不住吐槽 不过毕竟箱子里的东西贵重 需要这么复杂的锁也是十分正常的 林介怀揣着期待 看着女补长打开了皮箱 啪哒 和想象中一模一样的声音 然而林介却看着皮箱当中的东西 眨了眨眼睛 陷入了沉思 情况和他想象的 有那么一点差距 箱子里的东西确实是一叠叠 不过并不是一叠叠的超过 而是一叠叠的石头 没错 箱子里面放着的 是一块完整的化石 这一整块苍白的石头 呈现细腻的戒体中 带着宛如鳞片和血管一般的纹路 从中间呈放射状层层扩散 最中央 赫然镶嵌着一枚宛如心脏般的完整化石 林介经了 完整的软组织器官化石 起立介绍道 这是一枚来自第一季的古龙心脏 根据阿兹尔的历史 第一季距今整整一亿年 也就是说 眼前这块化石来自一亿年前 而且是极其罕见的 完整软组织器官化石 靠 这玩意儿不该放在博物馆里吗 林介嘴角抽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面前这东西 不管从价值还是震撼成的 都比一箱子钞票来得高得多 不 甚至这都根本不可能公开斩锥 这种珍稀玩意的价值 根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没人能给它估价 它也不可能拿来买 所以不存在市场价这个东西 难怪就连起立说 自己花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来准备这个礼 别说是层数商会 就算是罗尔资源开发公司 想要拿到这枚心脏 恐怕也不容易 这不仅得有钱 还得有权 林介看着面前这苍白的化石 哭笑不得 心到难怪刚才感觉那么重 原来巷子里装着的是石头 这一整块化石大约半米见方 应该早就做过精心处理 中间位置的心脏十分清晰 每一根血管都先毫避险 向四周蔓延开 林介目测这心脏 起码比他的头要来得大 他心里想的是 原来异世界也是有发现恐龙化石的 因为诺金独特的上下城区分层关系 上城区完全位于地面以上 和下城区彻底分离 地下资源的开采 几乎全部被罗尔资源开发公司拢断 在地下有什么发现 自然也只有罗尔资源的人才能知道 以至于这个世界的生物来源理论 也十分混沌落后 也并没有什么恐龙之类的 甚至就连化石都很少 林介眼前这个化石 可能还要比他想象的再贵个几十位 不过就算不提其价值 这处理过后的苍白心脏化石 看上去确实栩栩无声 本身就足以被称为一件鬼斧神功的艺术品 甚至因为过于精致 会让人产生一种 他还能包开那层十字外壳 继续跳动的错觉 这心脏应该是从某一具 完整的化石石海之中单独踢出来 这工艺技术也不简单 可见奇力是真的花了大心思的 奇力转头看向林介 目光期待 这份礼物您还满意吗 在超凡者才能了解的历史之中 如果说第三季是人类的时代 第二季是精灵的时代 第一季是巨人的时代 那么原初季就是古龙的时代 在第一季的巨人亡国时期 古龙还存在着 但是已经十分稀少 等到第二季无火时期到来之后 古龙就彻底消失 没了踪影 只留下他们遗留下来的孩子 成为了一种珍惜的施法和铸造材料 越是古老 其中蕴含的力量就越大 原初季太过遥远 那个时代的古龙就算有遗体 依靠他们现在的开发手段 也还无法到达所在的吐槽 因此启力选择了第一季的古龙化石 而且 送的恰恰是一颗心 这其中蕴含的暗石 不言自明 这我难道还能说不满意吗 送化石当礼物 这已经和送原子弹当烟花 差不多一个级别了 就很很离谱 灵界心中吐槽着 但表面上自然只能点点头 微笑着说道 对于我而言 这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或许对于有的人来说 它不过是一块石头 但在我看来 它实际上象征着地理历史的变迁 弥足珍贵 启力暗暗睁大眼睛 竟然会有人觉得 古龙心脏只是一块石头吗 就算是神明级的巫师 面对这样一份完整的古龙心脏 也会渴望拥有啊 会有谁竟然把它当作石头 如果是别人这么说 难免显得狂妄自大又没见识 但既然是林先生认识的 应该确实会有这样出乎意料的 心气高 而且绝对是有相匹配实力的存在 然后他又听见后面的话 才发现原来在林先生眼中 这心脏本身所具有的力量 似乎也微不足道 是他象征地理历史的变迁 才让他有了价值 启力顿悟 都要在林先生这种实力的存在面前 这些施法道具 其实也就是各色不一样的玩具吧 而且说不定林先生 都直接见过活的古龙 死的就更加不在意了 所以唯一的价值 也许是让他怀念一下过去 这古龙心脏 正是历史的见证者 似乎倒是歪打正常 不过啊 灵界尽力露出自己很满意的笑容 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因为他是启力送的 这是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虽然他更希望启力 能够把这无价值宝变成有价值 但是说实在的 对方前段时间 就已经派人给他免费装修了一米 现在花费了 不知道多少人力物力 才能来这么一枚心脏化石 这份用心 才是真正的无价值宝 他自然不可能服了启力的意 纵使他感觉自己紧紧想象 了一下这过程之中 转化出来的金钱 可能和化石年龄一个数字 就感觉自己肉痛的无法呼吸 这都是钱啊 他要是有这些钱 哪里还会在这里开书店 早就舒舒服服 不过上每天舒舒服服 躺着看书的日子 林老板感觉自己心里空落落的 起立文言 精致的小脸疼得变红 小声道 您喜欢就好 贝拉对于自家主人 已经彻底没准 只要一接触林先生 理智和金池立刻就消失不见 哎 贝拉暗暗叹了口气 主人都没有发现 林先生语气之中微妙的失落 这种仿佛失去了什么的落寞情绪 看向那古龙心脏过的眼神之中 更是透露出一笔抓不住的心痛 虽然林介演示得很好 而且这情绪并不浓烈 只是如轻瓶点水一般稍纵即逝 但是贝拉凭借自己多年的女儒经验 精准地读出了这微妙的感情 她由此可以基本断定 林先生不仅仅是见过那些古代剧 更是必然曾经与古龙有了深厚的关系 那些稍纵即逝的情感 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 她是在怀念过去的沧桑岁月 感怀回不去的旧日时光 一直以来 他们对于扑朔迷离的林先生 有着许许多多的猜测 其中最让他们感到好奇的 就是林先生的实力和身份 实力已经差不多在之前 几次出手的经历当中 被证明至少是神明级 但林老板的身份却始终如同迷雾一样 她凭空出现 没有过去的痕迹 就连现在的身份证件和店铺的信息 也都是当初齐齐力为了报恩 而帮忙做的虚假信息 而现在 冰山一角终于显露些许钻链 贝拉将喷喷跳的心脏控制住 如果林先生是从第一季存活至今的老怪物 那么她的身份就有即可寻了 贝拉心潮起伏 她感觉自己似乎终于窥见了 这个神秘莫测的书店老板 朦胧表象背后的一丝真相 如果追溯到第一季 那么首先林先生就不可能是人类 因为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大规模存在 甚至存不存在都是个问题 其次也不可能是精灵 因为精灵诞生自巨人的尸体 是在巨人因为大规模战争衰亡之后 还逐渐掌握了权力 成立了精灵王国 慢慢完全取代了巨人的存在 在那段破碎的旧日历史当中 记录下来的具有绝对伟丽的存在 最有名的就是四位原初女巫 但是这几位从来指引女性形象现身 所以基本可以排除 其次就是古龙族群当中的 几条赫赫有名的龙 比如象征着毁灭的灾恶之龙巴坦克 象征着智慧的源泉之龙菲利克斯 象征着以太的天空之龙斯普林 不过天空之龙也可以直接排除 因为他们带来的这颗化石心脏 正是来自天空之龙 这也直接证明了斯普林 早就已经死在了第一季 作为直接从以太之中诞生的龙类 它身上的所有部位 都是非常珍贵且强大的施法材料 而心脏正是它储存和转化以太的核心 其珍贵之处不言自语 其中蕴含着的以太之力 就算是什么也不够 直接花一点以太引爆 也能直接炸死一个毁灭剂 不过想来 一般人都不会这么暴天天物 这心脏如果用来制作大型法阵的核心 或者是法杖之类的超凡物品 绝对能够大幅度增加实力 除此以外 第一季还有一些极其古老的元素生物存在 比如光元素大学者阿尔弗列德 贝拉心中细数自己所知的那些第一季伟大者 但是限制于自身所学 她感觉自己知道的还不够全面 女仆长看着自家主人 暗暗下决定 要去好好调查一下第一季的历史 知不知道林老板的真实身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果她真的是这类长生者 就根本不可能接受起立 因为这已经不单单是种族的问题 而是生命层次上的本质不同 就像人类不可能爱上蚂蚁一样 这是一场注定无果的丹链 身为主人最佳的助手 就该负责及时让主人明白这一点 最大可能减少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贝拉心中这样想到 按照目前的迹象来看 林老板本身即是古龙的概率比较大 而从她的性格行为分析 不太可能是象征毁灭的灾恶之龙巴卡克 开书店 善于引导人 富有智慧 全知全能 源泉之龙 菲利克斯象征智慧 在传说之中掌握着藏有世间所有知识 几乎和书店主人的特征完全不谋而合 不过根据贝拉所知的评价 源泉之龙也只有毁灭几 林先生迄今为止表现出来的力量 却远操神明挤 仍然有待观察 灵界习惯性和启利客气了几句之后 突然莫名感觉这位仅仅见过两面 聊过几句话的启利专属女 看自己的眼神怪怪 那种暗中带着些许地审视观察意味的眼神 就好像在看什么可疑分子一样 而反观她看向启利的时候 则是微微敏唇 看上去十分不忍 这波灵界熟啊 这不就是典型的豪门小姐 看上开书店的穷相 贴身女不为护门没怒 而准备棒打鸳鸯八点当泡沫巨蜘 灵界挑了挑眉 虽然不至于真正的浮夸 不过启利花那么大代价送花时当领 估计还真会有不满的人冒出来 如果贝拉打算阻止启利接触她 毕竟是出于对启利考虑 倒也无可厚非 不知道会不会有拿一叠钞票甩脸的剧情 嗨嗨 她完全没有期待这种画面 她和启利的友谊是不能用金钱来收买的 穷顶教会多年来一直采用残暴的手段 对待自己为敌的一顿 想必会有大量搜刮来的钱财 杀人抄家 这都是配套 穷顶教会没理由不顺手牵羊 就算没有 凭借穷顶教会那么多的信用 每年购买赎罪券的钱都是一笔巨宝 他们开设在各地的教堂 教宗 圣女 使徒们的吃穿用度 哪样不是钱 如果这次能顺利把穷顶教会干分 这种事情 但这些事情显然是用不完的 所以剩下的赃款 就捐给陈树商会吧 相信启利会用到正途上的 也算是环礼了 凌借这么想着 腰杆都挺直了许多 目光正好和贝拉对上 露出了一丝了然的善意微笑 贝拉似乎吓了一条 目光闪烁 凌先生已经察觉到我内心的想法了吗 她对我微笑的意思 难道是承认了吗 她果然是龙 凌借已经收回目光 把化石箱子往旁边挪了挪 朝启利微笑道 你不是说 这次来是因为有一本书 看不懂想找我请教吗 启利脸上的红韵烧腿 调整了一下表情 点点头正色道 那本书藏在康格里夫的密室当中 保护得很严密 她转头 适宜了一下贝拉 后者将书从裙下拿了出来 裙下 灵界心中冒出一个小问号 转念想了想 这种女仆裙应该很多口 放本书而已 嗯不稀奇 她拿过书 微微眯起眼睛 这本书封面上没有蚊子 浅褐色的蜂皮质感非常诡异 像是皮质 但是却比一般的皮革来得更加细腻和柔软 且带着一些浅浅的纹路 手指擦过的时候 隐约有种触碰到肌肤的错觉 不 也许不是错觉 灵界盯着手里的书 心中一个非常笃定的想法冒出来 人皮书 这是一本用包下来的完整人皮做成的书 灵界能这么肯定 当然不是空穴来封 而是因为他从前见过类似的东西 他从前进行民族调查的时候 也曾遇见过有着非常诡异习俗的村落 那个位于深山老林当中的村子 会取用死人背后的一块皮 做成一面人皮股 每当村庄举行祭祀仪式时 每家每户都会拿出家中的人皮股敲下 象征着召唤魂灵 接受村人祭拜 这个例子 在他给老王的那本《仪式与民俗》当中也有提到 当时他出于研究目的和心中的好奇 试着向村民提出上手观察一下那人皮股 村民出于意料的热情答应 当时那个触感 和现在他手中这本书的封皮 一模一样 灵界还没看书的内容 就先被这人皮封面给整个脸色不太好看 那个有着制作人皮股习俗的村落 是出于对死者灵魂的敬重和思念 采取用刚死去不久之人的背部人皮制作补面 通过特定的祭祀仪式进行招魂 他们相信人的灵魂是从背后离开身体 因此背部那一块的人皮 就是人的灵魂前往阴间的灵魂 具有通灵的作用 而且这些人皮都是由村中专门的老祭司制刀动手 业务纯熟 仪式感十足 所以这种习俗虽然乍听有些诡异 实际上却是死亡文化的一种原始体现 并不会让人感觉过分难以接受 当然这只是灵界的个人见解 他毕竟研究民俗那么多年 身经百战 见多识果 更离奇的习俗也见过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东西联想一下还是有点毛不松 而这本人皮书却不同 他来自康格里夫 那个和穷顶教会做暗中交易 搞出圣月脑这种玩意儿的家伙 所图的是利 自然也不可能扯出什么文化来 这块人皮的来源是死人还是活人也未可治 从启利对于康格里夫的描述来看 灵界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一想到这张人皮可能来自一个无辜之人 是一场悲剧的场合 灵界就感到手中的书变得沉了起来 无论是采用不明原料的成瘾物控制教组 以所谓神明作为掩盖肆意杀戮的穷顶教 亦或是与其交易 以人皮做书封的康格里夫 都已经是超越正常认知级别的最大恶极 一个有组织有目的的邪恶组织 一个变态杀人犯 灵界默念着 翻开了这本人皮书 而贝拉的近一步是无巨细的解释则佐证 灵界内心的想法 我们读不懂这上面的文具 但是这本书本身已经差不多研究了一年 这本书是完全用人皮所制作的 封体采用的是壮年男子的背部皮肤 是两张拼合在一起的 而每一张纸 为了保持与纸张质感和厚薄的相似 都是采用了婴儿 贝拉说到这里 发现柜台后年轻人翻书的声音没了 整个书店的声音都在这个停顿的间隙消失 只剩下了吓人的安静 她心里莫名咯噔一下 看向灵界 后者看着手里打开的书一言不乏 然而不知是否是贝拉的错觉 那倒映着书页的漆黑眼睛 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天空 沉重无比的千云虽然凝制不动 但实际上却已然酝酿着狂光暴露 雷霆万俊 林先生 灵界点点头 缓缓微笑道 你继续 贝拉看着灵界和平时没有区别的笑 莫名感觉后几倍遗憾 女组长脑子里瞬间冒出个想法 灵先生生气了 但灵界说让他继续 贝拉将这当作警告 不敢想太多 清了清嗓子 然后继续讲述情况 但不知道为什么 声音下意识放低了一点 灵界收回目光看着书页 她当然生气 这一本人皮书 是庆竹男书的累累最壮 背后的血腥残忍 简直令人发指 呼 灵界在心中深呼吸 暗纳住自己的情绪 沉下心去看着书中的内容 当他的目光触及 第一个字符的时候 就认了出来 这正是被他放在二楼上的 那把圣剑上的名文所使用 同时 也是精灵们所使用的通用文字 从时间上讲 这已经是第二季的语言了 经过那段黑暗时代之后 早就湮灭在历史长河当中 难怪启利这等财力 也找不到能够翻译这本书的人 当然 大概也有不能让太多人 知道这本书的存在有关系 如果能够扩大范围 相信启利应该是能找到 这样的语言学家的 比如说老王 不过他现在去卧底血压了 大概没什么空 也幸好灵界在梦境之中 接收了坎德拉的记忆 虽然很大部分有残缺 但是至少语言方面是打包赠送的 灵界仔细看了一遍 发现书上的内容 和他想象的有很大差点 这并非是一般人皮书 不会联想到的 什么黑魔法之类的东西 等皮书上面如写一般鲜红的字 所写的话语 就像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论据没有回答 答案没有问题 有时候忽然长篇大论 有时候则是简单的命名 硬要说 就像是在和另一个 不存在的人对话一样 语气非常居高临下 但言辞间又充满了骨骼 感觉就像是一个变态 杀人犯每天和自己的精神对抗的日记 康格里夫这是疯了吗 灵界把自己看见的内容说了一点 奇力和贝拉顿时面面相去 难以理解康格里夫 这是在耍什么关系 而且这东西也算不上什么猛样 和他们所期待的康格里夫 真正的依仗相去甚远 不免让人失望 奇力道 但至少我们能够知道 他确实是拦截那一批货物 给了穷顶教会 书中有明确提及到 关于穷顶教会的事情 整个过程都非常明确 也有双方接头的地理 只要交易仍在进行 他们就能顺头摸瓜 彻底把这罪恶全都曝光出来 不 灵界忽然眯起眼睛 这恐怕不是康格里夫写的 他又一次从头翻到五 终于理清了思路 写下这些文字的人 采用的最多的语气 是命令和谷误 此外还提及到了层数商会 不过如此 帮你尚未干掉起立 为了伟大的事业等等类似的话 如果说是康格里夫发疯 显然不太合理 这里面长篇大论的蛊惑都太客观 太有逻辑 灵界马上就想到了 这不就是传销吗 那么换个思路 如果这本人皮书 不是类似于魔镜一样的东西 是康格里夫在说话 而人皮书上 自动写下了这些话语 来和他对话 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 不过他还不确定 短时间内翻译这么多的内容 他也有些吃力 很多地方有不太理解的地方 而且这有些惊悚的猜想 未经证实 还是不要随便说出来 吓到两个女孩子比较好 这本人皮书先留在我这儿吧 还有些地方我没有翻译完全 你们先招手调查 他们的街头地底 看看能不能找出蛛丝马迹 灵界还介绍了克劳德 说他现在就在隔壁 你们可以去找他帮忙 他目送恋恋不舍的启利和贝拉离开 把人皮书暂时放在一边 目光重新落在了 装着心脏化石的箱子上 并没有发现 被他放在一边的人皮书上 最后一夜的末尾缓缓 渗出一行写字 找到了 启利带着贝拉走出书店之后 依旧有些恍惚 时隔三年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 虽然有点短暂和仓促 不过他还是非常满意 这次事件让他重新和林老板联系上 而且如果事情继续发酵下去 他和书店将会有更密切的合作 不仅仅是和灵界的合作或者平常送礼 而是和那些同样与书店 有些非同寻常关系的人 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 只有这样 他才能始终保持着和林老板的联系 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 将会成为维系他们的最劳部的人 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这就是三年时光所教会他的东西 虽然启利始终保持着对于灵界的感情 也相信林老板 并不是会随意把顾客抛之脑后的人 但是他知道 对于灵界来说 他仅仅是一个顾客而已 一个并不是不可替代的顾客 如果单纯只是当一个顾客的话 也完全可以从林老板那里得到足够多的好处 但是启利有野心 他想要更多 至少要做到 让林老板某一天会想起 自己曾有一个叫做启利的客人这种程度吧 贝拉忍不住低下头小声道 主人 林先生他很可能是 启利回过神 有些黯然地道 我知道 你想说他可能是长生中 可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我的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贝拉没想到 看似沉迷爱情的主人 其实理智的 突然很不是滋味 主人 启利却并不在意 抬头朝贝拉笑眯眯地道 林先生比以前要温柔多了 贝拉对这点先是赞同点头 但随后又摇了摇头 林先生看上去 确实比三年前要更加随和 更加真实 没有了当时那种 几乎让人喘不过气的压迫感 和冰冷的书里感 但实际上似乎更加可怕了 贝拉至今还记得 正确运用语言兵不屑任 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纵使那么多年 她也不了当时察觉 动静抬起头看过来的年轻人 好奇的目光之中 好像隔绝了一整个世界的 以及她背后裂开微笑的影子 启利歪头道 可怕 她嘴角一翘 才没有 她一直是个非常温柔的好人 这个主人果然根本不清醒 这完全就是色令之昏的表现 林先生刚刚生气了 贝拉只能把自己 刚才感受到的说了一点 由衷地道 希望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 出了林先生的眉头 启利无所谓的背着双手道 现在的情况下 能碰得到林先生眉头的 也只有那群正谋 画着不知道想干什么的丑 尤其是康格里夫这个家伙 简直是差点把整个 陈述商会都带进了坑里 不但私自拦截户 还擅自引导客人 进行非法交易 真不知道他还做了多少蠢事 贝拉低声道 我会马上派人去街头地点 调查埋伏 正好有秘以塔的人配合 只要找到人证物证 马上就能让康格里夫之后 一生都活在痛苦和悔恨之中 这时 两人突然停下脚步 看向不远处 在那街道的尽头 正走来一个金发碧眼的少年 他容貌俊美无暇 面带极具感染力的亲切微笑 令人一见到就忍不住放下警惕心 但这笑容太过于完美 每分美离都像是丈量过一般 且他始终保持这个表情 就像是一个完美的雕像一样 诡异而不协调 然而除此之外 他们并没有从这少年身上感受到敌 相反 他目不斜视 只是余光从两人身上掠博 就自顾自往前走了 奇力和贝拉保持警惕 与少年擦肩而过 他在往书店走 难道是书店的客人 奇力的脑海中冒出这么的想法 随后 他看见那走向书店的少年背后 背负着一个红色的修长十字架 如同鲜血一样的红色 灵界的目光落在那颗苍白的石头心脏上 他站起来 伸手把箱子挪到跟前 看着塞满整个箱身的苍白花石 突然感到有点棘手 这么一个大物件 他得放到哪里去 柜子上放点石像柜 玫瑰花这样的小物件 作为装饰倒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这么一个半米建方的石头 放在柜台上 连视线都给你挡得严严实实 这还怎么开店做生意 而且这和他书店的整体装修 也十分不和谐 要是他店铺再大一点 倒是能再改一下格局 做一面墙出来 就跟那些不懂便室 直接把画室封进玻璃里面沾了 逼个满满 唯一的问题是这么显眼的一个物件 怕是要被偷 这破书店可没有什么有效的防盗措施 上次就进过胡德那群小崽子 再糟的偷画石的贼也不稀奇 想来想去 好像也只能作为私人藏品 给熟悉的那几个客人炫耀一下也挺傻的 私人收藏就私人收藏吧 好歹也是拥有画石的人了 算一个成就吧 希望诺金不会有上交中央区的规矩 林介吐槽了一句 然后试着把这块画石从箱子里拿出来 但当他的手接触到心脏处时 意外却发生了 苍白的心脏碎裂了 等等 这个古龙心脏竟然是来自完整的龙海 就说明龙海也有问题 难道说这个世界的恐龙是真龙 阿兹尔的龙到底是恐龙还是神话里面 这个问题占据了林介此刻的内心 他穿越了三年 对于这个世界的一般情况已经算十分了解 至少融入不成问题 一般人认识中的历史知识他也明清 这倒不是他记忆力超群的原文 而是阿兹尔的历史实在是过于短小无力 虽然官方给出的资料有原初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这四个完整的阶段 时间跨度长达上一年 比起地球史来说也不遑多让 照理来说应该能写满几则厚厚的 阿兹尔通史之类的 但因为第二季大瘟疫的蔓延 某个无名古老国度的赋亿 挥晤高强的产生 种种灾祸事件过后 一切文明被推翻毁灭 此前的一切历史都已经模糊不清 最后剩下来的就只有从第三季人类 在废墟之上建立巨大的城市之国诺金开始 直到现在的一小段历史 这一段完全工业化的历史单薄的一批 唯一值得研究的就是 上下城区分离过程当中的一段抗争史 当然 是受到挥晤异病侵害而发生异变的民众反对上下城区分离作法的抗争史 充满了见不得光的混乱与血腥 这一段黑历史也注定不可能被人大摇大摆放在明面上来研究 所以 这世界的学生历史每周只上一节课 甚至不需要考试 是和美术体育一样受欢迎的课程 直到他最近开始阅读那本来自真理会的 黑暗时代 埃尔福兹新衰史 才终于拨开迷雾 找到了第二季的历史真相 这个世界是真的有精力 有一些超不寻常的力量 虽然灵界也听说过一些超能力这样的传闻 不过毕竟都没有亲眼见过 因此将信将疑 但是现在他信了 第二季覆灭的不知民国 其实是精灵的亡国 那么第一季的古代恐龙化石 其实是真正的神话里的龙椅 也完全没有问题 至于这些历史到底是被人为刻意 还是因为别的一些因素干扰 比如说胡德曾说过 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发了疯 暂时就不得而遮 灵界心中的疑问并没有持续太久 注意力就被面前完全破壳而出的 半透明心脏所吸引 外面那一层苍白的十字外壳 已经完全气化消失了 这一整个心脏就在基座凹槽上不断跳动 心脏内部核心是一团朦胧的能量 随着心脏的跳动而收缩膨胀 并且不断散发出白色的光芒 心脏上的细小血管跟着逐渐被点亮 就像是枯萎的树木重新抽牙一般 变得生机勃勃 原本苍白僵硬的心脏化石活了过来 并且还有种正在膨大的感觉 灵界的手还放在心脏上 手底下的触感煞时间鲜明了起来 从原本的冰冷僵硬变成了柔软温暖 甚至还在不断的蠕动跳跃 毛骨悚然 呼 冷静 冷静一下 灵界深呼吸 感受着自己正在加速的心跳 首先尝试远离这个看上去闪烁频率和定时炸弹有的一瓶 似乎立马就要爆炸的心脏 但他才挪动了一下 就发现自己的手好像被这心脏营末大的无形力量给攥住 不让他走 随即 心脏内部和心处光芒大盛 嗖嗖嗖冒出一条条细长的能量光带 顺着他的胳膊旋转着缠绕而上 灵活程度如同一条条长蛇 最后拧在一起 眼见着就朝他左胸扎了过来 卧槽 灵界一头冷汗 当机立断 小黑 遇事不决 小黑救命 有求必应的小黑果然出现 窗玻璃上煞石倒映出一个模糊的黑影似乎正在凝聚 灵界大喜过望 然后黑影顿了顿 似乎在歪头疑惑地看了看 又消失了 消失了 灵界挣扎无果 外缘倒戈 顿时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他脸上笑眯眯 心里MMP 咬着牙分力把自己往外转 幸好最近白银的梦境反馈现实 他力气又比之前大了很多 心脏的那股力道有所松动 赶紧再接再厉 但那些能量光带比他快得不知道哪里去了 一眨眼就穿过他的胸膛 钻进他的胸腔内 灵界鬼异地有种有什么东西 在输送进他心脏里的感觉 但除此之外 无痛不痒 甚至全身暖洋洋的很舒服 这是梦境里感受过的一太满 朦胧的光运在胸前爆发出来 隐约间而盼仿佛传来了优越的风声 他在和我共鸣 很亲近 就好像是隔了很长时间忽然看见了熟人一样 灵界拉扯的动作稍火 莫名其妙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看着那没迅速暗淡干瘪下去的心脏 不是 你和我共鸣个什么 就因为我是龙的传人 你醒醒 你们不是一个品种的 灵界一乐 如果说他本身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引发共鸣的理由 但是他的身体曾经发生过一次诡异的变化 在吃过白银的回礼 那颗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火 之后 他的牙齿多出来整整八颗 变成了所谓的玩人之相 而他记得 白银梦境之中的那棵树 粗大的树干与树枝分叉部分分明 就宛如一只巨大的斩翅的 他从前一直觉得那只是一棵长得奇特了点的树 但是眼前这棵石化心脏给了他极大的起发 那棵树如果是龙化成的呢 那他当时是吃了什么 又为什么会改变身体构造 这些问题他暂时是找不到答案 但是此刻 他大可猜想 就是因为那果子改造了他的身体 于是导致这没复活的心脏 把他当成了同类 想要送给他点什么东西 这也解释了小黑为什么看了一眼就走了 因为这心脏是对他有利的 然而他怎么不再看一眼呢 灵界艰难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因为在他思考的这段时间 他感觉这心脏给多了 不仅非常胀 都快溢出来了 那多余的能量如浪潮雨便全身 让他感觉自己皮肤上酥酥麻麻的 尤其靠近心脏那一块 胸腔 喉咙 包括左半边脸和眼睛 灵界心里难受得像是积蓄了上一年的怒骨 就像找个地方发泄出来 幸好这心脏终于快熄灭了 他目光转动 胳膊上的能量光带一次脱落 化作光点消散 而眼前的心脏 这次彻底变成了一块干瀕的石头 灵界扭了扭 有点僵硬的胳膊 深呼吸压抑自己莫名想打人的欲望 正欲从心脏上拿下来 突然听见了门口铃铛的声音 门开了 灵界转头 看见了走进门内的金发少年 他脸上虚假的笑容 以及他手中醒目地修长红色十字架 那金发俊美少年优雅 从十字架之中拔出场景 宛如一位屠龙俑者 米家乐不慎在意的 从那两个弱小的生命体身旁路过 虽然这两个弱小的家伙 对他似乎十分警惕的样子 但就如同人类不会在意 一只小虫子的想法 他同样也不会在意 这些对他毫无威胁可言的家伙心里 是什么想法 虽然实际上 这些低级生命体 在他的眼中也毫无秘密可言 洞察之眼下 不管是内心的想法 亦或是种族 身份 能力等等 甚至是在深入一些的人生经历 乃至未来轨迹 在他眼中 不过是一瞬就能读取的信息罢了 这就是生命层次上的巨大差距 或许当一开始跨入这个境界的时候 还会对此的很兴奋 伏看他们的命运成为日常的时候 他开始失去了期待 他发现 其实这些人 其实和蚂蚁并没有区别 他们的命运 无非就是在倚朝之中忙忙碌碌 在做出选择的时候 无非只有那么集中可能性 当基数无限放大的时候 命运的重合度也随之无限放大 在漫长的岁月当中 他一度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无趣 但是某一天 他忽然发现这个世界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就在梦境之中 那是一片充满了可能性的地方 从来没有人踏足过的地方 米加勒死记已久的内心 重新燃起了久违的气带 但是梦境的世界被挥舞高墙所攻凿 刺猬原初女巫的力量强大到 令他都感到叹为观神 只有偶尔不稳定 他会产生细小的梦境猎戏 让梦兽从中脱困 猎人这种专门狩猎猎猎的团体 也因此产生 这些人畏惧梦境如同畏惧猛武 认为梦境是邪恶的源头 但米加勒却认为恰恰相同 梦境诡决凶险的表象之中 隐藏着一条能够通往 那个不存在的层次的道路 无限接近于原初的道路 而为此他需要撕裂梦境的屏障 仅凭他自己是做不到的 虽然他自诩高于其他生命体 但仅仅是从智慧上出发 这是境界上的差距 总之 这就是火箭之路的由来 他们是一群志同道合之人 都是为了追寻共同的目标和理想 而聚集在一起 当然 火箭之路也不只有他们几个人 在这不知道多少年的岁月之中 他们发展出了许许多多的下限 其中就包括了那本人皮书的主人 血骤巫师齐卡库 原本齐卡库只负责和康格里夫对接 控制这个存树商会 原本最有竞争力的年轻一辈 虽然不知从哪冒出个起立来 后来查证还和那个灵界有关系 但并不影响他们的计划 康格里夫只是辅助 真正的计划中心是穷顶教会 但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穷顶教会已经莫名其妙出了一个判断 直接造成了巨大的混乱 然后再一查 又是那个名叫灵界的书店老板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计划两路 实际上已经是三度被破坏 而且从情报显示 这个书店老板有着全知全能之名 米加勒是不会亲自出手的 对米加勒来说 计划破没被破坏其实不算太重 关键是这家伙所谓的全知全能 让他感到了一丝发小 就算是他 也不敢自称全知全能 这个不知从哪里出来的神明记 竟然敢大言不惨 这个名头虽然是别人说出来的 但一般情况下 都当作是本人已经默许 就让我来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被称为全知全能 如果不能让我觉得有意思的话 就只能让你的命运停留在此刻 米加勒露出自己常用的微笑 推开书店的门 从十字架之中抽出长剑 实际上 他从之前暗中观察开始 就已经有些失望了 启利和贝拉将人皮书带到这里来 是他们受益的 先前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用一般的方法 预言或者其他的超凡力量 定位到这家书店的位置 就仿佛被迷雾所笼罩 这也是让他感兴趣的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他们让七卡库反向 控制那个康格里夫身边的卧底 让他将这本具有定位能力的人皮书带给他们 而他们一定会把这本用古代语言书写的 根本看不懂的关键证物 交给一直在暗中和他们联系的幕后之人来解决 也就是灵界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而同时 真理会之中一直用以太监式器 掌握着大部分穷顶教会信服动态的人得到反馈 有一些信徒正在向书店旁边聚集 那个叛徒文森特 极有可能是得到了灵界的识意 准备建立新教 推翻穷顶教会 虽然他们才刚刚警告了 罗德尼不要对教会过于重视 但毕竟他们不可能让混乱继续下去 让米迦勒感到失望的事 灵界似乎连人皮书能够定位都没有发现 而且根本不知道他的到来 否则绝不可能让启利和贝拉就这样出来 可见全知全能也不过是一个效果 所以今天顺便也给你一个教训 让你明白 什么叫做无能为力 米迦勒的表情愈发愉悦 齐卡库将会带领他的无视军团 将旁边的舒卡 包括其中的所有人彻底艳闭 希望这家伙痛苦的表情能让我多一些快乐 米迦勒如此小的 然后看见书店柜台后面站着的人已转过头来 随之点亮昏暗店铺的 是一只充斥着暴面 如同燃烧着熊熊怒火的金色树桶 那站在黑暗之中的男人只有半边连鬼 微光照亮 漆黑的鳞片闪烁着寒光 略带猙獰的笑容和森白细密的牙齿 让他看上去如同责任而逝的怪物 沉重到宛如雷鸣的心跳声 带着一扇的一派一波状扩散 但都似乎都被这平平无奇的书店所阻挡 米迦勒的表情将在脸上 他忽然感受到了一种遥格上一年的熟悉战略 那种被遮蔽天空的巨大双一支配的狗 龙威 树桶开合 目光的焦点落在了米迦勒的长剑上 灵界的脸色骤沉 这是来者不善 要持凶杀人了 当那个陌生的金发少年气势汹汹地走进店内 然后二话不说直接拔出长剑的时候 灵界杀那间心念电传 首先绝对可以肯定 这少年手里的长剑是真家伙 这把剑的形质和他挂在楼上的那把圣剑相差不大 但是首先那个十字架的造型就非常的非主 但因为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宗教是否使十字架拥有其他意义 所以暂时无法判断这家伙是不是什么教派的成员 如果是的话 情况还要更加危险 因为他可能更加偏执 其次是这家活手持凶器闯入书店的原因 灵界先排除了那种无差别的随机杀人 因为这家伙的表现很有目的性 直奔书店 按照正常情况 之前刚刚出去的启力和贝拉是最有可能成为目标的 但实际上并没有 灵界想到这里的时候 意识到启力和贝拉几乎适合危险擦肩而过 而且隔壁的书咖今天客人非常多 虽然是因为文森特还有莫恩他们的仇怀有关系 但人毕竟是实打实的在哪 可以说还挺热闹的 一般也不会往这里跑 警察可就在隔壁啊 那么就说明对方是有目的 且目的可以矿定在寻仇上 但问题来了 灵界这样一个与人为善的普通书店老板 怎么会和人结仇呢 答案当时是没有的 但是他不和人结仇 不代表别人不结仇 文森特虽然给书店带来了收益 但也还有更多的麻烦 他动得难了 是穷顶教会最大的利益即将干的事情 是更是要直接推翻穷顶教会自己建立新教 那么穷顶教会赶在他成期后之前 派人把他干掉似乎也无可厚非 再联想到今晚隔壁那么多人 被查出来聚众的目的 用他来杀鸡警侯也不是不可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穷顶教会根本就是肆无忌惮了 他们有信徒作为倚仗 完全不怕被人知道自己的恶性 只要稍加解释 那些信徒就会相信他们 而只要把知情人都杀光 就没有人敢再说话 他们的行径 完全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分子 一点都没有犹豫和手软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启利那边引来的敌人 也就是康格里夫追踪的人皮书派来的 人皮书的血腥仍立立在目 灵界思量完毕 心里的怒意此刻根本不想再压抑 既然都直接拿着武器上门抬 他也不需要再多费口舌 灵界决定先动手 在化疗 米加勒有些恍惚 前一秒 他刚刚走进书店 感觉良好 在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之中 准备给这个大言不惭的家伙 一个难忘的夜晚 让他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 他没见过的风景 没有达到的高峰 不是到了神明级就可以忘乎所有 甚至自称全知全能 神明级和神明级之间的差距 可以比神明级和凡人的差距还要大 像是罗德尼这种废物神明级 还是靠他们一点点提拔起来 本质上始终只是凡人罢 他的心是凡人 就永远只是凡人 这句话 米加勒会用实际行动 告诉这个叫做灵界的家伙 并且让他亲自体会一下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就在那么一秒多不到的时间里 米加勒先是感受到了 来自灵魂的战力 远古的龙威 就像是万军重压轰然落下 蹂躏着他的精神 宛如实质化的遮天巨龙 就在眼前 伸出爪子把他按住 他浑身僵硬动弹不得 并且忽然之间想起来 米加勒仅仅是他的代号骂 他真正的名字是阿尔弗列德 是光元素大学者 大祭司 先知者 天命者 在超脱寿命的束缚之后 离开了自己的族人 成为了活在传说之中的存在 如果不是今天重新感受到龙威 他说不定根本记不起来 自己到底是谁了 在数一年之前 古龙尚存的时代 所有其他的生物都无法望其向北 只能在默可名状的龙威之下颤抖 光元素生物也是如此 米加勒感到了恐惧 他意识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自己其实从未超脱过 光元素生物的本能 始终还是印在他的骨子 不不不 不可能 不可 可嗨嗨 米加勒恼火又惊恐地喊出声 然后被掐着脖子遏制住了嗓音 他抬起头 看着近在咫尺的金色树桶 才回过神 发现一场战斗已经结束 龙威代表着绝对的支配权 更何况是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他心神恍惚的时间里 够普通神明级死上一次 米加勒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右前方 红色的十字架落在地上 已经扭曲成了一段一段 可见战况之激烈 同时 他身上传来一阵阵巨痛 可以清晰地感觉浑身断裂的地方 多大上千处 这句身体不能用啊 米加勒心想 神智渐渐回归 之前经历的战斗画面 慢慢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之中 如同松爆撕碎蝴蝶一样的毁灭之美 令人心惊胆战 灾厄至龙巴卡克 米加勒心中默念 只有这个家伙 才有这样的气息 但是面前的灵界又似乎并不是完整体 那呈现出半龙化状态的书店主 以极具压迫感的姿态俯下身 眯起眼睛问道 你是为了穷顶教会的事情来的 还是说 因为那本人皮书 米加勒艰难地喘息着 听见这句话 心里忽然正松 他知道 他知道 人皮书上的定位他早就知道 他故意地 他在眼蛇出洞 哈哈哈哈 没想到我也有被人算计的一天 哈哈哈哈 米加勒忽然低声笑起来 这次算我输了 真是有趣 太有趣了 但是算算时间 齐卡库的巫师军团应该已经到 只要他在这拖住一会 隔壁书咔灰飞烟 灵界皱起眉头 这句不配合的感觉 这家伙怕不是想装松卖傻 低声冷笑道 你以为这样有用吗 米加勒悚然一惊 惊疑不定 他知道我的想法 灵界一看他的神态 就知道这家伙想装精神病 继续道 我告诉你 警察就在隔壁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像你这样的犯罪分子 我见得多了 你什么想法我还不清楚 米加勒 他皱起眉头 下意识思考起面前 这家伙的意思 警察 绝对不是指一般警察 这家伙的模样 比他还像是幕后主谋 难不成还能是在说 那些凡人警察不成 如果这家伙从一开始 就等着他们上钩 一直在布局的话 那么作为暗中算计的一方 这家伙不是想 他根本就是幕后主谋 所以带着的应该是 密尼塔那群 充满了莫名正义的 维持着超凡 世界秩序的警察 他之前来的时候 只听了个大改情话 甚至懒得用影太探查了 知道隔壁是 穷顶教会的那个叛徒 文森特召集那些 穷顶教会信徒的敌人 估摸着要策反 但是还真没有关注过 有密尼塔的人参与警察 反正这些人 对他来说都是蝼蚁 出什么问题他都不在意 他唯一比较在意的 只有这个书店老板 谁知道当场翻车 现在这具身体直接废了 事情还真有点学 听这个书店主人的意思 怕是密尼塔 在这里有埋伏 齐卡库和他的 巫师军团虽然实力不错 但是对于密尼塔来说 仍然是有些不够看 最关键的是 灵界对他内心的想法 一清二楚 甚至是早就做足了准备 米加勒眯起眼睛 对方确实比他强 但要说全知全能 他仍然不相信 他宁愿将这些 归因于这书店主人 自身的制度 走一步算十步 这确实是 他们这个等级该有的博弈 看来 你或许比菲利克斯 更符合智慧的评价 世人对你的看法并不全面 米加勒已经默认了 这个叫做灵界的书店主人 就是已经消失在 第一季的传说之中 以毁灭文明的 灾恶之龙巴卡克 虽然他作为光元素大学者 也是从第一季 一直活到了现在 但是他和那些古龙 也差了备方 米加勒开始出头的时候 古龙早就差不多都消失了 只有一个源泉之龙 菲利普斯锤锤老影 他曾经前往 拜访过一次这头老影 但不久之后 就听闻了对方的死讯 既然对方是 真正实力强大的长者 他的态度自然变化 愿意给予对方应有的尊敬 灵界心中冒出问号 这个满满的弃天地 不差语气是怎么回事 被看透了就开始夸人 又是什么操作 菲利克斯这个人名 完全没有听说过 但貌似从他的语气里 可以感觉出来 这家伙果然是 从一开始就冲着他来 不仅认识他 而且好像还从别人 而且是很多人 在口中了解过他 然后现在见了 本人发现和传闻的不太符合 其实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灵界怀疑这家伙 其实拐弯抹角 在骂他不聪明 但是他没有证据 还是说这个家伙 装疯卖傻失败 又转变思路 打算先麻痹他 然后等原兵 或者寻戏逃跑 灵界可不上这个恶当 但既然对方有轻土的欲望 他自然要反过来套取情报 忽悠人这件事情 他最擅长了 气势上绝对不能输 林老板这么想着 然后淡淡地道 别人看见的我 当然不会是真实的 他们凭主观去感受 得到的就已经是 加工过的二手信息 你再从别人口中得知信息 岂不是二手的二手 没有完全了解 就冲上门来杀我 他居高临下去了 这少年意义 从这一点上看 就可以知道 至少你确实不太智慧 虽然不知道 这家伙到底是不是在骂我 但是我先骂了肯定没错 这个少年看上去 就心高气傲了 铁定经不起激将法 而人在愤怒的情况下 更容易口不得言 这是一点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对方本来因为 他只是一个普通书店老板 没想到其实精通王八犬 心理上惊异不定 再这么一说 肯定会误以为 他有什么大秘密 米家乐活了几亿年 一直凌驾于众生之上 头一次被人说 不太智慧这四个字 而恰恰 智慧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领域 灵界精准踩在他的雷区 让他确实一瞬间恼羞成怒 感觉一股怒火直冲天灵概 险些打算自爆这句身体 给对方点颜色瞧瞧 但他蹬着眼睛一抬头 就看见灵界脸颊上漆黑的龙鳞 正在褪去 隐藏在了皮肤下 回归了人类的形象 光元素大学者心中一礼 意识到这句话或许另有深意 连人看见他并不是真实的他 这句话既可以指他 并非这个叫做灵界的书店老板 而是从远古存活至今的灾恶之龙巴卡克 但同时 联系到米家乐刚才所说的 菲利克斯与世人的评价 看见这家伙从半龙变化成人类的模样 难道说灵界的意思 其实是毁灭之龙巴卡克 也不是真实的他 米家乐瞳孔紧缩 心中竟然久违地产生了震撼之感 你到底是谁 如果就连毁灭之龙巴卡克 都不是他的真实身 那么他到底会是谁 在那个连他都未曾诞生的时代 又究竟隐藏着什么往事 米家乐的心中忽然蠢蠢欲动 未知 这不正是他所追求的趣味吗 好像成功忽悠道 灵界如此判断 从表情变化来看 这少年貌似脑补了不得了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他脑补了什么 不过这其实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对方身上得到有用的情报 灵界笑眯眯地道 在问别人之前 先得让我看见诚意吧 对方既然有恃无恐 就一定有自己的义仗 很有可能是一个像血焰一样的 庞大的犯罪团伙 这次对方敢派人直接上门杀人 下次就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敌人不止这一个 他今天就算是把对方直接反杀也没有 因为杀了这一个 还有千千万万的 只有寻根究底 斩草出根 才能真正防患于未人 反正克劳德一直参与着这件事情 听说约瑟夫今晚也要过来 隔壁舒卡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 灵界就先忽悠着 让这少年掏出点诚意来 至于是什么诚意 他暂且蒙在鼓里 看对方领悟到多少 米加勒沉住气 所谓诚意 在他看来很简单 既然要知道对方的身份 当然不可能以一个普通分身来询问 这对于同等级的人来说太失礼 对方提出这样的要求理所应当 但是他的光元素本体 也不可能就这样直接降临在诺景 阿尔弗列德 哈维 格兰颂 米加勒报了一长串名字 道 这是我一半的真名 当然 这已经是过去了 现在我的名字是米加勒 真名具有强大的力量 就算是一半 也足以指挥毁灭极以下的光元素 以此作为诚意 够不够 灵界眯起眼睛 真实姓名这就说出来了吗 虽然只有一半 但是中央警署要查一个人的身份 用这种精准度的名字 想必也绝对够了吧 至于这个现在叫米加勒 估摸着是组织内部代号 联想他那把红色十字架形状的场景 绝对不是巧合 这个组织竟然还可能 和犹太教之类的东西有点关系 灵界还是第一次 在阿兹尔接触到这种类似的信息 此前在一般人的群体当中 根本不存在相关的任何宗教 或者别的方面 可见其稀有性和独特性 光是凭借这些 貌似就能推断出不少信息来 只要顺着查 估计能查出点什么来 这小子到底是被激将过了头 还是另有倚仗 但是换个角度下 这么容易就交出来的东西 大概率其实是假的 毕竟灵界现在也不可能 立刻验证这所谓真名的真假 也没有办法用一个 米加勒的代号码上追查出什么东西 这些情报都是具有延时性的 这些东西看上去挺重要的 但实际上无法验证就等于放屁 换一个人来 也许真会被忽悠进去 但是灵界老忽悠 岂会马是前提 就像启力轻易地从康格里夫那里 策反了一个轻信作为窝 人皮书看似重要 但内容的翻译却需要时间 结果在这段时间当中 拿出来人皮书却吸引来了杀手 灵界忽然心中一动 但既然是基督教 难道地球和阿兹尔之间 也有某种共通的联系 这还是他第一次 在异世界遇到比较熟悉的东西 莫非这就是小黑之所以 把我传送到这里的原因 看来这个组织还真是非调查不可 灵界思量完毕 摇了摇头 呵呵一笑 就这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米加勒 意味深长 小米啊 不要拿这些东西来糊弄人 你不会真觉得我不知道吧 不会吧 小 小米 这算什么称呼 米加勒的脸色难以形容 感觉到自己的骄傲和寒养一再被打破 不知道为什么很想打人 但是偏偏他打不过面前这个家伙 所以只能忍着 不过一定程度上 这个窗户倒是侧面证实了对方的长者身份 然而这些其实都是小问题 真正让米加勒脸色难看的原因 其实是后面半句 他又都知道 是知道真名 还是知道米加勒所代表的寒养 亦或是其他隐藏在背后的东西 无论是哪一种 都让米加勒心底一沉 灵界看着神情殷勤不定的金发少年 决定做出一次大胆的试探 反正现在对方的小命还在他的手里掐着 就算猜错了导致忽悠失败 也不会尴尬到社会性死亡 直接灭口算了 这种上来就要命的家伙 灵界没有任何手软的念头 实际上现在对方的状态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吧 不及时就医的话 当场去世也就是半小时的事情 他露出了灌肠的似乎掌握了一切的威胁 缓缓到 梅丹座 拉吉尔 亚夫杰 然格基尔 卡麦尔 米加勒 总共十位 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灵界说出第一个名字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的猜测没有错 因为米加勒的神情骤然变化 呼吸瞬间加重 瞰瞰瞰猛缩 表情变化幅度之大 远超之前的任何时候 就算是他熊啾啾气昂昂进来 然后被暴打一顿 脸色都没有变化的那么迅速 堪称川剧变岭 事实上 米加勒的心态彻底崩暖 从来没有除开他们之外的人 制造过所有火箭之路成立者的代号 他们的大部分时候的行动都是各自为者 因为全都已经是这个世界金字塔顶端的人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和计划 只有偶尔必须需要协助的情况下 才会向其他人进行联络 所以只有每个人的直系下属 像是加百列培养的穷顶教会 现任教宗罗德尼 才有资格知道他本人的代号 但是其他几个人的代号 基本是绝对不会向别人透露的 米加勒确信没有人知道 直到此刻 他看着灵界那蜘蛛在握的从容微笑 神秘莫测的漆黑眼光 第一次感觉到了被人看透的那种 几倍发寒的感觉 或许当他们玩弄别人的秘密之时 对方也是这种感觉 而现在风水轮流转 米加勒表情僵硬地倒 这诚意确实不够 对方的语气太从容 眼神太优越 这家伙绝对知道的不止这些 全知全能 他心中莫名闪现出了这个形容词 不由地苦笑 现在他不得不承认 这好像是真的 你明白就好 灵界笑眯眯地继续忽悠 哎 实际上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这些就已经是全部了 只有这几个名字而已 你大可不必这么紧张 米加勒 我信你个鬼 米加勒并不想猜测 自己的下半段 真名会不会用对方的口中说出 他深吸一口气 看来想要知道对方的真正身份 得交换对方感兴趣的东西 自己的身份 以及火箭之路的一些信息 对方已经知道 现在唯一能让对方感兴趣的 似乎就只有穷顶教会的事情了 这家伙据说 特别热衷于培养自己的客人 而那个文森特就是其中一个 其次他特别喜欢 扮演普通的书店老板 难道 米加勒忽然了解了对方的逻辑 他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书店老板 当然不可能全知全能 什么都知道 所以他就算心里知道 也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来让自己知道 这个理由是用来说服别人的 但是这家伙却 却一定要让这件事情 真实发生过 就像此刻 灵界明明什么都知道 但一定要等他上钩背起 问出情报 才转而装模作样的 以一个恰巧抓住了 知情人士的普通书店老板的身份 去告诉文森特来帮他 这货性格古怪的 还真是完美契合了 远古老怪物这个身份 米加勒面无表情 穷顶教会已经扩大了 圣月脑在将内的头发 并且将会在七天后 举行第二阶段的陷阱一事 可嗨嗨 聊了这么长时间 这具身体已经彻底快支撑不住 但他还是奋力睁大眼睛 火不其然看见灵界的神情 瞬间变得犀利起本 灵界消化掉这信息量 有点大的一句话 陈寅道 多谢你的情报 不过你好像已经没救了 没事 灵界本以为会看见 歇斯底里的疯狂 但米加勒平静的异常 选择原谅 甚至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突然有个想法 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 怎么样 这算什么 打不过就邀请你加入 灵界心说你当我傻 先不说你这个组织坏到冒跑 不管是穷顶教会的 活体成瘾乌和献磨 还是康格里夫的那本人皮书 都有这个组织的参与 这种干的都是 反人类反社会的勾当 注定是要自取灭亡的组织 你邀请我加入 难道我看上去 像是那种口大抽身 一心想让世界 感受痛苦的反派吗 就凭你现在半死不活的样子 就算我答应了你加入这个组织 等下你直接当场去世 我又找谁去兑现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个小米坏的狠 其实根本不是想要邀请他加入 而是想在临死前来 一波空城际 动摇他的军心 这家伙眼看自己是不行的 就企图用这种 看似失智的话来捕获灵界 实现反向化疗 因为正常人听见这种话的时候 肯定会因为太过虚假 反而觉得假到深处自然针 最后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在玩真的 如果他犹豫了 心动了 就会对自己的内心产生怀疑 那米加勒的目的就达成了 这功心计完得可以的呀 林老板觉得很干 灵界冷冷一笑 打算拒绝 但是他转念一想 反正面前这个家伙都已经要死了 说的话除了捕获人心之外 没有半点用处 那么不如将计就计 假装答应 然后再掏出更多的情报 善良正直林老板 从不轻易忽悠人 本想着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却没想到无耻恶贼 灵死也依旧明顽不灵 还想着策反一波 既然你先动手 就不要怪我了 计划通点剧屁局 灵界挑了挑眉 似笑非笑道 我凭什么加入 就凭你这不太智慧的当面暗杀 想多了吧 经过前面几次来回试探 他发现米加勒 对于激将法反应特别大 化疗嘛 就该对症下药 所以灵界沿用了 之前的居高灵下的潮水风雨 米加勒果然脸上 轻一阵白一阵 怕点一口气没换上来 但是不知道他脑海里想了些什么 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表情变得胸有成竹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这并不妨碍我邀请 我想你既然知道我们的代号 就一定明白火箭之路的意义 米加勒神情严肃认真 只要能够连通这条道路 就有机会接触到 那一片未知的领域 难道这不是一件 令人感到向往 感到兴奋的事情吗 这才是真正值得奋斗 追求的伟大事宜 其他那些愚昧庸碌的 凡人怎么会懂得 至于你想要帮助 或者培养文森特 所以立场与加勒烈相悲 这完全没有关系 并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 我只是为了你而来 甚至 我可以帮你杀了加勒烈 金发少年的眸光森冷 嘴角裂开愉悦的弧度 我想我们是一类人 一切都是为了有趣不是吗 灵界对这些明显试图 进行传销的话不知可否 眯起眼睛 心道果然是火箭之路 犹太密教的玩意 或者换一个称呼 这个东西 另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 卡巴拉生命之术 亦或是导生术 至于前面的什么 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 灵界就自动忽略了 重点是这个心 透露出来的词语 还有一些新信息 从对方拿十大天使的名字 作为代号 他就基本上感觉到了 这个组织的尿性 身为民俗学者 对于这种神秘学的东西 或多或少都有些了解 而且十分敏感 灵界几乎是立刻发散联想 卡巴拉生命之术 是神创造宇宙的蓝度 也是神体的构造度 通往神的路径 由三支柱 十元智 四个世界 以及二十二条路径 组成于基本结构 简单来说 用通俗的方法理解 可以把卡巴拉之术 当成一本武功秘笈 进行修炼之后 按照一定的路径 经脉 依次达到十元智 十个境界 最后就能成神 或者说成为完人 这十元智从下道上走 就是游人到神的成神之路 从上到下连接 则叫做火箭之路 是神性的流出 而十元智各自有其守护大天使 也就是灵界刚才报的 一连串名字 按照常理来说 这个邪恶组织 应该使用卡巴拉之术 但偏偏使用火箭之路 难不成他们觉得自己是神 米加勒的话 当中还有一个信息 他比较在意 就是加百列这个代号的出现 这个家伙 应该就是穷顶教会 真正的幕后主使 而且这个组织的成员 内聚力似乎并不强 既然你知道我知道你们的目 就更不该大言不惭 加百列伦得到你杀吗 你也不看看 你现在这副样子 能杀得了谁 真是急了什么都敢说 灵界顿时觉得 自己这一波试探值了 准备再接再厉 皮笑肉不笑道 你的想法很不错 但可行性有待考量 你们怕是没成功过吧 拿这个空想来花大米 就想邀请人加入 不觉得有些太强人所难了吗 他用的是肯定语气 卡巴拉之术要是这么好打场 那人人都是神了 灵界话里话外 都是加入你们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拿点实质的利益出来 不然我不信 实际上他看准了 米加勒现在这个状态 哪里还有什么实质利益 就是想透露一个 我想加入的意愿 然后让对方加大力度 继续放送情报 米加勒领悟到了 他喃喃道 好吧 轰隆 隔壁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连地面都跟着剧烈震动了一下 并且还在不断摇晃 灵界心中一惊 下意识转头 看向隔壁 哈哈 看来这次加百列的计划是要完全 失败了 希望他撑得住 哈哈可嗨嗨 米加勒的笑声 竟然带着点幸灾乐祸的意味 他接着快速道 我的邀请始终有效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 我随时欢迎 另外作为我个人的善意 康格里夫 查普曼将不再作为我们的培养对象 一切资源和力量撤出陈述伤魂 他的眼神逐渐涣散 撑着最后一口气 撕咬微笑道 祝他好运 话音刚落 灵界赶到手里一沉 松开手之后 米加勒的身体立刻倒了下去 但现在他不关心这部 只想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 情况如何 傍晚6点15分 安妮 哈特尔犹豫地站在陌生的街道上 愁愁不觉 他伸手紧了紧自己的针织外套 肩上还斜挎着一个包 里面装着水 一些钱还有防身用的便携式行动 安妮莫名觉得自己 像是来参加自己两个孩子的家长会 又像是最近才出现流行的 见网友的小女生 他能想象到自己现在这拘谨的样子 这让他都有点想要发小 而实际上 他确实下意识地按照 以往为数不多的出门经验来做准备 所以他的自我感觉是没有错的 他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 出门买菜或者逛街的家庭主 而不是准备参与一场 因为诡异梦境而发起的秘密 聚会 这种听上去就充满了神秘和威胁的事情 起码 这样普普通通 不引人注意 可能更加安全一点 安妮这样自我安慰到 她先前按照街边放置的地图 和询问路人 走到这条街道的时候 就已经有些后悔了 但是来都来了 再打到回府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心中很甘大 所以硬着头皮 还是走到了指定的地图 毕竟阿希纳也在 而且她都已经当上负责人了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更重要的是 她选择过来 就是因为相信 文森特神父真的是无辜的 而这场聚会当中的所有人 都是如此 也许他们的所作所为 将会成为文森特神父 证实自己清白的关键 如果不作为的话 假设文森特神父 还有泰伦斯老神父 真的如梦境中一样 经历了这种遭遇 她心中始终是耿耿于怀 无法放下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 安妮虽然心里犹豫 但还是鼓起勇气 瞒着家人过来 然而这里真的有些吓人 四望街道 这里格外萧条冷清 到处都带着一种 十分破旧的感觉 而一整条街道 竟然有一半是 被围起来的施工工地 在傍晚昏暗的灯光下 那些高高低低起伏的 半成品建筑剪影漆黑 就像是某种巨兽的姐妹 分外甚人 安妮一个人 走在街道上的时候 感觉周围安静地 能听见她自己的心跳声 尤其是自己的脚步 声响起的时候 它会产生有人 在身后跟着自己的错觉 背后发毛 幸好这条街道 并不是特别长 走了一会儿 就到了那个约定 聚会见面的舒卡 呼 安妮看着面前 亮着灯光的新式建筑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一直紧绷着的 全身终于放松了下来 她有些好奇地 打量着这看上去 似乎才刚刚建成不久的舒卡 感觉眼前一亮 这里和其他的建筑格格不入 隐约可以透过 玻璃门后面的门帘缝隙 看见其中的许多座椅和书架 装修似乎十分新颖独特 安妮作为一个女性 第一眼就对这种 清新曼妙的风格好感大声 里面好像已经有不少人在了 都是不认识的人 文森特神父帮助过的人可真多 她绝对是个好人 不会像新闻里说的那样 对泰伦斯老神父动手 又杀了那么多人的 安妮坚定的喃喃自语 为自己打了打气 就准备走进店里去 抬脚之时 她下意识地往旁边的那家书店 看了一眼 听阿希娜说 这家书店特别古怪 不仅客人少 看上去很阴森 而且那家店的老板 几乎从来不出门 只有路过的时候 从柜台的缝隙之中 看见一个黑衣黑发 永远在看书的年轻男人的路口 就好像那种 最近流行的都市传说一样 神神秘秘的 不管这些了 还是聚会要紧 安妮摇了摇头 小心翼翼地推开书咖的门 撩开门帘 走了进去 书咖内柔和的灯光倾斜而下 令人的视野豁然开朗 四周的简单书架上 摆放着铜锣之类的装饰绿纸 赏心悦目 客人们果然数量很多 安妮目测大概有三四十个左右 都各自或站或坐 还有几个不拘小节 直接坐在木质地板上 有的彼此认识 就已经围着一张桌子 小声窃窃私语讨论起来 听见开门声 立刻发现了 正在其中一张桌子前面坐着的阿希娜 她穿着女士衬衫和牛仔长裤 小麦色的皮肤十分健康 头发乌黑 有神的眼睛带着几分妩媚 袖子上还有一个金色的徽章 似乎雕刻着太阳的图案 阿希娜笑得大大咧咧 招手道 安妮 我的朋友 快过来 我在这里 别人一看是其中一个负责人的朋友 便又把目光收了回去 安妮走到阿希娜身边坐下 顿时感觉安心不少 幸好还有一个熟人在现场 否则她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她瞅了瞅她袖子上的徽章 小声感叹道 阿希娜 你可真厉害 才召开这个聚会 你就拿到负责人的位置 阿希娜用手撑着脸颊一侧 朝她眨了眨眼睛 嬉嬉笑道 运气好 我一听说聚会地点在这里 马上说这一块我挺熟的 提出要不要让我来做个接待员 维持一下秩序 引导一些迷路的家伙什么的 没想到那个警察先生觉得这个体移不错 就答应我们 她把一杯饮料推给安妮 喝了一口自己的 嘟囔道 我原本还想着音像店没了我以后该多无聊呢 不过没想到 这家舒卡的饮料还挺好喝的 好像叫什么 奶茶来着 但是又和那些贵族们喝的奶茶很不一样 安妮礼貌性地用吸管喝了一口 然后顿时睁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味道 也未免太好喝了吧 如果能和自家面包店的面包搭配起来 似乎将会是一个美妙的组合 安妮甩了甩头 把自己习惯性的商业思维扔掉 现在关键不是这个 她小声道 阿希娜 这次聚会 到底是想做什么呀 阿希娜眯起眼睛 朝舒卡里面的柜台方向捂了奴族 压低了嗓音道 那边两个 那个少女就是这家舒卡的店主 还有旁边的那个高个子男人 就是中央警署的警察 等下他们会公布关于穷顶教会的罪状 罪状 安妮愣了愣 正一头雾水 阿希娜凑过来像是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一样 眼神闪烁着兴奋的光 而且 我刚才打听到 这家舒卡 其实是隔壁书店的附店 那个古怪的书店果然不简单 安妮神情之中透露出一丝疑惑 这家舒卡竟然是那个古怪的 都市传说一般的书店的附店 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两家相邻不远 而且经营的大致内容方向相同的店铺 其中一家店是另一家的附店这件事情 并不稀奇 甚至可以说是很合理 但问题是 这家新开的舒卡和隔壁书店的风格差距太大 以至于让人感到有点吃惊 这家舒卡的风格简约新奇且十分典雅 而书店给人的感觉就是 破旧诡异和一丝丝的神 如果不是阿希娜这么说 安妮还以为这是故意在和隔壁那家书店作对 为了竞争专门弄了相反的效果出来 用对比来吸引更多的客人 真神奇 难道说那家书店的店主打算用自己本来那家店来返向 衬托新店 然后为新店创造客源 把新店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吗 安妮这么猜测 哈哈哈哈 你不要总是用作生意的想法吗 阿希娜笑了笑 压低声音道 文森特神父现在可是叛教徒的神父 还在被教会通缉着 而且从那个梦看来 其中还另有隐情 不过关键是 我听说 他也在这里 你想 能为他提供场地来召集聚会的地方会简单吗 他言之凿凿 所以作为主店的隔壁书店 才是真正不简单的地方 教会的能量还是非常大 这次聚会的地点总不可能是随便选的 很有道理 安妮不由地点了点头 阿希娜见安妮认识 顿时感觉心里得到了满能 目光发亮地继续道 而且 这家书咖是最近不久才刚刚开的 你不觉得太巧合了吗 就像是专门为这场聚会准备的一样 安妮知道自己的好友一项 对于那些神秘或者惊险的事物 每次只要一听说 哪里发生了异常的事情 就会立刻跑去凑热闹 有段时间 她甚至经常说 诺经频繁的煤气爆炸 其实都是那些拥有超凡力量的人在打架 真是想象力十足 不过这一次 安妮心中却意外地十分赞同阿希娜的看法 虽然原因并不是她所说的那些分析 安妮一边听着阿希娜 一边看向柜台处 那个一直安静地看着店内所有人的少女店中 少女有着一张精致漂亮的脸 漆黑的瞳孔 就像是一颗圆形黑钥匙 幽深全静 她穿着一件黑白二色的有些类似女服装 但是更加复杂好看的裙子 头发上戴着类似发布 就像是一个大号人偶一样非常可爱 但更加吸引安妮的 是这少女给人的感觉 明明只是在那里 却好像在天边 虽然遥远 但始终能让人感觉到内心的宁静和温柔 就好像随时都被母亲所注视着 这种感觉 就像是月亮 安妮心中一惊 没错 月亮 上一次她感受到这种类似感觉的时候 还是第一次在穷顶教会的教堂之中进行洗礼 她也是因此才成为了穷顶教会的心理 相信这个教会确实具有引导人向善的力量 安妮偷偷看了看四周 发现来到这里的所有人虽然彼此互不认识 但这么多人在场 没有发生任何的争执 全都是在友善地进行交流 神情没有半点焦急或者气 就来说话都是细声细气 原来他们不是在窃窃私语 只是单纯地放轻了声音 安妮恍然 就仿佛 每个人都被唤醒了内心最温柔的一面 一种强烈的违和感浮现在了安妮的心头 这才是她当初在洗礼式感受到的力量 而后来再去祈祷时候 内心的那种宁静都是那么的变 就像是虚假的 伪装的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月亮该有的样子 你感觉到了 阿希娜看着她的神情突然倒 真正的月亮 对吧 安妮转头对上了好友的眼睛 想到她说的不是巧合 以及穷顶教会的罪状 忽然感觉自己背后一寒 这难道就是文森特神父 想要告诉他们的真相 如果那个梦是真的 文森特神父是被害的 现在就连月亮的信仰都是假的 那么穷顶教会一直以来 恐怕都在掩盖自己的残暴的本质 天啊 难道诺经最大的教会骑士 安妮深呼吸想要平复自己的心情 正经一不定的时候 那个柜台后面站着的 中央警署警察忽然走不出来 舒卡当中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注视着 中间站着的青年 这个青年当然就是克劳德 他已经接替了 自己发布聚会消息的下属 成为聚会的发起人 嗨嗨 克劳德亲了亲嗓子 道 各位 我想你们都是因为 那个梦儿来到这里 而我相信 既然你们来了 那么就都是相信梦境真实性 相信文森特神父的人品了 今天你们将会知道 一切的真相 看目光凛然 我们搜集到了穷顶教会这些年 在他黑夜掩盖下的所作所为 那些证据 将会把他们的罪恶暴露在阳光下 以及文森特神父的遭遇背后 教会正在进行的一项恐怖举 不过 在一切开始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做 克劳德伸手掏出了手枪 漆黑的枪口指向了其中一桌 要我把你手上的通讯仪打算 内鬼先生 虽然那里是骑士 但表面还是警察 枪支是标配 会出现向穷顶教会 进行通通报信的内鬼 在他们预料之中 毕竟穷顶教会的力量 和多年影响力非同小可 不过对于那个内鬼来说 就属于心肌梗塞的成衣 那个穿着一件皮夹克的 中年人满脸无差 一乱站起来举起手 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来这里是相信文森特神父 希望能为他做点什么的 你怎么能血口被人 是吗 温和的嗓音突然传来 众人突然看见 黑布蒙着眼睛的文森特神父 出现在了那个中年人的身后 我想 枪口指向的是桌面 你这么着急站起来 是迫不及待想要承认吗 文森特缓缓走到中央 众人才发现 他身上穿着的并非神父袍 而是头戴冠冕 身披金色长袍的打扮 看上去更像是教宗的日常打扮 中年人脸色一变 顿时慌乱起来 我只是 我只是紧张吧 文森特继续微笑道 那你可真是紧张过头 紧张的 连身上的炸药都没有遮好 中年人神情一致 下一刻瞬间变得猙獰起来 大喊 叹叫着必死 掀开皮夹克 露出了下面的一排炸药装置 文森特对于这中年人的 神态表情很熟悉 他作为曾经的穹顶教会神父 见过各种各样的信徒 而面前这一种 很显然这就是穹顶教会 真正的狂信徒 完全可以为教会献出一切 包括生命的狂信徒 这种人是不会相信 所有对教会不利的话 就算把人证悟证都对在他的脸上 他依然会觉得 都是你们这些异端 在诋毁教会 文森特在大规模拉人 进入梦境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但是依旧没有把这些存在踢出去 各种原因自然是另有目的 除了让他们去向穹顶教会高明 引蛇出洞 最重要的一点 自然是让这些天然上好的材料 自己跑过来 为太阳神教的传教活动 增光天台 例如这个狂信徒中年人 就即将作为完美的例子 为将来真正的教徒们 展现太阳的力量 实际上 文森特的期待并没有被辜负 甚至还被超额完成了 这个中年人毫无征兆地 展示出身上的炸药 几乎整个屋子的人都惊了 脸色狂变 他身边的人立刻全部退开 炸药这种东西 对于普通人来说 自然是非常恐怖吓人的武器 哈哈哈哈 叛教者都给我去死吧 只有月亮才是永恒的 智慧的 只有穹顶教会才是所有人的救赎啊 你们都给我到地狱里去忏悔吧 那中年人神情癫狂猙獰 目光中充斥着得意 然后猛地按下起爆按钮 轰隆 一声巨响在他耳边响起 紧接着火光就吞噬了他 视野之中一片熊熊燃烧着的火焰 而身体上也同时在瞬间 被高温和冲击波带来的剧痛所吸卷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皮肤如何被烫伤 消化 血肉如何被撕裂 翻卷 因为处于爆炸中心 他所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 这种痛苦甚至让他不受控制地 产生了一丝悔意 不过只要想起自己 对于穹顶教会做出的贡献 这个狂信徒的心中 就充满了巨大的愉悦和满足之情 与此同时 还有由痛恨和鄙夷转化来的 这些一端 竟然妄想对教会不利 真是痴人说梦 狂信徒中年人无声的狂笑 这些一端 他用自己已经融化了一只的双眼 想要看看其他人和自己一样的痛苦 想要看这些叛教者 在火焰中哀嚎似吼 然而中年人的目光呆住 睁大眼睛 神情瞬间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这些一端 只见火焰的外围 那些人正带着慌乱 满脸震惊地看着他 但是 那并不是什么因为 突然被爆炸波及而产生的震惊 其中也并没有痛苦的含义 只是普普通通的 看着 他们为什么只是看着 中年人忽然茫然了 但此刻 他半边身体都已经在火焰之中被溜 大脑已经不能支持他进行快速的思考 持缓的思维并没能立刻明白其中的含义 他看向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眼 定格在了离得最近的一个人脸上 那个和他坐在一桌的普通男人 看向他的眼神是吃惊 性性和 严敏 中年人猛然间明白了 这场爆炸 不知道什么原因 竟然只波及了他一个人 视野中的火焰 都是他身上的火焰 他想象中的自己一举摧毁 叛掉着据点的场景并不存在 从始至终 都只有他被爆炸产生的火焰吞噬 其他人 根本就是在看热闹 这确实是地狱 但却是只有他一个人的地狱 这个狂信徒忽然之间就崩溃了 意识迅速消散的时候 除了痛苦 还是痛苦 原来他信仰的教会并不会庇佑他 更不会将他死后的灵魂温柔的接引到月亮的背面 等待宁静的复活 一切都是假的 啊 火中已经只剩残骸的身影 忽然爆发出了凄厉的绝望叫喊 在熊熊烈火之中化为了灰烬 文森特伸出去虚握的手缓缓合拢 同时那团被无形之力控制在一个范围内的一人高的火焰 也跟着渐渐收缩 最终完全湮灭 消失在半空 安妮捂住嘴巴 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幕 神情之中满是震惊 四周大部分人和他的反应基本一样 从这个中年人掏出炸药自爆 到变成一团火焰 再到化为灰烬 不过短短几秒时间 但所有人都看见了那原本迅速扩散的火焰 被强行向内聚 紧紧着烧着那个中年人自己 甚至没有声音露出来 那种被强制在小范围内的不断爆炸 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 一个大活人 眨眼就没了 而支配着这股力量的源头 自然就是现在收回手的文森特神父 文森特环视四周 道 好了 现在聚会可以正式开始了 等等 神父 刚才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鼓起勇气问道 文森特温和地道 如你们所见 华 舒卡内响起一片嘈杂的声音 文森特神父从前就拥有 治愈和驱魔的力量 但是这次显然和从前并不一样 这拙劣 强势的力量并不像是月亮会 也就是说 文森特神父叛教是真的 而刚才的事情 也证明了这次事情的危险性 不仅仅是那些狂信徒动手 之后还会有穷顶教诲 请安静一下 文森特很有耐心 道 我知道你们的心中有很多空 我会一一为你们解答 首先是那个梦境 我可以告诉你们 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是我的亲身经历 他将自己发现穷顶教会 利用圣月脑控制教室 而后遭到灭口的事情 说了一点 克劳德顺手展示证据 并保证真实性 文森特神父专业素养过异 一番真情实义的演说令 本来就信了七分的众人 基本上全都相信 他趁机将太阳神教抛出 而有了之前那个神迹的铺垫 再加上莫恩的天然气场感染力 告诉他们 其实穷顶教会的信仰没有错 只是信仰对象错 是窃取了权柄的尾身 信息量巨大的演讲 让这些人脑子嗡嗡的 安妮恍惚的转头 看见自己的好友竟然满脸兴奋 犹豫地道 阿希娜 你相信吗 当然相信了 阿希娜看向文森特 神情古怪 用手指抹撒着自己袖子上的太阳徽章 嘟囔道 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人信仰太阳了 安妮没有听清楚 眨了眨眼睛 我知道 你们当中毕竟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你们愿意相信我 我已经十分欣慰 如果你们不愿意参与进来 我并不强求 文森特温和的解释道 愿意留下来的 我会从你们当中挑选十个人 作为太阳神教的使人 你们将会获得太阳的一部分全能 也就是说 你们会成为超凡者 舒卡当中的人面面相聚 犹豫起来 此时 舒卡外面 血骤巫师奇卡库 带着他的五十位巫师组成的军团 在半空之中漂浮 以太的力量浮动 结成了一个个符纹 一环环的法阵 血海不结降临 奇卡库眼中寒光闪烁 这可是无限接近神明级的一集 这舒卡之中的人必死无疑 带着羊骷龙面具的红袍 无视高举双手 翻腾的粘稠血液组成洪流 汇聚成了散发出死亡气息的海洋 其中的残肢 眼球 触手若隐若现 旗下游异着巨大的阴影 花娜 一只腐烂的巨大勾掌 从中破开血红海水冒了出来 前段分裂成两只 都长着锋利的爪子 从腐败生躯的血肉中 长出无数武动的出手 然后是苍白的布满黑色软毛的手臂 这手臂带着势不可挡的力量 朝着舒卡一整压下 呼 一声闷响 但奇卡库预料之中 催库拉朽的画面并没有出现 勾掌被挡在了舒卡前面 一只银色的机械手臂 抓住了勾掌边缘 抵住了这股力量 用力之大 甚至将手臂的皮毛扯裂 血海之中一片翻腾 似乎传来了痛号 嘎吱嘎吱 那银色的机械手臂五指收紧 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 金属激扩摩擦声 一点点虽然缓慢 却不可遏制地将那巨大的手掌抵住 推开 手臂上鳞片状的细腻纹路 亮起白色的光芒 照亮了被手掌挡住的半边身形 斑白的头发 鲜艺的面网 魁梧如小山一般接近两米的身高 因为全身用力而快累 球节的肌肉从衬衫之中 攻出紧实的轮廓 几乎要把衣服称暴 仅仅是这样一个身影 站在那里 便有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场 充满了威慑力 更不要说那锋芒毕露的眼神 以及轰然释放的以太立场 齐卡库以及他的巫师军团 看见这个苍老却魁梧的男人的第一眼 便心神俱正 表情狂变 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 蜜伊塔毁灭极光辉大启士 不败圣言约瑟夫 他怎么会在这里 齐卡库心脏一底 想起这个男人过去的事情 尤其是上一个 和约瑟夫为一的是 王尔德这个毁灭极黑巫师 那巅峰一战 听说王尔德直接被打了 真实物理效果 而约瑟夫失去了一只手 并且因为往日救伤和魔剑反噬 逐渐沉沦 退居二线 从战斗科转到情报科当了科长 换句话说 约瑟夫应该算是早就金盆洗手 退饮江湖了 但今天竟然在这里遇上 而且似乎早有埋伏 就是在守住带脱 想到王尔德 同样身为毁灭及巫师的 奇卡库感到一阵淡疼 同时 他心中也有些疑惑 他明明是街道上面的命运 前来解决穷顶校会 还有陈述商会的隐患 没说有密尼塔的人参与进来 该死 这下麻烦了 惊动了密尼塔的话 今天恐怕不能全身而退 我的军团恐怕要折损 诺金毕竟是他们的地盘 奇卡库咬了咬牙 心想 只要把舒卡里的杀死大半 我就算是完成任务 约瑟夫早就费了那么多年 根本没有参与过战斗 不足为惧 他扬骷髅面俱下的双眼闪不寒芒 举起手中苍白的骨质法杖 顶端的红宝石亮起刺目的光芒 血海顿时再度翻头 红中伸出无数细长苍白 如同呼喽一样手 扶拖着那条巨大的手臂 像是血管一样像其中输送的血液 手臂上血管和肌肉顿时膨胀 看上去就像是球节的老树根 几乎已经到了畸形的地步 猛的再度向前绝力推进 嘎吱 向四周释放着威压 这就是约瑟夫不败圣言的外号来源 只要他还在战斗 这熊熊燃烧的白色火焰就不会熄灭 约瑟夫的身形 虽然在人类之中已经算得上高大 但和足足有大约三米长的那只巨大手掌比起来 也还是显得有些渺小 但正是因为如此 他孤身一人挡住这只手臂的画面 才显得格外震撼 时隔两年之后 约瑟夫第一次出手 依然还是原来的气势 轰 机械一只的缝隙之中 迸发出火焰与火花 巨大的压力迫使银色的金属连接键一个个崩开 连上面的鳞片状纹路都被扭曲 连路中断 没有办法再继续提供能量 白色的光芒暗淡下去 数秒之后 约瑟夫脸上 脖梗崩崩出青筋 爆喝一声 脚下猛踏 腰部拧转 将这一整只手臂从血海之中撕扯了下 刷了 那手臂从血海之中盖出一串乱舞的触手 看上去十分恶心 同时 约瑟夫的一只也跟着发力方向完全扭曲 外壳条条爆开 完全报废了 怎么会 他看上去竟然比两年前还要强 奇卡库目露震惊之色 倒吸一口凉气 他周围的符纹法阵 也随着手臂被扯下来 瞬间消散了大半 奇卡库感觉自己体内的以太蒸发到激进枯竭 惊骇欲绝地往后倒退 连连释放信号 让自己的巫师军团开始修补这些法阵 但是为时已晚 约瑟夫扔开手臂 然后面不改色一把将自己的一只也扯下来 用剩下的一只手舒展惊骨 血骤巫师奇卡库 你将会是我付出后的第一场胜利 他嘴角裂开兴奋的笑脸 白眼熊熊 朝着半空之中宛如离弦之剑一般冲了过去 奇卡库先是大惊失色 随后想到那位大人就在隔壁书店里 自己是不会有危险的 再怎么样 出现一个毁灭集绝对已经是极限了 难不成还能再变出两三个出来 整个诺金明面上的毁灭集也不过一整只数 这一个小小的舒卡 就不信他能翻出多大的浪花来 就算他败了 那位大人一出手 管他什么约瑟福 都只有死路一条 想到这里 奇卡库忽然不慌了 他目光闪烁 打了个手势 让自己的巫师军团去捣毁舒卡 自己来对付约瑟福 他再度举起法杖 符纹变枕 环环相扣 血海之中 手臂被扯断的位置 一个巨人低吼着从中爬了出来 那是一个无比诡异的人形怪物 全身覆盖着黑色的软毛 紧剩的手臂和刚才那一只手臂一模一样 可见就是来自他身上 巨人浑身的皮肤干瘪发绿 已经基本腐烂 硕大的头颅两侧长得凸起了眼睛 发出粉红色的光芒 中央一直垂直生长的血盆大口 从头顶裂开到下来 长满了风力的黄牙 血海不截巨人 奇卡库以无数人的鲜血未养成的不截巨人 有着毁灭及巅峰的力量 上 给我杀了他 好 巨人所到之处 梦土扩散 四周陷入幻觉当中 奇卡库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自信的 就算约瑟夫很强又如何 不截巨人 他突然看见约瑟夫咧嘴一笑 背后浮现出了一片星途 中央漆黑的漩涡吞噬了那只被他丢出去的手臂 奇卡库瞪大眼睛 这不是献祭仪式吗 那只手臂 约瑟夫刚才并不是把手臂扔了 而是直接发动了林老板给他 群星归位之时 之中记录的召唤术 献祭了那条手臂 群星璀璨 星位归附 星途之中的漩涡里 浮现出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声音 模糊的外貌不可描述 但依稀可见那黄色都貌了 连着的铜色衣袍和无数柔软的触手 其中一只触手从星空漩涡之中伸了出来 奇卡库不由地被吸引着看了过去 然后渐渐呆滞在原地 温身颤抖 几乎要发疯 因为那触手 单单宽度就竟然比十米高的布节巨人还要大 这触手从星途之中伸出来 就仿佛是从外太空而来的巨大的不可名状的恐怖之物 深空星海的主宰 只要随意移动 就能嚼起星云 击碎星球 触手随意一举 不解巨人正扎嚎叫着变成了一滩烂 奇卡库被牵连 扑得喷出一口鲜血 四周的胡闻法阵彻底破了 他神情灰败 目光不受控制的随着那缩回的触手 对上了那黄一下的深邃黑暗 约瑟夫抓住奇卡库一拳打过去的时候 后者已经满脸吃傻的只知道流口水了 砰 奇卡库被打飞到地上 滚了两圈停下来 还在不停的呵呵傻笑 爬起来手舞足蹈 胡言乱语着一些听不懂的话 约瑟夫拎着奇卡库 确认这家伙已经没了自主意识 也有些心里发毛 难难道 林老板还真是恐怖啊 这种等级的召唤物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呼 算了算了 我可不想发疯 约瑟夫摇了摇头 转身一看 发现舒卡里的战斗也已经结束了 奇卡库的巫师军团一共50人 听上去人数有点少 但实际上 作为一个全员恐慌级的精英巫师集团 这个数字已经称得上是非常可观了 甚至能原地成立一个新的势力出来 也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诺金大部分的势力 恐慌级成员的数量平均 也就大约在二三十个左右 剩下的成员90%都是异常级 90%无法进入平级的外围 还有1%的毁灭级 至于神明级 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固定的名领 掰着指头都数不清 只要奇卡库把自己的军团往内拥 自然就能吸引一堆低等级的超伴者 然后自然而然就有了成立一个势力的资本 不过奇卡库并不屑于这么做 因为他认为只有金而少 才能保证绝对的控制力 所以这50人的巫师军团 就是他全副身家 是忠诚度极高的拥顿和学徒 而之所以成为军团 则是因为奇卡库本人不仅是一个毁灭级的白巫师 而且具有贵族身份 在诺金没有建立的时候 曾经担任过人类某帝国的将军 不过可惜这位身份显赫的大巫师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指挥阿巴阿巴的傻子 当然 他的巫师军团被派去导鬼舒卡的时候 还不知道过一会儿这个事 他们遵循其卡库的命令 各自行动 准备冲进舒卡当中开始战斗 或者说屠杀 在他们看来 这舒卡当中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剩下的之中有一两个超凡者 如果是恐慌级 则根本就是你呀 就算是毁灭级 他们50个人一起出动 也能给他拖死了 总之 事情应该是无比顺利的 但事实上 当第一个人破窗而入 一头冲进去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刚举起法杖 就感觉到自己眼前一黑 脑袋剧痛传来 以太震荡 直透头骨 然后整个人就晕了过去 从文森特演讲 就一直守在边上的克劳德 收回自己包裹在秘营手套当中的拳头 后退两步 朝着随后进来的另外一个巫师 露出了一名合格战士的爽朗威小 克劳德全身的以太被高度击发 从外表特征来看 就像是一层虚焰笼罩全身 气势十足 他师从约瑟夫 锻炼和调用以太的方法 当然是一样的 只是以他现在的以太凝度 只能有这样的效果 而不能像约瑟夫那样浑身白眼熊熊 终究还是差了很多 但就算是这样 在这样的状态下 他也足以给这些贸然闯入的巫师们 一个深刻的教训 砰砰砰 克劳德一口气捶晕三个巫师 但他自己本身也被挤到法术记住 身上挂了彩 以太也已经消耗大半 而后面却还有前仆后继的巫师勇路 从比例上讲 比我比例已经接近了一比一 但很遗憾 一方全都是恐慌及巫师 而我方却有大半的普通人 如果只有密尼塔的人守在这里 恐怕还真是凶多吉少 不过幸好 这里真正的主场不在我这 克劳德神情微妙 身形敏捷地躲开一道法术 看见另一边大部分的普通人 都已经站在了文森特的身后 被一圈以太光艳所包围 舒卡当中的这些人群一阵阵骚动 但是因为有刚才那次 突然袭击的事情在起来 现在他们虽然也紧张恐惧 但此时此刻的心情多多少 已经有麻木 一个燃烧自己余温犹在 然后紧接着还没过多久 就冒出来了一堆 而现在这法术横飞的景象 才真正让他们开了眼 相信这世界上 确确实实存在着 那么一群特殊的人 有的目光呆滞 有的握紧双拳 有的神情担忧 还有的茫然不知所措 文森特皱起眉头 对于这些突然袭击的恐慌及巫师 他也觉得有些棘手 倒不是因为实力之类的原因 而是这么多人塞在一起 该怎么才能在 不破坏舒卡的情况下 把他们都干掉 这些人可不像是 刚才那个普通人 控制起来毫无难度 如果说普通人身上的 一开始火柴 点燃一下就熄灭了 这些超凡者 就像是装满了 天然气的天然气管 一点燃恐怕就是一场爆炸 更不要说这一点五十 现在大概只剩下四十个 文森特决定尝试 动用永恒末日的力量 但就在这时 一个脸上戴着红色 骷髅面具的巫师 冲破了那圈光燕护环 周身冰龙成剑 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 嗖嗖嗖 冰龙风锐无比 带着几乎把空气中的 水蒸气冻结得寒冷 疏地划过半空 冲向了近处的几个普通人 安妮也在其中 她完全呆住了 或者说她根本连 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只看见一道黑影闪过 紧接着眼前就挡了个人影 大鹤道 安妮后退 安妮惊呆了 眼前的人赫然是她的好友阿西娜 这个平日里有些不着边际的女 此颗小麦色的肌肤 上亮起金色的图腾 一圈圈火焰纹路和复杂的符纹 组成了一个类似太阳一般的图案 她双臂交叉 鼓起肌肉 并生生将这些冰棱全部挡住 图腾如同在燃烧 带着高温将冰棱蒸发成白色武器 散开时 将阿西娜映衬得犹如高大的女战神 那个冲破光焰护环的巫师地位不低 是齐卡库的弟子 见识广播 写白巫师以文字为力量 对于图腾也多有关注 曾恰好看见过这个失落图腾的含义 燃火移民 那巫师盯着阿西娜 低声道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 信仰太阳的一只部落 其中人人都是力大无穷的战士 阿西娜活动全身 额头上有着一个光环状的纹目 坑道 现在整个部落只剩下我一个人 等我作为普通人死后 燃火移民不复存在 本来也就只是一个传说吧 巫师抬手勾勒符文 一个冰霜魔物被召唤出来 道 那你又为什么站出来 阿西娜的头发也仿佛燃烧一般舞动起来 转变成了深红色 她双拳相机蓄力 呼出热气 太阳在召唤着她的子民啊 文森特之前就早有感觉 所以在演说时 用的说法都是你们之中 基本都是普通人 其中特指的便是阿西娜 这个还未燃烧的辛苦 她已经链接上了虚空之中的永恒末日 听见阿西娜的话 感受到太阳的欢喜 不由地微微一笑 然后伸手打了个响指 灵界听见隔壁轰隆一声巨响 赶紧放下米加勒就出去打算看看情况 她刚出去两步 第一眼看见自己的舒卡没事 整个葫芦轮廓还完好 顿时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看见扛着个人的约瑟夫 确认后者神情正常 又松了一大口气 彻底放心了 看来事情还不算麻烦 约瑟夫自然已经注意到灵界 招手笑道 林老板您放心 这里一切顺利 已经解决了 舒卡的窗户里面 不断地飘出些许灰烬和白雾 但看得出来其中的客人们没什么答案 甚至还在文森特的安抚下 自发开始打扫清理现场 事情解决得毫无痕迹 灵界也露出了微笑 走过去道 约瑟夫 好久没见了 上次那本书怎么样 看你的样子似乎收获不错 约瑟夫看上去精神绝朔 神采意义 和以前宝金沧桑的模样 已经完全不同 就仿佛焕然心生一般 相信那本书 一定让他非常有感悟 约瑟夫果不其然点点头 他侧头看了看自己的收获 感慨道 多亏了您 我才能重新找回自己以前的样子 灵界靠近了才发现 约瑟夫的那条机械手臂没了 约瑟夫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肩膀处 无慎在意的哈哈笑道 这些家伙穷凶极恶 不好对付 不过报废了也没关系 回去再接一只就行了 大爷还是猛的呀 胳膊说换就换 眼睛都不眨一下 灵界心中感叹道 他记得这种高级版本的机械衣 是为了能够更加完美的仿真效果 做到几乎和真胳膊一样 延迟极小甚至没有延迟 是直接连接神经实现完全对接的 也就是说 感觉方面包括痛觉什么的 都是同步的 虽然好像扯下来没有流血 但是痛苦程度是一样一样的 等同于约瑟夫实际上 胳膊又或真价实的断练子 而就算是面对这样的痛苦程度 这位大爷依然谈笑自如 甚至意气风发 实在是堪比关公刮骨妖毒 而且大概是因为 重新从事打击犯罪的工作 而且一出手 就是大获全胜的缘故 他看上去自信回归 起码年轻了十岁 灵界也只能自探俘虏 挺好的 他看了看约瑟夫 扛着的那个家伙 看上去阿巴阿巴的 像是老年痴呆 忍不住神情微妙地道 好家伙 就这也能出来 做这种违法犯罪的勾等 果然这个组织 都是脑子有问题吧 不过穷凶极恶倒是真的 灵界想起当场去世的米加勒 不仅直接嚣张地 持刀上门杀人 而且也是真的 一言不合就直接去世 更可怕的是 就算临走前 还不忘记嘴 好色反应不 可见这个组织的洗脑功力深厚 该说不愧是追求卡巴拉之数 一心想要成神的组织吗 而现在看见这个疑死 老年痴呆患者家伙 灵界更是怀疑 是不是他们的洗脑失败场 组织 约瑟夫抓住了关键词 一个机灵 神情一鸣 小心地询问道 林老板 这是另外一个组织吗 他们原本以为 这次来的人不是穷顶教会 也得是为穷顶教会服务的人 正疑或者 什么时候穷顶教会 和血者无师齐卡库 还有他的无师军团联系上 能够让齐卡库如此下血 齐卡库从前 可是非常宝贝 他的无师军团的 那里面每个成员 都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精锐 最多就是派遣出去一半 绝对不会全部出动 以穷顶教会的力量 可以请得动齐卡库 但要说清朝而出 却有些难以理解了 但是现在 听林老板的语气 似乎有另外一个组织 是在幕后操纵的 至于林界对于齐卡库的 不屑一步 约瑟夫表示在正常不过 这家伙连林老板 书里的一个召唤物成 不过一招 自然在林老板的眼中 就属于毫无战斗力的一位 林界则想了想米加勒的话 点了点头 正色道 对 今晚这些人的行动 都是这个组织的计划 还包括了穷顶教会 之前所做的一切 圣月脑的事情 应该也是他们策划的 穷顶教会背后的人 是他们组织的成员 代号叫做加百列 还有陈述商会 也已经被他们渗透 康格里夫就是他们 发展的成员 不过应该只是外务 约瑟夫听得目瞪口呆 连忙道 等等 等等 这一长段信息量 一股脑不停歇的塞底 让约瑟夫怀疑 有些林老板 是不是打算参牌布装 竟然这么直接 就把事情真相告诉他 这不符合林老板一向的作风 难道不该是 做看他们调查巫谷 然后过来询问 才告诉他们这些东西 点播他们一下吗 约瑟夫缓了缓 这些情报直接说出来 好像确实不太好 没有保密意识 不过 他已经说完了 这就很尴尬 嗨嗨 林介言嘴咳嗽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是不该现在说的 不过这就是全部了 刚才有个人自称米加勒 进书店一言不合就动手 我出于自卫之好反击 这些情报都是从他嘴里套出来了 约瑟夫目光凝重 刚才竟然不止他们这里有袭击 书店那里同步也被袭击了 显然这肯定是计划好的 那个叫米加勒的 应该就是主谋之一 起码也是神明级的实力 才敢和林老板交手 而且他刚才一直守在书咖附近 却只看见起立从书店出来 没有看见其他人靠近 能做到这一点的 非神明级不可 虽然对于诺金竟然存在着 没有被记载的神明级 这件事情很吃惊 但是联想到最近得到的真理 会有内归的情报 似乎一切就说得通了 穷顶教诲 陈树商会 真理会恐怕都已经被这个组织贯通了 所以才能策划这次圣月脑试点 约瑟夫感觉自己逐渐理解了一切 并感到背后发聊 这究竟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组织 在诺金又存在了多少 能够将自己的触手 伸进这么多组织之中 而他们却毫无察觉 而密以塔之中 是否也存在这个组织的人 林老板所说不该在现在说 是否代表着他已经有了计划 或者他的立场还没有定下 想看他们接下去如何做 只是因为这次这个组织的刺杀行动 让林老板感到不快 心情不好 干脆就把这个组织的底儿给掏了 帮密以塔一把 约瑟夫看了一眼书店 有些同情那个叫做米加勒的人 按照林老板以往的脾气 这人恐怕是凶多吉少 果然 林老板接着看了他一眼 说道 哦对了 这个人他 明白 约瑟夫立刻领悟 点头道 我会让克劳德处理的 不管是有尸体需要处理 还是书店有什么损失破坏 自然都是由他们来承担 这次的情报不太有用 不过就算没有情报 和林老板打好关系也是必要的 灵界心道有关系就是好 否则虽然自己算防卫过当 但是也免不了要麻烦一阵子 他看了看有些狼藉的舒卡 有点心疼 沉下脸来 这些人真是罪大恶极 让我看看情况 希望我的舒卡 希望人都没事 文森特一个响指下去 直接动用永恒末日的全能 把这些人全都高温烫化 然后变成灰烬消散了 在场的人当中虽然也有觉悟 但刚才的画面实在是令人毛补损 还有支撑不住直接晕过去的 文森特已经将刚才所有人的反应 看在眼里 该挑选哪几个人 他心中已经有数 如果等一下有不打算参与进来 就让克劳德帮忙清除记忆送回去 毕竟 洗地 秘仪塔是专业的 安妮正紧张兮兮地检查着好友身上的伤口 哭丧着脸 阿希娜 吓死我了 阿希娜叹了口气 没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只是好像这样一来 就回不去了 燃火移民的宿命啊 阿希娜是所谓的燃火移民 她对于自己这个身份的认识都是来自长辈的 关于力量的掌握同样也是 但她实际上并没有复兴或者继承这些东西的相当 只想当一个普通人 所以她的前半生 从她脱离自己那个有些神秘的家庭开始 都是在平凡当中度 但是既然已经拥有了力量 就会对这个世界其他的超凡力量感到好奇 所以纵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她也依然会寻找和围观各种超凡力量造成的事件 借此来窥视那个她放弃的事件 并乐在其中 她能够从中找到一般人看不见的蛛丝马迹 但是从来不会说过 就比如这次文森特神父的事情 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所谓的教堂爆炸 实际上应该是双方超凡者打起来产生的动静 就和那些所谓的煤气爆炸是一样的 从文森特神父在梦境之中展现属于太阳的力量开始 阿希娜就知道自己是避不开了 那种发自内心深处 仿佛时隔上万年的本能呼唤 正在迫使她去迎接自己的命运 直到这一刻 她才明白 原来一直以来让她不断关注和寻找超凡者踪迹 并不是她的兴趣 而是她血液之中属于燃火移民的躁动的野心 她注定了不甘平庸 阿希娜深吸一口气 看向安妮 认真地道 好安妮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瞒着你 就是刚才那个家伙说的什么燃火移民 阿希娜 你是不是和文森特神父一样 本来就是 就是神父说的超凡者 安妮皱起眉头 由玉帝猜测到 文森特刚才已经全面给他们解释了一遍什么是超凡者 什么是太阳神教 阿希娜点点头 道 燃火移民 就是在远古的时候 唯一一直信仰着太阳的部落先民后 而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她眨了眨眼睛 从本质上来讲 其实就是说 我本来就是太阳神教的信徒 所谓的信奉穷顶教会 其实只是一个谎子而已 实际上听说 我们已经上万年都没有收到过太阳 想着说不定太阳已经消失 我还能假装一下自己是普通人摸摸鱼 但是既然太阳重新出现 我作为燃火移民 就必须作为新柴去成为太阳的火光 这是我们的使命 安妮忍不住道 那保罗那里怎么办 他们两个都是有家庭的人 所以才会在某次进行 接到妇女会议的时候认识 阿希娜有点尴尬 拨弄了一下头发道 这个 嗨嗨 也没什么关系吧 反正只要太阳神教代替了穷顶教会 我们就算是正式的神职人员了 你参考现在穷顶教会 并不像是瘟疫教会那样要求 进入完全可以结婚 只要隐瞒到位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她犹豫了一下 到了 不过既然说到这 有一点我得道歉 你看着我 安妮看向她 然后一个恍惚 自己眼中的阿希娜 那个有些胖的普通中年妇女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 浅褐色肌肤 大概30岁左右的陌生女性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简单换说 阿希娜道 超凡者的生命是很长的 其实我已经换了三个丈夫 大不了离婚重来 安妮完全惊呆了 如果说刚才发生的事情 她还能接受 只是世界观被刷新了 现在就是整个认知都快崩崩了 好 好吧 安妮僵硬地道 毕竟是她最好的朋友 就算这样 那也只能接受了 书店当中的其他人 还在打扫现场 对于这边刚刚展现出 胸盟女战士状态的 阿希娜十分敬畏 并没有人过来搭话 但还是有不少人 偷偷瞄着两人 安妮有些浑身不自在 小声道 没有想到神父 还认识中央警署的警察 能够让他们全力为自己办事 似乎她的人脉特别广的样子 好厉害 文森特介绍了太阳神教 但克劳德却没有介绍秘义塔 所以安妮还是以为 克劳德是中央警署的超级警察 对于文森特 能够随意调动中央警署 感到十分惊叹 我并不认识克劳德先生 他只是因为一些原因 过来帮忙而已 文森特忽然走过来 找了的位置坐下道 我能够活下来 并且拥有现在的力量 还有克劳德他们的帮忙 实际上都是林老板的事业 他并没有说自己 其实已经融合了太阳之后 不做人了 而是以新教的教宗 和创始人的身份自具 不过虽然穷顶教会 已经注定被推翻 但太阳神教本身 却还缺少一些立足的根据 比如说需要一点 能被人信服的历史 原本文森特 是打算让林老板帮帮忙的 但是现在冒出来的 这个燃火移民 却正好提供了这个契机 远古唯一的太阳信仰部落 这岂不是正好 补全了太阳神教的历史吗 因此 阿希娜必须吸纳 进太阳神教之中 成为十位使徒之上的主教 虽然这个主教 是狂战士画风 文森特刚才听了半天 已确认阿希娜本身 就有意愿成为太阳神教的意愿 心中了然 因此过来准备正式提出邀请 并从这里开始任命 接下来的使徒 安妮面对文森特神父十分局促 虽然是以前熟悉的人 但是现在情况大不相同 她紧张地想站起来 但文森特做了下案的手势 微笑道 像朋友一样坐着聊聊就好 安妮女士 安妮见到文森特 还是以前一样的太阳 下意识松了口气 感觉轻松多了 疑惑地道 林老板 阿希娜插嘴道 应该是隔壁那家书店的老板吧 文森特点点头 微笑道 是的 那是一位真正的智者 强者 阿希娜有些得意地 朝安妮挤了几眼睛 我就说那家书店不简单 安妮却不由地 对那家破旧的书店产生了好奇 连刚才轻而易举地 将那么多超凡者 化作灰烬的神父 都称之为智者 强者 而且让神父从穷顶教会地 追杀下存活 并拥有强大的力量 结合对于书店老板的印象 安妮想象出了一个头发和胡子花白 眼神充满了智慧的老者 正在这时 门口却忽然传来了开门声 两个男人走了进来 一前一后 前面的那个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 脸庞坚异的老男人 肩上还扛着一个 戴着羊骷髅面具的红袍马尸 后面的则是一个 黑发黑眼的年轻男人 安妮转头时 暗暗猜测 这个前面走着的老男人 难道就是书店的老板 嗯 的确很有那种感觉 看上去就十分强大 至于后面跟着的年轻人 可能是助手吧 文森特和克劳德 也在这时赢了上去 安妮看着那个中央警署的超级警察 朝约瑟夫挥了挥手道 老师 然后转头朝灵界微微躬身 林老板 哎 安妮愣住了 心中十分恍惚 有些吃惊的再度 看向了那个黑发年轻人 他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 安妮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但是结婚比较早 现在也只有二十五岁 这年轻人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 但是他又想到阿希娜说的 超凡者年龄很长 心里勉强能接受 但还是感觉很别扭 林介先是点了点头回应克劳德 紧接着环顾了一圈 每看见一处店内的坏损地方 眉头就紧皱一分 黑着脸对约瑟夫道 层数商会的人不日应该就能查明交易地点 你们可以把舆论消息放出去 仅早了事 看着自己书咖店里这些被破坏的地方 林介脸都黑了 虽然并不是他出钱 也不是他出力 一切都是层数商会派来的人全权负责 但是这店面是他的设计 都是一点点用脑子想出来的心血洁净 现在被这些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杀手 弄得乱七八糟 真是气得非常 再联想到穷顶教会的恶行 他觉得这些人已经没有资格再多活一年 反正现在情况已经完全明了了 新教准备妥当 就可以继续原定的计划 有足以代表官方态度的中央警署支持 加上那些证据 事情要成功绝技不难 怕的只是穷顶教会像现在这次这样 用这种非常规的手段 而且现在由米加勒所在的火箭之路 这个组织参与进来 除了已经暴露的小米加百列以外 还有另外八个成员不知道在计划着什么 相比于已经完全在视野之中的穷顶教会 这个暗中操纵一切的组织 才是真正的那个英语 约瑟夫原本也有这个打算 点点头道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人手 等查普曼家族有回音 我们就将会把穷顶教会的黑料放出去 到时候配合新教的传播 想必能够立刻引发穷顶教会的恐慌 等他们狗急跳墙的时候 就是灭亡之日 这位前任的光辉大骑士目光凛冽 做出了一个手刀下切的手势 配合他肩上扛着的那个一看 就被打成脑震荡的巫视 显得格外有杀气 令人脊背发凉 几乎已经让人能想象出 他拿着长剑干脆利落的 把一个头颅斩下的画面 灵界道 还要注意一下我刚才说的 穷顶教会也并不是主谋 他们的背后还有那个组织在 要警惕 注意安全 他顿了顿 陈寅道 这个你等下来我书店 我再和你详细说说 灵界示意这里人多眼子了 虽然说说都是太阳神教成员了 但是这草台班子 谁知道有没有内鬼 按照小米的一言 他们这个组织控制了穷顶教会 连陈树商会那里 正在和启力竞争的康格里夫 都是他们在支持 这两个都是家喻户晓的大组织 照样被凿穿 安静去不知道多少内鬼 面前这些人之中 如果有没有被排查出来的内鬼 也不稀奇 约瑟夫神色凝重 道 好的 感谢您能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另外 我也有一个情况 需要向您说了一下 和您的一个顾客有关系 灵界挑了挑眉 一个顾客 他总共也没有多少顾客 而且很多都没有什么往来 最近联系比较频繁的 也就是王尔德和纪之旭这两个 如果是王尔德 约瑟夫不该是这种 盖着点隐晦的语气 所以大概率应该是纪之旭 说起来自从上次纪大小姐 拿了他的玫瑰花走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 不过现在显然不是猜测这些的时候 等下和约瑟夫去书店里再相谈 莫恩 灵界招了招手 转头把一直站在旁边 充当百件的莫恩小同学叫了我们 笑眯眯地问道 莫恩啊 舒卡这次大概损失了多少钱 莫恩十分听话地计算了一年 道 大概一万七千左右 灵界表面同容 实际上听到这数字的时候 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这陈述商会到底是用了多么高级的材料 才能一下子损失掉一万七 他一眼看过去 最多被烧焦的地板和破损的桌椅 需要换新的 没成想这就快毛两万了 实在是恐怖如斯 当初音像店老板因为欠下了一万贷款 迫不得已把店面直接卖给了陈述商会 后面转手又被送给了灵界 而实际上 以诺金货币的购买力 一万买下一个店铺 实际上在更偏僻贫穷一点的地方 还真不稀奇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有点过分 灵界甚至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 这波是结衣缩时买了好车 却保养不起 嗨嗨 灵界的目光投向约瑟夫 眼神暗示 我提供场地给新教 顺便作为诱饵 让穷顶教会原形毕露 给了你们这些警察执法的空间 这绝对算是为正义牺牲吧 你们这不得表示一下 不要含了正义人士的心 那位公道牺牲的一万七在哭泣 约瑟夫被灵界那正义的眼神给打动 哭笑不得地点了点头 您放心 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会帮您修好的 心里又嘀咕了一遍林老板的怪脾气 灵界这才放下心来 约瑟夫和克劳德聊了两句 把刚才的情况都理清楚 对克劳德大家赞赏 拍了拍自己弟子的肩膀 把七卡库交给了克劳德处理 克劳德看着阿巴阿巴的七卡库 微笑着感觉自己的工作压力又大了一份 灵界方才自顾自挥赤方球 和约瑟夫谈笑风盛 在场的那些原穷顶教会性能 现太阳神教成员 确实已经呆着了 他们基本都是平民阶级 之前已经知道克劳德是中央警署的警司 这里同样从之前音像店老板的态度就能明白 一般人对于中央警署 那绝对是有着敬畏之心的 而现在 这个高大魁梧的老男人 既然是克劳德的老师 那么自然是警署当中更加上级的存在 而这样的存在 竟对那书店老板毕恭毕敬 如他们敬畏中央警署一般 敬畏后者 再加上言语之中对于陈述商会 穷顶教会就仿佛随口可处置一般 不由地让他们心中 对于这书店老板的身份产生了各种联想 这些新教徒的联想灵界无从得知 他等约瑟夫交代完 就带着后者走回了书店 一进书店 灵界脚步一顿 眼神一鸣 目光落在了原本躺着米加勒尸体的地方 此刻 那里竟然空无一物 他之前一通王八拳 实际上这只是他自己的调侃 在梦境之中被白银训练出来的身手 绝不是所谓王八拳 将米加勒反杀 可以确定那家伙已经停止了心跳呼吸 然而现在就在眼皮子底下 来了的大便活人 米加勒不见了 灵界停顿了一秒 心中深呼吸 然后若无其事地朝约瑟夫呵呵笑道 你先走 对了 你刚才想和我说什么来着 那个顾客指的是记之序吧 他十分自然地绕到了柜台后面 然后坐下来 伸手对约瑟夫做了个请了手势 约瑟夫自然先是进门打量了一拳 明显感觉到了还未散去的以太波动 这里发生过一场战斗 虽然在小范围内 但是以太波动很强 应该就是刚才林老板和暗杀者之间的战斗留下来的痕迹 书店的墙体有一定程度的破损 还有一些挣扎的痕迹 但是却没有看见尸体 也没有看见血迹 约瑟夫不由的疑乱 心中涌现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愧疚 他当才还以为林老板打算让他们帮忙处理尸体 顺便把损失折架来着 但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是了 林老板什么等级的人 怎么会因为这么点痕迹要他们帮忙 应该只是随便找个理由让他跟过来吧 至于另一边的舒卡 因为店主是莫恩 所以实际上本来该归莫恩国 但是莫恩刚刚被林老板派出去 而且那小姑娘性格上估计也不会开口 所以林老板才帮了他一把吧 这就仿佛是对弟子的用心良苦 类比一下的话 其用心程度就像是他经常把各种任务交给克劳德 虽然克劳德看他的眼神 时常像是压榨员工的黑心资本家 但实际上这都是锻炼他能力的 约瑟夫感觉到 他这是以自己常常骗心肺的心 来揣夺别人了 而林界此刻进来直奔柜台 提也没有提本来应该先解决的尸体问题 反而是让他讲顾客的事情 更让他知道了自己思想的错误 此刻为自己的误会而愧疚的约瑟夫大力 殊不知林老板现在真是满头扑不寒 真是见鬼 好端端的尸体一个来回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了 到底是有人趁着刚才那一会儿的功夫把尸体带走 还是米加勒其实根本没有死 刚才是炸他的 实际上就是为了等待机会偷偷溜走 林界偏向于后者 从米加勒的语气看 这个组织的成员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凝聚力 看见其他成员落难不但没有关心 甚至还幸灾乐火 很高兴的样子 哪里会有这种团结情谊 发现人死了 还要冒险把死去成员的尸骨带回来 这个小米不简单了 还是小看他了 不愧是临死前也要策反一波的老命 林界心中暗暗想着 隐约对这个组织有些猜测 这个组织研究火箭之路怕是争处成果 也许他们正是阿兹尔之中少数发现了历史真相的那些人 所以才会想要重现那个神话时代 接近那些神 对了 那本诡异的人皮书也是他们的场 这么说来 他们一定是掌握了一定的特殊力量 嗯 但是从刚才亲身实践来看 米加勒并不是我的对手 这说明他们的力量还在浅浪 比如说像人皮书那种传递信息 实际上和小黑用水显示文字也差不了多少 林界不由地把目光放到了柜台上 当时小黑就是直接用水字来和他交流 但他们却大费周章 甚至包人皮来制成这么一本书 就为了传讯这么简单的功能 而且 如果他们的代号确实是按照十大天使来排的 那么拥有米加勒称号的小米 应该地位在这十个人当中很高 其他人的实力和他应该大差不差 我遇到危险的可能性不大 说到底 这种异常情况对于约瑟夫 还有文森特他们来说一定难以理解 哎 没办法 所以这次还是我来尝试解决好了 林界觉得既然是自己发现了圣月脑的问题 并且让文森特去试探穷品教会 最终引发了这一系列的后悟 那么他其实应该对此负责 而且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按照白银的说法 当他可以构筑一个完整的梦境的时候 他就完全可以自保了 而如果他能够以基础梦境作为底盘 将梦能延伸 覆盖到现实 那么就可以出师了 林界发现自从上次那个无意当中 闯入自己梦境当中的奇怪梦境生物自然之后 梦境就莫名其妙凝实了很多 他构筑自己梦基地的进度也飞速加快 很快就能够尝试下语 所以这一次 雄顶教会将会成为他的试验场 林界思虑这些的中途有些走势 约瑟夫确实已经从愧疚之中走不出来 先是感叹了一下林老板的料事如审 那个顾客确实就是寄之许 罗尔资源开发集团宣称 陈述商会进行非法交易 已经向我们汇报情况 提交人证 并下发公告说 在我们查明情况之前 将禁止50%他们下属的相关产业 向陈述商会提供户 转由熔炉商会进行销售 约瑟夫习惯性地用十分官方的语气说道 他们应该是受到康格里夫那些 见不得人的暗中交易影响 误以为是陈述商会的阴谋 这件事情的导火索 本来是康格里夫创建的暗中交易平台 让一些贪婪的白巫师 将自己专有忠诚烙印的解除方法卖了出去 偏偏好死不死 其中一个巫师是纪家聘请的家族客亲 纪之旭的下属 更不凑巧的是纪之旭前段时间刚经历过背叛 对于这种事情深恶囤绝 虽然这件事情还上升不到双方闹翻的程度 但是罗尔资源开发公司 依然对陈述商会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 作为警告 穷顶教会现在情况未定 一切不能透露 还得等过一阵子才能将真相告诉罗尔资源开发公司 但是这段时间陈述商会就得遭准了 约瑟夫看了一眼 林老板道 我本来觉得正常处理就可以了 毕竟我们并不干涉商业上的事情 然而现在既然启力 查普曼副会长也是您的客人 我想有必要向您征求一下意见 意思也就是说 戏大小姐和启力可能很快就要打起来了 林介双手交叉撑着下巴 莫名想象出了启力跳起来打击之序膝盖的画面 林介并不意外这种情况的出现 细之序和启力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而这个几乎也并不是指代 而是频率 快而言之 这俩不打不合理 商业当中 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只要双方利益有冲突 就一定会产生矛盾 他们两个一个是罗尔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的女儿 一个是组成陈述商会的三个家族之中 查普曼家族所控制分会的互惠者 作为一个几乎掌控了诺金一切商业活动的垄断企 罗尔资源开发公司一直盯着商品物流这一块蛋糕 要不是当年他们致力于下城区开发和发展相关产业 没有其他精力在自己搭建物流平台 让陈述商会钻了空子 而且组成后者的三个家族本身实力强劲 陈述商会现在估计得和熔炉商会一样看罗尔资源脸色恰反 等罗尔资源从下城区腾出手 物流输送这一块已经完全被陈述商会掌控中 就算以罗尔资源之强势也没有办法插手进去 只能遗憾放弃 但当时的放弃并没有影响后来罗尔资源的虎视眈眈 陈述商会和罗尔资源之间一直是合作中隐隐竞争的关系 暗中较进的例子可不少 陈述商会胜少负多 这次康格里夫的事情可以说是太恶到吃 可算是被罗尔资源抓住机会 这不一顿猛击打压 就对不起罗尔资源的名统 这些原理大部分都是灵介从电视新闻上听来的 他作为一个民俗学者 可不懂这些商业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总之纪之旭和启利从出生开始 就注定了彼此之间的立场 虽然从表面上来谈 现在掌握有实权的启利 比起一直闲着的纪之旭要有优势 但是现在比的是背景 纪之旭身为纪伯农注定的接班人 就又优势拉马了 灵介觉得自己大概也无能为力 只能尽快解决这次事件 让陈述商会不至于损失太严重 等下刺激伯农亲自来拜访 这件事情上上刺激之旭就提到过 他自作主张 向自己的父亲提议可以和书店进行合作 灵介虽然心领了好意 但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荒谬 而且完全是高手炮荡 大财小用 不过此时此刻倒是觉得很有必要 合作不合作倒是次要 主要是想避免一个大顾客的损失 既之旭和启利 这俩都是大靠山啊 天真可爱又好骗 不是又好看 虽然不一定能忽悠到 纪伯农这种老奸巨华的商界巨博 但是总得尝试一下 万一就忽悠权了呢 这波不但拿下纪秩序 还拿下了他爹 父女两代通吃 和约瑟夫说明自己的打算之后 灵介又详细说了一下 自己从米加勒那里得到的一系列情报 包括刚才并没有说的关键情报 穹顶教会已经扩大圣岩岛投入放火 将在七天后举行第二次献祭仪式 灵介用手指敲了敲桌面 全身道 到时候 就是你们行动的最佳时机 此时让文森特揭破这一切 民众对于穹顶教会的失望 很快就会转变成对于新教的信仰 既然让新教立文脚跟 社会的动荡将会小很多 约瑟夫又何尝不懂 脸色坚定了点点头 这次的事件对于他来说也至关重要 这是他从两年前退居二线之后 第一次以战斗人员的身份 参与密伊塔的行动 这将会是不败圣言重出的一战 灵介看见约瑟夫眼中的决心与光芒 神情微微放松 笑道 看来你已经胜券在握了 那我就祝你旗开得胜 一切顺利 其余鼓励的话我就不说了 手臂记得换个好点的 约瑟夫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肩膀 哈哈笑道 这是自然的 他感慨道 还得感谢您的书 没有他 我无法获得需要的力量 灵介摆了摆手 开口就是一碗久违的农鸡汤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心 你看书 其实书也在看你的改变 也会改变你所看见的书的内容 你得到的其实始终是你内心反馈出来的力量 而不是别的 约瑟夫若有所思 原来召唤物的强弱和种类与精神强度有关系 而且从林老板的话 就可以知道 那些召唤物都是有着智慧 有着自己想法的 他想到这里 就仿佛感觉到放在自己贴身那假夹缝之中的书籍 仿佛突然睁开眼睛 向自己投来宛如实质的目光一门 不止如此 那些灵界背后书架上的书 仿佛都投来了视线 密密麻麻 令人恶海 他们难道也在挑选召唤者 如同挑选过物 只有让他们高兴 看顺眼了 才有资格召唤他们 了解他们 约瑟夫勉强露出笑容 想起了林老板本质义正义邪 心里的欢喜也突然打了折口 他打了个冷战 从麻痹的喜悦之中重新提起了警惕 叹了口气 并且想起了至今不知下落的王尔德 林老板笑容的背后 不知道是否隐瞒了这个柜子手的下落 并为他提供了帮助 约瑟夫此时觉得 林介就像是一个牧羊人 微笑注视着世间的羔羊们 不管羔羊是黑是白 跌倒了他都会轻轻浮起 看似和善 实则冷漠 他向林介道辞 回到隔壁书咖 看见其中热火朝天的氛围 心道 长老席的闭关讨论该出结果 等穹顶交会社 也许就是蜜伊塔 核心真正接触书店的时候 遥远的某地 一个身体白色长袍的金发俊美 青年正主的红色十字架 缓缓走在如龙几般的山峰上 一道光芒忽然聚拢在半空 他神情一动 伸出手掌 光芒立刻飞入他的手掌中 融入他的身体 青年神情立刻变得有些精彩 融合的记忆粒粒在目 最后的一幕停留在林介走后 那具米加勒的尸体倒在地上 化作了光点飘散 顺便还有石像鬼趁机 将墙壁上的血迹肉末骨插点 干净地画了 林介 从未出现在历史之中的强者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不过 有趣 他勾起笑容 若有所思 那石像鬼倒像是奥古斯塔斯的手 或许他会知道点什么 奇力离开后不久 就察觉到了书店处传来的强烈以太波动 他立刻想起那个擦肩而过的神秘人 奇力喃喃道 看来那个人是狄非诱 穷顶教会贼心不死 还想挣扎 不过看上去 林先生早有预料 就等着他们来了一网打尽 以林先生的实力 来多少都是送死 贝拉宁神细细感受以太波动 点点头 有秘以塔的人参与 早就埋伏在书店那里 两人不由的对视一眼 感叹道林先生果然料事如神 奇力很快将这件事抛在脑后 回到了陈述商会 属于查普曼家族的分会地点 陈述商会的本部是德鲁伊教士们的神殿 位于诺金之外的森林之中 而三个分会则分别 位于诺金各个方位的边缘处 以中央区为中心 呈现一个三角形的连线结构 便于货物的运输 作为一个由商人成立的组织 其宗旨自然是为商会成员 谋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也包括了收集情报 解决纠纷等等功能 在零散的商人群体当中很有威望 毕竟罗尔资源这种前身 是军队的庞然大物 基本上只收纳精英 和一般平民没有任何关系 想要保证自己的利益 小商人们自然要联合起来 陈述商会由德鲁伊掌控 以物流和拍卖注明 向一般人提供那些正常的商品 向超凡者提供和流通 各种施法材料以及超凡物品 因此德鲁伊教室 其实只掌控了上层 中下层吸纳了很多 不知情的普通商人和工人 来维持运转 两边的渠道是分开的 施法材料和超凡物品的交易 也受到严格的过程 有特殊的保密措施 确保万无一失 三个分会各自由 三个德鲁伊家族找 鹰图腾的查普曼 雄图腾的沃尔顿 和狼图腾的萨皮尔 上层的掌权者 必定是本家族的人 本部实际上都是由 三个家族退休的长者组 负责一些大事的决策 阿兹尔的德鲁伊们 对于血统十分在意 因此像麒麗这样的混血 并不受待见 尤其他还是德鲁伊 和暗精灵的混血 那一身黑皮直接 能把德鲁伊 天然的好感度 拉到副手去 试问谁不知道 暗精灵就是淫乱 和残忍的代表 也因此就算 他向来对付自己的敌人 并不血人 只等导哥来叫 他的外号也照样是魔女 但麒麗如今 已经不会在意 这些窃窃私语的声明 他只需要一个人的认同机构 贝拉 把戴维 赫拉特他们叫过来 暗中行事 注意隐蔽 是 回到分会之中的 启利直奔自己的 副会长办公室 准备召集自己的下属 还有一众 星月城府导哥来将的幕僚 筹划拦截再次运送 往穷顶教会 和康格里夫交易点的货物 因为是秘密行动 所以这次只有 最信任的成员参与 启利特意将那个 之前卧底在康格里夫处 拿到那本人皮书的 那个内线给排除在外 虽然从外表上 完全看不出异常和破绽 但是林先生说也有问题 那就是真的有问题 早在之前 具体的交易地点 也确定了 现在让探子来回探查了几年 尝试潜入境去的时候 却遇见了一个 无法解决的问题 你是说 那地方设置了领地结界 你们没有办法突破 启利咒起梅 康格里夫真是下了血本了 竟然用上了家族的 德鲁伊溺水 就如同野兽 会为自己划分领地一般 领地结界就是一种 高级的结界术法 一般情况下 是在某个地方 准备开辟心领地 防止其他人寄予 提前进行标记和警告 才会施展的固有结界 这种结界施展起来很麻烦 但足以抵挡毁灭级的攻击 只有家族血脉纯正的人 才能通行 掌管着武装力量的 带围攻进地点点头 无奈道 我们虽然知道这结界的力量 也还是尝试了突破 那结界看上去是临时设置的 并不如正常情况下那么强 但是想要破开结界 动静必然非常大 我们的行踪马上就会暴露 起立文言皱眉 先让下属都出去了 贝拉担忧的低声道 汤格里夫这么做 有概率是为了让您亲自进去 好设下埋伏杀了您 如果人皮书 确实是他故意放出您 这就是个陷阱 这么大一个领地结界放在那里 简直是谁都能看得出来的杨某 起立摇了摇头 丧心病狂 他根本就是孤注遗址 把自己的后路都断了 看来他应该也看出来 这次他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 这么明显的查普曼家族秘书 违规使用 一旦被人看出来 等穹顶教会败露 就会牵连到家族身上 家族里的那些老东西 肯定会立刻把他逐出家族 撇清关系 让他自己承担责任 到时候他连最后的庇护都没有 但是如果穹顶教会胜目了 他就能直接以查普曼家族的名义 和前者结盟 拉上关系 到时候一切在握 他就赢了 起立冷笑道 他赌我不敢一个人过去 赌我们的调查将会卡在这个地方 但是不只是他身上 有着商人的赌性 查普曼家族的每一个人 都是彻头彻尾的赌徒 康格里夫名义上是起立的地名 但实际上已经47岁了 他身上可没有精灵血统 也并没有达到 能够延长寿命的超凡护击 作为人类 47已经步入了木色 看上去就是一个高壁破额 颇有威势的中年男人 康格里夫目光沉宁 这一次的交易都不知好吗 下属恭敬回答 不知好吗 老地方 我们会混在血验交易的过程之中 穹顶教会这次订购了大量的材料 还是原来那些品种 大约翻了三倍 真是不缺钱 康格里夫呵呵低笑了两声 其他人也要安排好 对了 听说血验新吸纳了一个成员 是 下属道 是个带着狗的黑巫师 狗 是召唤物吗 是的 什么等级 恐慌急 康格里夫顿时失去兴趣 转而问道 起立还在追查交易的线索 下属道 已经查到了 康格里夫面路因狠之死 这一次 只要他敢来 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康格里夫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 虽然起立在陈述商会分会的地位和势力 仅仅三年时间 就都已经比他多年经营的要隐隐高上一筹 但这一次 他有足够的信心留下这个混血杂种的地位 地位 势力 康格里夫冷笑着 我要让你自己抛下那些东西 想追查货物的交易地点 就得靠你自己身上的查普曼血脉 可 骄傲的一心只想凭借自己力量的小鸟 想要达成目的 却不得不借助那牢笼 他一直知道 查普曼家族当中的人看不起起立 但起立何尝又不比 这些奸华的满腹心机的族人 他对自己身上的查普曼血脉 极度愤恨不懈 甚至不愿意学习 德鲁伊的知识和技能 而这 恰恰就是康格里夫的优势 更何况 这眼高于顶的鸟 根本就不会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穷顶教会 不不不 是血验整整十二个恐慌级 是火箭之路的那位毁灭级 大人还有十个恐慌级的帮手 二十二个恐慌级 一个毁灭级 起立啊起立 你这次插翅南非 康格里夫想像起立那张永远 充满了不懈的脸上露出震惊 恐惧的画面 就不由地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 这是堂堂正正的羊毛 他要做呢 就是激起起起立的好生心 那颗永不服输的骄傲的心 然后 康格里夫目光闪烁寒光 手掌缓缓落落 我会亲自捏碎他 扁压他 康格里夫闭上眼睛 自顾自坐在位置上 畅想了一会儿 未来他干脆起立 拿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地位 将那些倒戈起立的家伙 全都包皮泡进盐水里面 夺得分会会长的位置 然后一路在火箭之路的支持下 一同整个层数商会 整个走上人生巅峰的流程 都已经近在眼前 一切唾手可得 不过 康格里夫忽然睁开眼睛 皱了皱眉 有些疑惑 谢咒大人怎么至今 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回来 不是说他是去接引某位大人物 对付那个书店主人 只要是成 最多一天就能回来了吗 从他知道火箭之路 并被吸纳为成员开始 一直以来作为火箭之路代表 和他联系 下达命令的都是代号血咒的某位大人 两者通过那本人皮书进行联系 血咒大人偶尔也会派遣自己的下属 来和他进行交接 康格里夫并没有见过血咒本人 在进行和穷顶教会的交易之前 实际上康格里夫一直负责的是 为血焰聚会提供安全场所 康格里夫自然不会知道 血咒巫师齐卡库便是血焰最开始的组织者 而齐卡库执行的也是上级的命令 为了挑选合格的发展对象 后来他发现既然能够为血焰 提供安全的交易场所 那么一般的布克为什么不行 如果是成了 作为违禁品交易的中间方 抽取利润将会非常可观 康格里夫一直以来在商会当中 都受到齐利的潜质 查普曼分会大部分的货源和物流线 都被齐利所掌控 他能够获得的利益正在大幅度缩水 连幕僚都快养不起了 这个念头一起 他就遏制不住自己贪婪的心 康格里夫开始自己私下里给布克牵线 发展了违禁品 危险品以及一些明面上不被允许的交易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技嘉雇佣的一个白巫师叫做海武 竟然出售终成烙印解除方法 虽然价格是高的离笔 却还是有人愿意购买 康格里夫也赚得盆满锅满 但他还是在内心感叹这个白巫师的愚蠢 这种杀鸡取卵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真不知道是家庭巫师的生活太优越 还是他本来就没脑子 前段时间听说海武德果然被发现 当场就处死了 不过康格里夫并不在意 他从来不亲自出面主持这些交易 也没有留下痕迹 不过罗尔资源势必迁怒整个陈树商会 之后一段时间必然会开始一场没有险的战争 但是这并没有关系 等我拿到火箭之路的支持 就是我站出来力挽狂澜 带领陈树商会崛起的时候 康格里夫是这样想的 火箭之路 这个神秘莫测的强大组织 才是他真正的后盾 反观那个混血杂种 不过就是从那个书店主人处 得到了一种蛊惑人心的力量吧 这次他就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痛苦 这次和穷顶教会合作的事情牵扯比较大 因此火箭之路那边也派了人过来帮他 保证他有来无回 康格里夫冷哼一声站了起来 吩咐下属准备好 这次交易至关重要 他需要亲自在现场主持 当然主要是为了能够看见起立绝望的样子 血验本次聚会由代号飞龙的一位成员发起 主要目的是为一个新吸纳进来的成员 介绍相关事业 并且让其他成员认识一下 地点在336号街道的一处超凡者经营的 酒吧内一个隐蔽的包厢隔间 飞龙本名邓洛比 加尔是一个恐慌级的黑巫师 主攻造物类的法术 擅长制造缝合馆 参与血验聚会已经很多年了 他带过很多届新人 已经成为了血验内部小有名气的牵线人 信誉非常好 这一次如往常一样 他将会带领一个认识的血验成员 那里介绍来的黑巫师 正式进入血验 要不是西卡多说自己有事在身 你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由我带进去 这次来的可都是资深恐慌级 不是你这样的新进恐慌级可以比的 要注意态度 第一次拿出来交易的东西 最好故意吃点灰 增加他们的好感 不要和他们硬港 否则吃不了多着走的是你 飞龙照例训斥警告了一番 看向跟在自己身后的黑巫师 啊 听见了吗 黑蛇 黑蛇自然就是新人的代号 参与血验的人都要戴上面具 彼此不知道真实身 只用代号相称 那黑巫师穿着黑色的长袍 都冒下是一张冰铁面具 面具后是宛如蛇类的树土 黑蛇的声音有些嘶哑 淡淡地道 听见了 跟在他脚边的白毛大狗 跟着汪了一声 吐出舌头哈气 神情呆呆的特别无辜 飞龙满意的点点头 突然叹了口气 到底你是蛇人血鬼吧 嗯 我看得出来 你这装扮 是在模仿那位黑灵的无面人对吧 黑蛇脚步顿了顿 看向飞龙 后者一脸遇到同好的默契表情 黑黑怪笑 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 其实我的偶像 也是王尔德 代号飞龙的黑巫师更落朴 加二 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野巫师 也就是最被重视传承的 正孔巫师们鄙夷的那种 他没有老师 没有传承 现在所学会的法术 都是东拼西凑或是偷学 或是直接用掠夺记忆的法术 抢来的 甚至有自己融合了一些 特殊语言自创的法术 换个仙侠一点的说法 他是个无门无派的散秀 他本人 就像他擅长的造物学一样 是个缝合怪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他能够在一切自学的情况下 依旧超越一众学院派巫师 成为一个实力强劲的恐慌级巫师 毫无疑问是天赋 努力与运气并存的 或许让他有一个正经的老师 他的成就会远超现在 但也有可能扼杀了他那种野蛮生长的偏心 导致他像那些毫无特色的学院派巫师 一样凝然重人 不过实际上 当加尔还是异常级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更高级的巫师 向他抛出橄榄枝 想要把这个有天赋的野巫师 变成自己的弟子 但是野巫师对于那些 直接从老师或者一些巫师学校当中学习法术 同时缺乏实践的温室花朵 也十分鄙视 根本不屑于和他们为伍 而且当时就已经摸进血液之中的加尔 也并不觉得这些人真能教自己什么 他那些博杂的法术 我飞龙加尔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不 然后被那些恼羞成怒的高级巫师疯狂追杀 当然 等他通过血液之中的交易 慢慢积累突破到了恐慌级之后 那些曾经追杀他的恐慌级巫师 也相继被他反杀 能当他老实的人就基本不存在了 但也不是没有 血液的原始幕后创立者之一 名为奇卡库的毁灭级黑巫师 也曾经享受他进自己的巫师军团 并不惜自爆身份 但加尔依然拒绝了 不过这次方式就委婉了很多 毕竟毁灭级这个 是真打不过 好在奇卡库本身就有自己那一整个巫师军团 根本不缺人 看中这一个小小恐慌级也只是心血来潮 没必要自降身份 非和他过不去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加尔自己也很遗憾 但是他并不后悔 因为从他成为黑巫师 选择主攻的法术方向开始 就有着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了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王尔德 永远低神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这个是在模仿王尔德 虽然我至今还没有机会亲眼见过他 不过这个打扮我很熟啊 非龙几眉弄眼 虽然隔着面具 但依旧能看出来他的兴奋 可以想象他刚才如何压抑着 自己遇到同好的激动心情 故作严肃地进行例行的警告和规矩讲解 作为一个常年在底层摸爬滚打的野巫师 非龙并没有巫师固有印象当中的高冷 优雅之类的东西 在艰难的底层环境当中 没有任何依靠和后台 为了更进一步 他什么手段没用过 整个人圆滑的步行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技能熟练的一批 如果不是这样 他也做不成这个左右逢源的牵线人 这个黑袍 经典 正统黑巫师就该穿黑袍 荆棘图腾和祭刀式绝配 作为黑皇帝奥普斯塔斯的弟子 王尔德才是真正的古老的黑巫师正统 那些所谓学院派 一打就垮 简直就是一群智者 非龙提起面前新人黑袍肩膀上的一个角 赞叹道 完全忘了自己分世嫉俗时候 对于所有正统巫师的 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双标 你里面穿的是正装对吧 对吧 精髓 这细节太还原了 王尔德就是这样一个优雅的老绅士 杀人就像是一场仪式一样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会失去风格 非龙语气羡慕又向王 我听说 就算是和约瑟夫战斗的时候 他也没有一丝一毫事态 真是太强了 还有这个面具 也太标志性了 我记得王尔德他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传说他早年还是恐慌级的时候 和一个毁灭级结仇 虽然逃脱了追杀 却毁去了整张脸 为了遮掩容貌 所以戴着面具 后来虽然已经复仇 但为了铭记着仇恨警醒自己 所以再也没有摘下来过 非龙兴致勃勃地点评面前 这个新人靠着王尔德的打扮 顺便如数家珍一样 细数着黑灵的无面人的生平事迹 黑蛇站在原地任由这家伙指着点你 眼神带着点古怪 他这次过来 几乎没有任何掩饰 自然是因为王尔德在大多数人眼中 早在两年前就死于约瑟夫手下 如此大摇大摆 反而没有人会怀疑他真的是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伪装气息之后 碰见的人多半觉得他在冒充 或者是王尔德的崇拜者 不过没想到 竟然能遇上真正的王尔德粉丝 而且你还是蛇人血统 这真是天然的优势 非龙一副羡慕对方可以和偶像贴贴的语气 无故遗憾地道 就是你这条狗也太突兀了 完全把整个气质都弄没了 哇 白毛大狗差那天低吼一声 露出不善的眼神 你才突兀 你才没气质 非龙心中一记 感觉好像被什么恐怖的东西盯上来了 但是马上又不见了 他眼皮直跳 看着突然又恢复卖萌姿态的大白狗 心里警惕起来 这个新人好像不紧张 但表面上他只是哈哈笑笑 竖起大拇指道 不过这狗一看就品相不凡 潜力很大的哈哈 黑蛇伸手摸了摸狗头 只是淡淡道 他叫格瑞迪 非龙见他好像不怎么想和自己 谈论一下偶像王尔德 只好归结于可能对方性格内向闷骚 穿着这一身 Cost服已经十分羞耻 并不像在当众处刑 非龙加尔表示理解 咳嗽了两声 指着前面的门 恢复了严肃的语气 道 好了 这里就是这一次血验聚会的地点 我等一下会把你介绍给他们 黑蛇点点头 他已经感应出了 门内那十个恐慌级的血验参与者 但除此之外 却还有另外十个恐慌级 以及一个 毁灭级 还是个老熟人啊 他微笑道 起立推开舞池之中群魔乱舞的人群 走向酒吧二楼 虽然他的动作非常大 穿着幼女体型 在这种灯红酒绿的成人环境之中 也十分可怨 但却没有一个人看下他 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一样 心灵善应的进阶形态 心灵改写 心灵善应仅仅只是 林先生给的那本书中 所记载的第一阶段内容技能 让别人下意识地对施展之人 产生正面情绪 在这么多年的锻炼下 他的心灵善应早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等级 也即对恐慌级造成影响 但这时候也已经有些勉强 往往需要单独对这个恐慌级试着 交谈多次才能生效 而毁灭级 他没有试过 不过实际上也不敢尝试 这要是被发现可不是说笑的 他坐上副会长的位置 就是心灵善应最后的成果 在网上就得靠他自己的手段 而现在 起立已经初步掌握了第二阶段的心灵改型 这一次 就不再是单纯地在言语引导下产生正面效果 而是能够在自己身上 设下一个辐射型的心灵立场 设置一个概念 随后就可以改变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 这种看法 是意识层面的认知 心灵改写的能力越强 能够改写的概念就越离比 例如现在 他设置的概念是不存在 别人就会直接把它当作不存在 有时候 真的难以想象林先生到底有多强 起立心中感慨着 这种直接改变别人认知的能力 已经开始接近规则了 毁灭级都不一定能够做到 恐怕只有神明级 才可能触碰到这个领域 但在林先生这里 只是无数书籍当中的一本 可以随意送人的一本吧 康格里夫 这是你自己教给我的机会 起立看着面前的包厢们 停下脚步 深呼吸 他知道包厢里 一定会有超乎他想象的力量埋伏着 康格里夫如果不不下天罗帝王等着抓他 那他就真的蠢到无可救药了 得抓紧时间 心灵改写的力量支撑不了多久 他必须快速把证据录下来 并且毁掉那些交易物 然后再用最快的速度逃跑 有一点你说错了 飞龙听见身后的黑蛇说道 王尔德并没有复仇成功 毁掉他整张脸的人逃跑 到了连王尔德也找不到的地方 躲藏了数十年之久 飞龙一愣 然后心里哼哼 探上去一副不想讨论的闷骚样子 实际上还不是憋不住说两句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一场 紧张激烈的王尔德同好讨论会 这件事情确实有不一样的说法 或许只有见到他本人 才能问出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飞龙叹了口气 不过王尔德本人现在还在失踪状态 约瑟夫悬赏两年 都提价三四次了 还是没有人找到 黑蛇慢悠悠地道 说不准人已经死了 飞龙不屑地道 不可能 王尔德是什么人 更何况连约瑟夫都认为他没死 我们这种粉丝怎么能自己泄气 他越说越激动 但是想起来现在是什么时候 摆了摆手 冷静下来道 算了算了 等这次血验结束 我再和你好好说道说道 飞龙本来以为 面前这个闷骚不会阴蛇 但谁料黑蛇 却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他一下 点头道 确实 等事情结束 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飞龙大感欣慰 觉得是自己的热情 打动了这个看上去 十分冷漠的同好 十分得意地推开 这走廊尽头的包厢门 门内 剩余十个恐慌级的血验参与者 早已在等候了 以红色金边的桌布 铺就的长桌 就如同铺满的鲜血 上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 边上各放着十二个金色的精美酒杯 仪式感十足 那十个参与者正看向这边 各自戴着不同的面具 嗨嗨 好的 现在人都到齐了 飞龙带着新人走过去 道 我先向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刚刚加入血验的新成员 代号黑蛇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相处 各自交易到需要的东西 另外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需要完成 他走到长洲最前面 道 我想各位都已经察觉到了 这个包厢是能够通往隔壁的 而隔壁现在也有至少十个恐慌集在等待 当然 他们不是敌人 而是这次的盟友 盟友 那十个人中有人提问 这次血验是有任务的 飞龙点点道 相信各位都知道 血验一直以来都是靠纯术商会安排交易地点 这一次 我们的赞助方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想要大家帮忙 当然 大家放心 我们不是主力 主力在隔壁里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报酬呢 如果没有足够的代价 可请不动我们 不能让我们白打工啊 出声调碳的人向后扬倒 靠在椅背上 飞龙尽职尽责地说明 等下如果发生什么 只需要帮忙封锁住包厢四周 不要让人逃脱即可 不过相信大概率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至于报酬 等下不管怎么样 成功还是失败 各位都能任意挑选一件 陈述商会再售的恐慌及超凡物品 而如果成功 则再加一张半年期的五德卡 怎么样 余下人面面相去 纷纷点头 对于这个任务的报酬十分满意 那个靠着以备的人又说道 好吧 赵立星人先来第一次交易 你的东西呢 他看向代号黑蛇的心愿 目光落在那条白毛大狗身上 不会是这条宠物小狗吧 可爱倒是很可爱 但是似乎并没有什么价值 众人脸色都很微妙 黑蛇走上前 从斗篷里掏出了一本书 高高举了起来 众人定睛一看 封面上写着 诗诗教典一 有个字 黑蛇以虔诚狂热的语气说道 我要向你们介绍 伟大的血肉福音书的传播者 诗诗教典一的撰写者 世间至高 至善 至强 无等仁慈的天赋和救主 书店之主 林先生 他的兜帽随动作落下 露出带着冰铁面具的脸 花白的头发 还有那一双暗绿色的阴冷舌头 王 王尔德 包厢内的人目瞪口呆 指着他说不出话 飞龙哈哈笑了笑 安抚道 他只是打扮相而已 怎么可 他话音未落 就被那轰然爆发的毁灭及气息给掖住 当时整个人都傻了 目光呆滞的看着那个戴好黑蛇的心愿 王尔德露出优雅的微笑 把玩手里的祭道 十分绅士地拘了一躬 来来来 我们来做一场交易 用你们的信仰 换你们的命 那白毛大狗裂开血盆大口 一直延伸到嘴角 耳后乃至身体 就像是翻开皮囊 内里全都是乱舞的短触手 和锋利的一圈圈地尺 咕噜一声 里面如动的血肉团迅速膨胀 拉长 碰 餐桌被砸断 哗啦 餐桌上的所有东西都掀翻 那十个恐慌及恐慌的满地乱爬 精巨地贴到墙角 最后那白狗 变成了盘踞在包厢内部的庞然大物 如同狼一般的头骨 被肉柳一样的皮膜包裹 破碎的皮毛 只有零碎地挂在身上 裸露得如刀锋般的脊柱 顶着天花板 数不清的肢体疯狂扭动 一只只硕大的眼球 贪婪地盯着在场所有人 不 不不 有一个面具都下掉了的 恐慌疾疚疚疚疚疼 两腿颤抖 裤子滴答滴答地躺着骚黄的水 竟是直接吓尿了 不愿意 王尔德神色异冷 格瑞迪的其中一根肢体 瞬间刺穿了这家伙的下落 穿过脑子 从天灵带戳出来 把人提了起来 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双眼暴突 死于非命 咔嚓咔嚓 房间里安静地只剩下了 大口呼吸的声音 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 剩下那些血验参与者们 战战兢兢地站在原地 一动也不敢动 看着面前那庞然大物 将那个倒霉蛋 像是吃烤肉串一样 塞进嘴里脚子 鲜血撒了衣 他们原本还打算 尖叫球员的也历史竞盛 生怕面前这个疑似 王尔德的残忍 黑巫师再来一句 你也不愿意 然后把他们也杀了 能搭上血验这条线的 绝没有一个人物是单纯的 他们又不杀 都是人精了 哪里看不出来 这个家伙根本不在乎 他们说的是什么 只是在杀鸡井猴而已 至于这只鸡是叫 还是没叫 叫的是什么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其他人 看看拒绝的下场 是什么样子 他们刚才也只是 被这猎奇的一幕 给冲击的有点 大脑一片空白 李智暂时有点掉血 现在看见这个人 被当场戳成肉串的场 果然瞬间就清醒了过来 回来的李智告诉他们 实实误者为俊杰 信 信了 您说什么我都信了 最悚的一个 已经当场小鸡灼米一样点头 认下了这个此前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天赋与救助 然后铲笑着看向王尔德 王尔德看了他一眼 露出了一个 合格传道者该有的 和善笑容 招了招手道 很好 那你过来吧 那个家伙立刻狂喜 露出了绝处逢生的表情 屁颠屁颠跑到王尔德身前 道 我叫多伊尔 是一个猎人 从现在起 就是林先生的忠实信仰 您有什么事情随便吩咐 我一定完成 虽然他不知道 这个林先生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威能竟然让王尔德信仰 但是为了自己的小命 让他信非天一面交都行 然而多伊尔没有想到 自己这句话 本来只是客气一下而已 谁到这面前的老者 看了他一眼 啊 正好 我确实有一件 你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多伊尔脸色一强 阿娜自己多嘴 随后勉强露出谗媚的笑容 您尽管说 我保证做好 王尔德把手里的书递了过去 道 看完这本书 多伊尔小心翼翼地接过书 先看了眼书皮 感应了一下这书 看上去并不像是 什么魔怪伪装的 又看了看王尔德神色 确认他是认真的 顿时松了口气 呼 他心道 早说嘛 看一本书而已 面包真是白死了 面包正是那个 已经葬身犬腹的家伙的代号 从他的死法看他的代号 倒是别有一种讽刺的意味 但还好我不用死 说不定还能搭上 王尔德的大腿 这可是回猎级的大巫师 没想到他当年没死 反而似乎得到了什么机遇 多伊尔心中思存着 十分高兴地翻开了那本名为 《诗诗教典一》的书籍 但随即他高兴的神情 就凝固在了脸上 眼前书中的内容 宛如深渊一般 令他几倍窜上一股寒意 大脑颤抖 仿佛感觉到四周 由无数之手 在将他拖进 无穷无尽的黑暗和恐怖之中 其余几人看看见 多伊尔只是被叫过去看书 心中也各自想法各异 但松了一口气肯定是真的 看样子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王尔德 那么也许他没死 靠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林先生 也是因此 他成为了林先生的信徒 再帮这个诗诗叫传播信仰 传播信仰 就需要人来当信徒 而死人是没有办法成为信徒 所以他们有机会活 这个认知一产生 就让他们心里原本的绝望消散了一些 然而下一刻 他们就看见捧着书的多伊尔神色 渐渐狂乱争鸣起来 眼球布满了血丝 凸出来大半个 瞳孔乱转 喉咙里发出可怕的呵呵声 他捧着书的手颤抖起来 就像看见了非常可怕的事物 但是目光却无法离开书页 他的脖子上 青色的血管也开始暴涂 像是爬满了未知的生物 多伊尔突然诡异大笑起来 神情却愈发痛苦 哈哈哈哈好可怕 救救我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过来啊哈哈哈哈 我哈哈 我主 哈哈哈哈 哼 笑声戛然而止 多伊尔整个头颅直接爆开来 剩下所有人神情僵住 眼见的人还能看见 那血淋淋的脖子上 似乎还舞动着一些 气场的如同短短触手的东西 就好像那些血管都活了过来一样 死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 背后寒一森森 王尔德目光冷漠地看着这 从无头尸体手中将书拿了回来 淡淡地道 这件事情你必须完成 因为不完成 你就死了 他的目光投向了其余人 你们呢 愿不愿意 我没有那么多内心 剩下的人文言勃然色变 那个之前调侃过个格瑞迪的家伙代号叶子 此刻眼神阴沉 心里破口大骂 已经不相信对方是打算传教了 好 这不信死 信也是死啊 谁相信这是在传教 就是单纯想要玩弄他们 在死前还要让他们体会深深的骨鞠罢 这家伙绝对就是王尔德 只有那个残忍暴念 杀人无数的疯子 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听了 可惜叶笋刚刚往前走了一步 那快如闪电般的触手 已经直接将他的腹部动穿 他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 怎么会这么乱 叶笋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怪物的外貌代表了什么 空 空瓶之朗 哭 他一口血吐出来 脸色灰白 两个毁灭疾 这还打个鬼 王尔德伸手把书翻开来 放到了叶笋的面前 那些触手配合地把叶笋的脸夹住 让他只能看向面前的书页 啪哒 这次的信徒比较走运 承受住了灵先生的蚊子 只是两眼翻白失去意识 可能理智有点失常 但至少人没有什么事情 王尔德微笑着 看向瑟瑟发抖的其他人 现在该你们了 其他人完全绝望了 这到底是什么书 什么天赋和救主 这根本就是邪神吧 虽然他们大喊不要不要 但却无计可施 一个个轮过去 最后九个人里 只有三个人完好无所 至少外表完好无所 这下 整个房间里唯一一个 还算体面的 就只有牵线人 飞龙邓洛普 加尔 他现在完全已经猛低了 哆哆嗦嗦地贴着墙地 看向越来越近的王尔德 颤声道 我 我愿意 但是我有一个疑愿 不不不 愿望想实现 王尔德呵呵笑道 无等全知全能的主 将会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那个 能不能要的签名 加尔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本子 一只 王尔德看着面前递过来的本子 和不知可否 反而问道 你的真名是什么 飞龙现在又紧张害怕 又兴奋激动 紧张害怕 当然是因为旁边一直在游异 好像随时都会突刺过来的触手 压迫来狮子 那巨大肉团中央若隐若现的 争鸣狼形头 还有一个个紧盯着他的眼珠子 总让他想起来 自己刚才是如何对这条白毛大狗 评头论子的 之前一闪而过 察觉到的危险感果然是真的 他现在只能庆幸 自己随机应变的本领恋到家 刚才勉强挽回弥补了一下 否则现在恐怕直接就要被咬死 虽然现在也离死不远就是了 而兴奋激动 自然是因为多年来 心心念念的偶像就在眼睛 不足一米远的地方 绝对的近距离接触 他还问对方要签名吗 不仅如此 还亲眼目睹了王尔德出手的话 那种优雅的风度 和杀法果断的身姿 和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现在飞龙的心情 和演唱会前排和偶像握手的粉丝 有了一批 幸福的帽炮 此外 他心中还有一丝尷尬 他之前非但没有认出来 还把对方当成了 帽牌打扮的王尔德崇拜者 说了很多怪话 这固然都是他的心里话 但是他梦想当中 和偶像见面的场景 绝对不是这样的 每一个真正的粉丝 梦想着和偶像见面的场景 当然是用自己最强最完美的一面 引来偶像感兴趣的目光 然后说一句你很不错 哪里会是这种乌龙场景 飞龙心头羞耻无比 他还想对方不搭理 他是因为不想公开处行 结果到头来是他自己公开处行了 恨不得当场自杀出卖 但是死归死 签名一定要求到 抱着这样的心态 飞龙发现自己竟然被偶像问了名字 激动得难以自识 立刻回答道 邓洛布 邓洛布 加尔 王尔德又问道 已视野无视 飞龙一愣 是 你怎么知道的 王尔德似笑非笑 你之前对学院派很比一样 飞龙连忙摇头摆手 没有没有 学院派个个都是人才 我目光短浅胡说八道 你既然对我的生平事迹那么了解 那么应该知道我之前有过两个地理 学院派 飞龙不知道偶像怎么突然提到了自己的弟子 但是他能明显感觉出来王尔德勇气不善 神情也十分可怕 完了 他欲哭无泪 心想这是秋后算账 虽然他刚才把王尔德恨夸一顿 但是却把对方的两个弟子给骂进去 加尔老早就听说过 王尔德虽然性情冷漠残暴 但对于自己的两个弟子非常好 秦童父子 他骂对方两个弟子是智诚 这不是找死吗 加尔面色沉斗 万万没有想到 他自诩处世元华 却在这里翻了车 算了 能死在偶像手下 死得其所 王尔德道 我前半生的经历都在这两个弟子上花完了 除了研究法术 就只有教导弟子这件事情 让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 因此我不会再受第三个弟子 别说了 我知道您对弟子的看重 加尔面如死灰 神情如丧考彼 感觉自己必死无疑 唯一关心的事情 只有自己能不能拿到签名这回事 他小心翼翼地举了举本子和饼 您看 签名 王尔德看了他一眼 把本子和饼拿了过来 然后在加尔吸气的眼神当中 撕下一张纸 签上了自己的筋子 递了回去 加尔欢天喜地接过来 刚拿到手里 那张纸就瞬间燃烧起来 变成灰烬缠绕在他身上 然后消失不见 加尔一落 虽然无法判断这具体是什么效果 但他能够感觉出来这是契约类的法术 真名契约 王尔德解释道 我缺一个助手 你以后跟着我吧 加尔先是呆住 然后不敢置信 再然后狂喜 看到四周的触手都撤走了 这才如梦初心 跟上转身的王尔德 搓搓手道 那那个书我不用看了 当然 飞龙刚刚露出一丝喜色 就被书液贴到了脸上 顿时转变为惊恐 王尔德接着道 不可以 起力被包围了 事情比他想象的要更加棘手 已经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了 他没有想到康格里夫 竟然能找到毁灭级的帮手 一个失踪了很多年的毁灭级猎人 从前曾毁去王尔德面容的 毁灭级猎人哈普 真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老鼠 那个浑身都包裹在绷带当中的 瘦削人形勾搂着被打人他 绷带缝隙之中 不断地渗出黑色宛如石油一样的液体 脸上露出一双狭长的新红色眼睛 手里拿着两把造型奇异的弯道 上面布满了不知道是血迹 还是锈时的痕迹 他张开嘴巴 伸出细长分叉成三根的舌头 红刀身上舔尸而过 看向起力的目光十分贪婪恶心 起力被四个恐慌级围困在中央 在刚才的乱斗之中 有三个恐慌级被他用心灵扇印控制 又加上心灵改血 让他们自相残杀 此刻剩下六个人都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如果没有面前这个毁灭级存在 他这一趟将顺利无比 可惜 康格里夫从阴影之中走出来 哈哈大笑道 起力 没有想到吧 起力紧名嘴唇 一言不发 你以为只有你聪明吗 康格里夫得意的道 你不是很能算计吗 不是觉得我很愚蠢吗 怎么样 我现在就给你十分钟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逃脱 你在等谁来救你吗 康格里夫目光细血 俯视着起力 道 是你那个漂亮的女巫 还是那个听说很厉害的书店主 全知全能 呵呵 你看他现在知道了吗 不如你试着喊一声看看 他会不会飞过来救你 他笑得前仰后合 然后模仿起力用尖细的声音喊道 哎呀 林老板救我 林老板快来救救我 连通隔壁包厢的整面墙轰然倒塌 肉块 肉团 触手蜂拥而入 庞大的怪物瞬间侵占了所有人的事 像是一条血肉大蛇 盘踞在了两个包厢之中 刷刷刷 四个恐慌疾没来得及后腿 就被触手贯穿 做成了串串 而一个身穿绅士西装 带着漆黑冰铁面具的老肘踏着烟尘 此时缓缓走了过来 走到了康格里夫的面前 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人说了 林老板 王尔德伸手掐住康格里夫的脖子提了起来 你说了林老板对吧 但你似乎并不是书店的布客 康格里夫惊恐地扭动挣扎 大喊道 哈破大人救我 什么林老板 什么鬼书店 我当然不是他的布客 不是 王尔德眯起眼睛 一双舌头在面具后面显得格外阴森 这语气只是单纯的疑问 毕竟这种正好在作为林老板忠实信徒的他面前 替被围攻的人喊林老板救命 还当着他的面诋毁书店的人类迷惑行为 他也是第一次遇见 但是在旁人看来 却自带一股凉嗖嗖的寒意 毕竟要是有一个人浑身鲜血水 直凶气站在你面前 不管他说什么话 你都会觉得非常可怕 康格里夫自然害怕极了 他经怒交加 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怎么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突然冒出来一个敌人 只差一步 只差一步啊 他只差一点点 就能够杀死其力了 此刻的康格里夫 无比痛恨几分钟前 那个洋洋得意的自己 如果没有多话 如果没有多给那几分钟时间 也许现在他已经胜利了 但不管他现在是多么的傲伙 都没有办法穿越回去 此刻他唯一能做的 就只剩下了求救和妻斗 而此时此刻 当隐约看见那些触手 尖端挂着那些血咽参与者的残片 脑子里面嗡嗡作响时 才突然明白过来 自己刚才说了什么胡话 这家伙明显就是书店的人了 这话说出来岂不是找死 不对 康格里夫大喊一声 我 我是 不管是不是 他现在拖延一两秒的时间 踏破大人就有机会救他了 王尔德果然因为他的话 而稍微松懈了手里的力量 笑眯眯地道 那你说说 你对无等伟大的主灵先生怎么看 我又没见过他 怎么知道怎么看 但是我敢肯定 这一定是一个穷凶极恶 邪恶无比 凶残暴力的家伙 能够预示这种恐怖玩意 只能是邪神 再不济 也是邪神的走狗 康格里夫在心里恶狠狠地道 然而表面上 他依然得做出一副虔诚的样子 露出勉强至极的笑容赞美道 那必然是伟大的 全知全能的 他完全按照过往知道的一切 能想起来的现存宗教 对于神明的赞美词说了一遍 简直把这个灵先生夸得宛如是世间至高神 康格里夫一边战战兢兢地说道 一边在心中想着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 安慰着自己内心的恐惧 毁灭级的哈珀大人一定可以救他的 一样都是毁灭级 至少应该能打成平手 到时候他只要能够逃跑 就还能东三再起 他有血验这条线长期的合作关系 他还是陈述商会查普曼 分会第二有力的掌握者 火箭之路培养了他这么多年 一定会再派人支持他 只要他能够出去 然而康格里夫怀揣着这样的希望 把嘴巴都说干 沙哑着嗓子几乎已经快要说不出话来 也没有等到哈珀来救他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直到消失 这才发现四周无比的寂静 非但没有来救他 甚至没有了声音 康格里夫瞬间毛骨悚然 睁大眼睛看向王尔德 对上一双戏谑的眼眸 你在等他来救你吗 王尔德讥笑地放开手 格瑞迪的触手蜂拥而上 将康格里夫控制住 转向了另外一边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被对着哈珀的康格里夫 此刻终于看见了他心中救命稻草 现在的模样 格瑞迪已经占据了整个包厢 到处都是他的身体和扩散开的细长触手 整个房间就像是一个血肉铸成的巢穴一样 不断地蠕动着 他的狼形头颅身长 像是蛇一样在半空中摇晃 而哈珀就在那巢穴之中 被触手团团包裹 他瘦长的身体被无限嚼紧 像是一块被拧挤出所有水分的抹布 从绷带的缝隙当中 涌出大量的黑色石油般的液体 还有一些触手直接插进了他的身体 像吸管一样瞬息着他变异的血肉 哈珀作为猎人 注射的污秽之血来自无形之子 是一种不定型的黑色罐 外层的绷带其实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人形 于是此刻 他真的如同麻花一样扭曲了 嘴巴里也同时塞进去了好几根触手 说导致他根本无法发出声音 只有从通通的双眼之中 才能看出来他此刻到底有多痛苦 他痛苦到 甚至朝康格里夫投来了怨恨的眼神 就好像在说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下场 王尔德低笑道 我已经追杀了哈珀快二十年了 本来呀 我都已经放弃了 打算就这样饶他一命 毕竟他藏得真是太好了 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但是你这一句话 又把他送到了我的面前 说话间 曾经的传奇老猎人哈珀 已经变成了一长条干扁的黑色石块 大块朵移的格瑞迪 像是嚼辣条一样 把这个毁灭级撕碎吃掉 有一点康格里夫想的太错了 毁灭级和毁灭级之间的差距 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么多年来东躲西藏 为火箭之路卖命的哈珀 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就直接成为了格瑞迪的盘中餐 对了 我知道你并不是书店的顾客 之所以问问你看法 只是想让你在死之前多点希望 也顺便再听几句夸林先生的话 让我高兴高兴而已 康格里夫瞬间崩溃了 他疯狂摇头 替四横流 不要 不要杀我 不能杀我 我背后是血液 是层树伤会 是火箭之路 你惹不起他 不要杀我 你会后悔的 王尔德呵呵一笑 让格瑞迪把康格里夫杀死 但就在这个时候 几个新的气息波动突然出现 王尔德警惕地看向出现在房间内的警 眯起了眼睛 又是毁灭级 没错 通过传送法术传送过来的人之中 竟然又有一个毁灭级 那人刚显露出轮廓 康格里夫便生死历劫地大喊道 陆大人 救救我 救救我 我为火箭之路立过功 卖过命啊 显然 这也是一个火箭之路的成员 并且曾经和康格里夫接触过 活躁 那个带着北地人种特征的人呵斥一声 他的装束更像是武师傅 看向王尔德就要拔出场剑 康格里夫再次有了希望 悉际地看向这个陆性毁灭级 王尔德也严阵以待 这个毁灭级和哈破不可比 然而下一刻 陆性武士身上出现了通讯法术的波动 然后他脸色一变 挥手道 输电与火箭之路达成交易 上头命令不再支持康格里夫 撤 所有人听从命令全部快速撤退 消失不见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康格里夫整个人都傻了 火箭之路的援军来了 然后又走了 甚至不算是有过停留 怎么可能 输电不是敌人吗 火箭之路为什么会撤退 为什么会和输电达成交易 如果输电不是敌人 那谁是敌人 输电不是敌人 是火箭之路的盟友 但我却把输电当作敌人 难道 是我 原来我才是我自己的敌人 门口取证 格 格瑞迪宝餐一顿 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庞大的身躯获得了更多的能量 尤其是来自哈勃的污秽之血 让她的身体上也多出了些许黑色的纹路 变得更加灵活了 她收回自己的所有处置 变回了白毛大狗的样子 无辜地砸着乌黑的痘痘眼 吐出舌头蠢蠢的哈吉 王尔德走到了奇力的跟前 那么小姑娘 你是输电的顾客吗 奇力从刚才就一直在旁观 围困她的几个恐慌 其被格瑞迪做成串串吃掉之后 他第一时间就跑到了角落里 免得被战斗波及 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的反转 他心里砰砰直掉 毁灭级之间的战斗可是很罕见 一般人一生也就能看见一次 因为目击的瞬间 可能人也就没了 虽然整个房间都差不多 已经被那头庞然大物占据 但不知道是不是王尔德适应 格瑞迪还在角落里 留了个空白的地方出来 奇力跑到角落里蹲下暴头 就像个巧克力蘑菇似的 紧张地看着房间中央 但这场战斗 双方之间的战斗力差距有点大 奇力并没有看见 预想之中的天崩地裂画面 那个叫做哈破的毁灭级猎人 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 第一时间冲上去贴近王尔德 按照奇力的一般认知 猎人打巫师 一般情况下都是得抢先进攻 争取贴身肉搏的 毕竟正常情况下 巫师都是不擅长近战的瘦弱体质 猎人自然是要用自己的优势 抢攻对方的劣势 如果距离拉开 同等级别的巫师盛面将会无限放大 当年学院派出身 年少无知的王尔德 就是因为这样的疏漏 导致被哈破禁身 虽然躲过了致命伤 却还是被生生撕下了一张脸 有了无面人这样的称号 但是如今同样的两人 几乎复刻般的对峙 哈破却再也没有了前冲的勇气 他非但没有往前冲 甚至开始颤抖 惶恐地后退 哈破回忆起了一直深埋在心中的恐惧 后来成长起来的王尔德太过可怕 就像是拥有理智和智慧的野兽 有着比猎人更疯狂 更残忍 更执着的性格 将他追杀的像是一条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丧家之群 最后只能在陌路之时 寻求火箭之路的避物 成为了给这个组织卖命的一条狗 他在暗中藏匿狗活了那么多年 从没有任何一刻想过 用火箭之路的力量去改变这一切 去向王尔德复仇 就是因为王尔德把他的兴起都杀末了 现在 当哈破又一次见到王尔德 他的本能依旧是逃跑 而就是这个举动 让王尔德失去了最后一点叙旧 和亲手杀了他的想法 直接让格瑞迪动手算了 就这样 一个毁灭及平静地死在了奇力的面前 他不由地待了待 意识到王尔德的力量 恐怕已经接近神明极了 甚至可能已经达到了 这个曾经被约瑟夫打败 失踪了两年的黑巫师 非但没死 还因为某些契机更强了 而这个契机 就是书店 奇力双眼发亮 有种奇妙的他相遇固知的感觉 用力点点头道 探查康格里夫和穷顶教会之间的秘密交易 也是林先生的意思 奇力将事情的来龙去卖讲了一点 他还是第一次和书店中的其他顾客面对面 不免心里有些好奇 不知道王尔德从书店里得到的是什么书 而且他称呼林先生为五等的天赋和救助 看样子貌似是林先生的信徒 这就说明林先生似乎和什么教派有关系 难道这才是林先生的真正身份 奇力越想越心惊 但又十分兴奋 感觉自己似乎接触到了灵界的另一面 原来如此 王尔德点点头 露出微笑道 你还比我早了一年接触书店呢 看来是位小前辈 奇力连忙摆手 有些拘谨地道 您言重了 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能够遇见林先生才是我一生最大的信仰 您的事迹我早就听说过 不管从哪方面看 您都是我的前辈 这可是毁灭级的存在 奇力心里清楚得很 他跟自己客气是看在林先生的份上 要是真跟他不客气 下场恐怕就和哈破一样 这个和蔼的老先生 刚才还眨眼间连杀十多人 包括一个毁灭级 现在就心平气和地跟人谈笑风生 足见他的性格到底如何 王尔德文言看向奇力的眼神 慈祥了许多 我本来只是为了混进血焰 以传播林先生的著作和思想 就像你的任务一样 这也是林先生教于我的任务 他指了指被打通的另外一面 奇力望过去 才发现地上躺了不断抽搐的刺的人 应该就是被他传教的对象 我一开始并不想管这边的事情 但康格里夫那句话 加上感应到哈破的存在 让我改变了主意 王尔德伸手从一地狼藉之中 翻出了一张契约 一份账本 还有一枚宝石戒指 交给了奇力 奇力接过来道了声谢谢 发现正是康格里夫 与穷顶教会签订的交易契约 账本中记录的是 血焰每次的交易记录 然而镶嵌着小颗贤者之时的戒指当中 存放的则是那些被偷运的围禁品 我知道 哈破是您寻找了很多年的仇人 他感叹了 真是太挑了 说完 奇力忽然一愣 这真的是巧合吗 王尔德是因为要帮林先生传教 所以混进了血液 他则是因为帮林先生查找穷顶教会 制作圣月岛的证据 以及想要乘机扳倒康格里夫的目的 所以潜入了交易现场 结果正巧 康格里夫竟然同时也在帮助血焰 提供交易场地 于是两边正好碰头 而那些突然冒出来的来自火箭之路敌人 本来对于王尔德来说也不容小觑 但却因为书店和火箭之路达成交易 而瞬间撤退 看来你也意识到了 王尔德意味深长地道 我来之前 林老板曾经专门来找过我一次 用命运硬币救了我一命 并且对这次行动进行了占卜 结果正是幸运 于是我幸运地在这里找到了 追寻数十年卫补的哈勃 而我记得 厄运硬币一直存放在陈述商会 起立如遭雷击 感觉思维中一道闪电滑波 一切都连了起来 他深呼吸 道 没错 装修新店的那次 我让管家将厄运硬币 作为礼物送给了林先生 我虽然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到输点 但管家说林先生好像未卜先知一样 同时让隔壁本来音像店的老板 现出的幸运硬币 合成了命运硬币 这就对了 王尔德显得有些兴奋 眼睛里全是狂热 林先生用你送的礼物 让我来救了你 同时让我找到了多年仇敌 又保证我们各自完成任务 你的证据 我的传掉 并且和那个火箭之路达成了交易 三方布局 这一切都是林老板的计策 抽丝剥茧的一环套一环 无法想象 不可思议 两个书店的顾客对视一眼 同时感受到了林剑那掌控一切 神鬼莫测的智慧 太强了 麒麗忍不住感叹道 原来从我打算送给林先生厄运硬币开始 他就已经布置好了一切 他看了看手上 康德里夫和穷顶教会签订的契约 又摇了摇头 难难道 或许更早 要知道 从王尔德的角度看 这次事件当中是陈树商会 火箭之路 他自己这三方参与其中 被林老板当作棋子操作 但其实 还有一个穷顶教会 才是这次事情的关键 而穷顶教会的文森特神父和书店接触 就已经比后来才去拜访的 陈树商会之人要早很多 更何况 当时林老板还让他去隔壁 找那个光辉大骑士的弟子 克劳德帮忙 这书明秘一塔也参与其中 还有那莫名其妙 在书店前面立了牌子的 罗尔资源开发公司 在他和王尔德看不见的地方 林先生的顾客还有很多 很多 起立莫名有点失落 他和林老板的差距越来越大 每当他觉得自己有些近乎 随后知道的事情就会告诉他 你还远远不够 对于林老板来说 你只是他随手波动的棋子之一 王尔德却是已经完全陷入了狂热状态 激动的来回躲步 显得心潮澎湃 不愧是林老板 他的福音 我完全听见了 这就是一个智者的眼界 五等的天赋与救主 一切知识的主人 这一切的一切 看似巧合 实则有迹可选 每一处都是精心设计 简直是堪称完美的一盘棋局 有些人或许觉得只有排山倒海 毁天灭地的力量 才是强者的象征 但王尔德以为 这种建威之主 以小博大的精准计算 才更是那无可匹敌的强者力量 举重若轻的体现 试问又有谁能将众人的命运各自安排 又像多米诺骨牌一般轻轻推倒 每一分力道 每张牌的位置都恰得好处 井井有条 虽然这么形容有些奇怪 但王尔德觉得林老板 就好像在整理房间一样 把每个人该在哪里 该做什么 都整理到了该在的地方 这简直是神才能拥有的伪力 王尔德已经在心中 高呼赞美林老板几十遍了 然后又想到 或许 加尔 也是林老板看见的吗 是啊 林老板是知道的 他感情最深的两个弟子 一个死于非命 一个叛出师门 所以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再来一次吗 林老板对于自己的顾客 真是一如既往的关心啊 王尔德心中感动 看向另外一个顾客 也就是若有所思的麒利 道 麒利 查普曼 是的 麒利点点头道 您叫我麒利就可以了 王尔德从黑袍口袋里 拿出来的一个补哨 递过去 麒利连忙接过来 犹豫地道 这是 王尔德道 就当是见面礼吧 纪念一下 作为书店顾客的第一次合同 他微微一笑 想到自己是林老板计划的一环 就感觉自己的一切都没有来 能为林老板服务 简直是他们这些人的荣幸 麒利仔细看了看 但是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施法道具 听见王尔德解释道 这个哨子 只要你吹响他 不管在哪里 在什么地方 都能够召唤出格瑞迪 王尔德伸手摸了 摸格瑞迪的厚脖子毛 格瑞迪眯起眼睛 仰头十分小瘦的样子 蹭了蹭 呜呜呜呜呜的叫两声 和一般的狗 几乎没有任何距离 如果不是启利刚才亲眼所见 根本不会相信 这么一个萌萌哒的小丑 其实本体是那样 一个争鸣畸形的庞大怪物 召唤他 这就等于是召唤 一个毁灭级的帮手了 非常感谢您的礼物 启利握紧鼓哨 明白这是王尔德 对他释放的善意 书店的顾客们迟早会见面 而天然就有着一层联系的 他们之间 关系自然更容易发展起来 但同时也得保持警惕 因为只要有人在的地方 就会有圈子 顾客之间未必是陌生人 或者认识的 也可能是仇人 比如王尔德和约瑟夫 陈述商会和罗尔资源开发公司 但剩余没仇的人之间 却是可以拉拢对方的 谁先下手 谁就赢了 启利抬起头道 那作为回礼 你有什么需要的材料都可以跟我说 我作为陈述商会的分会副会长 只要是陈述商会有的 都可以做主送给你 这样一个毁灭级的价值不可估量 值得他用一切方式去拉拢 王尔德文言哈哈一笑 道 送就不必了 我并不缺钱 但要说一点材料不缺 也是假话 身为巫师 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大量实验的 施法材料的损耗不可避免 我可以用试驾购买需要的材料 只要你们能够提供 王尔德又到了 将来或许还有更多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希望不久之后 能听见启力 查普曼成为陈述商会分会会长的消息 启力也跟着露出笑容 这代表着 双方的初步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只要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同盟是很容易达成的 更何况 他们还有一个牢固的拟待 那就是同为书店顾客的关系 相信安排了这一切的林老板 对此也有推动的意思 阿T 林介坐在位置上打了个喷嚏 感觉有点冷嗖嗖的 让莫恩把书店门关上 最近天气有点凉了 时间过得真快 看来诺金的冬天不远了 林介感叹了一句 差点被莫恩关在门外的约瑟夫 用手和挡住门板 刚挤进书店里 文言一乐 他刚刚还在诧异 林老板这样的强者怎么会打喷嚏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偏偏发生了 随后就听见这么一句 才恍然大悟 根据他的经验 林老板异常的行为定然有所欲 林老板是想借此来强调 后面一句别有声音 天良诺冬 冬天是肃杀的季节 诺金的冬天将要来临 意味着一场杀戮的序幕拉开 联系最近的事情 也就是说穷顶教会将大难临头 所以林老板的意思是 他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约瑟夫 林老板抬起头 奇怪地道 你站在那不动干嘛 怕我给你挖了陷阱吗 约瑟夫虎去一阵 陷阱 陷阱 约瑟夫心中一阵 这简直就是明事了 林老板这句话的意思 应该就是在提醒他们 虽然已经到了该行动的时候 但却不能放松警惕 因为前方还有陷阱 在埋伏着等待他们 约瑟夫他们原本 已经是抱着必胜的想法 对于穷顶教会 并没有过多的防备 毕竟他们最近的行动 都十分顺利 太阳神教犹如星星之火 一般看似力量渺小 但却拥有着惊人的感染力 从小到大 逐渐变成了一场 熊熊燃烧的大火 信徒们的舆论攻势 发动之后 穷顶教会各地 都自己慌了跟脚 加上高层不知道 为什么自闭不误 频频东窗事发 进行游说 本来只是想进行 对抗式的传教 让那些动摇了信仰的信徒 回归月亮的怀抱 但没有想到 在街头举牌岛游行 想要让穷顶教会 出来给个说法的 那些动摇信徒群情积分 言辞十分激烈 可一心维护 穷顶教会的狂信徒之间 产生了冲突 言语冲突转变成了肢体冲突 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流血事件 这一下给穷顶教会 带来的压力 达到第三教堂直接关门 暂时不再接受信徒的礼拜和唱诺 还有外界人士的采访询问 但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则是第三使徒被人暗杀 第二天被人发现的时候 只剩下了一具无头尸体 这件事情当然是文森特一手策划 被太阳加持的阿希娜执行 作为一个传承远古部落的女战士 她手段虽然粗暴了一点 但效率上还是非常高的 第三教区的信徒们也直接傻了 而穷顶教会逼而不谈的态度 更是凉了他们的心 彻底分裂成了两派 一整个教区土崩瓦解 至于其他几个教区的情况 也都和第三教区半斤八两 只是还有使徒 而太阳神教在此时如野草一般疯涨 教徒已几何被迅速增加 在迷茫之际无处容身的原来那些穷顶教会性的 全都被吸纳进了太阳神教之中 因为文森特重点传播的一个教 就是日月同源理论 宣扬月亮的力量和太阳的力量是一体 同根同源的 所以只要你信仰月亮 也就可以信仰太阳 这简直就是光明正大地 给自己挖信徒找了个完美的力量 他还没说月亮的力量其实是来自太阳 有一定学历的信徒就都已经自己脑不出来 并且对此深信不疑 因为信徒们都看见太阳神教 同时展示了月亮的力量和太阳的力量 文森特绝口不提自己是叛教出来的这些事情 有人问起来就笑而不语 只留给对方一个意味深长的遐想余地 而因为莫恩所展示的月亮神力更上一层 信徒们纷纷开始猜测 是不是其实他的所谓叛教 其实是穷顶教会的内部大法 或许是因为有一部分的穷顶教会神志人员 做出了那些坏事 但是另一部分坚守本心的好人发现了这一切 然后为了保留最后的希望与国主 保留真正月亮的信仰 就将文森特以这样的理由送走了 现在矛盾爆发 终于新教建立 原来的穷顶教会就只是一个空壳子吧 他们真正要拥护的 其实是新教啊 而这个猜测 正好与这些信徒心中残存的 对于穷顶教会的信仰重合 他们愿意相信 其实穷顶教会只是在用这种方式重生 而不是真的像他们看见的那样放无奈口 当然 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 还有文森特之前那个老好人的形象 加上启力带来给克劳德的证据 只要公布出来 穷顶教会这一次不管让谁来看 都是必死无疑 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 但是现在林老板的话 却让约瑟夫警醒了起来 不能放松警惕 穷顶教会即将进行第二次陷阱 他们也在准备最后的组合 现在很有可能是故意已若失敌 实际上则是集中力量 布置了一个大陷阱在等待着他们 以穷顶教会本身的力量 本来绝不至于这么快 就显示出大厦将军的态势 但凡他们努力控制一下局面 现在文森特他们都会艰难很多 但是穷顶教会偏偏选择了 象征性的出了一些婚招 造成一种无能为力的假象 这说明他们极有可能是孤注遗址 把有生力量都放在了县级的那一天 所以现在这些损失根本无所谓 如果他们抱着现在的想法 去和穷顶教会他 难免轻敌罢 约瑟夫犹如大热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感觉自己又被浇了一堂课 心中不由的感叹 真是每一次来书店都有新的收获 不管是力量上还是做事上 无愧是林老板 他走进书店当中坐到柜台面积 一副受教了的样子 道 如果是林老板的陷阱 那我甘之如意啊 林借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感觉约瑟夫看自己的眼神过于寒情默默的点 这大爷是不是也到空潮气了 和王尔德闹掰了两年 现在终于按捺不住寂寞 想重新找个好机友 刚来书店的时候还是很正常的霸道大爷 现在就本性暴露 听莫恩说 克劳德时常碎碎念自己的额外工作 全是约瑟夫甩手过来 天天加班加点007 几年前他还是正直善良好骑士 现在骗经费都成了本能 成了油滑的职场老油脑 全都是老师带的好 但是林借心里很小熟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林借的目光忽然被约瑟夫的手吸引了 上次回去的时候空空如也的臂膀 现在重新长了出来 而且不再是那种机械手臂 而是和正常手臂没有区别的仿生手臂 你的新手臂看上去很不错呀 约瑟夫哈哈一笑 手掌握拳 倒 还得多亏了莫恩女士 他现在跟着那些信徒称呼莫恩为月亮女士 上次战斗结束以后 莫恩直接用月亮的力量将他的手臂复云了 这让他十分感激 和莫恩有什么关系 林借心里先是打出了一个问候 然后想起了莫恩小同学那堪称变态一样的学习能力 这段时间一直放眼 他不会又点开了什么生物学的技能术吧 虽然这和他没什么关系 但是并不妨碍他推销书点 他淡然一笑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 就是这样的 这孩子就是听我的话 多看书才能有这样的能力水平 说起来 我觉得约瑟夫你现在这个阶段就有必要多看看书 我想你这次来找我 也是想再来一本的对吧 林借当然不知道约瑟夫到底是不是来买书的 实际上他听莫恩汇报 最近文森特他们和穷顶教会的局势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双方剑拔弩张 气氛非常紧张 这边即将发起最后攻势 那边也在准备最后的陷阱 在这种紧要关头 约瑟夫基本没可能是来找他买书看书 而是来找他在详细问一问那个米加勒 还有火箭之路的事情 但是大家关系都这么深厚 毕竟我店里来难道忍心只谈攻势吗 我们之间的友谊难道真的那么淡薄吗 这么多次的深入交流难道不值得一本书的价格吗 所以不如在正式开始谈话之前 先来一次促进友好交流的朋友交易 没错 临界见缝插针 又开始下意识用话术来推销自己书了 就算本来不是来买书的 听见他如此针对性的问出你来找我 就是想再来一本吧 这样的问题 本来有别的目的的也不好意思继续说 只能先来一本再说了 不过这一招这是专门用来杀书 尤其是本来就有求育人的那种 白是百灵 屡是不爽 如果是一般的客人 那就跟平时打招呼问是不是来买书没区别了 约瑟夫此时闻言果然一愣 然后正色点头道 我确实是来向你买书的 上次您给我挑选的书虽然也很好 但总体上过于高深了 以我的认知无法承受 我想我还需要更多的提升才能更好地使用它 在往之前给的一本是侦察类的在辅助战斗上确实很强 但是对于它实力的提升还是比较小的 而后来给的那本则是消耗太大 而且随机性太强了 之前召唤出来那个穿着黄袍的身影 一瞬间就抽干了它身上的一台 那还是已有齐卡库的召唤物作为献祭的前提下 正常情况下 这么一招下去它就丧失战斗力了 两者都无法让它在正规途径下有所提升 依旧十分遗憾 因为它现在重回巅峰 找到信心之后 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 冲击神兵级 不过 林老板果然是知道的 这已经是不需要感叹的事情 这很正常 他又想起刚才林老板让莫恩关门的时机 可不就是他准备进门的时候吗 可见林老板早就知道他要来 故意和他开玩笑吗 林介却不知道约瑟夫内心的想法 只觉得得意 你看 这大爷现在不就不好意思了吗 虽然有正事 但也不好直接开口 只能跟着他的话筒 谈一谈书的事情 还得解释一大通来说服自己 虽然很不道德 但是林介还是忍不住眯起眼睛 勾起嘴角露出了奸商的微笑 嗨嗨 他克制了一下自己 然后严肃道 你有这种觉悟就很好 以后还是要多来几趟 活到老学到老了 我这里书还蛮多的 只要你想 你绝对能找到你想要的 有什么难以解决的事情 也都欢迎到书店里来找我 铃声都是吹出来的 更何况他这里包揽了地球 所有的书籍 堪称无所不有 说一句想要的都能找到也不为过 约瑟夫真心实意地道 您谦虚了 就算是我想不到的 您这儿也有 这大爷还真会夸人 夸得忒舒服 林介脸色微妙 然后双手交叉 撑着下巴摆出经典姿势 继续说道 你所处的这个阶段 想要提升自己 其实一般的方法 已经难以作效了 尤其是外部力量 所以我建议你 向内挖掘自身的潜能 他从旁边书架上 拿出一本 唤醒心中的巨人 这本书的作者安东尼 罗宾 职业是演说家 他拥有一串长长的称号 世界潜能激励大师 世界成功导师 世界潜能开发大师 总之就是大师 为各路总统 领导人 社会名人咨询 激励 乃至是为米国陆军 提供激励训练服 能把演说当成职业 当饭吃 可想而知嘴上功夫 是多么牛逼 而他其实和灵界 现在在做的事情 一举同工 说白了就是忽悠 但是是科学的 有章法的 有理论体系的忽悠 单纯看这个人的书 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 都是一堆有道理的鸡汤 但倘若他真的有能力 让人真的做到鸡汤上 或者相信自己能做到 那就恐怖如四了 总之能在这个领域 达到这种境界 定然是有两把刷子 现在灵界又要借他来 忽悠忽悠约瑟夫大爷 人的潜力 其实就在于 自身无穷的创造力 在于心灵和意志 而不在身体 我看得出来 你之前一定将 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了身体的锻炼上 这是好事 不过你现在 已经没办法 在这上面有所顾 所以你应该开始 向内寻求自我 毕竟这么大把年纪 就算是施瓦辛格 也有得有坠肉 虽然从事的工作 是警察这个行的 但是约瑟夫 早就退居幕后 该修身养性一下 也许还能学 施瓦辛格往政坛走走 灵界把书地过去 照例撒鸡汤 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无外乎两个目的 逃避痛苦和追求快乐 这次事情结束 我觉得约瑟夫 你也应该想想 自己以后的方向 也许当你想清楚了 你就能唤醒 自己内心的巨人 更上一层楼了 至于想清楚了什么 充满智慧的人生导致 灵界也暂且能在里面 他微笑着望着 满脸受到震撼 恍然大悟的约瑟夫 心想这笔生意稳了 卖不卖书也无所谓 主要是看约瑟夫 现在也有空巢趋势 隐约发展方向 还不太对头 需要多看看书 填充一下自己的生活 约瑟夫现在觉得 口干舌燥 心跳如泪 激动程度仅次于 得知自己 有成为骑士的资格之时 心界虚想 正是这本书的名字 而其中的内容 更是完全犹如 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在约瑟夫面前 缓缓打开 这是一种 他从未见过的修炼方法 颠覆了他以往的认知 以心灵的力量支配以太 以想象力激发潜力 无数倍的放大 构筑一个巨大的星象堡垒 作为肢体的延伸 这不就是宛如神明一般的力量吗 约瑟夫如痴如醉地 看着书中的内容 当他的目光触及到 书中的文字之时 其中所有的内容便蜂拥而来 瞬间灌入了他的思维当中 不需要思考 也不需要获取 一切需要费力的工作 全都不需要 仅仅只是在接受 不断地接受 这是一种无比畅快的感觉 思维 灵魂种种意识层面的存在 逐渐被填充壮大 就仿佛自身的实力 在无限膨胀一样 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一切都能轻易地理解 但约瑟夫心智坚定 并不会这么轻易地 就被这种错觉所移 他很快警醒过来 将自己的目光移开 与此同时 那些知识的灌输也已经结束 此时他略微整理思绪 发现星界虚向的力量 其实并非那么危险 他实际上是先制造了 一个名为星界的领域 而后在这个领域内 构建全新的规则 之后才能以想象力激发潜力 凝结自身数百倍 乃至上千倍强大的虚向 进行战斗 而一旦对方是破了 这个星界的规则节点 或者支撑星界的力量不够 造成星界崩塌 那么虚向也会瞬间瓦解失效 但是既然能有 成百上千倍于自身的力量 基本上就能在短时间内 结束战斗 而星界时间的长短 还是要依靠 自身以太的强度来支撑 约瑟夫隐约感觉到了 这就是毁灭 给予神明级之间的那个门槛 规则 只有掌握了规则 才能成为神明级 就如同那个神明级的语神 所掌握的正是雷电的规则 而穷顶教会教宗 则是直接由神明赐予的权柄 但是从表现形式看 也同样是由一个个规则 组合起来的力量 约瑟夫明白 林老板这次给他的示意板 能打开那扇门的钥匙 而同时 这一次他的感受也越发清晰起来 这些书中的知识 从来不是等着人来学习 而是他们主动护云你 就如同林老板所说的 你在看书 书也在看你 这些知识是活的 当他们流淌进入思维当中时 就像是身体被输入了新的血液 如此地活跃 以至于有那么一瞬间 你会觉得他们并没有被你所吸收 而是折服在了某个角落里 等待着占据你的一切 另一边 林界保持高深莫测的微笑 保持的脸都快僵硬了 看着好像已经沉迷书中 不可自拔的约瑟 觉得不太好大人 就起身打算去倒杯水 莫恩原本一直在旁边站着 看见林界一动 就准备去倒水 但是林老板伸手阻止了莫恩 并微微一笑 失忆自己来就可以了 莫恩毕竟最近那么忙 在隔壁书咖精灵的有声有色 还帮助文森特出谋 划策对付穷顶教育 可谓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林界都不好意思 在让他做这页端茶倒水的事情 嗨嗨 毕竟隔壁书咖这些日子赚的钱 已经快超过他这些年赚的赚 就算是信徒俱毁 也是要收茶水费的呀 如此能干得住手 必须要好好对待才行 林界到了杯水回来 发现约瑟夫还在那里看着书发呆 盯着书好像磨蒸了一样 额头都渗出了些许汗水 呃 虽然看书认真是好事 但是这样一来 正是恐怕没有时间谈了呀 林界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忍不住凑过去倒 约瑟夫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一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还是说感觉有点难理解 你不要勉强自己 这种事情不能强求的 顺其自然就行 不然会很实力 适得其反了 说着伸手拍了拍约瑟夫的肩膀 约瑟夫呆滞凝固的神情 瞬间重新鲜活起来 他被林界拍打一下 猛地回过神来 额头冷汗低落 打了个冷战 连忙停止了一切联想 太可怕了 他心有余悸 虽然刚才的一切 仅仅发生在几分钟内 而且无比平静 但是他敢肯定 只差一点 他就真的要被那些知识 吞噬 甚至他现在都不敢肯定 吞噬他的到底是知识 还是他本身的想象力 这些知识 在追逐着人呢 越是强大的力量 果然就越是危险 尤其是林老板这里的书 刚才要是没有林老板提醒 他直接就去世了 约瑟夫连忙点点头 道 您说的对 是我有些着急了 我应该再谨慎一点的 这些东西还是需要循序渐进 慢慢来才行 林界点点头 道 对对对 不要莽撞了 那这书 约瑟夫立马会议 道 我买了 林界笑得更和善 娴熟地把书拿过来打包装好 一手收钱 一手交货 林界扯了半天 终于想起来正事 想来 以约瑟夫完全一副您说的对 以您马首是瞻的态度 他不说 约瑟夫也不会说 便清了清嗓子 继续道 话说回来 你们现在情况如何 准备的怎么样了 约瑟夫自然把情况全部告知 他们接下来准备 先将最关键的起立所获得的证据公布 将穷顶教会使用 圣月脑控制教众的事情投出来 来一波大的 然后乘着大师一举围攻穷顶教会的中央教堂 林界点点头 决定做出一些暗示 你们尽力就好 至于那个加百列 我认为也并非大威胁 放心好了 先稳住约瑟夫他们 虽然他心里也没底 但是现在建在弦上不得不滑 总不能让他们也没信心 剩下的只能靠他自己了 送走了约瑟夫 林界看了看天色就准备关门了 他今天要准备开始试验 将梦境扩展到现实 之前一段时间 他其实已经尝试过很多次 但都是小规模的 一开始只能在卧室 后面能扩展到书店 渐渐的他学会了进入别人的梦境 然后借此进行跳跃 再进行延伸 试验很成功 他进入穹顶教会某个使徒的梦境当中 摸清了中央教堂的位置 而现在 他将尝试通过那个节点 把整个中央教堂都拉进自己的梦中 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天时间 所以他提前吩咐莫恩不要靠近卧室 他要闭关